魔术一旦被揭穿,就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不神奇的骗局,但没被揭穿之前,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而在魔术表演中,通常需要热心观众来帮忙见证,比如检查道具,检查魔术师身上没什么东西,他绷直身体,假装站在地面一样,在空中站了半天,就是等热心观众主动来检查。 现在,热心观众已经检查完了,那么表演也就可以开始了,大楼天台上,柯南趴在护栏边,咬牙看着浮在空中的白色人影,也隐约看到,对方嘴角露出像是戏血,又像是表达善意的微笑。 这家伙,还是这么爱装模作样。 驰飞驰站在空中,找准了怪盗既得的发音,伸展双手,白色披风在身后被直升机带起了大风吹的飞扬,声音从扩音器里放大传出。 Ladies, Airmen,啊! 下方人群传出热烈的尖叫欢呼,作为回应。 Po! 七号直升机里,黑羽快斗听到动静,之前脸上还淡定的表情彻底崩了。 他! 那种热情又对表演充满激情的态度,很怪到积德,但很不费驰哥。 四锦黄支柱转头,看到黑羽快斗一副见了鬼的样子,疑惑又担忧,快斗少爷。 你怎么了? 他! 嗨嗨! 黑羽快斗缓了缓,努力冷静,没什么,我只是有点意外,没想到飞驰哥还会这样, 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四锦黄支柱收回视线,笑着感慨,他也是道义老爷的学生,当然,也是怪到积德的徒弟啊。 能够演好怪到积德,也是很正常的事吧。 唉,他不知道快斗少爷为什么这么惊讶。 明明快斗少爷自己也是这样,一用怪到积德的身份露面,就像被怪到积德的灵魂附体了一样。 不过他能理解,他第一次看着快斗少爷用怪到积德的身份活动时,也惊讶地以为那是他家道义老爷。 作为道义老爷的传承人,不管是义荣术的传承人,还是魔术的传承人,身上那种细精和精分,不对,应该说是身上那种热爱演戏,专注表演这种品质都是一样的。 下方欢呼声小了下去之后,池飞驰模仿了怪到积德,平时温和含蓄的语气,继续道。 那么,今晚的预演,一场发生在我身上的预演,请大家观赏。 直升机里,黑羽快斗,双手抱头挠头发。 没错,他能扮演,飞驰哥能扮演也正常,只不过违和感好强,完全想象不能,让人猝不及防。 还有,他好想去外面看现场,搭,搭,搭。 驰飞驰脉动脚步的同时,手放在裤子口袋里,播放着录好的脚步声。 随着上方直升机的移动,一步步朝灵木博物馆的屋顶走去,看起来就像在空中悠然漫步。 被吊在空中,却还要模仿出行走在平路上的样子,对肢体平衡、体力、表演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 他的体力和肢体平衡肯定没问题,不过为了行走,还是演练了一上午。 表演不容易。 在驰飞驰走到屋顶附近时,那个屋顶的放在手持宝石的金像突然被机关收了进去。 驰飞驰停下脚步,右手压了压礼帽,用怪盗积德的声音道, 好了,今天的预演到此为止,明晚八点,我在同一地点与各位再会。 砰! 烟雾弹在空中炸开,直升机移动中的光柱偏移了一点。 驰飞驰在烟雾中快速把白色的积德套装脱下,换成一身黑,隐匿在光柱偏移后的黑暗中。 直升机上的黑羽快痘启动透明线机关,把驰飞驰拉了上去,又打开直升机下方的舱门,让驰飞驰能进到直升机里。 黑羽快痘见驰飞驰安全上来了,才坐了回去,看来和爷爷猜得一样,只要接近屋顶,那个机关就会带着宝石回到屋里。 那还是要从内部下手,驰飞驰走到驾驶座附近,撕下脸上黑羽快痘的一容脸。 明天下午一点,我会带小哀去拜访铃木顾问。 黑羽快痘有些意外,那你晚上不会跟他一起去博物馆吗? 不会,我和小哀会先到博物馆。 一日,下午,一辆红色跑车开进铃木次郎极家的大门,停在院子里。 站在玄关门口的铃木园子上前,热情打招呼,飞驰哥。 小哀,你们晚了一波,飞驰已经到了。 会员哀打开车门的动作一顿,转头看吃飞驰,飞驰他。 驰飞驰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清楚。 嘎啊呀!飞沫从客厅里飞出来,爪子里还抓了一个苹果,丢到下车的灰云埃手里。 我还在家吃午饭的时候,次郎级叔叔就给我打电话,说鲁邦发现一只红色眼睛的乌鸦。 因为听我说过飞沫的事,所以就打电话来问问我。 铃木园子笑道,我过来一看,就知道是飞沫,他真的很聪明耶,居然提前找过来了。 哈哈,确实是只聪明的乌鸦,胆量也很大。 鲁邦发现他的时候,他停在窗外的树上,面对鲁邦的吠叫,也一点也不慌乱呢。 铃木刺狼级跟着飞沫出门,看着停在驰飞驰肩膀上的飞沫,眼睛放光。 再看到从驰飞驰一领探头的飞驰,眼睛更亮了,那就是飞驰吧。 驰飞驰点头,刚想跟铃木刺狼级问好,就被狗叫声打断。 汪汪! 鲁邦越过铃木刺狼级腿边,欢快冲向驰飞驰。 鲁邦! 鲁木刺狼级连忙吏声呵斥,不许对客人无。 鲁邦跑到驰飞驰脚边,探头蹭蹭,袖袖球摸摸。 鲁木刺狼级是表达欢迎啊,早说嘛,驰飞驰蹲下身,摸了摸鲁邦的头,下意识地翻开狗耳朵看。 体型没有过胖或者过瘦,跑动时四肢灵敏,肌肉紧实,双眼有神采,无泪痕,无血丝,耳道干净,牙齿没有看过。 但鲁木刺狼级养的狗,应该不会有毛病,嗯,很健康的狗子。 会员哀默默无脸,飞驰哥这是职业病又犯了吧? 怎么样?飞驰哥,鲁木园子也看到驰飞驰的举动,弯腰笑着看鲁邦,我大驳养的鲁邦很健康吧? 驰飞驰又摸了摸鲁邦的头,站起身,健康,而且强壮。 哈哈,差点忘了,你是动物医学系的,鲁木刺狼级大声失笑,原来鲁邦还会自己看医生呢? 请进吧,先去屋里坐。鲁邦摇摇尾巴,跟在驰飞驰脚边进门,等驰飞驰坐下后,直接跳上沙发,站了驰飞驰旁边的位置,开始用头拱驰飞驰。 看来鲁邦很喜欢飞驰哥呢。 鲁木园子坐到对面沙发上。 会员哀坐到驰飞驰另一边,看着往驰飞驰身上蹭,飞驰哥一直很招动我喜欢。 鲁邦,你收敛一点,鲁木刺狼级看着鲁邦口水滴到驰飞驰裤裤子上,一头黑线,别把口水蹭到别人身上。 没关系。 驰飞驰说着,终于还是忍不住对狗子下手了,先嘴,看看牙齿。 白森森的,果然很健康。 鲁木刺狼级一看驰飞驰不介意,转头让庸人上茶,又问道,飞驰小子,虽然知道你大概不会同意,但我还是想问问,你家飞沫卖不卖? 要是你愿意卖给我的话,我会好好照顾它的。这只乌鸦,居然能提前摸到我这里来。这么聪明的动物,我很想养一只啊。 不卖。 驰飞驰拒绝。 那送不送? 鲁木刺狼级又期待问道。 灰原哀,鲁木原子,不送。 驰飞驰拒绝。 也是,养出感情来的动物,就像家人一样,那有空就带它过来玩吧。 那,鲁木刺狼级本来想摸摸自己的狗,结果发现,自家鲁邦还在驰飞驰那里卖萌撒娇,稍微有点小失落,很快又盯上瞪着乌溜溜大眼睛的飞驰,那飞驰呢? 卖不卖? 送不送? 我早年养过蜥蜴,一直想养一条蛇,这类动物愿意这么亲近人类的可不多。 不卖,不送。 驰飞驰继续拒绝。 是吗? 鲁木刺狼级一脸遗憾。 大伯,你还想买什么呀? 鲁木园子一头黑线地打断,飞驰哥不会卖的了。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穷,想要的东西不少,总要试试问一问嘛。 鲁木刺狼级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辉渊哀,飞驰小子。 那你家可爱的小女孩卖不卖? 送不送? 飞驰是说他吗? 驰飞驰没犹豫,不卖,不送。 鲁木刺狼级一脸感慨,可惜了,我也比较缺孩子,以后都没人养老送中, 飞驰默默端起茶杯,低头喝了口茶。 这些人真是够了,他存在的意义是专门帮人养老送中吗? 鲁木园子半月眼,大伯,好了,好了,我开个玩笑。 鲁木刺狼级笑着白手,家里还有你吗?园子,我以后可就拜托你了。 是,是,鲁木园子无语音声。 鲁木刺狼级正经了一些,飞驰,你父母最近都还好吧? 都挺好的。 驰飞驰给了个万斤油回答。 鲁木刺狼级叹过身,压低声音问道,感情也还好吧。 鲁木园子,我回国之前去过一趟英国,他们好像同居了。 鲁木,刚优雅端起杯子,准备和辉云癌一样优雅喝口茶的鲁木园子喷了。 无语撇了鲁木刺狼级一眼,这老头都多大年纪了还八卦,下一秒,兴奋凑近,真的吗? 飞驰哥,那伯父和伯母是不是要和好了? 辉云癌一脸木然地喝茶,不过还是悄悄停着,大概还要适应一段时间。 鲁飞驰平静脸道,你稍微帮一下忙嘛,就像小兰一样,主动出击,给他们制造机会。 鲁木园子开始出主意,可以帮忙订一趟双人游行程,给他们定气氛,暧昧的情侣餐厅。 要是知道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就更好了,让他们去那里约会,一起回想美好的回忆。 然后他们会互相跟对方说,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你,那真是太幸福了。 其他三人看着挠不到兴奋的灵木园子,沉默。 可,这个是急不来的。 灵木刺狼急到,四人坐着聊了一会儿,喝了茶。 气氛相对来说还算和谐,只不过灵木家两个热情八卦,池家两个不温不火,一脸平静,一旁女佣看得浑身别扭。 冰火两重天,有点难受。 还有,灵木顾问总是悄悄看在池先生身旁讨好卖萌的鲁帮,已经好几次了。 那小眼神忧怨的,对了,我带你们去看看我的收藏。 灵木刺狼急,见茶喝得差不多,又风风火火地起身,带路往收藏室走。 那可不是宝石、古董、名画那些普通的收藏,会原挨打了个哈欠。 很好,连宝石、古董、名画都变成不稀有的普通收藏了。 收藏室收藏的是灵木刺狼急的极限运动奖项,奖杯、奖章,摆满了玻璃柜。 到离开收藏室的时候,灵木刺狼急看到鲁帮还是一直跟着池飞池,看看池飞池那边怀里揣着乖巧的蛇,肩膀停着乖巧的乌鸦,脚边跟着乖巧的狗子,另一边跟着乖巧的小女孩,看看自己身边啥都没有,嘴角微微一抽,朝鲁帮招手。 鲁帮,你过来。 再这么下去,他心里快不平衡了,总有种被人当面训了一脸的感觉。 鲁帮抬头看看灵木刺狼急,又转头看看池飞池,还是走到灵木刺狼急身边。 灵木刺狼急蹲下摸了摸鲁帮的头,还是自家狗子好,没有忘了他。 哎,飞池,你走。 下次你也别来了,让你家小女孩带飞池和飞沫过来就行。 你这小子,太破坏我和鲁帮之间的感情了,大伯。 灵木原子无语。 这叫什么话吗? 虽然他知道,他家大博士开玩笑,但刚见面就,池飞池面不改色。 明天庆功宴,我过来的时候,会给鲁帮带点零食。 前台词,第一,明天我,还会再来的。 第二,我不仅来,我还会带零食给你家狗子。 灵木刺狼急大笑起来,站起身。 好,那我也要看看乌鸦和蛇喜欢吃什么,让厨师准备一下。 你可别输给我了哦。 灵木原子一看,池飞池没误会,松了口气。 真是的,下次,不要乱开玩笑了。 你担心什么啊? 灵木刺狼急带路去客厅,摆了摆手,在飞池一岁生日的时候,我就见过他了。 比你见他的时间,还早上不少呢。 那是当然了,灵木原子一脸被你打败了的表情,飞池哥一岁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出声呢。 对了,灵木刺狼急转头问池飞池,今天有空带妹妹去灵木博物馆看我抓那个白衣小偷吧。 池飞池点头,一会儿就过去。 那你带着妹妹和园子先去,灵木刺狼急笑道,我已经准备好了最佳的观赏地点,你们就安心地等着看好了。 那明明是我准备的,灵木原子低声嘀咕了一句,转头看池飞池,飞池哥,我一会儿要让司机去接小兰,毛利大叔和四眼小鬼。 你们要一起过去吗? 还是先到那里等我们? 我们先过去。 好,那我打电话跟那边说一声,会有人带你们到大楼天台上去,想吃什么也别客气,尽管吩咐他们就行。 池飞池,灵木原子,会员哀告辞离开,在门口分开。 灵木原子坐车去接毛利兰三人,池飞池开车带会员哀去灵木博物馆。 灵木家的秘书带着保镖等在灵木博物馆前,看到池飞池的车子后,就主动迎上前,等池飞池去停了车,带着池飞池和会员哀上了路边大楼的天台。 天台四周站了不少带墨镜的保镖,靠街的一边放了一张铺了华柜桌布大桌子,上方立着遮阳伞,旁边摆着一圈雕刻精致的靠背椅。 秘书带池飞池和会员哀落座,保镖退到屋顶的其他地方把守。 两位请坐,秘书双手交叠放在身前,微微弯着腰,见会员哀看四周,解释道, 这附近的大楼都被顾问租下来了。 昨晚怪盗积德出现在这栋大楼和对面大楼中间的空中,如果怪盗积德守信,今晚应该也会出现在两栋大楼中间,这里是最佳的观赏地点,就被园子小姐留了下来,用来招待朋友。 两位需要饮料可以跟我说,不过想吃点心,大概是不行的,直升机带起的风太大,会把尘土卷到食物里。 会员哀探头看了看,的确,这一带的天上都是直升机,60多架,密密麻麻地飞在天上。 他坐在这里,都有种被风扇包围着360度无死角狂吹的感觉,那麻烦你给我一杯加冰块的西瓜汁。 好的,秘书看向池飞池,飞池少爷,您呢?需要饮料或者酒水吗? 池飞池没有吃东西的想法,不用。 秘书又看向落在桌上的飞沫和从池飞池一领探头的飞池。 那需要为您的宠物准备点东西吗? 也不用了,谢谢。 那我去准备小爱小姐要的西瓜汁,就不打扰两位了。 有需要,可以再跟我或者其他人说。 秘书鞠了一躬,转身离开。 池飞池仰头看向天上的直升机,那位大叔还真是大手笔,招募直升机队,还把附近大楼都租了下来。 他跟怪盗记得有仇吗? 没仇,他只是太无聊了,想找点事情做。 池飞是也抬头看了看空中的直升机,收回视线。 准备跟池飞池说说林木家的事,在温饱不愁之后,人就会追求精神享受。 对于母亲和我父亲来说,事业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支撑。 而次郎吉先生不一样,这要从次郎吉先生出生前说起,在他爷爷当家的时期,长子是个很优秀的人,自然也被当成继位的人培养。 而为了防止兄弟争夺家产,次子也就是次郎吉先生的父亲,从小就没有接触商业上的事,每天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他大波意外身亡,林木家失去了继位的人。 那个时候,他父亲二十多岁,想培养也已经晚了,好在年纪还小的小儿子很有天赋。 就这样,小儿子长大之后,当了林木家主事人,挥云挨想了想,那就是园子的爷爷吧。 池飞池点了点头,继续轻声道,次郎吉先生,只比园子的爷爷小上几岁。 在他成长过程中,也如同他父亲一样,由于继位的人已经确定,并且很优秀。 家里人都支持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在园子父亲出生时,次郎吉先生已经二十多岁,快三十岁了。 而园子的爷爷正直壮年,他同样不适合作为继位人,所以他没法把精力发泄在经营财团之上,从来没有接触,也不再喜欢接触。 挥云挨懂吗?林木次郎吉那是卡了个年龄bug,就完美避开了所有家主培养期。 这么一来,林木次郎吉根本没有接触财团事物的机会,不懂,大概也完也了,没兴趣。 在次郎吉先生二十多岁的时候,他有一个爱好,喜欢花钱,驰飞驰看向不远处的博物馆大楼,他的小叔叔也就是园子的爷爷。 那个时候一百个支持,让他担任林木财团的顾问,让他随便花。 次郎吉先生越花钱,林木家的钱越多,就像这一次,次郎吉先生挑选挑战积德地点的时候。 园子的父亲提议他在这里,这个博物馆刚建成没多久,周围大楼都是新建的,次郎吉先生买头版,招募直升机,把事情闹大。 现在日本没几个人没听说过林木博物馆,连参观博物馆都多了一个意义,就是参观怪盗积德表演奇迹的地方。 而在次郎吉先生租下附近大楼之前,其实大楼已经被林木财团的人先一步租下来了,租期至少五年,打算打造成商业、文化、娱乐、住宿一条街,还有,附近就有林木财团投资建造的公寓。 回原来,这么说起来,林木家确实亏不了,积德的粉丝肯定还会回来回味这次对决,而知道了林木博物馆的人一有空,也会约上朋友一起来看看,人流量未必会比这两天少。 而以林木财团的财力,商业街不需要多久就能打造出来,到时候,一个新建地区就能一下子变成人流量可观,消费可观的区域。 不仅亏不了,还能赚。 不需要次郎吉先生或者使郎先生考虑,财团里的策划部门就会瞄准时机把方案完成, 所以,一个会花钱,敢花钱,能花钱的人,真的很重要。 迟非迟作乐的总结,他和他老爸觉得威尔逊可用,就是因为威尔逊有杂钱的魄力,没钱,就找老板要。 盈利那是别人该考虑的事,他的任务,就是杂钱,把安布雷拉网络生态圈建立起来。 不过次郎吉先生又闹了脾气,他从小要什么,就能有什么。 他那个时候是想败家,结果家当越败越多,才是名利,每人想要就能有。 这样的人生看起来是很美好,但也会很无聊。 如果是一个从未拥有过的人,突然有了这种人生,一开始或许会沉迷其中,纵情享受,但又能享受几年。 十年,二十年,总有一天,空虚会淹没一切,内心感受到美好,就像身处一片枯寂的荒野。 明天不再有新的东西,值得自己期待,不明白自己存在于世界上有什么意义,看不到去路和归途。 总之,林木次郎吉原本该玩的都玩过了,不新鲜了,就想疯狂败家的感受,也确实是了。 结果林木园子的爷爷就用行动表态,大折儿,钱尽管花。 你要是能把家败跨了算我输,你不仅花不完,家里的钱还能越花越多。 次郎吉先生大手大脚地败了几年家,把家当败得越来越多,突然觉得没意思。 每天看到园子爷爷笑眯眯送钱给他花,他就觉得头疼,正好接触到了极限运动,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他离开日本,开始到各处去挑战自己的极限,迟飞迟到。 他家里那些奖项你也看到了,他从一窍不通开始,去学习,训练,不断突破,大概是心无旁骛又有毅力。 他很快拿到了第一个奖项,超越了其他人,他突然又觉得没意思,又开始瞄准第二个极限运动。 就这么,把那么多奖项都拿了,把不少极限运动的记录也都破了。 比如那个以年纪最大的人攀上珠穆朗玛峰的记录,他一开始应该只是想挑战自我,突破自我,而等登上去,还破了记录之后,他的目标就达成了,丧失了兴趣,挥远哀。 一开始,他还觉得林木次郎级挺惨的,完美错过了继承,因为没接触过,不太懂,连工作都没办法工作,但很快又发现不对,作为一个富家子弟,不用工作,混吃等死,就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了,结果还跑去努力,拼命,把人家没能拿到的奖项都拿了, 把人家没能破的记录都破了,把多少人的梦想成果都装进口袋,转眼又没了兴趣,跑去断别人的追梦路,简直人神共愤。 要是大叔可怜,那世界上就没有可怜人了。挥远哀在抬头看到,一脸平静的池飞驰,突然就明白自己之前为什么会觉得林木次郎级可怜了。 因为眼前这有个同样恶劣的家伙,我就是不想混吃等死,就是想搞事情,没有事情搞得人生可太难熬了。 就说他家飞驰哥,做菜超越多少厨师,推理超越多少侦探,还跑去做赏金猎人,目前也是日本最有名的赏金猎人了,自己智骨折也厉害,开飞机的技术也好,打游戏还那么溜,又懂得给动物看病。 结果这么一个人,还一本正经地感慨次郎级先生没有工作,可做,真的好可怜,害他差点也觉得林木次郎级很可怜。 这两个人知不知道,这样很容易引起公愤,会被人打死的,就算次郎级先生不想承认,但他今年已经72岁了,很多极限运动都不再适合他了。 池飞池继续说着,心里确实是同情的,人生没有目标,迷失期间的林木次郎级很可怜,而明明有了目标,但是没搞完人却老了,那也很遗憾。 林木家不放心,他在外面进行极限运动,他也明白自己该安分一点了。 同时,而上了年纪,他大概想和家人多相处相处,也就是说,他回来是因为林木家的意愿,而他自己也发现该回来了,会远挨半月眼总结道,但他回来之后,还是待不住,想继续挑战,就选中了抓到基德这么一个目标,他会全力以赴。 但越抓不到基德,他内心就越高兴,也不希望基德轻易被他抓住,否则他又要找新的挑战目标,那很不容易。 池飞池点头,又道,他回来还有一个目的,帮园子造势。造势? 回云挨疑惑。 原本大家都觉得,林木林子会是林木财团未来的继承人,他的性格稳重一些,也更适合做继承人,但他嫁人了。 池飞池解释道,园子今年已经17岁,之前有姐姐被当成继承人,现在突然告诉其他人,园子才是未来的继承人,就算不出乱子。 财团里的高层员工和林木财的合作伙伴都会怀疑园子行不行,而且园子以前也很少以林木小姐的身份露面,那么在园子正式继承财团之前,就需要有人带他出出风头,帮他造势。 等过几年他接手财团的时候,就会顺畅很多,大家都会觉得理所当然,能避免很多没必要的麻烦。 原来是这样,辉元埃若有所思,这么说来,这次陪着次郎级大叔上电视的一直都是园子,林木家的其他人都没有掺和,以后会更多,池飞池判断道,直到园子的风头盖过林子。 那么你呢?辉元埃看着池飞池,你需要一个人帮你造势吗? 我不需要,池飞池解释,我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那个,大家早就默认接受了。 如果他家便宜老爸老妈想另立继承人,是辉元埃也好,是二胎或者私生子也罢,那才需要造势,花上几年时间,来掩盖他在其他人心里理所应当继承的概念。 而持针之戒也不是什么都没做,提拔大山迷,重用威尔逊这两个和他比比有了解的人,那只是第一步,之后大概五年时间,会让集团里的新旧高层都跟他有联系,有交情,让那些人心里认定他,就是未来的主事人。 至于菲尔德集团,他家便宜老妈似乎还是有种我家儿子不偿命的担忧,更倾向于让他混吃等死,去玩去疯,没考虑权力过渡的问题,但清理集团内部是一件对发展,对过渡都有好处的事。 当然,不做这些也不会影响继承,做这些只不过是为了让权力过渡的更加平稳。 林木家的秘书端了一杯西瓜汁,也让两人的话题暂时终止。 谢谢,会员爱道歉,等秘书离开后,才端起杯子,用吸管喝了一口西瓜汁。 你跟我解释了那么多,不打算喝一杯解解渴吗? 池飞池拿出烟盒,在手指间转了一圈,一支烟轻松被抖了出来,烟盒也不知什么时候被合上了。 刚才在林木家喝过茶,一会儿,你想上厕所,我可不会陪你去。 上厕所这种事,我什么时候麻烦过你? 会员爱咬着吸管,高冷,骄傲,且鄙视某个名侦探,也只有江湖川会让人陪着去。 池飞池顺着会员爱的话赞同道,也对,小爱是比柯南独立的多。 那你有思路了吗? 会员爱抬头看着池飞池,昨晚记得那个空中行走的奇迹,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晚能不能,池飞池盯,会员爱被池飞池古怪的目光,看得心里毛毛的,没再说下去,怎么了? 池飞池收回视线,拿出打火机,垂谋点燃了烟,昨晚那个是我,我不小心,害怪盗机得拉肚子。 那个时候,预告函已经发出,只能替他来一下,你别告诉其他人。 会员爱沉默了一下,起身探过桌子,伸手揪持飞池的脸。 他怀疑,眼前这个不是飞池哥,池飞池,小爱现在这么皮的吗? 会员爱发现不是假脸后,才坐了回去,目光古怪地打量池飞池,低声道, 你跟怪盗机得搅和在一起,我倒是不奇怪。 你们本来就不清不楚的,他以前也和你玩过身份互换,替你制造你不是契约的假象, 池飞池纠正,这里不能用不清不楚这个词。 会员爱无视掉池飞池的抗议,不过昨晚我在博士家里看转播了, 那个基德,你,你,不演得像一点,怎么瞒得过去? 池飞池道,至于空中行走的方法,是基德提前准备好, 他的助手协助我完成的,会员爱的注意力转移,听着听着才发现有点不对劲。 池飞池把整个手法说了,又道,今晚会出现的基德同样不是真正的基德, 只是假人,因为那个捧着宝石的金像会被机关收回博物馆里, 他会用假人吸引大家的视线,自己一融成灵目顾问,混进博物馆里拿走宝石。 魔术表演一旦被说穿了手法,观看就缺少了乐趣。 今晚即将发生的事,对他没有一点吸引力, 他早就知道过程,只是过来坐在天台吹吹风。 既然会员爱问,那就别怪他趁机掀桌子, 拉一个下水,陪着他一起无聊。 灰云爱完全丧失了对今晚的期待,面无表情地问道, 你是故意的吧? 池飞池坦然承认,嗯,对。 灰云爱,他也想拖一个人下水,但不行。 如果告诉了其他人,怪到基德因此遇到危险怎么办? 基德跟飞池哥有交情, 基德相信,飞池哥才把计划告诉飞池哥, 飞池哥相信他,才把这些告诉他, 他绝对不能说出去,飞池哥,小爱。 灵目园子从天台门口过来,还是跟以前一样, 大老远就大声打招呼。 毛利小五郎,毛利兰,柯南跟着到了天台。 后在门口的秘书带一群人到桌前, 园子小姐,您需要什么饮料呢? 灵目园子坐着,双手撑在下巴下方, 难得有点大小节的含蓄模样,随便吧。 柯南才一坐下,就露出天真表情问道, 池哥哥,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来啊? 一个长辈家里的小黑猫病了, 池飞池面不改色道,说好了,让我去看看。 原来是这样啊。 柯南笑咪咪,心里也信了。 他的小伙伴是比较喜欢小动物, 而长辈家的猫生病也推脱不了, 因此放弃来抓姬德并不奇怪。 只是说到猫, 他又想起不美说的, 池飞池收养了一只生病的白猫, 也想起了贝尔摩德。 板仓卓在日记中提起过, 有一个态度高傲的女人给他打过电话, 是黑衣人的同伴, 曾经听到过对方那边传出一声接一声的猫叫, 对方就很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 他猜测那个女人就是贝尔摩德, 也怀疑过贝尔摩德早就跟池飞池有来往。 而那次贝尔摩德挂断电话, 也许不是因为不耐烦, 而是担心猫叫声引来其他人, 被某人发现他的通话。 他之后, 拜托阿丽博士去东都大学动物医学系找学生套过话, 自己也借着小学生的身份, 谎称社会调查, 拦过池飞池那栋公寓停车场出来的车子, 询问对方公寓里有没有人养宠物。 博士那边得到的结果是, 池同学, 我不是很了解, 听说很厉害, 养猫? 没听说过, 没有吧, 他每天在学校图书馆待到很晚, 不像养着猫哦, 见到猫的标本说不定还比较多, 没有听说过, 应该不会吧, 不过他家里有没有养, 我就不是很清楚, 为了掩饰目的, 他让阿丽博士问了很多问题, 也不只是打听池飞池, 还打听了这几年优秀的毕业生有没有养宠物, 结果了解池飞池的人还真不多, 他的小伙伴完全就是一个有自闭倾向, 喜欢独来独往的学霸, 没有人见过池飞池养宠物, 也没有人见过池飞池跟女明星来往, 据说连关系好一点的女性都没有, 连阿丽博士都感慨, 看来他们遇到池飞池的时候, 池飞池已经有很大改变了, 以后有空, 一定要拉着池飞池多出门玩, 多跟人交朋友, 可, 他这边也一无所获, 那栋公寓里住户不多, 有的人买下了房子, 一年到头却住不了几天, 跟池飞池同楼层的住户似乎都不在国内, 邻里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 但住在公寓里的人, 基本都说, 一年前公寓里没人养猫养狗, 池飞池那只白猫最近倒是有人见过, 那天, 同时, 他问过的人都说, 没有在公寓里或者停车场里见过什么美国大明星, 这么看来, 池飞池和贝尔摩德应该不是旧事, 说不上松了口气, 他反而比较担心, 以池飞池那种不太容易跟人亲近的性格, 能接受一个女人在他生病时到他家里, 任由那个女人随意活动, 使用浴室, 那就说明对于池飞池来说, 贝尔摩德是不一样的, 他怀疑他的小伙伴沦陷了, 这个怀疑在他提到克里斯可能是深山县三同伙, 池飞池很不讲理的反问, 为什么不会是我的时候就有了, 虽然池飞池问的时候神色平静, 但那家伙本来就是那样, 看脸色看不出什么来, 他当时就怀疑池飞池是在维护克里斯, 而且因为他的怀疑而生气了, 直到池飞池生病, 布美在池飞池家里见到贝尔摩德, 这份怀疑又被确定了几分, 哎, 贝尔摩德那个女人真可怕, 池飞池都能搞定, 麻烦的是, 他不信贝尔摩德接近池飞池是为了谈个恋爱, 那不可能, 肯定有所图谋, 好在贝尔摩德现在走了, 让他有时间能够整理头绪, 只要他不再对克里斯表现出敌意, 下次池飞池再跟贝尔摩德联系上, 说不定会告诉他们, 但他也要小心, 以后最好别让宫腾星医出现在池飞池面前, 也不能让池飞池知道宫腾星医还跟毛利兰再联系, 虽然贝尔摩德好像没有对他下手的打算, 但如果池飞池跟贝尔摩德联系, 贝尔摩德那边有组织的其他人, 而池飞池又正好提起见到了宫腾星医, 那他就完蛋了,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上次搭飞机去航管出事, 他事后给小兰打了电话, 特地说了一句有些肉麻的话, 还告诉小兰不要告诉其他人和他还有联系, 这样一来, 不管是因为他的特意叮嘱, 还是觉得不好意思, 小兰都不会把他打电话过去的事告诉别人, 包括池飞池, 另外, 也是上次命运宝石的事, 让他打消了心里最后的顾虑, 他以前怀疑过, 池飞池是那个组织的人, 不过因为池飞池曾经患有抑郁症, 青山第四医院附近没有可疑的人等原因, 打消了他的怀疑, 甚至他用宫腾星医的身份见过池飞池, 也照样没出事, 怎么看, 池飞池都不可能是那个组织的人, 只是在贝尔摩德出现在池飞池家里后, 他又没忍住怀疑了, 而上次在宇宙剧场, 怪盗积德伪装成功腾星医, 池飞池好像也没关注, 惊讶, 只管带娃去睡觉, 池飞池只是想离开他们, 偷偷跟组织汇报, 不是没有可能, 但他留意过, 怪盗积德伪装的功腾星医附近没有出现可疑的人, 连整个宇宙剧场一带都没有疑似组织的人出现, 也就是因为这个, 他才彻底打消了怀疑, 其实他是有些愧疚的, 自己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怀疑自己的小伙伴, 其中, 池飞池喜欢穿黑衣服, 占了很大原因, 但喜欢穿黑衣服的人, 也不止池飞池, 又不是所有穿黑衣服的, 都是那个组织的人, 还有黑手党, 有暴力社团, 有单纯喜欢黑衣服的, 总之, 他怀疑, 确认了这么多次, 不该再怀疑了, 而上次是怪盗积德的伪装, 也不算他用原本的身体出现在池飞池面前, 池飞池就算跟贝尔摩德联系, 也只会说怪盗积德义荣成了宫藤新衣, 而不会说我见到宫藤新衣了, 这样就好, 先稳住, 等弄清楚贝尔摩德到底为什么接近池飞池, 他再想办法解决, 啊, 毛利兰轻呼出声, 柯南回神, 看到毛利兰的帽子被风吹到了地上, 跳下椅子去帮忙捡, 我去拿, 毛利兰见柯南跑得那么快, 也没再起身, 不好意思啊, 柯南, 麻烦你了, 毛利小五郎抬头看周围的天空, 这么多直升机, 带起的风太大了, 天色彻底暗了下来, 探照灯在大楼顶上打出一道不算太亮的光束, 给坐在遮阳散下的一群人照明, 秘书把饮料端上桌, 又把一个播放着新闻报道的显示器放到桌上, 说了句请各位慢用, 转身离开, 看着记者猜测, 基德会不会来的报道, 林沐原子立刻激动道, 绝对会来, 他绝对会来赴约的, 要是被基德得手, 你大伯可是会蒙受损失的, 毛利小五郎无语提醒, 你这一点, 不像是林沐财团大小姐说出来的话, 可是那是怪盗基德啊, 我一直想见他, 林沐原子遗憾道, 原本我还提出, 让我抱着那个镶嵌了宝石的女神, 像坐在屋顶, 结果我大伯不同意, 毛利兰撇林沐原子, 你不会是想让怪盗基德, 把你和宝石一起偷走吧? 是啊是啊, 如果我被抓走的话, 阿振一定会来救我的, 林沐原子一脸憧憬地捂住脸, 疯狂脑补, 要是那两个男人为我决斗的话, 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毛利小五郎看不下去了, 转头看护蓝铁丝往外面, 不过这么戒严也能理解, 昨天怪盗基德可是从空中走过去的, 是啊, 毛利兰笑着附和, 好像没有用任何装备, 怪盗基德肯定用了装备的, 捡了帽子回来的柯南站在椅子旁边, 仰头看着毛利兰, 同音卖萌, 要是人类这么轻易, 就能在空中走路, 那小鸟, 它们不是都要被吓坏了吗? 毛利兰失笑, 柯南说的话好可爱啊, 柯南发现自己装可爱装过头了, 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干笑着, 想看辉原哀是不是又朝他露出似笑非笑的嘲讽表情, 抬头才发现, 辉原哀和池飞驰似乎都没关注他, 辉原哀双手搭在桌上, 低头对着桌上的飞驰一通盘, 池飞驰也低着头, 给停在腿上的飞沫顺毛, 柯南, 什么情况? 这两人吵架了? 哼, 我看是你这小鬼跟小鸟一起被吓坏了吧? 毛利小五郎道, 飞沫都快被撸睡着, 迷迷糊糊听见疑惑地嘎了一声, 又继续打盹, 什么被吓坏了? 他们才不会被吓坏了, 柯南没再看一次吵架的两个人, 仰头卖萌, 跟毛利小五郎说了自己的发现, 他发现天台护栏上有勾找勾勾的痕迹, 毛利小五郎, 灵木原子开始猜测各种可能, 池飞池和辉远哀依旧冷漠脸低着头, 撸宠物, 桌上, 显示器里播放着对灵木刺狼级的拜访, 池飞池和辉远哀还是冷漠脸低头撸宠物, 柯南想到了关键, 抬头看到两人专注撸宠的模样, 自己跑下楼, 怪到记得出现, 池飞池和辉远哀还是继续冷漠脸低头撸宠物, 天上开始下雨, 灵木原子惊讶起身, 怎么下雨了? 会员哀这才抬头, 看了看天上的小雨, 目光迷茫的像是上课打瞌睡, 刚被吵醒的小学生, 嗯? 可以回去了吗? 毛利兰, 毛利小五郎, 啊? 灵木原子猛了一下, 你在说什么啊? 记得还在那边表演魔术秀呢, 因为下雨, 飞机航拍中断, 所以我才站起来, 想去护栏边看记得。 话说回来, 小艾和飞池哥今晚是怎么回事? 毛利兰关心问道, 你们一直不说话, 是吵架了吗? 毛利小五郎也看向两人, 这两人平时也经常沉默很久, 他都没发现异常。 没有, 池飞池冷漠脸, 我只是困了。 灵雲埃打了个哈欠, 懒得再找其他借口, 我也困了。 灵木原子更迷惑了, 可是现在才八点多啊。 你们要是觉得困, 就早点回去睡觉吗? 毛利小五郎, 无语白手。 这句话就像特设令, 灵雲埃都精神了不守, 仰头看吃飞池。 池飞池站起身, 拎起桌上的飞池,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毛利兰担心池飞池开车犯困, 连忙提醒道, 路上开车要注意安全哦。 嗯, 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 池飞池果断带着灰雲埃撤。 灵木原子目送两人进了天台门, 连积德的表演秀也吸引不了他们吗? 看来, 他们确实太困了。 毛利兰笑道, 大概是昨天晚上又一起熬夜打电脑游戏了吧。 楼下, 柯南刚从博物馆前的转播车里出来, 看到池飞池和灰雲埃过来。 有些意外, 你们也发现积德的手法了吗? 没有, 池飞池往自己车子走去, 你加油。 灰雲埃处于神游状态, 面无表情地跟着池飞池飘过。 加油, 我们先回去了。 柯南? 这两人怎么回事? 现在连灰雲都变得跟池飞池那家伙一样, 行为奇奇怪怪, 让人难以理解。 当晚, 在柯南追着积德跑的时候, 池飞池和打算在他那里住一晚的灰雲埃回到了公寓。 等着池飞池开门的时候, 灰雲埃又打了个哈欠。 恭喜飞池哥成功剥夺了他所有的期待。 魔术被说穿, 行动被剧透, 没有比这更无聊的演出场了。 他突然怀疑平时池飞池冷漠脸一声不吭, 是不是因为看穿了太多, 完全失去了兴趣。 卡! 池飞池推开门, 收好钥匙进屋。 灰雲埃刚进门, 抬头就看到一个妆容复古, 披头散发的女人影子站在客厅窗帘前, 顿时精神了。 只是等他仔细看的时候, 却发现窗帘垂着, 前方压根没什么鬼影。 小美藏匿了身影后, 在心里长呼了一口气。 好险, 还好他躲得快, 池飞池关上门, 回头就见灰雲埃盯着窗帘, 怎么了? 没有, 可能是太困了。 灰雲埃自己从鞋架上找拖鞋换上。 要不要吃点东西? 池飞池换着鞋问道。 好, 灰雲埃确实饿了, 换好鞋站起身, 随便吃点就行。 池飞池起身去厨房, 准备动手煮面条。 小美一看, 果断隐身跟到了厨房。 往窗帘前去的灰雲埃感觉到一丝冷意从身侧晃过, 压下心里古怪的感觉。 抬头看了看上方, 确定没有投影仪之类的东西, 才转身到厨房。 应该是他之前盘飞翅盘多了, 眼花了吧。 飞池哥, 你收养的那只白猫呢? 池飞池把水烧着, 转身去冰箱前, 放养了。 放? 你没把他留在家吗? 灰雲埃猛了, 转头看了看窗外的小雨, 他不会淋雨吧? 他跑野了, 公寓楼层太高, 他从楼上不方便出去, 我给他买了落脚的房子。 你别担心, 池飞池解释完, 头也不回地翻冰箱, 要加鸡蛋吗? 灰雲埃逗逗眼, 好, 他本来还想说, 要是池飞池没空照顾, 可以送到阿丽博士那里, 千万别把带回家的小猫丢出去放养。 但池飞池居然买了房子给猫落脚。 这, 他无话可说。 两人随便吃了面条, 洗漱, 睡觉。 深夜, 厨房里的一块抹布摇摇晃晃地飘了起来, 稳定后, 飘到料理台下角, 将一个细微的小油点擦掉。 小美打量了一圈, 发现, 厨房被池飞池收拾得太干净, 自己没地方可整理了, 无奈把抹布放下, 拿起来, 放下, 魔女小姐没骗他, 原来多加练习, 真的能把东西拿起来。 以后他还是可以继续做家务, 站在体型大了, 放衣服, 按洗衣机, 擦地板都方便了不少。 而且不用担心头掉了, 还可以学做菜。 还不用主人帮忙留门, 他自己可以开门, 不, 不对, 他现在连门都不需要开了。 小美开心了, 把抹布一丢, 穿墙到客厅, 再把头探过墙, 看着卧室里睡觉的灰原哀, 悄悄飘过去, 帮忙拉了一下被踢开的背脚, 嘴角疯狂上扬。 以后不仅做家务更方便, 还能做更多更多的事, 开心? 好开心。 呵呵呵呵, 小美忍不住嘀嘀笑出声, 散乱黑发下, 那张沾了血迹的苍白脸上, 满是笑意, 由于面部骨板, 上扬着的嘴角像是用尽力气扯起来的, 扭曲僵硬, 透着几分诡异。 慧云哀感觉有点冷, 刚打算拉被子, 突然发现被子边脚好像动了一下, 迷迷糊糊睁开眼, 就看到一张猙獰恐怖的血脸。 小美! 完了完了, 她吓, 灰原哀面无表情地闭上了眼睛。 这是科学的世界, 怎么可能有鬼? 完了完了, 她又出现幻觉了。 是前几晚上熬夜熬过头了? 还是最近盯着研究数据看得太多, 压力太大了? 小美趁机溜到客厅, 虚影重新附在玩偶墙上的娃娃身上, 瑟瑟发抖。 小爱小姐睡觉居然会突然睁眼, 又突然闭眼, 好吓魂! 默默在墙上挂了一个多小时, 小美犹豫了一下, 还是脱离了娃娃玩偶, 穿墙飘进池飞池的房间, 悄悄打量。 她不能偏心, 也要看看主人需不需要拉被子。 不过看来是不需要, 主人睡觉太乖了, 不仅不踢被子, 连被子上的褶皱都很少。 主人睡觉都不翻身的吗? 害她想帮忙抚一抚褶皱都不行。 床边也没地方需要打扫, 桌面也很干净, 遇到这么个主人, 真的很挫败。 床上, 池飞池睁开眼, 借着窗帘缝隙透进来的光亮, 盯着转头四处看的某个虚影, 没有出声。 她就想看看, 小美半夜跑进来, 是想干嘛。 小美看了一圈, 失望地打算, 再看看池飞池就撤回去, 结果一转头, 一双不带情绪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她, 在昏暗寂静的房间, 就像是来自深渊的凝视, 吓, 吓魂。 池飞池没有再看将在原地的小美, 重新闭上眼睛, 要打扫去隔壁1103, 以后不用来我房间。 是。 小美掉头穿墙就跑, 深夜的人类都好可怕。 第二天, 池飞池起了个早, 把早餐食材准备好, 到天台日常跳楼出门晨练。 会员挨睡醒, 正好赶上早餐, 惊讶池飞池起的早, 打了个哈欠, 问了生早, 还是没把自己出现幻觉的事说出来。 吃过早餐, 池飞池带回云埃去宠物医院, 拿了一些狗零食, 开车去林木次郎吉家。 两人还没下车, 就听到屋里传出林木次郎吉暴躁的声音。 这个小毛孩子居然抢我的头版。 汪汪汪。 鲁帮冲出门口, 然后摇着尾巴跟在池飞池脚边进门。 林木次郎吉一看, 感觉更扎心了, 吹胡子瞪眼地看着池飞池。 林木园子站在一旁打电话, 回头看了一眼, 又继续讲电话。 是非池哥和小爱来了, 池飞池无视掉林木次郎吉的目光, 把带来的两袋狗零食递给女佣, 上前坐下, 拿起桌上的报纸。 报纸头版是钟森银三和柯南的合照, 上面还标着一行大字, 积德杀手。 功勋小学生在显神威, 积德大半去, 名侦探太出风头了吧。 以为组织的人不会看报纸吗? 次郎吉先生。 池原哀问候一声, 也坐到池飞池身边, 探头看了报纸一眼, 心里无语。 某个名侦探也太出风头了, 以为组织的人不会看报纸吗? 好在柯南目前小学生的身份不引人注意, 那群自傲的人大概不会放在心上, 不然早晚得被组织留意上。 林木次郎吉盯着从容地像在自己家的兄妹俩, 心里反倒没什么火气了, 不过还是哼了一声, 今天的庆功宴没有了, 我的头版被那个四眼小鬼抢了。 池飞池没有迟疑, 随便吃点也行。 辉原哀, 蹭饭还这么理智气壮, 林木圆子, 很有毛利大叔的风范。 林木次郎吉一噎, 看了看周围, 飞沫呢? 怎么没有带他过来? 飞沫放养的, 辉原哀帮忙回答, 这个问题他知道, 还是由他来说, 以免次郎吉大叔被气出什么毛病来。 他喜欢在外面玩, 飞池哥也不喜欢把他关起来。 没错, 小鸟就该在天上自由自由地飞, 这是他们的本性, 林木次郎吉听的感慨, 再看池飞池也多了些许佩服, 至少他做不到把宠物随便放出去, 因为不放心, 也因为怕养出感情来的宠物, 突然气自己而去。 他能做到的, 也就是知道自己不想拘束小鸟, 所以从来不养鸟, 不由好奇问道, 飞池小子, 你不担心, 哪天飞沫飞到别的地方去了? 或者他到了别的人家去? 动物也是念旧情的, 池飞池神色如常的轻声道。 而如果哪天他离开了, 说明我们的缘分尽了, 跟毛利兰打完电话, 有些感慨。 飞池哥这想法, 挺佛系的。 灰云埃也觉得池飞池看得开, 没来得及开口安慰, 又听池飞池继续说, 那把他逮回来之后, 无论是烤着吃, 还是煮汤吃, 池飞池平静脸, 我心里都不会太难受。 灵木园子, 他错了, 这一点都不佛系, 这是修罗系。 灰云埃, 他错了, 最看不开的, 就是飞池哥。 灵木次郎吉, 更是毫不顾形象的, 翻了的大白眼, 飞沫能在你来之前, 提前找到我这里来, 这么聪明又得乌鸦, 吃了太可惜, 揍一顿饿上两天就差不多了。 灵木园子, 接下来, 灵木次郎吉和池飞池, 又就顾问这个职业, 进行了一场态度认真的从业心得交流。 灵木次郎吉表示, 作为灵木财团的顾问, 到处旅游可真是太舒服了, 财团忙什么他都不管, 有想法就提个想法, 其他人同不同意, 他也不管了。 而且, 滑雪蹦极灯珠木拉马峰人力机飞行之类的东西, 很好玩。 石飞池表示, 作为真池集团宠物医院, ZANC公司的顾问也不错, 平时同样有想法就提个想法, 无聊了, 想去做兽医就去做兽医, 想去写歌就去写歌, 想去看看女艺人拍戏或者唱歌都没问题, 而且, 打网络游戏打街机游戏, 玩各种游戏机, 才是最好玩的。 灵木次郎吉当即表示, 那种没挑战性的游戏没意义, 都是他玩剩下的。 石飞池当即用街机游戏, 单手让你告诉灵木次郎吉, 你玩游戏还是菜? 灵木次郎吉再次表示, 可以再比一比手柄游戏, 石飞池再次表示, 手柄游戏都不用我出手, 飞池就能碾压你。 辉原哀和灵木原子坐在一旁喝茶, 看着灵木次郎吉家里堆起一大堆游戏机, 看向灵木原子, 顾问都是这样的吗? 啊? 灵木原子呆呆看着跟飞池较劲的灵木次郎吉, 担心自家大伯惊天气炸, 缓了缓才回神, 也也不是吧, 其他顾问都挺忙的。 原来如此, 灵木次郎吉灵木次郎吉灵木原子轮流挑了好几遍, 看到女佣上菜, 才用尾巴把手柄卷到地上盒子里装好, 表示自己不玩了。 吃饭吧。 灵木次郎吉拍了拍手起身, 感觉打了一通游戏, 浑身舒畅, 就是玩不过一条蛇, 让他有些不甘心, 我再练练, 下次再比。 飞池心情顿时沉重起来, 这个老头是除了主人之外的一大强敌, 本身水平不赖, 还很有悟性, 他还是用尽全力才能赢的, 以后有空他也要练练。 到了餐桌前, 灵木次郎吉还意犹未尽地问道, 飞池, 要不要一起投资游戏? 我不可想跟自己家抢蛋糕, 吃飞池坐下。 而且动不了, 安布雷拉已经在筹备很多游戏了。 会原来, 很多游戏啊, 那很符合飞池哥的爱好。 灵木次郎吉认同点头, 有些遗憾。 是啊, 晚了, 我玩得没跟上时代。 灵木原子, 可以把丸子给去了吗? 但他也无话可说, 他一直觉得有一类顾问是很神奇的生物, 玩着玩着就发现了新项目, 玩着玩着就能破别人想尽办法也破不了的局。 所以, 灵木次郎吉玩, 他们灵木家以及灵木财团双手双脚赞同并全力支持。 灵木财团在游戏方面也有不少投资, 灵木次郎吉难得认真, 摸着下巴上的胡子道, 不过灵木财团是针对游戏设备的开发, 安布雷拉是注重网络, 也不冲突, 不, 安布雷拉也在研发游戏设备吧。 石飞驰也没隐瞒安布雷拉的一些打算, 安布雷拉是打算注重于网络, 对游戏设备的研发是以化时代为目标, 就是捡游戏设备那一类吧。 灵木次郎吉懂了, 遗憾道, 如果我那个时候在日本, 绝对不会让他们把项目投资来的份额全部低价卖给安布雷拉, 那么有趣又足够新鲜的游戏设备, 值得砸资金把它救活, 说不定我还会跟你抢呢, 灵木财团可不缺那点研发资金。 石飞驰知道, 灵木次郎吉说的是实话, 这老头可能会觉得这游戏好玩, 就因为托马斯出事, 就搁置太可惜了, 很可能就把项目全部盘下来, 自己砸钱做, 其实以捡的完善程度, 根本不需要再怎么砸钱, 再完善一下, 绝对是一笔报复的机会, 利益能让灵木财团都不敢小看。 不过发行怎么办? 灵木次郎吉问着, 转身从路过女佣端的盘子里取了食物, 很认真地考虑着, 上次检的发布会出了事, 孩子们都被困在了游戏里。 而且, 人工智能还操纵着游戏设备发出电来攻击想去救孩子们的家长。 现在各国对这类设备和人工智能都没有好感, 就算安布雷拉在推出设备时强调设备安全, 但大家还是会迟疑, 想像上次一样开发布体验会, 恐怕不会有人卖面子。 方法肯定有, 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推出的时候, 还需要一段时间, 石飞驰这一次没有说得太细, 有空叫上您一起玩。 他已经跟持针之介说过了, 解决方法很简单, 咱们先把网络游戏弄出来, 再紧接着举办电竞比赛, 一边赚钱, 一边把电竞行业弄出来, 把那些游戏发烧者都给挖出来。 其实, 邀请政界商界大佬家的孩子来作为首批体验者并不合适。 那些人往往喜欢让别人先把危险给是试探了, 尤其对于自家孩子都宝贝得很。 最佳体验人选, 还是那些已经成为偶像在游戏爱好者中有口碑的电竞选手们。 作为一个游戏爱好者, 他能肯定, 剪这种全息游戏, 绝对能够激发游戏发烧者的热爱和期待, 愿意体验的人多了去了。 但全息游戏, 设备的发布, 至少要再缓上几年, 首先是因为它们需要把更先进的技术掌握在手里, 有了更好的替换物, 或者感觉到其他公司的设备研发有威胁之后, 才会考虑把剪推出, 其次是设备的造价降不下来, 始终是小众人的玩具, 卖得再贵也赚不了多少, 还需要再改进, 降低制作成本, 或者研发出简略版本, 简能够在虚拟世界里拥有视觉嗅觉听觉味觉出觉的体验, 太超前太作弊了, 可以研究出简略版本, 用低价低配的方式大量出售, 既能让人一步步接受新的游戏模式, 又能在一次次更新换代中赚取大量资金, 至于简略版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 有人会去评估的, 林木次郎吉也没细问, 提醒道, 那我可等不了太久, 别忘了, 我今天已经72岁了, 别等上几年, 我都快入土了你再来找我, 那你到时候, 说不定就找不到我了, 一直没吭声的林木原子不满道, 大伯, 你身体那么好, 根本不像70多岁的人, 就别说这种话了, 林木次郎吉哈哈笑了起来, 我也从来不服老啊, 放心, 等不了多久, 等安布雷拉新游戏发行, 您先试试, 觉得有意思再说, 迟非迟到, 他还在考虑是让林木次郎吉建战队玩, 还是把林木财团拉进比赛筹备方, 不管怎么样, 老头肯定会感兴趣, 只要玩就行了, 林木财团会想办法盈利, 亏不了, 而只要林木财团想从电竞方面赚钱, 就会帮忙推行电竞发展, 也算是帮安布雷拉的忙了, 只是他有些忌惮林木次郎吉, 很多人行事处事, 都有自己的一套章法, 哪怕是组织那群人, 每个人都会表现出一定的个人行为模式, 是不是伪装先不说, 很多时候, 他也能判断出对方会怎么做, 甚至连琴酒那个蛇精病, 他有时候也能根据感觉, 去判断出琴酒的具体情绪, 在商业方面, 林木次郎和他家便宜老爸有些相似, 看穿了一些门道, 也未必会走捷径, 觉得有时候吃点亏没关系, 一定要把根基打实, 对员工也很厚道, 适合主事操持长久发展的企业, 但林木次郎吉不同, 林木次郎吉属于不按套路出牌的那种人, 如果有一天, 林木财团遇到大麻烦, 稳定军心的, 会是林木使郎, 但能够找到破局点的, 很可能是林木次郎吉, 这种人是最麻烦的, 他算不准对方任何一点行为模式, 也不能去算, 因为对方很可能什么都没想, 有个念头就去做了, 要是动用方舟去算计, 可能会让方舟算得怀疑世界, 而人家老头一点事都没有, 好在对于林木财团, 他们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相处目标, 也是尽量交好结盟, 没错, 安布雷拉确实是以全球统一和垄断为目标,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要用攻击算计的手段, 很多时候, 从利益角度去考虑, 两个盟友团体也可以很自然地融合, 行了, 能完再来找我, 暂时还不行就别说了, 别让我好奇的, 晚上睡不着, 也别让我等太久, 吊着老头子, 胃口是不厚道的, 林木次郎吉, 嫌弃这些太正式话题, 破坏气氛, 终止话题, 看向趴在桌上, 自己占了个位置吞愉快的飞驰, 飞驰啊, 愉快好吃吗? 要不要考虑来我这脸? 以后想吃多少鱼都有, 不只是鱼, 想吃什么, 我给你买什么? 这条蛇能随身带着, 看起来也不乱爬, 还会打游戏, 太酷了, 跟飞沫一样, 他想要, 很想, 飞驰抬头看着林木次郎吉, 疑惑, 这个老头是在挖他吗? 林木原则想无脸, 他大伯居然一本正经地找蛇聊, 挖人墙脚, 好像也不太正常的样子, 打游戏也行, 林木次郎吉见飞驰看着他, 持续不正常, 诱惑道, 最好的游戏设备, 都可以买来给你哦, 飞驰继续低头吃鱼块, 不用, 我家主人也买得起啊, 而且一直打游戏, 也会腻的, 吃飞驰, 居然砸钱, 来诱惑飞驰, 要不是他有点家底, 都会觉得对不住飞驰, 想放飞驰过来吃香的喝辣的玩好玩的了, 你跟飞驰说也没用啊, 他哪里听得懂吗? 林木原子努力提醒自家大伯行为不要太奇怪, 而且没用的, 飞驰现在的身家可不差, 存余够他吃一辈子的了, 林木次郎吉惊讶看吃飞驰, 你不会买了一片海域吧? 回原埃, 次郎吉大叔花钱的思路真豪放, 没有, 我没那么多零花钱, 只是有个养殖基地, 持飞驰看了看林木原子, 原子每隔一段时间还会送一车鱼过去, 飞驰都吃腻了, 林木次郎吉又看向林木原子, 你这是拉我的后腿啊, 我爸爸也同意的, 以后也会继续送下去, 林木原子认真脸道, 因为飞驰就过我啊, 之前我去伊豆丸遇到了坏人, 那个时候只有我和那个坏蛋在飞驰骑的房间里, 还被按住, 我差点就要被捅刀子的时候, 是飞驰到了房间, 他就像大英雄一样, 冲上前就咬了那个坏蛋, 我当然要好好感谢他了, 那确实应该好好感谢, 林木次郎吉点头, 悄悄撇飞驰, 这条蛇还会救人, 更想要了, 他活了七十多年, 第一次对一个人这么羡慕极度恨, 池飞驰这小子有点可恶, 他隐隐嗅到了克星的气息, 也难怪财团里都支持跟池家多来往, 只要不送继承人过去池家, 其他的好商量, 等等, 池家现在不是有个小丫头, 看起来跟池飞驰关系还很好, 可恶, 他们林木家没有失灵的男孩子可以去勾的, 不然他就可以想办法把乌鸦和蛇都拐过来了, 飞驰又抬头看了看林木次郎吉, 拖着腹部鼓起一大段的身子, 顺着桌面爬向池飞驰, 撒娇, 主人, 他看我的目光好奇怪, 我要躲躲, 池飞驰把飞驰拎起来, 揣进口袋里, 让飞驰自己消失, 林木次郎吉, 消窃, 饭后, 在女佣那里吃了东西的鲁帮, 又欢快跑向池飞驰, 汪, 郁闷的林木次郎吉指着门, 情绪不太稳定, 好了, 饭也吃了, 你们慢走, 次郎吉先生, 再见, 池飞驰蹭完饭, 也车得很快, 出门上车就接到了电话, 小兰, 一分钟后, 电话挂断, 池飞驰收起手机, 明夜把委托费送到毛利甄探事务所了, 晚上小兰准备做一桌好菜, 我们过去吃, 辉云哀, 这是跟着飞驰哥到处蹭吃的一天, 下午三点, 池飞驰带辉云挨到了波罗咖啡厅, 在蹭吃之前, 先蹭了喝的, 在波罗咖啡厅坐到四点多, 毛利小五郎回了楼上侦探事务所, 池飞驰和毛利兰带着两个小鬼头去买菜, 大概是房屋租价低, 那条街上的肉店卖的肉实惠又新鲜, 毛利兰带路, 分享着自己这几年煮假的经验, 有时候, 我爸爸也会到这边来买酒, 虽然他买的都是啤酒, 但卖酒的店里, 也有很多国外的名酒哦, 今天就买好一点的食材和酒水吧, 不行哦, 小兰姐姐, 柯南跟在一旁, 仰头看毛利兰, 上次因为祖兰怪到记得偷走宝石, 树里小姐提前把委托费结算了, 可是已经被叔叔赌码输光了, 而且早上, 我还看到一张寄到事务所的账单, 叔叔欠了小钢猪店五十多万元, 如果今晚花销太大, 接下来, 毛利兰停下了脚步, 低着头, 脸色阴沉沉地攥紧了拳头, 浑身散发着黑气, 很好, 又是想跟自家老爸恋恋的一天, 池飞驰看着毛利兰身体周围飘动的黑气, 没忍住伸手去碰毛利兰头顶的黑色雾气, 结果自然是碰了个空, 而且他手探过去会带动气流, 按理来说, 黑雾也会晃动一下, 但完全没有很神奇的世界, 哎? 毛利兰被池飞驰的举动弄得一猛, 浑身黑气瞬间消失, 飞驰哥, 我头发上沾到脏东西了吗? 没有, 池飞驰收回手, 我只是弄清楚, 刚才你身上的黑气是怎么回事? 黑气? 毛利兰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又一头雾水地看向柯南和辉云埃, 有吗? 没有啊, 柯南看了看四周, 附近也没有什么黑色的烟气, 雾气飘过来, 池飞驰动身往前走, 觉得有必要确认一下, 其他人是不是看不到黑气, 那你刚才还被吓一跳? 因为小兰姐姐刚才的气势很吓人啊, 柯南同音回答着, 悄悄观察池飞驰的神色, 没有什么黑气啊, 四人又动身往商业街走, 毛利兰有些脸红, 抱, 抱歉啊, 刚才好像吓到你们了, 是不是很吓人? 柯南老师点头, 认真反馈, 有意见就得表达, 以后小兰或许就不会这样了, 毛利兰不是很吓人, 只是感觉到你很生气, 慧云爱安抚了毛利兰, 仰头看着池飞驰, 飞驰哥, 你是不是出现患事了? 可能是, 池飞驰可以确定, 其他人大概率看不到那种表示即将黑化的黑气, 又问道, 之前疯护医生想杀小兰灭口, 我追了过去, 你们看到的是什么? 那是瞳孔中的暗杀者中的凶手, 他清楚地记得, 当时他追上去的时候, 全程看到一个小黑在玩命狂奔, 全身黑漆漆的, 什么特征也没有, 就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影啊, 柯南疑惑, 因为跑得太快, 我没看清楚别的特征, 慧云爱和毛利兰也目光疑惑地看着池飞驰, 难道飞驰哥那次也看到了什么黑气? 池飞驰懂了, 其他人看不到黑气, 小黑, 这些漫画表现手法并不存在于这些人的眼中, 认知中, 只是代表着气势可怕, 浑身散发低气压和没有看清特征的人影,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在他眼里, 还是漫画那种表现手法, 那痘痘眼会不会也只有他能够看到? 慧云爱见池飞池不吭声, 也低头思索了一下, 其实昨天我也出现了患事, 哎, 毛利兰惊讶看慧云爱, 她记得出现患事, 那就说明心理疾病很严重了, 难道现在, 还是说, 其实很多人都会出现患事, 怀疑人生中, 磕男大汗, 喂喂, 这又不是感冒, 还能传染的吗? 一开始是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 我刚进门, 就看到飞池哥客厅窗帘前, 站着一个披头散发, 满脸是血的女人, 慧云爱解释, 然后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大概是我睡着不小心扯到了被子, 突然醒了, 睁开眼也看到了那个女人, 比上一次看到时, 距离近得多, 我看到, 她脸上带着怪异的笑, 黑发下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池飞池, 昨晚小美不仅骚扰她, 还去骚扰了辉云爱, 毛利兰吓得拎起柯南, 双手抱紧, 神色惊恐地大声道, 闹鬼, 这绝对是闹鬼了, 柯南被勒得差点窒息, 感觉这么下去, 她就要先一步做鬼去了, 连忙安慰道, 不会了, 小岚姐姐,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鬼怪的, 可是小爱看到了两次眼, 毛利兰抱得更紧了, 反驳道, 难道两次都是看错了吗? 池飞池没吭声, 名侦探这一波会怎么解释, 她很感兴趣, 柯南被勒得差点一口气没能上来, 虽然两次看到同样的女人鬼影, 是很不可思议, 但那也有可能是灰云出现幻觉了, 她不是还好好的吗? 也对, 毛利兰稍微放松了一些, 一脸紧张地看着灰云挨, 然后呢? 小爱, 那个鬼有没有对你做什么? 没有, 我闭上眼睛在睁开, 眼前就什么都没有了, 会原来一脸淡定, 其实之前, 看到那个女人站在窗帘前也是一样, 只是视线与角撇到了一个虚影, 再仔细看的时候就没有了, 所以我在想, 我是不是最近出了什么问题, 居然会出现这种幻觉, 吃非吃安慰, 可能是眼睛的问题, 不太像心理疾病引起的幻视, 幻视看到的人影会更加细致, 说不定还会跟你说话, 或者一直跟着你, 毛利兰, 这么恐怖, 害怕, 抱紧柯南, 小蓝姐姐, 你抱得太紧了, 柯南出声提醒, 再不提醒, 她担心自己挂了, 对, 对不起, 毛利兰这才发现, 柯南被她勒得脸红, 连忙弯腰把柯南放下来, 会原来悠悠补充道, 不过, 在早上, 我看到了更具体, 更细致的, 那个女人被黑绳子吊着, 毛利兰动作僵了一下, 快速把柯南重新抱起来, 抱紧, 柯南, 你就暂时接我抱一下, 我怕鬼吗? 柯南半月眼看会原来, 心里也在考虑着, 是不是有什么人在装神弄鬼, 还是辉原哀真的出现了患事? 在网偶墙上, 辉原哀一脸无感地打了的哈欠, 就是不美送飞驰哥那个坏掉的女儿截娃娃, 不美也说过了, 那个娃娃原本只是被原态弄坏了, 结果送去修理的时候, 修理的人受伤, 不小心把血淋在了娃娃脸上, 之后有一只狗发现了那个娃娃, 好心把娃娃叼去给不美, 不过娃娃也被弄得披头散发, 浑身脏兮兮的, 我昨晚看到的女人跟那个娃娃一样, 穿着皇后的和服, 今天早上我仔细看过, 其实样子也跟那个娃娃一样, 毛里兰, 她在考虑, 回去要不要把她的女儿截娃娃, 送去神社或者寺庙, 也就是说, 你看到的, 可能是那个娃娃投出来的影子, 柯南考虑着各种可能, 疑惑问道, 你觉得, 会不会是有人在装神弄鬼? 装神弄鬼? 毛里兰又怕又想听下去, 是啊, 就像怪盗基德, 所谓的奇迹表演, 只不过是借用直升机把自己吊起来, 看穿了也就不神奇了, 柯南解释, 我记得池哥哥家的玩偶墙, 就在玄关转角, 正对着阳台的玻璃门, 对吧? 有可能是窗户, 加上外面透进来的光, 造成了神奇的投射, 灰元, 你看到的虚影在哪里? 就是阳台玻璃窗的窗帘前, 灰元哀悼, 也就是玩偶墙对面, 开灯之后就完全没有了, 对吧? 柯南又确认道, 灰元哀点头, 就怀疑, 那是飞池哥开门时, 门外走廊的光线映照在阳台玻璃门上, 投射到玩偶墙, 又正好因为什么原因? 把娃娃的影子投射到附近大楼, 再由附近大楼的玻璃窗, 镜面之类的东西, 把影子投射到了窗帘上, 虽然那个女儿节娃娃是坐像, 我看到的是站着的影子, 但在虚影投射的过程中, 也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造成一些变化, 比如说, 把某户人家的挂画融合了进去, 而且我看到, 那个女人影子只是一瞬间并没有看得很清楚, 这样也可以吗? 毛利兰迷惑怀疑人生, 迟非迟, 的确, 她开门的时候, 走廊光线会从门口越过整个客厅照到阳台玻璃门上, 然后又反射到从玄关过去右手边客厅右边的墙上, 也就是那堵玩偶, 这个她很清楚, 因为她有时候会站在门口看阳台玻璃门, 在开门的时候, 玻璃门就会把整个客厅玩偶墙都映上去, 虽然有些模糊, 但她一眼就能确认离开期间屋里有没有进了其他人, 如果玩偶墙上小美的影子正好不知什么原因被投射出去, 又正好对面附近的大楼的玻璃或者镜面投射回来, 而不算太遮光的客厅窗帘正好发挥了类似投影幕布的作用, 那确实有可能在窗帘上窗帘前映出影子来, 可以的哦, 柯南点头, 其实很多见鬼现象都是因为种种巧合组合起来造成的, 毛利兰半信半疑, 那小爱睡觉时突然睁眼看到那个女人在笑, 那又是怎么回事, 睡觉会关上门, 客厅里的娃娃怎么也不可能投影到房间里吧, 可能是之前看到窗帘前的影子, 想得太多, 做噩梦了, 灰原哀打了个哈欠, 我也不确定我昨晚看到的时候有没有清醒,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很迷惑, 而且很快就睡着了, 毛利兰遗憾, 小爱胆子真大, 这里只有她一个人怕鬼吗, 要是换成她, 根本就睡不着了, 所以那不是闹鬼, 也不太可能是灰原产生了幻觉, 柯南思索着, 突然有了一个怀疑, 灰原会不会是有人利用投影, 光线映射等方法装神弄鬼, 如果池飞池看到鬼影, 搞不好会疑神疑鬼, 休息不好, 从而神经衰弱, 导致目前稳定的病情恶化, 那样根本不用动手就能杀人, 换言之, 她怀疑有人想害池飞池, 怀疑目标也不是没有, 首先, 要造成这种投影现象, 就要清楚, 池飞池家里的玩偶墙在哪里, 因为从对面大楼, 根本看不到玄关附近的玩偶墙那一带, 就算正对着阳台暗里门看进去, 最多也只能看到沙发, 再有, 要准确造成这种投影, 需要进到池飞池家里, 还要避开池飞池的视线, 去做小动作, 调整娃娃的位置, 还有就是, 她前段时间正好调查过, 池飞池人际关系简单, 除了他们, 好像就没有其他亲近的人科, 但也没有什么仇人, 除了那些被池飞池破坏了计划的凶手, 几乎不存在怨恨池飞池的人, 知道玩偶墙位置, 并有机会偷偷调整娃娃位置的, 除了在池飞池那里住过的她, 辉元埃, 加奈夫人, 还有贝尔摩德。 而且, 贝尔摩德接近池飞池的目的不明, 虽然看起来, 贝尔摩德似乎没有对池飞池下手的打算, 也不排除是因为商业竞争, 或者上一辈的仇怨, 有人想对池飞池下手, 甚至是池飞池不经意间结仇, 但那个组织完暗杀,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得不防贝尔摩德身上的黑锅加一。 辉元埃低头回想着, 我进门之后, 就去窗帘前看过, 没有投影仪之类的东西, 但还不确定, 是不是有人故意在附近大楼做了手脚。 那池哥哥, 以前有看到过那个女人的影子吗? 柯南问道, 如果池飞池以前看到过, 那就可以确定不是昨晚的一个巧合, 而且, 从什么开始看到, 也是一个线索。 池飞池沉默了一下, 自从小梅可以脱离娃娃躯体飘出来, 她每次回家都能看到小美在飘, 不过如实说的话, 搞不好会收获一份来自大家的担忧目光 加名侦探柯南实地调查行动大礼包, 反正要让柯南承认那是灵魂是不可能的, 没有。 这样啊, 刚才池飞池一瞬间的沉默, 被柯南当成了回忆, 也没有怀疑, 默默思索。 那么, 一切只是昨晚正好附近有什么变化, 所造成的巧合, 如果是前者还好, 但如果是后者, 那说明对方连角度都计算好了, 只针对小学生升高, 而不会让池飞池看到贝尔摩德的嫌疑还是很大。 辉原哀也思索着, 那个女人不会是临走前故意做了些小手脚, 等着她哪天登门, 吓她一跳吧。 她是个崇尚科学的人, 没那么容易被吓到, 做这种事就像小孩子一样, 幼稚, 贝尔摩德身上的黑锅加一, 毛利兰见没人说话, 又紧张起来, 哎, 还有什么问题吗? 柯南回神, 没有了, 我只是觉得这种投影好有趣, 在想, 下次课外作业要不要和大家一起选英子魔术做课题。 我也在考虑作业, 会员哀果断抄了柯南的理由, 冷淡脸显得很认真, 马上就要到假期了, 假期作业的课题还没有头绪, 每次都做社会调查也很无聊。 这样, 毛利兰心里松了口气, 失笑道, 柯南和小哀已经在考虑假期作业的问题了呀, 真的很努力呢, 不过学习压力也不要太大, 你们的成绩已经很棒了。 柯南卖萌, 小迷眼点头, 嗯, 会员哀又看向池飞池, 总之, 你看到的黑气, 应该是大脑欺骗了你。 而大脑欺骗你的时候, 会以你看到过的, 现实存在的东西为原型, 进行修改, 或者完全复制, 网偶墙上的东西, 都是用黑毛线缠住掉起来的, 对吧? 那应该就是原型, 池飞池, 说的好有道理。 昨晚很可能是一个巧合, 就算是有人故意装神弄鬼, 我早上去洗漱, 路过网友墙的时候, 稍微调整了娃娃的位置, 以后也不会再看到了, 会员哀语气如常, 神色却很认真, 叮嘱道, 你看到黑气也好, 看到虚影也好, 不用太紧张。 不过如果看到黑气的次数太多, 我会陪你去医院。 刚才那是第一次, 池飞池很配合, 以后我会留意的。 以前那些犯人被揭穿之后, 也有一部分暴露出阴暗人格, 一副坏掉了的样子, 但最多只是表情恐怖, 身上没有出现黑气, 不是主角团, 连出现黑气的资格都没有。 那小哀呢? 毛里兰问道, 不会是你出现了幻觉吗? 还是去医院看看比较好吧。 作为一个藏着大秘密的人, 会员哀不太喜欢见心理医生之类, 喜欢探究人内心的人, 不过看了看吃飞池, 觉得自己有必要做个榜样, 但定连点头, 我明天要上学, 等过一段时间, 如果我又看到了那个女人的鬼影, 那就去医院看看, 如果没有看到, 那也就说明昨晚是巧合, 不用再去麻烦医生。 也对, 毛里兰点头, 抬眼发现他们说着话, 都快走出商业街了, 差点走过了, 说着, 毛里兰看了看旁边卖酒水的店, 转头问迟飞池, 那我们先去买爸爸要的啤酒吧, 飞池哥想喝什么? 我陪老师喝啤酒就行。 迟飞池道, 他家老师酒量不行, 要是喝度数高的酒, 没一会儿就得醉醺醺的开始唱歌跳舞。 毛里兰到了那家卖酒的店, 挑了一堆罐装啤酒和小瓶装的清酒, 还买了果汁。 池飞池作为在场体力最好的人, 当仁不让地接过了拎袋子的任务。 接下来要买牛肉吗? 毛里兰走到街边一家店, 放着牛肉的冷柜钱, 纠结中, 吃牛排跟啤酒不太搭, 我们又没买红酒, 柯南凑近看了看标价, 而且, 这里的牛排价格也不便宜。 虽然这里的价格不算太夸张, 毛里兰持续纠结, 但昨天晚上已经吃过鱼了, 今天怎么也要换换口味, 我想, 还是吃牛肉比较好吧。 可以买些一般的食材, 去做咖喱牛肉, 可是只吃咖喱牛肉的话, 感觉又太随意了。 柯南, 算了, 她是傻了, 才会跟买东西的女人提建议。 池飞池和灰云埃身上零花钱不少, 但也提出自己买单。 毛里兰提出请客吃饭, 不管吃什么, 他们都没意见, 就算煮碗清水面也没关系, 提出买单反而会变了味。 小兰? 一旁的女人惊讶出声。 哎? 毛里兰转头, 看到女人后, 笑了起来, 是左侄子小姐啊。 柯南同意卖萌, 小兰姐姐, 她是谁啊? 我不是有一次把我的学生证弄丢了吗? 毛里兰笑着解释, 就是西村左侄子小姐帮我捡到送回来的。 柯南想起来了, 就是这个姐姐啊。 来, 店老板把托盘放到柜子上方, 让西村左侄子看牛肉, 这两份可以吗? 好的, 西村左侄子温和对店老板道, 那就麻烦你了。 柯南看着老板往冷贵下层空出的地方补牛肉, 原来刚才那两块用来做高级牛排的肉, 是被这个姐姐买去了呀, 很贵的哦。 池飞池看了柯南一眼, 名侦探家住海边, 管得真宽。 柯南, 你真是的, 毛里兰也有些无奈, 不过转头看到西村左侄子买的红酒, 还是忍不住感慨道, 那瓶酒好像也很贵的样子, 真享受。 因为今天比较特别啊, 西村左侄子笑弯了眼, 我的男朋友, 今天要过来。 给, 这是您要的牛肉和找铃的钱, 店老板双手把装好的牛肉和铃钱递给西村左侄子, 笑道, 请收好, 欢迎下次光顾。 是, 西村左侄子接过牛排和铃钱, 对毛里兰温柔笑道, 小兰, 那我就回去准备晚餐了, 改天再见。 毛里兰笑着点头, 目送西村左侄子离开, 原来是给男朋友做晚餐啊, 真好。 可男抬头看到毛里兰眼底的失落和羡慕, 卖萌道, 小兰姐姐可以给我做呀。 那你的意思是, 小兰姐不用给我们做吃的吗? 会云挨冷淡脸开着玩笑。 好了, 大家都有份。 毛里兰重新笑了起来, 转头仔细看冷柜里的肉。 不过我真是没想到, 左侄子小姐还有个男朋友, 她是很能干的上班族, 比很多人都热衷于工作, 我还以为她对男人一点也不在意呢。 西村小姐, 每个月25号都会来我这里买上好的牛肉。 店老板笑道, 虽然她跟她男朋友工作应该都很忙,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男朋友, 但他们的感情似乎一直很好。 她平时过来光顾的时候, 偶尔也会因为工作上的是烦心, 但她每次25号过来, 感觉心情都很好哦。 原来是这样啊。 听到老板这么说, 毛里兰顿时开心了, 就算两个人没有每天都见面, 感情也不会变嘛。 指着下层的牛肉, 我就买这个好了。 柯南看到价格, 眼皮一跳。 侦探事务所要破产了, 毛里兰看着切好的牛肉块, 再次纠结, 三个大人, 两个小孩子, 三块不够, 四块会剩下一些, 又不够做, 明天我和柯南带去学校的便当, 两块就够了, 用来做主菜, 主食做别的。 池飞池提议道, 买几条小鱼, 我教你做仰望星空派。 嗯, 她还是想知道, 仰望星空派, 是不是有负现, buff。 那就两块吧。 毛里兰果断选择跟池飞池学新菜, 抬起头对老板笑道, 老板, 麻烦你帮忙包起来。 有了池飞池, 加入挑选食材行列, 速度明显快了不少。 就算经费有限, 但只要食谱够广, 就没什么搞不定的大餐, 哪怕买鱼骨, 也可以熬个鱼骨汤。 西餐也是一样。 餐前菜, 不用考虑在日本价格贵的新鲜蔬菜, 水果, 那就买土豆, 做土豆沙拉, 或者土豆培根奶酪球。 汤品同样避开新鲜蔬菜水果, 可以买蘑菇。 做蘑菇奶油浓汤, 饮品有果汁和啤酒, 不搭蛋也能喝, 再加上侦探事务所, 还有饭后甜点的面粉, 做仰望星空派剩下的材料也能用, 所以买下来一看, 最贵的也就是那两块牛肉了。 其他加起来, 还不如一块牛肉贵。 两个小时后, 灰原挨坐在桌前, 放下刀叉, 默默等主食。 吃起来是还好, 好吧, 是他变得挑剔了, 但那也是飞驰哥用食谱广阔如海, 味道还一级棒的中华料理把它养掉了。 柯南放下刀叉, 心里也有些感慨。 今天吃飞驰绝对是偷懒了, 他期待的明明是中华料理啊。 毛利小五郎把喝光的啤酒罐摆在手边, 重新开了一罐, 味道都还不错呀。 毛利兰半月也瞄着, 某人今晚居然不抱怨没有好酒来搭配好肉, 真是难得。 毛利小五郎想到寄到自己这里的账单, 可有一点缺憾才叫生活嘛。 毛利兰见池飞驰起身, 也跟去厨房帮忙端主食, 一会儿再跟他老爸算账。 池飞驰把那个自己指导, 毛利兰动手制作的仰望星空派端上桌。 毛利兰神色古怪地跟在后面, 把饭后甜点提前端了出来。 飞驰哥, 是不是我哪一步做错了? 看起来很奇怪。 池飞驰坐下, 动手窃派。 因为人多, 所以派也做得比较大, 一圈死不瞑目的鱼头很显眼。 而派中间的现在奶酪和其他食材中的鱼肉, 也像是鱼身在里面翻滚, 挣扎。 没有, 很标准。 你就不要再安慰它了。 这哪里是仰望星空吗? 毛利小五郎见池飞驰动手, 自己也跟着拿刀切了一块, 放进盘子里, 又切了一小块品尝, 鱼腥味也很重, 和其他食材的味道融合起来。 感觉味道也怪怪的, 柯南和辉原哀跟着尝了一口, 发现毛利小五郎这次没有瞎说。 以往池飞驰做的鱼都会用香料或者料酒去一下腥味, 保留鱼肉的口感, 腥味很少。 而就算是保留着原始味道的鱼类料理, 感觉也是鲜味比较多。 眼前这个派不是难以下咽, 但也说不上好吃, 跟想象中落差太大。 池飞驰也尝了一口, 英国菜是这样, 有时候看外表让人心情复杂, 吃起来也会让人心情复杂。 是英国菜啊, 毛利小五郎瞬间就不觉得奇怪了, 他记得池飞驰就吐槽过英国菜难吃, 瞬间就觉得眼前这个派也不是很糟糕, 比英里做的好上不少吗? 毛利兰自己尝了一口, 陷入复杂心情中也没心情去管毛利小五郎说了些什么, 飞驰哥, 家奈夫人会做菜吗? 他怀疑, 池飞驰同年时期每天都生活在这种复杂心情中。 会, 以前在家里他也做, 池飞驰又吃了一口, 不过他嫌英国菜难看, 学的一直是其他国家的菜。 柯南心里呵呵干笑, 这也很英国人。 会员哀也跟着默默吃派, 陷入无尽的复杂心情中去。 之前玩剪游戏, 我们在莫里亚地教授那里, 吃的早餐的味道比这好很多, 是美化过口味, 还是食材简化之后的英国菜变化太大。 后者, 其实英国的早餐都还不错, 迟飞迟到。 剪游戏? 毛利兰有些羡慕。 你们那个时候, 还跟莫里亚地教授吃早餐了吗? 虽然在游戏里时间流速快, 我们没有觉得呃, 但一直追着开堂手杰克跑。 而且, 新一虽然崇拜福尔摩斯, 但应该也很想能跟莫里亚地教授一起聊聊, 一起吃个饭, 他知道的话, 一定会很羡慕的。 柯南半月眼, 他已经开始嫉妒了。 一群人慢吞吞吃饭, 比至以往风卷残云的速度要慢上很多。 仰望星空派的鱼腥味很重, 一开始只是吃的心情比较复杂, 吃着吃着就有些难以下咽了。 让吃飞吃腥味的是, 缩减了毛利兰买牛肉的量是正确的, 大家大概是考虑到没有别的食物可吃, 肚子又没饱, 仰望星空派还是被吃完了。 虽然, 以往一群人一脸满足的饭后消食, 变成了神情复杂惆怅的发呆, 毛利小五郎发了一会儿呆, 常常叹了口气, 对收拾桌子的吃飞吃到, 飞驰, 以后别这样了。 会员挨收拾着刀叉, 是不是中华料理菜谱做完了? 吃重复的菜也没关系的, 都很好吃。 没有, 我只是突然对英国菜比较感兴趣, 吃飞驰端起一摞空盘子, 观察了一下其他人的脸色, 才端着盘子, 转身去厨房,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仰望星空派不会真的有毒吧? 不是, 不是身体不舒服。 毛利兰端着一摞碟子跟上, 笑得很勉强, 就是, 有一点, 是心里有一点不舒服。 柯南跳下沙发, 跑到桌前帮忙收拾餐具, 吐槽道, 享受美食是很能让人开心的一件事, 大概是期待太高。 不幸不起来了。 飞驰哥, 空盘子放在那边就好, 我来洗, 毛利兰玩好袖子放水。 对了, 晚上你和小艾要不要在侦探事务所过夜? 是, 是因为小艾昨晚才看到鬼影, 我觉得, 你暂时不要回去比较好了。 小艾今晚跟我睡, 明天早上和柯南去上学的时候, 在顺路去阿丽博士那里拿书包, 也还来得及。 柯南, 小兰这是自己怕了吧, 怕半夜睁眼, 看到有鬼影站在床边。 我是没意见, 留一晚也好, 省得大晚上还跑回去, 只要一会儿打电话跟博士说一声就行了, 会员挨拿刀插进厨房, 放进洗手池, 看向吃飞驰, 你呢? 飞驰哥, 你要不要留下来? 行, 吃飞驰考虑到最近两天都没事要忙, 在这里也方便观察其他人有没有复现, 答应了下来, 明天早上我给你们做早餐和带去学校的午饭便当。 柯南心里警惕着, 装出小孩子的模样, 麦蒙对吃飞驰道, 那我不要吃英国菜哦, 要好吃的中华料理。 吃飞驰脑海里开始闪食谱, 那吃灌汤包还是煮馄饨? 柯南, 灌汤包? 会员挨, 煮馄饨。 吃飞驰点头, 脑海里锁定了食谱, 那就吃玉米虾粥和土豆丝饼。 毛利兰, 柯南, 会员挨, 脑子卡壳了一下, 脑海里全是问号。 吃飞驰睡得很早, 起得也很早, 天还没亮起来, 考虑到没有高楼让自己练习跳楼, 洗漱了一下, 把主舟的米炮上带上飞驰跑步去米花艇的公园晨练。 天还没亮的时候, 街上几乎没有人影, 但吃飞驰晨练完返程的时候, 也有了不少起床晨练的人。 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今天也要精神摆背哦。 一个年轻男人沿路跑着跟路人打招呼, 追上吃飞驰, 热情问候, 早上好, 以前都没有见过你, 你是刚搬来的吗? 吃飞驰迟疑了一下, 放慢脚步, 他在背护艇那边晨练那么久, 也没有谁会跟陌生人这么热情地打招呼。 难道米花艇这边的人比较热情? 大早上看到一张阳光热情的笑脸, 让人什么脾气都没了。 我在我老师家里暂住。 原来是这样, 那今天也要开心哦。 我还要去上班, 就先不说了, 改天见。 男人热情说着, 加快脚步跑上前, 又跟其他人挥手打招呼。 早上好, 今天也早上好啊。 大和田医生, 早上好。 大和田医生, 今天早上还是这么活力满满啊。 晨练的男女老少都笑着打招呼。 池飞池也加快脚步, 跑回毛利侦探事务所, 先把周煮好, 再动手做三个上学党要带去学校的便当。 柯南一睡醒, 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 顿时精神了, 跑到厨房, 发现池飞池准备的食材看起来都很正常, 心情突然好了不少。 早啊, 池哥哥, 他还真担心, 池飞池在通往黑暗料理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那还真是太可惜了。 飞池哥, 跑出房。 池飞池把三片海苔铺在砧板上, 没有抬头, 顺手从刀具架上拿了把小刀去洗漱, 然后吃早餐。 是, 三人心情很不错地去洗漱。 池飞池手速飞快地把海苔片刻成老虎头形象, 把蛋包饭装进便当盒, 再把海苔片贴上去。 黑色海苔片成了虎头上的黑纹, 被刻得镂空的地方正好露出蛋包饭的鸡蛋饼, 整体看上去就是一只黑黄相间, 威严肃重的血食虎头。 等毛利兰三人洗漱完到厨房, 池飞池把土豆丝饼也做好了, 顺手把煮粥的火吸了。 毛利兰拿了便当盒的盖子, 准备把便当盖好, 看到那个虎头之后, 愣了一下, 惊叹着凑镜。 好, 好厉害, 是海苔片做出来的吗? 柯南在旁边跳啊跳, 就是看不到, 小兰姐姐, 我要看。 会员埃默默抱以审视的目光, 名侦探的思想幼灵化很严重, 居然卖蒙成你。 好, 这时盒盖, 会员埃接过便当, 看着盒子里栩栩如生的虎头, 愣了一下。 真的很厉害, 他都觉得这手艺拿来做他们的午饭便当太浪费了。 三人欣赏了半天, 才不舍得把便当搁上, 毛利兰动手帮忙成舟, 会员埃和柯南端土豆丝饼出门。 池飞池突然空出手来, 想到黑羽快豆应该也起床准备去上学了, 拿出手机打电话。 电话没多久就接通。 喂, 请问是奶, 我, 飞池哥呀, 电话那边, 黑羽快豆明显打了个哈欠, 缓了缓才到, 有事吗? 要不要我请假? 池飞池看穿黑羽快豆, 就是没事, 想找理由翘课, 没事, 我只是想跟你说一声, 你腹泻应该不是仰望星空派的原因, 厨房门口, 端着粥, 土豆丝饼, 准备出门的毛利兰, 柯南, 回云埃江住了。 黑羽快豆也猛了一下, 他都快忘了这回事了, 飞池哥怎么还记着? 是, 是吗? 你怎么知道, 有其他人试过了, 大家都没事, 池飞池到, 毛利兰, 也就是说, 飞池哥昨晚教他做仰望星空派, 回云埃, 是为了拿他们做实验。 柯南, 这家伙, 他好像明白, 昨晚池飞池, 为什么想也不想地就留下来了, 只是为了方便观察他们这群小白鼠吧。 啊, 反正我以后不会再吃鱼, 坚决不会。 好了, 我去吃早餐了, 你那边呢? 刚准备吃早餐, 那回头再说。 池飞池挂了电话, 对目光优怨, 回头看着他的三个人道, 吃早餐去。 毛利兰三人, 就是这种你们知道了又怎么样? 我就没打算瞒着你们, 也没有觉得愧疚的态度, 很气人。 在吃过早餐之后, 三个人心情转好, 打开虎头便当看看, 心情更好了, 决定看在美食的份上, 原谅池飞池。 那我送小艾和柯南, 先到博士家, 等小艾拿了书包, 我们再顺路去学校, 飞池哥, 爸爸那份早餐, 放进微波炉里保温就行。 你和爸爸中午要是懒得做饭的话, 就去楼下波罗咖啡厅随便吃一点, 我中午一定要把便当给园子看。 毛利兰笑咪咪, 把便当和放进书包, 拎起书包, 带着柯南和会员爱出门, 那我们去上学了。 池飞池待在三楼, 把毛利小五郎那份早餐做好, 放进微波炉, 拿出手机看了一下实验室里小白鼠的监控视频, 发邮件让英曲延南去帮忙加饲料。 等毛利小五郎起床吃了早餐之后, 两人才到二楼办公处。 毛利小五郎去楼下拿了报纸, 又去冰箱里拿了一罐啤酒, 剑池飞池盯着他手里的啤酒, 干咳一声。 我觉得今天不会有什么委托, 正好放松, 叮铃铃。 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毛利小五郎沉默了一下, 把啤酒放到桌上, 接起电话。 我看八成是打错了的。 小, 小兰? 这样啊? 那你们现在在哪里?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你们记得打电话去学校请假, 西村左侄子死了。 公寓楼下, 警方已经封锁了大楼进出口。 毛利兰, 柯南, 会员哀已经放弃了去学校, 站在楼下等毛利小五郎和池飞池。 昨天还好好的一个人, 还温柔地跟他们打招呼, 满怀期待地回家, 准备和男朋友约会。 结果今天一早上学路上, 就听到围观人群说人死了, 让他们心情多少有些沉重。 毛利兰心里怎么也放不下, 原本提出让两个小孩子先去上学, 不过柯南看到了案子, 不弄明白, 根本不想走。 会员哀也让阿丽博士找理由打电话去学校, 跟着翘课。 虽然那不科学, 但他总觉得, 要是昨天这位西村小姐没遇到江湖川和飞池哥, 说不定会好一点。 毛利小五郎来的路上, 就联系了木木十三, 听木木十三说出现场的是高牧舍, 又联系了高牧舍, 到了之后, 直接带一群人上楼。 高牧舍听到敲门声就开了门, 这件事还不需要劳驾毛利先生来吧。 毛利小五郎一脸严肃地进门, 这位死者曾经帮过小女的忙, 我想了解一下状况。 高牧舍和毛利兰互相点头打过招呼, 转身带一群人到餐厅, 根据西村小姐的同事说, 他们发现他没有请假就缺情, 过来一看就发现了这件事, 死者后脑勺遭人以重物敲击, 造成头盖骨凹陷, 凶器就是放置在他房间里的同质装饰品, 预估的死亡时间呢, 是从昨晚的七点到八点半之间。 池飞池扫尸着房间, 西村左只子的尸体已经被警方带走了, 不过看地上警方留下的财政印记, 人应该是倒在餐厅门口, 凶器就掉落在尸体旁边。 餐厅里, 长桌上摆放着的红酒、 食物都是两份, 其中一边还放着烟灰缸, 但烟灰缸里很干净, 那一边的食物和酒也没有吃过。 正好是吃饭时间啊。 毛利小五郎低声喃喃, 柯南看了看桌子, 仰头问毛利兰, 小兰姐姐, 左只子姐姐平常会抽香烟吗? 毛利兰情绪还很低落, 摇了摇头, 没有出声。 那她一定是坐在这边, 柯南判断道, 而那个会抽烟的客人坐在那边。 我们已经确定, 昨晚来这里是一个相当于她男朋友的人, 因为七点半左右, 西村小姐和这位访客说话的声音, 正好被住在隔壁的小姐路过听到了, 西村小姐似乎是跟对方说让对方下次要带她一起去, 这么美的景致不能对方一个人享受, 之后又说起肉好像烤得有点过头, 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对话。 住在隔壁那位小姐不想打扰西村小姐和男朋友约会, 很快就离开了。 高牧社说着, 走到餐桌前, 那位访客似乎对登山很感兴趣, 还把照片留下来了, 就压在烟灰缸下, 见识客的同事已经把照片当作证物收走了。 那应该就是她的男朋友杀人了? 毛利小五郎道。 毛利兰一愣, 怎么说? 毛利小五郎摸着下巴, 思索着道, 如果歹徒是在他们吃饭的时候突然闯进来, 将左侄子小姐杀害的话, 他的男朋友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 连个报警的动作都没有做, 就这么离开, 不是很奇怪吗? 柯南看着桌面思索, 的确很可疑, 高牧社手机响起, 接了电话, 跟那边说了几句, 挂断电话, 才对毛利小五郎, 持飞持一群人道, 见识人员打电话过来说, 同志装饰品, 照片, 甚至是酒杯上都只检验出了西村小姐的指纹, 没有其他人的指纹, 连擦拭过的痕迹都没有。 柯南思索着, 抬头刚想跟持飞持交流一下, 突然发现, 持飞持不知什么时候跑没影了。 持飞持到了外面玄关处, 打开鞋柜。 他觉得奇怪的就是, 现场打扫得太干净了。 西村左侄子这边的椅子, 还有着拉开起身的痕迹, 对方那边却没有, 也就是说, 对方在作案之后, 还把椅子还原了。 而且, 地面, 椅面上没有留下任何自己呆过的痕迹, 只有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还得戴着手套。 帽子来的, 事后清理好现场, 才能完全不留一点个人痕迹, 跟组织的入室搜查行动有得一拼。 而且, 这人还有强迫症, 一定要把椅子拉好。 只是男朋友打扮成这样过来约会, 一点食物都不碰, 西村左侄子不觉得奇怪吗? 现场没有挣扎的痕迹, 说明西村左侄子没有一点防备。 不排除西村左侄子知道男朋友从事特殊工作, 或者对方假称自己得了疾病不能吹风的可能。 但没有擦拭过的痕迹, 就算对方戴了手套, 只要手套碰过那些东西表面, 就可能会擦掉西村左侄子留下的指纹, 留下擦拭痕迹, 连一点擦拭痕迹都没有, 他都做不到。 这个世界上, 大概只有小美那种魂体, 能够做到不留下接触痕迹, 就拿起东西砸死人, 也就是因为这个, 他怀疑西村左侄子的男朋友根本不存在。 这个也很好验证, 看鞋柜。 日本有进门做客就换拖鞋的习惯, 除非强闯进来, 否则都会换鞋。 悬棺处的鞋柜, 往往藏着很多的线索。 会员挨跟着池飞池到了悬棺处, 看着池飞池开鞋柜, 在看到鞋柜里的情况后, 不由愣了一下, 蹲下身看着池飞池戴上手套, 一双双检查拖鞋。 鞋柜里的拖鞋都是一个样式, 码数很齐全, 大小都有, 有给小孩子准备的小号, 有给女性准备的中号, 也有偏大一些的拖鞋, 用来提供给男性客人, 或者脚比较大的女性客人, 每种大小号都不止一双。 这在日本很常见, 由于一次性拖鞋不舒服, 提供给客人会显得怠慢。 而拖鞋穿一次就扔, 又太奢侈, 所以家里都会准备不少拖鞋, 样式是男女通用的。 而因为拖鞋大一点小一点都没关系, 只要准备一般小孩, 男性, 女性能穿的拖鞋就行。 而拖鞋因为用料的关系, 使用久了, 鞋和脚底接触的地方会凹陷下去一些, 但鞋柜里的拖鞋只有两双有经常使用, 清洗的痕迹, 其他的都很新。 石飞驰戴着手套, 把所有拖鞋都拿出来看了一遍, 男性拖鞋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一双都没有, 小孩子的也是一样, 女性拖鞋里有三双使用的频繁, 其中两双使用最多, 会不会是跟你一样, 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把拖鞋都清理了丢出去。 会员挨猜测道, 只不过他只清理客人用的拖鞋, 留了自己平时穿并且已经穿习惯的。 他怀疑, 石飞驰有强迫症, 家里经常打扫的一干二净, 连缝隙都要彻底清理, 垃圾桶里的垃圾袋从来不装满, 有空就收拾好下楼顺手丢了, 连拖鞋每隔一段时间都要重新彻底换一遍, 包括持飞驰自己穿的拖鞋, 也经常换新的。 他刚被持飞驰捡回去那天穿的拖鞋, 也早就被持飞驰扔了, 之后每隔一段时间过去, 就会发现上次穿着感觉还不错的拖鞋没了, 换成了一鞋贵新的。 虽然款式都一样, 穿新的也没什么不好, 但每次都找不到上次穿的拖鞋, 还是有种奇怪的感觉。 特别是他第一次去持飞驰家里穿的拖鞋, 那么有纪念意义的拖鞋, 居然早就被持飞驰丢了, 这让他多少有点郁闷, 等等。 飞驰哥不会是防着有人从拖鞋的使用频率, 推测出他家里的来客情况吧。 但也不对啊, 有谁会偷偷去持飞驰家里看拖鞋? 就算有人在偷偷调查持飞驰, 他们每次过去都是光明正大的去, 想知道持飞驰家里的访客情况和生活习惯, 只要蹲点监视一段时间, 或者问附近商店里的人都比潜入那个安保严格的公寓大楼, 还摸进持飞驰家里检查鞋柜要方便简单得多。 反正飞驰哥不是有强迫症, 不喜欢看到使用太久的拖鞋, 就是有被害妄想症, 总怀疑有人要害他。 持飞驰不知道, 会员哀的思绪飘那么远, 拿出一双常用拖鞋和一双没有使用痕迹的大号拖鞋, 翻转到侧面, 让会员哀能看清拖鞋底侧面不太显眼的字母数字组合, 出场货号, 除了小孩子的拖鞋, 成人款的拖鞋前四位数字都是一样的。 日本会打包出售代客拖鞋包, 也就是同款式大中小号都有, 让顾客购买代客拖鞋时不用浪费时间反复挑选。 而这种拖鞋包, 大部分在出场时就已经装好, 除了小孩子的货号会不一样, 成人款的拖鞋都会按出货顺序封装。 由于码数大小不同, 不同大小的拖鞋的数字不可能完全按顺序来排, 但六位数字的货号, 英文和前四位数字完全一致, 那也能说明是同一批货, 很可能是同一个拖鞋包。 蚩哥哥, 会员,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啊? 柯南也找到玄关处, 见蚩飞驰蹲在鞋柜前, 会员埃也在一旁看, 探头往鞋柜里看了一眼, 也愣了一下, 这些拖鞋, 同一批货号的拖鞋, 就算不是同一天买的, 购买时间的间隔也不会差太多。 会员埃帮忙解释情况, 但女性拖鞋频繁使用了两个月以上, 大一些的男性拖鞋和小孩子拖鞋完全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飞驰哥观察之后是这么说的。 柯南皱了皱眉, 看到辉原挨手上的手套, 果断伸手道, 辉原, 手套给我一下。 名侦探戴上手套, 又把拖鞋都翻了一遍, 确认了蚩飞驰的判断没出错。 如果不是凶手行凶后, 把自己使用的拖鞋带走了, 那就说明这里在三个月内没有男性来访。 柯南检查完起身, 看向餐厅的位置, 一脸认真地说出结果。 虽然拖鞋还有后两位货号没有规律, 无法判断是不是有拖鞋被丢弃了, 但结合他那个男朋友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连擦拭指纹的痕迹都没有, 那就有可能是西村小姐口中的男朋友根本不存在。 有的独居女性为了安全, 确实会对外制造家里有男性一起生活, 或者家里有男性经常造访的假象, 可是有必要买那么贵的牛肉和红酒来制造假象吗? 辉原哀提出了疑问, 而且他昨晚看起来是真的很期待, 也很开心。 柯南沉默着, 皱眉思索。 也对, 如果是制造假象, 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钱, 池飞池回想了一下, 想不起这次事件是怎么回事, 估计不是什么复杂的案子, 但这种行为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怀念。 怀念? 柯南抬头看着池飞池, 隐约感觉到了头绪。 昨天那个肉店的老板说过, 每个月25号, 似乎都是西村小姐和男朋友见面的日子。 池飞池到, 有可能是, 已经分手的男朋友, 曾经提到过特殊日子, 或者和已经去世的男朋友的某个纪念日。 我以前见过一个女人, 也一直说自己有男朋友, 每年都会帮他男朋友举办生日宴会, 但他男朋友, 其实早在好几年前就已经死了。 这样的话, 那个人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但西村小姐确实高兴, 期待, 也就可以解释了。 那是一个曾经存在过, 但现在已经不存在的男朋友。 而他依旧欺骗着自己, 每个月25号, 都制造一场精心准备的约会。 而桌上的照片, 大概也是那个男人之前留下来的会员哀接过话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倒是希望那个男人是死了, 而不是丢下他离开了。 柯南半月言, 未未, 离开了还有机会复合, 死了可就真的没希望了, 怎么看都是离开了比较好吧。 会员哀但莫连点头, 也对, 那就当我考虑不周, 那就再补充一句, 如果那个男人没有回来的可能, 那么还是死了比较好。 柯南, 高木, 千叶和声快步进门, 走向餐厅, 我已经跟他的朋友们确认过这件事了, 他和这个男朋友似乎是从半年前开始交往的, 不过他男朋友可能是太忙了, 好像只有每个月的25号才能到这里来看西村小姐, 所以每个月1到25号, 西村小姐从一大早就会显得特别开心, 不过他这个男朋友到底什么样子, 还有姓什么, 他的同事就不知道了。 这么说, 线索根本就是零嘛。 高木舍头疼, 千叶和声又继续道, 我去找过附近一个和他念书的时候, 是好朋友的小姐问过, 但也没有问出线索, 就连他最近交了小朋友的事, 那位小姐也不清楚, 那要不要再去问问。 柯南跟到餐厅门口, 装出一脸天真的表情, 同一卖萌, 去问问西村小姐之前有没有男朋友。 之前的男朋友? 高木舍不解。 因为, 柯南转头, 发现池飞池和辉原哀已经到外面去等了, 只能一个人接手解释的工作。 迟哥哥发现这个家里的男性拖鞋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听完柯南解释后, 高木舍让屋里搜查的其他警察把拖鞋都装进政务袋, 又和千叶和声带一群人去了西村左之子那个好朋友家询问情况。 没错, 左之子以前是有一个男朋友, 附近川村家, 家里的女主人站在门口点头确认, 看向千叶和声, 其实我之前也跟那位警官说起过。 千叶和声见毛利兰转头看他, 毛头道, 啊, 是, 所以我们想再找你了解一下, 有关于他那个男朋友的事, 是不是分手了, 还是, 他叫边剑, 是一个爬山爱好者, 左之子和他在上学时期就在交往了, 女人回想着道, 在五年前, 边剑跟以往一样去爬山, 可是那一次, 他去的地方发生了意外, 他也从此音讯全无, 警方组织过搜查救援, 都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但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 边剑很可能已经遇难了, 高木舍和千叶和声对视了一眼, 爬山爱好者, 遇难, 桌上的照片, 昨晚邻居听到西村左之子的话, 结合来看, 西村左之子, 昨晚, 还真有可能是在怀念五年前遇难的男朋友, 那一次边剑离开, 左之子去送边剑的时候, 我也跟去了, 边剑还说, 让左之子放心, 他25号就会回来了, 左之子也很高兴地说, 会做好吃的等他回来, 他还笑着开玩笑, 说他要厚厚的那种牛排, 女人叹了口气, 谁能想到, 边剑这一去, 就没有再回来, 他们两个人还真是可惜了, 我一直想让左之子走出来, 可是没想到他又出了这种事, 那请问, 半年前的25号发生过什么事吗? 高牧社认真问道,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既然西村左之子以前的男朋友是五年前遇难的, 那为什么西村的同事都说他现在的男朋友是半年前开始交往, 每个月的约会也是从半年前开始的? 柯南也看着这家女主人, 脑海里也思索着种种可能, 半年前, 那位边剑先生回来了, 为了骗保险, 才对外隐瞒自己没死, 不对, 如果人真的回来了, 而西村左之子是在跟边界偷偷见面, 那么西村家里应该会有的男客去过的痕迹, 半年前, 女人回想一下, 摇了摇头, 我也不清楚, 这几年左之子在拼命地工作, 只有双方都有空的时候, 我们才会聚一聚, 而在前年, 我也跟我现在的丈夫结了婚, 去年到今年年初正好是我怀孕待产的时间, 半年前我家宝宝刚出生, 到这段时间, 我每天都在带孩子, 只有宝宝出生没多久跟左之子见过一次, 之后, 我们就没有再见过了, 高牧射点头, 原来是这样啊, 那请问那位边界先生家在哪里? 柯南仰头问道, 他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他父母都在家, 他们家距离这里不是很远, 女人转头看向一个方向, 把边界家的位置告诉了一群人, 一群人又找到了边界家, 那位边界先生的父亲不在, 只有一头白发的老母亲在家, 面对老夫人的邀请, 一群人没有进门, 就站在门口了解情况, 半年前的25号, 那天刚好是我家老爷发薪水的日子, 老夫人说着, 眼里, 带上沉痛的感伤, 也是我家孩子回来的日子, 高牧射惊讶, 回, 回来的日子? 是, 我们家有一个儿子, 他五年前出门爬山, 遇到了山难, 尸体都没能找到, 而在半年前, 有警方到家里来, 说是有人在那座山上, 找到了他的背包, 里面有他带去的东西, 还有一卷他拍好的底片, 老夫人眼眶泛红, 那个孩子啊, 最喜欢在爬山时, 拍很多风景照带回来给我们看了, 高牧射沉默了一下, 虽然他不想接人伤疤, 但现在还要查案, 当即拿出手机, 翻出在西村佐之子家桌上 发现的那些照片的留存照, 递到老夫人面前, 那请问, 是这些照片吗? 老夫人盯着手机看了看, 点头道, 没错, 是这些照片, 我儿子有一个上学时期 就在交往的女朋友, 我想, 他一定很想, 把那些照片, 给那个叫佐之子的女孩子看, 所以那天我打电话让佐之子过来, 把照片给他了, 柯南低头沉思, 这么一来, 桌上的照片, 西村佐之子的同事, 说他半年前交往男朋友这两点, 都能解释得通了, 请问, 老夫人犹豫了一下, 两位警官到这里来, 是佐之子出什么事了吗? 这个, 千叶和珅迟疑着, 是出了一点事, 不过暂时还不方便透露, 所以, 老夫人没再多问, 点了点头, 离开边界家一带, 高木舍, 千叶和珅, 才常常松了口气, 紧跟着, 毛利兰叹了口气, 在来之前, 他还在纠结, 如果被池飞池说对了, 那就说明, 西村佐之子这些年忙碌工作, 对交往男朋友没兴趣, 只是因为放不下以前的男朋友, 而从半年前开始, 每个月一天的开心, 也只是自己欺骗自己, 但如果池飞池没说对, 那就说明, 杀害西村佐之子的人, 很可能就是, 让他那么高兴和期待着见面的男朋友, 他实在不知道该期待哪个答案正确比较好, 而等知道了答案, 他情绪更低落了, 柯南看了看毛利兰, 出生转移毛利兰的注意力, 也是在提醒两个一脸惆怅的警察, 既然左之子小姐昨晚根本没有和男朋友见面, 那么, 杀害他的人又会是谁? 高牧社, 对啊, 那杀害西村小姐的人会是谁? 千叶和珅, 这么看来, 他们警方还要重新去调查西村小姐的人际关系, 而且也不排除随机杀人的可能, 迟飞迟, 是不是他把进度推得太快, 以至于原本该有的嫌疑人线索还没有出现? 那也没办法, 他记不得这个案子, 再加上最近挺无聊的, 想找点事情活跃一下大脑, 所以就这样了, 那线索还能不能出现? 会不会是他家里的常客? 会员挨猜测着, 家里有三双女性拖鞋经常使用, 其中两双使用频率差不多, 而在西村小姐的尸体被发现时, 她在家里, 脚上应该是穿着一双拖鞋的, 也就是说, 就算其中有一双是她的换洗拖鞋, 那也还有两个女性客人是她家里的常客, 这个我了解过, 千叶和珅拿出自己的记事本, 经常去她家里的两位女性都是她的同事, 也是发现她没有请假就缺席, 而到她家去看情况的人, 作为现场第一发现人, 我了解过, 她们在案发时的不在场证明, 因为案发, 时间刚好是晚饭时间, 她们都在跟家人吃饭, 所以都有不在场证明, 高木设一阵头疼, 西村小姐的人际关系很简单, 平时工作很忙, 除了公司同事之外, 很少跟其他人往来, 而且也没有人说她跟什么人结仇, 或者有什么人对她不满, 毛利小五郎摸着下巴, 她家里没有翻找的痕迹, 那应该也没有钱财医师, 对吧? 那就不是被闯空门的小偷杀害, 或者遇到了入室抢劫杀人, 千叶和珅也头疼, 也没有遭到侵犯的痕迹, 那大概也不是尾随她回家的色狼什么的, 熟人作案, 迟飞迟到, 刚打算开口提醒的柯南, 没在出声, 心里有些感慨, 小伙伴今天也是干劲十足, 大概是跟小兰一样, 觉得西村左侄子小姐的事挺可惜, 还憋着一口气, 想要帮忙找出凶手来吧, 迟飞迟见其他人看她, 解释道, 西村小姐倒在门口, 就在放电话的柜子旁边, 她临死前是不是想打电话, 目前还不清楚, 但现场没有挣扎, 反抗的痕迹, 门锁没有撬过的痕迹, 所以对方应该不是陌生人, 西村小姐给对方开了门, 也没有觉得对方会杀害, 劫掠她, 以现场的状况来看, 是熟人作案, 那就排除了杀人魔随机杀人的可能, 毛利兰也明白了, 也就是说, 还是要去调查左侄子认识的人, 高牧社打电话汇报的情况, 叫上千叶和珅, 一起去公司调查西村左侄子的人际关系, 排查西村左侄子公司同事的不在场证明, 这么一来, 警方有很多事要忙活, 就顾不上带毛利小五郎了解情况了, 毛利小五郎决定带着一群大大小小回家, 等到晚上再打电话给高牧社问问调查结果, 柯南默默把整个案件的调查情况都回想了一遍, 发现目前还真没有别的线索了, 只能回去等警方的调查结果, 他很少遇到这种案件, 目前已有线索全部解读出来了, 唯独犯人的线索一点没有, 让他很难受, 池飞池也一路沉默着, 调查人际关系, 排查不在场证明, 有监控调监控, 没有监控就走访调查, 这都是正常的警方办案程序, 很多案子就是得这么查下去, 木木十三手里有别的案子, 这个案子最大的负责人就只有高牧社, 千叶和珅, 等晚上打电话去问, 恐怕连西村公司同事的不在场证明都没有核查完, 至少要到明天下午, 也就是说, 这次柯南就算要破案, 至少要等个两三天, 拿到一份嫌疑名单, 再去一个个探情况, 帮忙逮出凶手, 除了剧场版, 很少有案子能让明侦探调查个两三天, 但这个案子他完全没有印象, 说明不仅不是剧场版, 作案手法可能也不新鲜, 凶手也可能不太惹眼, 其实越平平无奇的案子, 越难迅速破案, 这段剧情可能真的被他推进度推崩了, 会员挨见一大衣小沉思, 毛利兰低头沉默, 毛利小五郎也一副对案件摸不着头脑的样子, 没有打扰, 等了一会儿, 看到柯南抬手烦躁挠头, 才出声道, 现在急也急不来, 警方会抓紧时间调查的, 就算今天没有结果, 明天也能有一些线索, 我们放学回来, 再打电话去问问, 只要跟下去, 总能把那个凶手找出来, 反正我们最近也没有别的事, 池飞驰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收起了心理, 等着看热闹, 默默观察柯南破案规则的想法, 脚步也紧跟着顿住, 停下, 柯南立刻仰头, 头已专注的目光, 眼里的意思很明显地传递出去, 有头绪了, 发现了什么? 快说快说, 毛利兰也不走了, 转头看池飞驰, 眼里引带期盼, 有情况吗? 飞驰哥发现什么了? 快, 把那个可恶的凶手逮出来啊! 池飞驰见其他人看他, 解释道, 有事, 我跟高木警官明天有约, 柯南, 这一惊一乍的, 他还以为池飞驰突然想到了什么呢? 回原哀, 结果飞驰哥想是想到了一件事, 可是跟案子没关系, 不, 也不能说全然没关系吧, 毛利兰干笑, 现在高木警官要调查这个案子, 明天大概是没法空出时间来了, 柯南转好奇起来, 池哥哥, 你跟高木警官要去做什么呀? 总不可能两个大老爷们去约会吧? 去看岛带小姐, 池飞是平静脸道, 他杀了不止一个人, 已经转送到东京的重刑犯监狱, 我让高木警官帮忙打听了一下, 明天和我一起去看他, 顺便找御警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他自己一个人去也能探视, 但很难从御警那里了解到更真实, 详细的情况。 当然, 他也可以利用领祖顾问的身份去偷偷了解, 但为了这种事, 没必要去利用职权之变, 科目社跟他一起去是最好的选择, 他这是玩坏剧情, 把火烧到自己身上了。 毛利兰一正, 想起人与岛那个跟他们有交集的女巫, 军会小姐啊, 柯南心里五味杂陈, 他没关注过岛带军会的情况, 只是破了岸就完事了, 没想到池飞池还关注着, 沉默了一下, 仰头看池飞池, 同一卖萌, 没关系, 等这个案子解决了, 我们再一起去看军会小姐吧。 我不跟你们一起去, 池飞池没给面子, 想去就自己预约探视。 柯南, 他是好心吗? 这都毫不犹豫地表达嫌弃和拒绝, 简直无情。 毛利兰见柯南一脸郁闷, 失笑安慰, 飞池哥大概是想一个人去见见军会小姐, 那我改天再和爸爸带柯南去吧。 军会小姐, 回云埃疑惑, 是我们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为自己的母亲报仇, 杀害了自己从小到大的三个朋友, 飞池哥一个人跑去找他, 让他自首, 他让飞池哥睡着了, 不过没有伤害飞池哥哦, 毛利兰简单解释着, 看向持飞池, 其实是个很可爱, 也很好的人, 飞池哥, 军会小姐的宣判结果是什么? 57. 持飞池道 日本还有死刑存在, 杀害三人, 以及三人以上, 很大可能被判处死刑, 但死刑的量刑考虑标准, 还有犯罪动机, 性质, 杀人的残忍性, 被害人家人的情绪, 社会影响, 犯人年龄, 有无前科, 犯罪后的表现等因素, 导带军会是杀了三个人, 但动机是因为, 那三个人, 曾经把他母亲关在仓库, 放火活活烧死, 没有前科, 社会影响不大, 再加上他们没有说导带军会犯罪之后被拆穿, 给他下药的事, 让调查结果上记录的是投案自首, 之后被害人家里也表示谅解, 岛上村民也在说好话, 所以判不了死刑, 毛利小五郎走到街口, 转头发现, 一群人还站在后面聊天, 无语喊道, 喂, 你们还不打算回家吗? 爸爸, 你先回去吧, 毛利兰大声回了一句, 又看向池飞驰, 飞驰哥, 那我们去左侄子小姐的公司, 找高木警官, 怎么样? 你过去的话, 说不定能发现什么线索呢? 而且还可以带上柯南, 柯南总能发现一些大人发现不了的线索, 不用, 池飞驰抬眼看他们所处的街道, 正好是昨天晚上, 他们买食材的那条街, 破坏他明天的行程安排, 那不行, 他不同意, 想要破局也有办法, 反推, 看之前的情况, 如果没有他瞎掺和, 警方和柯南一时还不会怀疑到西村的男朋友不存在这一点, 那么, 西村左侄子的男朋友还会被当成嫌疑人, 在同事, 朋友, 公寓住户那里, 问过, 没人见过那个男人, 那警方接下来会怎么调查? 问更多的人, 向更多的人打听西村左侄子的男朋友, 想找到见过西村左侄子男朋友的人, 包括西村左侄子经常买食材的这条街上的店家, 柯南疑惑转头看周围, 池哥哥, 昨天听卖肉的店老板的说法, 西村小姐应该经常来这条街上买东西, 他的住处离这里也不远, 池飞池看向旁边卖里面的店, 低声道, 沿路问一下, 告诉他们, 警方在怀疑西村小姐的男朋友, 问他们有没有见过那个男人, 柯南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后, 整个心情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卧槽, 他懂了, 池飞池这完完全全是剑走偏锋, 他们知道西村左侄子的男朋友是怎么回事, 另外, 昨天晚上晚饭时间闯进西村家的身为西村左侄子熟人的凶手, 应该也发现西村左侄子根本没有跟男朋友约会, 凶手肯定不会到处宣扬他没有男朋友, 但只要告诉凶手警方在怀疑西村小姐的男朋友, 凶手为了掩盖自己的犯案事实, 说不定会编造出很多那个男人的事误导警方的调查方向, 这么炸下去, 也有可能一无所获, 但他们闲着也是干等着调查结果, 不如先试试这个很大几率能找出凶手的办法, 就算最后没有找出凶手, 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件事试探西村左侄子那些熟人的态度, 搞不好就能发现什么线索呢? 啊? 毛力兰没懂, 可是左侄子小姐的柯南抬手拉了拉毛力兰的衣角, 等毛力兰弯腰凑近后, 才低声嘀嘀咕咕说了池飞驰的想法, 原来如此, 毛力兰听完解释也有些跃跃欲试, 好奇问池飞驰, 不过, 飞驰哥, 你是怀疑这条街上的店主和售货员吗? 不确定, 池飞驰看着毛力兰道, 所以要让高木警官那边也问问, 我知道了, 毛力兰立刻点头, 我这就打电话跟高木警官说, 等毛力兰打过电话之后, 一群人就从旁边的米面店开始问, 西村左侄子小姐, 米面店里只有一个胖胖的妇人守着, 对, 毛力兰点头, 举起手机, 上面一张让高木设传来的西村左侄子的入职档案照, 就是这位小姐, 妇人立刻点头, 原来是这位西村小姐啊, 我是见过她没错, 她经常到这条街上来买东西, 也会到我这里来买米面, 所以我记得她, 毛力兰一脸严肃地凑近妇人, 故意压低声音道, 西村小姐出事了, 现在警方怀疑跟她男朋友有关, 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她的男朋友, 妇人犹豫着, 打量一群人, 你们是毛力兰痘痘眼, 我, 我们是名侦探毛力小五郎事务所的助手, 实非是把一张毛力小五郎的名片递给妇人, 这是家师的名片, 家师也在关注这个案件, 我们来帮她调查, 当然, 也算是在帮警方的忙, 他们带着孩子, 不方便冒充警察, 而且也没有证件可以出事, 那就把毛力小五郎抬出来, 她家老师现在名气不小, 有时候还是很好用的, 妇人惊喜接过名片, 低头看了看, 原来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毛力小五郎先生, 是, 池飞驰神色平静, 显得很认真, 如果您遇到了什么麻烦事, 也可以打电话咨询, 或者直接去毛力侦探事务所, 毛力兰, 飞驰哥, 这还不忘替侦探事务所拉委托, 他是该无语呢, 还是该感动呢, 柯南, 池飞驰这家伙, 居然随身带着毛力侦探事务所的名片, 他, 无话可说, 会员哀, 这么下去, 毛力大叔早晚有一天, 夫人收好名片, 期待堪持飞驰, 那像是怀疑隔壁邻居说, 我们家坏话这种小事, 也能麻烦毛力侦探吗? 持飞驰点头, 没问题, 您改天可以到事务所去, 咨询后签订委托合约, 那阿姨见过左侄子小姐的男朋友吗? 柯南忍不住了, 出声问正事, 或者知不知道, 那个男人姓什么? 住在哪里? 抱歉啊, 小弟弟, 夫人弯腰对柯南和气道, 西村小姐, 只是偶尔会来我这里买东西, 我没有见过他的男朋友, 更不知道他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这样啊, 柯南仰头, 同意卖萌, 那就不打扰阿姨了, 下一家店, 昨晚他们买牛肉的店铺, 这一次顺利得多, 店老板知道毛力兰和西村左侄子认识, 没多迟疑地就跟毛力兰说了, 西村小姐的男朋友? 我昨天也说过了, 从来没有见过他男朋友, 应该是个很忙的人吧, 下一家, 对面的水果店, 西村小姐? 是, 就是这位小姐, 毛力兰日常拿出手机照片给店员看, 然后又把从池飞池那里借的名片递过去, 我们是名侦探毛力小五郎的助手, 她很关注这个案子, 所以让我们帮忙调查, 这位小姐我是见过, 年轻女店员回忆着, 不过, 我才来这里工作不到两个月, 没有跟她聊过, 也不清楚她男朋友的情况, 一路问下去, 到昨晚买酒水的店铺, 西村小姐的男朋友? 个子高大的年轻男店员, 站在门口电动车前, 理着货? 是, 就是这位小姐, 毛力兰继续让对方看手机里的照片, 西村小姐家里出了事, 她的男朋友有很大的嫌疑, 我们是名侦探毛力小五郎的助手, 毛力先生很关注这个案子, 在协助警方调查, 所以, 让我们来问问大家, 有没有见过她男朋友, 知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和住址? 啊, 原来是西村小姐啊, 我认识她, 男店员暂时停了理货的动作, 站在电动车前, 回想着, 西村小姐的男朋友很神秘, 不过, 我昨天应该看到过, 柯南抬头, 叮, 有情况, 辉元挨抬头, 叮, 还真被炸出来了, 昨天, 毛力兰一脸严肃盯着男店员, 是真的吗? 男店员还以为毛力兰变得严肃, 是因为得到了线索, 点了点头, 对啊, 大概晚上八点左右吧, 我下班走在路上, 看到一个男人, 匆匆跑出他住的公寓, 很快跑过去了, 很匆忙的样子, 可是, 大哥哥怎么会知道, 那是左侄子小姐的男朋友呢? 柯南问道, 男店员摸着下巴, 一副回忆的模样, 我记得是上个月的25号吧, 附近发生过一场火灾, 我那栋公寓, 刚好就在西村小姐公寓对面, 我听到消防车路过的警笛声, 好奇到阳台上看情况, 对面公寓的西村小姐, 和他男朋友, 也到阳台上看情况, 我就是那个时候, 看到西村小姐的男朋友, 那个男人当时搂着他的肩膀, 我想, 应该是他男朋友不会错, 毛力兰锤在身侧的手慢慢攥紧, 被池飞驰上前一步挡住, 也就是说, 你昨天晚上八点左右, 看到了一个月前看到过的那个男人, 冲出了西村小村的公寓, 对吗? 池飞驰确认道, 男店员点头, 没错, 我看他好像受到了惊吓, 连滚带爬的, 毛力兰低头, 咬牙, 混蛋, 凶手, 居然还撒谎, 要不是看飞驰哥挡在他前面, 他早就动手开锤了, 池飞驰拿出一个笔记本, 假装要记录, 平静脸继续问道, 那么请问, 你贵姓大名? 你说我呀, 男店员毫无防备道, 必姓莫勇, 全名, 池飞驰道, 莫勇剑刺, 男店员道, 池飞驰把名字在笔记本上记下, 才抬起头, 目光平静地看着莫勇剑刺道, 我们会通知警方, 这里有人知道西村小姐男朋友的线索, 在警方抵达之前, 希望你能帮忙, 绘制一下那个男人的画像, 是可以啦, 莫勇剑刺转身进店, 那我去跟老板说一声, 池飞驰转头看毛力兰, 小兰, 打电话给高木警官, 在这里打, 就说, 这里有人能够提供西村小姐男朋友的长相信息, 啊, 好, 毛力兰用手机给高木社打电话, 先把警方叫过来再说, 柯南突然想起曾经被池飞驰拖住的国际文态, 那一次国际文态被池飞驰气得不轻, 那这一次, 半个小时后, 高木社开车带着千叶和声赶到, 池飞驰一群人还在店门口, 看着莫勇剑刺趴在电动车前, 在一张白纸上勾勒着人像, 我画得不是很好, 没关系, 已经可以啦, 池飞驰态度还是很平静, 转头对下车的高木社两人道, 高木警官, 千叶警官, 交给你们了, 高木社神色严肃地朝池飞驰点头, 然后掏出警察证件, 出事给莫勇剑刺看, 你好, 我是警示听搜查一课的高木社, 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池飞驰走到一旁, 把主场让给警方, 好的, 没问题, 莫勇剑刺很配合地点头, 请问, 你说昨晚你看到了西村小姐的男朋友, 是真的吗? 高木社问道, 是啊, 莫勇剑刺看向站在另一边的池飞驰, 我刚才已经跟那位先生说过了, 高木警官, 池飞驰从口袋里, 拿出一只银色的录音笔, 丢给高木社, 录音, 你先听一下, 柯南心里甘笑, 池飞驰在问莫勇剑刺全名的时候, 他就在猜池飞驰是不是在偷偷录音留证, 没想到还真是, 高木社借过录音笔, 取出录音笔里的内存卡, 装到手机中, 拿出耳机听着录音, 脸色越听越凝重, 然后拿出一个证物袋, 把录音笔和内存卡都装进去, 也懒得演了, 郑瑟对莫勇剑刺道, 莫勇先生, 根据我们调查结果显示, 西村小姐对外所说的男朋友并不存在, 或者说, 她说的男朋友其实已经去世了, 请问, 你昨晚还有一个月前, 又是怎么看到, 她本来不该存在的男朋友呢? 莫勇剑刺脸色变了, 怎么可能, 我现在怀疑, 你跟西村小姐遇害一案有关, 高木社收好装录音笔和内存卡的袋子, 盯着莫勇剑刺, 希望你能跟我们去警示厅里接受调查, 我, 其实我也不确定, 那是她男朋友, 莫勇剑刺见其他人沉默看着她, 吻了吻心神, 决定不承认, 到时候就一口咬定, 是来问她的那群人乱说, 误导她, 心里不怎么慌了, 对, 只是因为昨天晚上, 看到有人慌慌张张的, 从西村小姐的公寓楼里跑出来, 我以为, 大哥哥之前可不是那么说到, 柯南出声打断, 仰头对莫勇剑刺道, 你还说, 上个月见到了西村小姐的男朋友, 就算现在狡辩也没有用, 刚才我们的对话已经录下来了, 我们可没有诱使, 你那么说, 只是跟其他人一样的问话, 说着, 柯南又转头看池飞池, 之前对那些店的调查问话都有吧, 池飞池点头, 原本她还想着, 就算这里没人说见过西村小姐的男朋友, 那就把对话都录下来, 跟高木社那边的录音汇总, 然后听听录音, 看能不能找出凶手的破绽, 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莫勇剑刺居然暴露得那么直接, 会原来站在池飞池身旁, 同样一脸平静地看着莫勇剑刺, 补充道, 而且, 你自己报上了全名, 就算你想狡辩录音里承认的人不是你, 那也没用, 你, 你们, 莫勇剑刺恼怒看着一群人, 懂了, 这群人说帮警察调查是真的, 但在他说见过西村小姐男朋友的时候, 这些人就已经知道他是凶手了, 结果这些人明明连录音都录好了, 还假装不知道在他面前联系警察, 看着他傻乎乎等警察过来抓, 还让他画人像拖住他, 这是把他当傻子耍吗? 过分, 太过分了, 高木射见莫勇剑刺低下头, 上前一步, 莫勇先生, 莫勇剑刺突然抓起电动车后座货栏里的一瓶酒, 脸色猙獰地挥舞着, 下退高木射, 转头发现, 辉元挨在驰飞池身边, 转身往柯南载的方向跑, 那边不是小孩子, 就是女高中生, 他完全可以挟持一个, 让警方放他走, 而且戏耍他, 明知一切还看他笑话的, 也有这两个人的份, 虽然他更讨厌一脸平静地稳住他却偷偷录音的驰飞池, 但收拾这两个中的一个也是一样的, 凶悍地拎着酒瓶子朝他冲来, 愣了一下, 随即一脸无感地站在原地没动, 这个家伙是自己找打呀, 小兰, 注意别破坏了商店玻璃, 池飞池站在一旁, 低头拿出一只烟点上, 不然高木警官他们要赔钱呢? 知道了, 毛力兰闪身冲到柯南前方, 找准角度, 一个气势凶残的回身踢, 莫勇剑刺下巴被踢中, 整个人后仰着横飞街道, 砸到对面没开门的商店的墙上, 才瘫软地从墙壁上滑了下来, 柯南, 那可是一米八的高大汉子, 居然被一脚踢出这么远, 小兰好像更强了, 毛力兰呼了口气, 收起架势, 好, 心里舒服了, 高木舍也汗了汗, 深感毛力侦探事务所的综合战斗力惊人, 上前查看莫勇剑刺的情况, 和千叶和身一起把人扶上车, 转头看池飞池, 池先生, 那笔路, 你别忘了, 明天说好休假陪我去看人的, 池飞池道, 笔路交给千叶警官和柯南, 柯南顿时半月眼, 喂喂, 他就是专门替池飞池做笔路的吗? 推得这么顺口, 连句拜托帮忙都不说, 高木舍欣然同意, 点了点头道, 好, 那就交给千叶和柯南, 如果明天调查能够结束的话, 我下午可以请到假陪你过去, 一起就去吧。 毛力兰突然出声, 看向车子后座还在昏迷的墨涌见刺, 认真脸道, 我和柯南一起去做笔路, 我也想知道, 他为什么要杀害左侄子小姐? 高木舍挠头, 这个是没问题了, 我去开车。 池飞池转身往西村左侄子的公寓楼走, 他和毛力小五郎是开他的车来的, 车就停在西村左侄子公寓楼下。 等到了警示厅, 莫勇见次已经醒了过来, 下巴肿起了大包, 跟着千叶和身下车时, 转头看到从旁边红色跑车上下来的毛力兰, 嘴角微微一抽, 大概是下巴疼, 砸到墙上的背也疼, 心里下意识地生起一丝恐惧, 没有多看, 就一开视线, 悄悄撇从旁边车子驾驶坐下来的池飞池。 要是早知道那个女孩那么厉害, 他就该, 高木舍关好车门, 上前挡了一下莫勇见次的视线, 没忍住低声道, 别看了, 那个你更打不过, 本来他是应该防止莫勇见次对池飞池不利的, 但想了想, 池飞池的安全不用担心, 他还是比较担心莫勇见次想不开, 冲上去又被捶晕一次。 莫勇见次, 他现在说他没有起坏心, 没有想报复, 也没有想逃跑, 不知道大家信不信, 进了警示厅, 毛力兰和柯南跟着千叶合身去做笔录, 高木舍带人对莫勇见次进行问话, 池飞池就带着辉渊哀在外面等。 莫勇见次之前要是不跑, 那还能拖延一下, 但意图袭警逃跑, 就解释不过去, 没多久就老老实实地说了。 不过警官先生, 是那个女人太过分了。 毛力兰带着柯南出门, 听到隔壁传来这么一句, 就走到隔壁门口听着。 我看他总是一个人, 就已经喜欢上他可。 一个月前, 我在他到店里来买东西时, 鼓起勇气提出想跟他交往。 他以自己有男朋友拒绝了我, 还说他的男朋友晚上会去看他, 我本来也死心了, 可是那天晚上, 附近发生了火灾, 消防车路过时, 我到阳台上看情况, 却看到住在对面的他, 也到了阳台上, 只有他一个人,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男朋友。 昨天晚上, 他又去店里买了一瓶好酒, 说什么, 他男朋友会去, 所以我昨天, 就想亲眼去瞧瞧, 结果他家里根本就没有别人。 问话室里, 莫勇见词的声音很激动, 他还说打电话报警, 我一气之下, 就拿起旁边的同质装饰品砸了他, 结果没想到他, 这都要怪他。 他为什么要骗我, 还装枪做事, 毛力兰皱眉站在门口, 又默默攥紧了拳头。 千叶合身遗憾, 很担心毛力兰闯进去, 再把人揍一顿, 连忙上前。 小兰, 如果他只是去看看, 根本没必要戴着手套去, 持飞持低声道, 检察官不会忽略这一点的。 冲动杀人, 和预谋杀人的量刑标准不同。 莫勇见词说的杀人原因可能是真的, 但不会是一时气不过杀人, 说不定早就在被拒绝的时候就起了杀心, 挑选昨天晚上下手, 只是为了方便把罪行推给西村佐之子那个不存在的男朋友, 跟有没有误会西村佐之子没关系。 就算毛力兰冲进去, 把西村佐之子的本意说出来, 把误会解开, 让莫勇见词愧疚得痛哭, 那又怎么样? 莫勇见词可能根本不在乎是不是误会, 只是想给人留下一个冲动杀人的印象而已。 虽然检察官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就是了, 到时候, 检察官肯定会抓住戴手套这一点不放的, 毛力兰茫然堪持飞持, 没懂那么多前台词。 靠墙站在一旁的灰云哀叹了口气, 他家飞持哥说话能不能稍微详细一点, 别一句话藏那么多内容帮忙解释, 也就是说, 从行为上来看, 他明明是有预谋的杀人, 却要说成冲动杀人根本就是在撒谎, 对于这种还在撒谎, 没有愧疚, 只是想着怎么减轻量刑的人, 你没必要生气, 也没必要对他解释那么多, 因为他现在可能根本不在意这些毛力兰脸色难看, 不, 我感觉更生气了。 柯南连忙仰头卖萌道, 持哥哥不是说了吗? 检察官不会忽略这一点的, 比起小兰姐姐去打他一顿, 让他不要得逞, 才是最好的结果吧。 会员挨看向持飞驰, 语气悠然道, 而且被某人说穿了他的心思之后, 我是没心思再看他表演了。 毛力兰沉默了一下, 也对, 被持飞驰说穿了, 就算去解释, 去揍莫勇剑刺一顿, 让莫勇剑刺痛哭流涕地忏悔, 他也不会有半点宽慰, 心里那口气, 还是上不去下不来, 持飞驰动身往楼梯口走, 招呼道, 走了。 面对处罚时, 很多人都希望争取到一个宽大的处理, 毛力兰受不了这种诡辩和假意, 但他见过太多了, 只要别破坏, 他明天的行程安排就行。 事情结束, 剩下的是警方和检察方的事, 人家专业人士更懂得怎么处理, 无论结果怎么样, 他都不会再关注了。 千叶警官, 那我们先走了。 毛力兰跟千叶和声道别后, 叹了口气, 跟上持飞驰。 柯南无语跟上。 哎, 持飞驰这家伙, 有时候就不能给他们留点幻想空间吗? 非要说破, 他是没关系, 他接受能力强, 不过小兰近两天心情恐怕都好不了了。 第二天, 时间从十月往回跳到了七月底, 高牧社下午请了半天假, 陪着持飞驰去看导带军会。 持先生, 导带军会见持飞驰来探视, 多少有些意外, 不过入狱并没有让这位人遇到的巫女变得低落沉狱, 相反, 大概是因为心里不再压制仇恨, 眼神又明朗了不守, 坐下后就笑了笑, 没想到你会来看我。 最近闲着, 看你需要什么, 能送进来的都给你送点。 持飞驰到, 你就不能说自己是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来, 特地看我吗? 导带军会开着玩笑, 也没等持飞驰回答, 以免自己被打击到, 开始自顾自地说着自己的情况。 岛上的村民只要有事来东京, 都会来看看他, 大家都表示让他好好表现, 会等他回去, 他身体还好, 跟这里其他人相处的都很不错, 没有人欺负他, 大家都挺好的。 这些事, 持飞驰先前跟着高牧舍, 找监狱管理了解过, 但也没有打断, 听导带军会说完, 探视时间差不多也到了。 然后导带军会起身告辞, 跟着狱警离开。 高牧舍全程看完这场奇怪的探视, 有些摸不着头吗? 持先生过来, 还真就只说了一句话。 没了, 也不关心两句, 对方还那么配合, 不用问, 就把自己的情况都说了。 也难怪持先生做笔录, 那么让人头疼, 都是让这些人给惯的吧。 离开监狱, 高牧舍上车后, 想到自己早上遇到的麻烦, 突然叹了口气。 你怎么了? 持飞驰低头系着安全带。 从下午碰面开始, 高牧舍就一副情绪不高的模样, 偶尔还会发呆, 走神, 很奇怪。 啊, 没, 没什么。 高牧舍连忙摇头, 他可不会告诉持飞驰, 自己其实请了一下午, 和明天一天的假, 打算跟佐藤去热带乐园约会, 还买好了戒指, 准备送出去。 结果早上, 被同事带去小黑屋里审问, 没撑住把约会的是说了, 不过好在, 他机智, 提前把足球比赛的票, 留在桌子抽屉里, 让那些凶神恶煞的同事们, 以为他们要去看比赛, 但其实他是打算去热带乐园, 谁也别想破坏他明天的求婚行动。 想着, 高牧舍目光又坚定了不少, 心情也好了起来, 偷偷瞥了, 持飞驰一眼。 包括持先生也是一样, 他可不想约会, 还碰到熟人, 把他们二人世界的气氛破坏了。 而且, 持先生很邪门啊, 他可不想难得休假去约会, 还碰到什么案件。 持飞驰发现, 高牧舍又一会儿高兴傻笑, 一会儿神色凝重, 高牧这情绪变得真快, 算了, 估计又是感情的事, 他还要去看看找冤己一郎。 相比起倒带军会, 找冤己一郎这个恶犯, 反而还没有正式宣判。 因为找冤己一郎, 杀害了不止一个无冤无仇的人, 危险程度高, 犯罪后潜逃, 造成民众恐慌, 而找冤己一郎被逮捕后, 还谎称指认另一个被害人的埋尸地点出逃过一次, 虽然是为了看萤火虫, 但这种理由, 可没法减轻出逃的恶劣影响, 甚至可以说相当任性。 对于找冤己一郎的量刑, 检察官的意见一直是死刑, 但对死刑宣判很谨慎, 罪犯很难被判处死刑。 而为了公平, 法院还给找冤己一郎提供了一个免费律师团队, 作为法律援助, 一审二审的结果都不同, 检察官直接把起诉提到了最高法院, 找冤己一郎也一直被收押在东京监狱里, 一人单独住一间, 等着下一次开庭审理。 池飞池和高牧社找监狱方了解情况时, 对方也表示, 最后结果可能是死刑, 然后找冤己一郎的律师会提出上诉, 等案件被发回重审后, 要求精神鉴定, 要是得不到非死刑的结果, 律师还会提出很多场上诉, 双方不停地在死刑和非死刑中变, 直到用尽上诉机会。 就算是死刑, 也要法务大臣签署执行令才能执行, 由于政治因素和个人因素, 法务大臣在任期间 普遍会拒绝签署执行令, 发回重审。 这么反反复复, 等判决结果下来, 估计要等上个十年左右。 听说他跟公安部关注的一些事有关, 那边有人来过, 似乎也不想他那么早被判处死刑, 重审的时间会一直延长下去, 高牧社在警校期间的同学带两人过去, 路上低声透露了一点内幕, 所以, 结果怎么样, 还真说不好。 而且他可能真的存在精神方面的问题。 是七月的事吗? 高牧社低声问道, 公安大概是希望找冤己一郎 提供一些外人不知道的线索, 那他能想到的就是七月的线索。 池飞池没有出生, 也没有觉得意外。 公安想找找冤己一郎了解的, 有可能是七月的事, 也有可能是组织的事。 七月的身份一直在保密, 知道的除了安氏透之外, 只有那个公安委员最多再加上一两个高层, 比如某个大人物, 那种保密级别才叫真的高。 但正因为保密级别太高, 很多公安警察都不知道, 公安内部有人知道七月是谁, 知道的人也不方便直接宣布停止调查七月, 那样反而会显出异常, 只能用其他事把七月的调查慢慢压下去。 所以, 有人来找找冤己一郎询问七月的线索, 那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是来问七月的事, 来的人级别不会太高, 至少不会是领组的人。 相反, 如果是来问组织的事, 来的人的级别反而会更高一些。 他更倾向于判断两者都来过。 找冤己一郎说, 没说组织的事都不重要, 因为找冤己一郎真的不知道多少。 而找冤己一郎也没供出七月的线索, 不然他早就收到公安的信息了。 我不清楚是不是七月的事, 你也知道公安警察那边一向神秘。 而且有关找冤己一郎的事, 保密级别似乎还很高, 年轻狱警, 停在一道门前, 我陪你们进去, 他那边也会有人看守。 不过你们, 还是小心一点, 别激怒他。 那家伙很危险, 发起风来, 就像野兽一样, 攻击力和攻力欲望都很强。 他在里面闹事了? 迟飞迟问道, 也不是找冤的错。 年轻狱警迟疑了一下, 是我们这里有个人挑衅得太过了。 迟飞迟懂了, 那大概是有人觉得自己, 就是打怪兽的假面超人, 看不惯找冤己一郎这种丧心病狂的恶徒, 向代表正义, 来教训一下找冤己一郎。 结果被抱起的找冤己一郎, 按在地上摩擦了。 他第一次逮到找冤己一郎, 确实是趁火打劫。 那个时候, 找冤己一郎饿了不止一天, 还被锁链锁住。 不然以他那时候的身体素质, 在找冤己一郎手底下, 还真逃不了好。 就算是那样, 找冤己一郎也疯狗一样地, 试图扑他好几次, 甚至还假装没力气地想引他过去。 要是有人觉得, 找冤己一郎手上, 脚下带了镣铐就能欺负, 那绝对会很惨。 而且, 找冤己一郎可不会在意, 弄没弄死人, 没弄死, 那很可能是其他人反应快, 把场面控制住了。 年轻御警不愿意多说, 推开门, 带路进门。 找冤己一郎已经坐在对面玻璃窗后, 见到池飞池比导带军会更惊讶, 盯着池飞池看了好一会儿。 目前来探视他的, 池飞池是除了律师之外的第一个人, 可能也会是唯一的一个。 他儿时那些玩伴早就不联系了。 而在他被通缉之后, 以前本来就没那么要好的人也早就离得远远的, 生怕跟他扯上关系, 怕他的人那就更多了。 所以, 律师之外的人会来看他, 池飞池会来看他, 让他心情多少有些微妙。 是担心他出卖七月身份这个消息。 那也不对啊, 要是担心他出卖, 当初就不该把他送到警示厅, 之后见到他也应该趁早灭口, 他可不信赏金猎人会是什么善差。 而且要是担心, 对方也不会到现在才过来, 早就该来探消息了, 或者是出了什么事。 找约那骷髅一样的脸, 阴郁的目光, 高木舍有些不自在, 很担心找约几义郎突然抱起伤人, 考虑着要不要提前终止这场探视。 虽然伤不到他们, 但也不能给狱警们添麻烦。 池飞池和找约几义郎两人互相看着沉默了半天, 颇有些相对无言的感觉。 就在高木舍快撑不住这古怪的探视气氛时, 找约几义郎才开口道, 你怎么来了? 最近闲着没事做, 池飞池说的话跟对导带军会说的一样, 看看你需不需要什么, 能送进来的给你送点。 这是实话, 他最近真的很闲, 就考虑着来看看自己印象深刻的罪犯们。 其实, 找约几义郎对他的意义要更大一点。 这毕竟是他到这世界上的第一个赏金, 大家又都跟组织有联系。 而且, 找约几义郎被他卖了换钱, 也没有出卖他, 既然有空了, 怎么也要来看看。 找约几义郎咧嘴, 扯出一个有些猙獰的怪异笑容, 最近还好吧。 曾经他害怕被荡成实验品而出逃组织, 他才发现自己原来那么害怕死亡。 但有一天他突然发现, 他好像也不是那么害怕死亡。 或许是刚才, 以为没人会来看他, 突然看到这个老是喜欢穿黑外套的年轻人走进来的一瞬间, 他心里突然高兴起来, 难得而久违的, 像是小孩子时期得到喜爱东西时那种纯粹的高兴。 也或许是更早之前, 他觉得对方不会管他死活, 对方却给他买了食物的那个时候, 饱腹的感觉太幸福了, 幸福感让他变蠢了, 也可能是变得不怕死了。 想着这人想拿他换钱就换吧, 他不跑了, 就算被执行死刑也没关系。 要是七月遇到了麻烦, 他会想办法逃出去帮忙, 是什么忙都无所谓, 生与死都无所谓。 心里甚至有个声音在叫嚣着, 期待着找他帮忙。 就算死, 他也想死在自己乐意的事情上, 死在这里太可惜了, 快找他帮忙。 但这里都是警察, 他不能明着说, 否则就是添乱了。 这种情绪反应到脸上, 就是让高木舍看得浑身不自在的古怪笑意。 还好, 池飞驰随口硬着, 也没有过有事找找渊这种考虑, 还是老样子。 是吗? 找渊吉一郎心里有点失望, 笑意也收敛了, 虽然这么想不对劲, 但他还挺期待池飞驰遇到点麻烦的, 我大概比你轻松得多, 在这里住着吃着, 什么都不用操心, 高木舍, 这话很不对劲。 是日本监狱待遇太好了吗? 找渊吉一郎又笑了起来, 笑容在高木舍眼里, 还是很恐怖, 当然也不会有人欺负我。 池飞驰无话可说, 这个他姓, 一般人封不过找渊, 身手和体能也比不上找渊, 找渊不欺负别人就算好的了。 找渊吉一郎想了想, 虽然人家不问他什么, 也不找他帮忙, 但他不想提前回去, 让人干坐着等时间又有点奇怪, 那就得强扯话题。 你妹妹还好吧? 高木舍被这么阴森地问出来, 很像威胁。 原来, 还有比帮池先生做笔录感觉更古怪的事, 那就是陪池先生来探监。 上一个的节奏不太正常, 这个给他的感觉更不正常, 是这三个人不正常, 还是他不正常, 自我怀疑中。 池飞驰, 还好, 该上学就上学。 找渊吉一郎, 那个在森林里抓萤火虫的小鬼呢? 池飞驰, 也一样。 找渊吉一郎, 那个看起来很不靠谱的警察呢? 池飞驰, 山村警官最近怎么样我不清楚, 不过他肯定不会有烦恼。 找渊吉一郎, 哦, 那今天跟你来的这是, 池飞驰沉默了一下, 他都没看出来, 找渊的问题居然这么多, 他是高木, 警示听搜查一课的警官, 一个朋友。 找渊吉一郎也沉默了一下, 终于忍不住直白道, 是你来探监的, 还是我来探监的? 你就没有什么想问的吗? 既然来探监, 关心问他两句不行吗? 别人探监不是这种情况吧? 池飞驰的回答也很直接。 你的情况, 预警都说过了, 所以他没有什么想问的。 找渊吉一郎一夜, 突然觉得池飞驰说得好有道理。 而一些秘密, 他们也不能当着这么多的人聊, 点了点头, 那就做话。 接下来, 两人又沉默了, 高木社很想指点一下, 别这样, 可以说说你好好在里面改造,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什么的, 年轻预警也觉得很怪, 沉默了一会儿, 开始低声找高木社聊天。 高木, 你有女朋友了吗? 啊, 有, 有的吧? 你小子,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有, 他也是警察了。 哦, 是吗? 他是哪个部门的? 搜查一刻, 同事啊, 那你们结婚之后, 其中一个要申请调开吧。 是, 是啊, 不过结婚这种事, 哈哈哈哈, 高木社不好意思地挠头笑, 笑着笑着, 突然感觉有两道怪异的目光盯着他, 一道怪异忧森, 带着沈氏, 一道平静的古怪, 似乎只是看着他, 一直看着他, 没别的意思。 池飞驰默默看高木社笑得像个傻子。 请继续, 反正坐着也挺无聊的。 找渊吉一郎默默看高木社笑得像个傻子。 七月身边的警察怎么都这么逗, 算了, 他刷个眼熟, 既然是七月的朋友, 那他以后遇到这个警察, 就稍微给点面子, 高木社, 笑容渐渐凝固。 跟着池先生探监好难熬, 他下次选择去做笔录。 年轻狱警没经历过高木社在女子重刑犯监狱那一出, 无法体会高木社复杂的心情, 见找渊吉一郎看他们, 还跟找渊吉一郎搭话。 找渊, 有人来看你, 心情还不错吧? 找渊吉一郎点头, 是还不错。 那, 二十多分钟后, 这场让高木社觉得古怪的探视结束了。 找渊吉一郎起身, 才看着池飞驰问道, 以后你还来不来? 近期不会, 池飞驰起身, 低头把椅子拉回去, 如实道, 近期有事, 而且你危险级别高, 探视机会不多。 找渊吉一郎点了点头, 转身跟着玉警离开, 这样, 那我知道了, 高木社跟玉警同学告别, 出了监狱上车后, 松了口气, 池先生, 没有别的事了吧? 没有了, 池飞驰拿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 才开车离开原地, 今天麻烦你了, 要不要一起去吃个饭? 啊? 可是我明天还有事, 高木社迟疑了一下, 又笑道, 改天吧? 而且, 池先生也帮了我们警方很多忙, 我今天只是陪你过来一下而已, 池飞驰送高木社到家之后, 开车回自己家, 上楼后, 把家用药箱拎到客厅, 翻着医用绷带, 主人, 我来帮忙。 小美飘出来, 利落地帮忙翻出点酒, 酒精, 再帮忙找一下手术剪和镊子。 池飞驰接过酒精, 起身从抽屉里找了个托盘, 准备先洗手, 洗用具消毒。 还有一点点血腥味, 可以拆了, 池飞驰脱了外套, 挽起衬衫袖子, 露出左手手臂上包裹的一圈绷带, 而且天气热了, 趁早处理。 这是上次, 他想看自己骨头剖的伤。 要是其他人看到, 又得解释, 又得安抚, 很麻烦。 所以, 这段时间, 他都是正常活动, 反正左手活动的少, 也很正常, 他不怕那点时而不时地疼, 只要别提重物, 别害得伤口崩裂就行。 左手正常活动, 伤口愈合慢是必然的, 但好在这身体的恢复能力还不错, 昨天他懒得做饭, 也有原因是, 左臂上愈合的伤口缝合处有拉扯感, 感觉不太舒服。 原本日期已经到了10月份, 他还以为接下来时间再跳, 也只会跳到冬季, 没想到突然跳到7月底的夏季。 天气太热, 趁早把线拆了, 把纱布包薄一点的话, 心理感受上也能清爽不少。 有小美帮忙, 飞驰不用再用尾巴帮忙递东西, 趴在一旁看着迟飞驰拆线。 洗手消毒, 器械消毒, 点酒清洁伤口, 之后小美用镊子提线头, 迟飞驰用手术剪剪开缝合线, 等再次清理伤口之后, 迟飞驰观察了一下伤口, 绷带在手臂包了两圈, 用医用胶布贴好, 刚打算起身准备收拾, 小美已经飞速拿起桌上的酒精, 倒进托盘。 主人, 我来。 迟飞驰没拒绝小美帮忙, 往厨房去。 等等, 主人。 小美飞速把消毒完的器械收好, 连同点酒, 酒精和剩下的绷带, 全部卷进医药箱关好, 风一样飘向厨房。 我来, 我来, 您就好好休息吧, 我也可以做饭的。 那麻烦你了。 迟飞驰没有争, 转身客厅里, 把医药箱放回原位, 去了浴室, 举着左手泡了个澡, 把脏衣服顺手丢进洗衣机, 顺便把浴室给洗了。 厨房里, 小美听到浴室那边传来的动静, 目光顿时忧怨了。 看看, 主人又抢她活干, 食飞驰清扫完浴室, 回到客厅, 见客厅一尘不染, 又去把自己房间打扫了。 再去辉原哀留住时住的房间, 干净地吓人。 去柯南房间, 一样干净地吓人。 去贝尔摩德留住的房间, 一样, 去堆放泽田红树玩具和辉原哀女儿节娃儿的房间, 连玩具车的车轮都被清理过了, 隔壁1103, 算了, 隔壁也不用去看了, 估计是一样的。 食飞驰默默换垃圾袋, 下楼丢垃圾。 我现在下楼丢垃圾也行的, 厨房里的小美悠悠呢喃了一句, 看到一时不用守着的锅, 突然惊神了, 风卷残云般收拾着厨房。 冰箱内外全部整理打扫, 橱柜内外全部整理打扫, 连抽油烟机上方, 她都不会放过的。 客厅里, 飞驰低头看了看地板上隐约映出的自己的影子, 懒洋洋爬了一圈, 想着自己每次都不参加打扫, 有点不好意思, 转进厨房, 小美, 要帮忙吗? 小美飘在上空打扫吊灯灯泡, 认真道, 不用, 不许抢我工作。 飞驰横着身子, 躺在厨房门口, 我也想工作。 那你叫上主人出门玩吧。 小美清理了吊灯, 飘到地上, 有些苦恼地蹲在飞驰面前, 再这么下去, 我要去楼上邻居那里, 才能找到家务座了。 没关系, 明天要跟小爱去游乐园, 飞驰之起头, 认真道, 肯定玩得脏脏的, 到时候主人回来你就帮忙洗衣服。 我感觉自己抢不到, 主人顺手就丢进洗衣机了。 小美琢磨了一下, 你发消息问问飞沫, 他们驻地需不需要打扫。 对了, 还有吴明那边。 好, 那我帮你问问。 飞驰最好了? 应该的了。 驰飞驰丢完垃圾上来, 就看到飞沫来了。 飞沫? 主人, 我接小美去我们驻地打扫一下卫生, 飞沫蹦到网偶墙前, 用爪子解娃娃身上的黑毛线, 还有吴明那边的两个驻地, 也需要打扫一下。 我们打扫起来太麻烦了, 小美现在会方便很多。 小美的魂体, 没法离开娃娃本体太远, 目前也只能在公寓楼里打转, 要带走小美, 要把娃娃也一起带走。 驰飞驰拿了个塑料袋, 把小美娃娃本体帮忙解下来放进去, 记好打了个死结, 把袋子拎口递到飞沫爪子里, 叮嘱到, 照顾好小美, 别把她弄丢了, 尤其是头。 放心吧, 主人, 飞沫抓紧袋子。 主人真好, 小美的魂体跟在飞沫身旁, 嘴角开心地扯出恐怖的笑。 我煮了咖喱牛肉和米饭, 您随便吃一点, 我会尽快把那些柱地打扫好的, 您等我回来哦, 憋出问题来。 飞驰, 走了, 改天来再带你玩。 飞沫转头朝地板上的飞驰嘎嘎嘎嘎了几声, 抓着袋子飞向阳台。 飞驰听不懂乌鸦语, 但不妨碍沟通, 飞沫, 慢走啊, 改天来带我去玩。 迟飞驰进了厨房, 自己盛了饭, 浇上咖喱牛肉, 尝了一口, 味道居然还不错, 有点涨勺多年的家庭主妇的味道。 小美很努力的, 他这段时间, 应该都在用我的电脑看菜谱, 飞驰爬进厨房。 对了, 主人, 飞沫他们好像遇到了讨厌的人, 最近都在监视, 不过不是通缉犯。 他们说, 就不麻烦主人了, 等他们监视一段时间, 再把那个讨厌鬼给收拾了, 持飞驰起身到冰箱前, 打开冰箱, 拿出里面, 贴着番茄汁包装的玻璃瓶, 红子那边有消息吗? 我这里没血了。 飞沫没说, 我帮您直接问问魔女小姐, 飞驰往外爬去。 没一会儿, 又在客厅里喊道, 主人, 魔女小姐说她那里也没有存血了, 等过两天弄点新鲜的, 给你也送点。 还有, 刚才您的手机亮了一下, 好像有新邮件。 持飞驰放下酒杯, 去客厅里拿手机, 解锁一看, 那一位的邮件, 让他一会儿去一趟119号训练场, 回了个OK, 继续吃饭, 喝果汁味的血, 然后把餐具清洗好, 收拾了厨房垃圾袋, 才拎着垃圾袋, 带着飞驰出门。 要是出任务的话, 可能几天回不来, 小美又不在, 厨房垃圾会发臭的。 119号实验室附近的巷子口, 两只乌鸦停在墙头, 察觉有车子停在巷子口, 确认了一下那辆黑色车子的车牌号, 懒懒嘎了一声。 安全。 持飞驰听到这句, 让飞驰在衣服下藏好, 下车转进巷子, 打开门口的信箱, 手伸进去按住显示板, 掌纹解锁。 进门, 关门, 一路开门到地下层。 地下层的圆形空间里, 灯已经亮了起来。 拉克, 扩音器里传出机械音。 你最近为什么跳楼? 持飞驰当然不会说您不懂之类的话, 很认真很精辟地总结, 信仰之乐。 可惜那一位不懂信仰之乐是什么, 也没打算听他解释, 没有得到准许, 不要对核心成员下手。 持飞驰, 其实这个逻辑有点奇怪。 他怀疑那一位把他跳楼当成了精神失常, 机械音继续导, 朗姆说, 情报人员不小心惊动了赤锦秀衣, 让FBI那群人撤离了原本的据点, 藏起来了。 持飞驰快速皱了一下眉。 那一位说, 要他去做的事就跟FBI有关。 贝尔摩德出事之后, 朗姆找他要了目前他手里的FBI的情报, 当然, 他给的是删减之后的情报。 那一位表示, 叔叔婶婶能忍, 咱也不忍了, 去跟FBI非法入境的那群人过过招, 盯准赤锦秀衣, 有机会弄死就一定要弄死, 没机会弄死也要想办法尽量弄死。 勤九的行动小队肯定要参与, 甚至制定的计划有需要的话, 他可以把斯陶特那些人都调到日本来。 他这段时间闲着, 就是等着去见见赤锦秀衣, 结果情报人员那边居然把人惊动了, 好在他知道赤锦秀衣不是那么好算计的, 组织想悄悄把人家老底摸清楚, 来一次剿灭行动显然不可能, 这段时间他也当休假, 没抱太大希望。 当然, 线索没有全部断绝, 你说的那个女FBI还在医院里, 郎姆那里也一直锁定着其中两个FBI的行踪, 要重新摸清他们的据点也是迟早的事, 机械音持续传出, 赤锦秀衣很谨慎, 也很敏锐, 没有一击得手的机会就不要贸然出手。 我明白了, 持非持应道, 这段时间你想找乐子的话, 就联系勤酒, 他那里有一些人需要清理, 做得干净一点, 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至于赤锦秀衣那边, 大概要不了多久就会有线索了。 机械音响完, 圆形空间里的灯也随之熄灭。 持非持一边洗手间走, 一边拿出手机给勤酒发邮件, 清理行动, 分享一下。 Ricky, 不到半分钟, 回复传来, 你在哪里? Jing, 119号。 Ricky, 我来接你, 20分钟。 Jing, OK。 Ricky, 回复完, 厕所洗了个手, 拿出一个头子, 随手扔出三点, 开始往脸上套一容。 飞翅趁机把剑鱼拖出来, 咚咚咚玩了一会儿。 等持非持套好三层一容脸, 手机也开始震动。 秒接。 请酒, 我到了, 秒挂。 请酒, 持非持收好手机, 带上飞翅出门。 巷口, 飞色保时捷356A熄了火停在路边, 请酒和福特加费阿二人组 依旧在车上抽烟, 放下一半的车窗往外飘着屡屡白烟。 持非持顶着拉克那张金发碧眼的一容脸上前, 上了车后座。 车门一关, 飞翅立刻爬了出来, 探头看前面, 打招呼。 好久不见。 飞翅, 好久不见啊。 福特加紧跟着问候一声, 跟飞沫一样, 达到了和飞翅跨于一种忙聊的水平。 也没多久, 请酒叼着烟, 开车离开原地, 我们去地乌金川, 最近也没什么事, 只是一些还没清理的人, 空出手来, 就顺便清理一下。 有没有难度大的? 持非持看到两人抽烟, 还是没忍住拿了支烟出来。 这两个祸害, 哼, 请酒冷笑出声, 低声说话间露出咬着烟的白牙。 当然有, 众议院的候选一员之一, 土门康辉, 被称为未来最佳首相候选人。 那家伙现在利用发布打击犯罪的偏激言论, 反而获得了不少支持, 但他尚未对我们绝对没好处。 那家伙可不只是说说而已, 哪怕是当选众议院, 也会在一些决案上推行和支持一些严苛的政策, 福特加疑获出声。 可是大哥, 那边的情报还没有确定, 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一击致命的契机吧? 是啊, 请酒语气带着一丝细血, 不过要说难度的话, 大概就是那个家伙, 还有自卫队的那个空位了。 持非持没接请酒的调侃, 给个近期有下手机会的, 要是没有的话, 我可以看情报, 试着找一下动手契机。 请酒没想到, 持非持还真打算去试试, 门那家伙身边的安保力量不弱, 而且,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一旦动手, 关注的人不会少, 你可别出什么岔子, 对于那个家伙的行动, 那一位可没有安排, 你去接近的打算, 说着, 请酒放慢了车速, 腾出手, 拿起放在手边的平板, 反手递向后方。 你要是闲得无聊, 就自己挑两个, 密码是, 134213479636, 持非持接过平板, 亮屏后输入了密码, 页面上是一个清理名单, 往下滑了一下, 一共有6个, 情报完善, 近期可以行动的能有6个, 也算不错了, 毕竟这6个人都被查得底朝天, 除了个人有没有秘密避难所, 到关系要好的朋友的住址等信息, 都被查出来了, 这些调查也得花费不少时间和心思, 有叛变倾向的外围成员, 从已故丈夫那里听过组织存在, 但本身知情不多的边缘人物, 今晚是哪个? 持非持问道, 5号, 请酒到, 持非持看了一下, 是一个有叛变倾向的外围成员, 这种参与过违法犯罪活动, 又不知道自己会被杀的内部人员, 清理起来很简单, 约到个僻静地点就解决掉了, 请酒还丧心病狂地利用了一下, 让人去偷了一份商业资料, 约好了, 今晚交东西, 基安地已经到了, 请酒冷声道, 那家伙最近有些不安分, 说不定会给我们准备一点惊喜, 持非持没有再问, 点开最下方的6号文件, 6号的情报, 我以前看到过, 组织行动很少会牵扯日本的暴力社团, 这个情报却针对暴力社团, 虽然那只是个不大的小帮派, 但因为罕见, 他发烧趁着顿雾帮忙处理情报时, 记得很清楚, 事情的开端, 是组织一个潜伏在日本大公司会长身边做秘书的成员, 有一天, 突然收到了一封威胁信, 内容就是你被地理做的那些事, 我们已经知道了, 要想不曝光, 以后就听我们的, 一同被寄到的, 还有一部分, 可以作为证据的照片, 不完善, 但里面透露出的信息表明, 对方可能真的掌握了一些事, 这种套路, 一贯是组织常用的, 没想到有一天, 作为组织成员, 居然会被人这么威胁, 那个小秘书成员肯定不能忍, 而且那些不能曝光的事, 有一部分是帮公司老大做的, 有一部分是帮组织做的, 光看那些照片, 也无法确定对方掌握了多少, 所以立刻上报, 而小秘书上报之后, 就给威胁信上的邮件地址发了信息, 表示行, 只要不曝光, 我什么都听你的, 结果, 对方就约了那个小秘书两天后见面, 大概是觉得, 集到组织比较有威慑力, 直接报了底, 自己是双合会的人, 一般情况下, 组织的处理的方式, 只有一种, 杀掉那个小秘书, 那个小秘书不是核心成员, 对于组织而言, 价值就是他现在的位置, 而组织不缺这样的人, 他自己行事不小心, 被人拿捏住了要害, 失去自身价值, 还有可能被送进监狱, 而一旦接触到警方, 小秘书就有可能把组织的事告诉警方, 所以, 组织会选择直接把小秘书干掉, 切断这些事和组织的联系, 到时候, 双合会拿着把柄也没用了, 说不定还会因为那份威胁性, 被警方当成杀害了小秘书的凶手, 组织就这么隐秘下去, 小秘书对组织的了解不够, 或者说, 知道组织这种形式章程的, 只有两种人, 一是身处过这种境地, 已经被清除掉的死人, 再就是, 他们这类在那一位那里有一定信任度的人, 其他一部分核心成员, 也知道组织的这种作风, 但由于核心成员, 不会那么容易被清理, 所以不会有他人的今天, 就是自己的明天的危机感, 以组织这些蛇精病的性格, 更不会多管闲事, 跟那些会被清理的人说你别上报, 你赶紧跑, 真要同情心泛滥去说了, 那自己可能也得上清理名单, 但那个小秘书够幸运, 双合会正好在郎母的关注中, 以前双合会只是一个不良少年组成的团体, 不良少年长大后又注册了帮派, 还有一个聪明又有野心的领头人, 正常地收保护费, 帮人平时的事当然要干, 而搜集社会名流和有钱人的把柄, 贿赂官员, 这类稳固自家暴力社团生存能力的事也在干, 后者是秘密进行的, 那个领头人是很有魄力也有能力的人, 一边想方设法地威胁控制社会名流, 该送钱贿赂的也绝不犹豫, 一边装出无害的表象, 跟老级道组织打好关系, 让双合会一年比一年发展得好, 不过, 那些小举动还是被组织留意到了, 或许日本公安也留意到了, 比起玩情报的老手, 那个领头人还是嫩了一点, 也因为对方没有组织藏得深, 威胁还自保名号, 玩得光明正大, 那个领头人在25岁那年开始调查社会名流的把柄, 在26岁就被组织留意到, 而对方今年31岁也被组织关注了整整五年, 原本狼母有什么意图, 她是不清楚, 但这一次对方抓把柄抓到组织成员的身上, 狼母做出了选择, 小秘书就不清理了, 咱杀那个领头人, 拿到他们这些年搜集到的资料, 贿赂的名单和证据, 直接黑赤黑, 她当时看过那个领头人的资料, 聪明, 有魄力, 有野心, 有手段, 但缺点也很明显, 个性招摇, 容易被激怒, 最重要的是, 难控制, 或许是老大当久了, 或许是太聪明, 也太有野心, 从对方的一些形式调查来看, 她也判断, 这个人不乐意受别人挟制, 是个您做鸡手不做凤尾的人, 不太可能会加入组织, 加入了也会存有一心, 既然对于组织来说, 鸡是只废鸡, 但却是金蛋, 那狼母做出杀鸡取卵这种选择, 也就不奇怪了, 只是对方把组织想要的东西藏得紧, 为了不在对方死后, 拿不到那些东西, 组织还需要先找突破口, 知道那些东西藏在哪里, 她发伤那段时间, 看的那份情报, 就是双合会高层的情报, 已经查出, 对方在东京市区外有一个秘密基地, 一些重要的围禁物, 走私品和那些把柄都在秘密基地里, 知道并去过那个秘密基地的人, 也不止那个领头人, 毕竟有时候需要运送货物, 有时候需要取送资料, 所以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的人, 还有双合会领头人的一个心腹, 五个高层, 再就是这几人信得过的个人保镖, 等确认情报无误, 彻底摸清对方把东西具体藏在秘密基地什么位置之后, 就可以动手清理了, 清理目标不只是双合会的头领一个人, 可以的话, 需要把其他高层也清理掉, 让知道那个秘密基地的人全部消失, 一共十多个人, 看起来是有些麻烦, 闹大了容易, 被警方留意上, 但对方本来就做着见不得光的事, 这些年因为威胁别人结仇不少, 再加上作为暴力社团, 有可能跟其他暴力社团结仇, 其中牵连到的是十分复杂, 只要处理得当, 警方也很难追查到组织头上, 而需要把知道那个秘密基地的人也清理掉, 就是防止领头人死后, 警方介入调查, 从那些人口中得知秘密基地的位置, 一旦警方发现资料消失, 或者秘密基地被烧毁, 炸毁, 都有可能怀疑这不是仇杀, 帮派争斗, 而是送那些资料来的, 警方一提高警惕, 在从那些人口中知道资料的一些内容后, 就有可能对组织接手资料后, 控制那些社会名流, 社会官员产生不小的阻力, 在池飞池看情报的时候, 秦九出声提醒到, 六号是集体行动, 不要惊动对方, 那个家伙还算敏锐, 察觉到危险, 很可能会把资料转移, 而且, 他身边的三个保镖都不是一般人, 看到了, 池飞池翻着那三个保镖的资料, 其中两个是雇来的军中退役高手, 一个帮那个领头人家里的安保布置更新了一遍, 连防弹玻璃都装到了车子上, 和家里窗户上, 另一个是侦察高手, 平时都跟着那个领头人进出, 或许发现不了组织的情报人员, 但要是有人跟踪, 试图袭杀, 都能够及时做出应对, 这两个人的枪法都不错, 从情报来看, 也非法是有枪险, 剩下的一个人, 是那个领头人上学时期就很要好的朋友, 从小练习柔道, 在不少比赛上获得过奖项, 目前担任司机是那个领头人最信任的人, 就这点来看, 那个领头人确实不简单, 知道自己做的是得罪人, 知道自己威胁, 还威胁的招摇容易被盯上, 知道自己的命最重要, 花重金保命才能得到更多的钱, 福特加没有出声, 看着窗外的街景抽了一会儿, 暗吸了烟, 才拿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 大哥, 时间快到了, 打电话给基安帝, 问问他那边的情况, 请久到, 好的, 福特加乖乖打电话, 基安帝, 是我, 我跟大哥, 拉克在一起, 是啊, 晚了一些, 我们中途过来接拉克了, 什么, 人还没到, 还有五分钟就到时间了吧, 附近呢, 也没有吗, 后座, 时飞时抬眼看向前座打电话的福特加, 突然来了一丝兴趣, 还有五分钟到碰面时间, 人却没到, 那基本也可以证明出意外了, 该不会遇到个, 已经察觉请久杀心的聪明人了吧, 或者又死在什么意外中了, 请久在路口掉头, 转而开向另一个方向, 叼着烟的嘴角露出兴奋又森冷的笑, 让基安帝五分钟后撤离, 再打电话给基尔, 告诉他, 十分钟后离开原位, 有情况就给我打电话, 没有异常情况, 就去涉谷区, 到了之后再联系, 啊, 好的, 福特加转达了请久的话, 挂断电话后, 又给水无连奈打, 做个有感情的指令传递机器, 挂断电话之后, 依旧气愤, 大哥, 那家伙不会跑了吧? 池飞池无话可说, 也不知道福特加气什么, 不跑等着被杀吗? 哼, 跑不了, 秦久冷笑着道, 拉克, 涉谷区, 大京美术馆, 到警示厅一带, 让那个小女孩找人去盯着, 具体路线, 是神宫亭五丁目, 经过神川亭那几条路, 那个家伙, 应该背着背包, 或者拿着手提箱, 身上有枪, 池飞池感觉到, 秦久也挺有兴趣的, 拿出手机, 把今晚目标的照片发过去, 顺便还发了一部分资料, 福特加脸色有些难看, 大哥, 那家伙, 不会是想去找警察吧? 他没那个胆量, 去找警察, 交代他以前做过的事, 只是觉得, 在警示厅附近, 能给他庇护, 秦久说着, 开车还不忘拿出手机, 拨了号码, 看着前方的路道, 客恩, 人大概是去你那边了, 盯准路口, 池飞池发完邮件, 等着普生彩香的电话, 过了大概十分钟, 普生彩香才打了电话过来, 拉克, 那边酒吧, 有我们的两个姐姐在, 因为你发来的消息里说道, 那个男人个子不高, 而且走路外八字, 我就问打电话跟他们聊了, 为什么有人走路回外八字, 他们就说起, 他们之前在酒吧门口, 看到一个外八字的男人, 那个男人很奇怪, 大热天还戴着口罩和帽子, 背着背包, 我假装感兴趣打听了一下, 不过他们没有看清对方的长相, 池飞池用嘶哑声音道, 具体的时间, 地点, 十分钟前, 神宫亭五丁目的Nightingale酒吧, 他步行往田川亭的方向去了, 普生彩香道, 我打算去田川亭路口, 那里离我的住处不远, 我骑自行车一个人过去, 大概十分钟能到, 比他还要快一些, 这样可以吧? 可以, 注意伪装, 遇到目标, 也别被他发现, 池飞池私声叮嘱道, 对方身上有枪, 啊, 那个人这么危险吗? 普生彩香惊讶了一下, 笑道, 那你也要小心哦, 这算是关心吧? 开心, 池飞池不知怎么跟普生彩香解释, 危险分子应该是他们这边吧, 索性说了一句到附近再联系, 挂断了电话, 等福特加那边打完电话, 才出声道, 十分钟前, 路过神宫亭五丁目的Nightingale酒吧, 往田川亭的方向去, 不行, 普生十分钟后, 抵达田川亭路口, 预计要比目标快一些, 福特加也紧跟着道, 大哥, 科恩说他知道了, 嗯, 这很科恩, 十分钟后, 田川亭连接神宫亭的路口, 一个穿着水手校服的女生, 骑着自行车, 到了路口后, 放慢速度停下, 一脚撑在地上, 没有下车, 拿出耳机连接了手机, 拨打电话, 喂, 拉克, 我已经到了, 这条街道晚上都没什么人, 好, 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 普生彩香没有摘下耳机, 将手机设定了刚才的号码为一号键紧急拨号, 没有合上手机盖, 把手机揣进兜里, 抬头看了看, 下车把自行车支架, 支起, 到路边自动贩卖机前站定, 目光扫视着一排排饮料, 假装挑选, 两分钟后, 一辆黑色保时捷356A路过街口, 普生彩香从自动贩卖机的玻璃上看到, 心里稍微有些惊讶, 也很遵从自己心里的好奇, 转头看着那辆难得一件的古董车, 转进不远处的街口, 就像一个看见稀奇事物, 和其好奇的小女生, 放进口袋里的右手, 却轻轻按下了手机一键和拨号键, 电话拨出, 很快接通, 拉克, 普生彩香收回视线, 看自动贩卖机, 假装继续挑选饮料, 压低声音道, 我刚才看到一辆很罕见的古董车, 黑色的保时捷, 嗯, 好像是叫356A, 知道了, 耳机那边传来嘶哑的男生, 耳机线不用特地压在衣服下, 手机不要放在右边口袋, 手也不要放进去, 如果带了随身听, 就把随身听放在衣服左边口袋, 露出一点边角, 最好哼着歌, 你在附近吗? 普生彩香想转头看, 不过忍住了, 问完也觉得那边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我知道了, 就是假装自己在用随身听音乐, 大方一点, 对吧? 自己小心, 如果看到目标, 就投币买饮料, 通话很快被切成通话暂停, 接口后, 黑色保时捷356A并没有开远, 就停在路口, 迟飞迟切了通讯, 放下手机问道, 0331号叫调查, 课程是谁? 到处是破绽, 简直让强迫症受不了, 那边本来就不是培养情报搜集人员的地方, 不专业也很正常, 勤酒又开始点烟, 绿川去了两天, 把那里的东西掏干净之后就没去过, 之后就一直在射击训练场和格斗训练场打转, 实非实认可, 绿川的天赋很好, 绿川沙西完全是靠自己摸索, 自己琢磨, 但还真琢磨出不少门道来, 目前欠缺的也只是格斗, 射击, 有天赋也够努力, 进步显著, 至于普生采香的射击成绩, 他看过基地负责人传来的测试汇报, 不提也罢, 说着, 实非实又问道, 基安帝过去了? 勤酒会关注到绿川沙西在0331号的情况, 估计是基安帝跑过去待了一段时间, 勤酒才顺便关注了, 卡尔瓦多斯死了, 跟他关系不错的基安帝肯定要爆炸, 估计是跑过去练枪发泄了, 是啊, 福特加搭话, 感慨道, 基安帝前段时间在0331号待了好几天, 每天都在练枪, 还嚷着不会放过贝尔摩德, 勤酒点燃了烟, 把车窗玻璃全部放了下来, 让烟气能够全部飘出去, 基安帝不会乱来, 福特加笑了起来, 今晚目标跑到这边来, 他守了个空, 肯定又不高兴了, 那就让他憋着这口气吧, 勤酒顿了顿, 拉克, 剩下的清理目标, 你有兴趣就挑一两个, 持飞驰重新拿起平板, 没急着答应, 也没急着拒绝, 你这边忙不过来, 勤酒突然沉默, 是因为快到剩下了吧, 福特加表示, 这个问题他懂, 过两天就是天最热的时候了, 大哥不想在外面跑, 持飞驰, 别跟他提日期, 从秋天转到夏天的日期变化, 他搞不懂, 勤酒, 别问他为什么突然沉默, 只是突然发现, 某个家伙的病还是很严重, 并且在考虑, 要不要提醒拉克这个日期问题, 他不信, 拉克不知道剩下放假的常规, 还问那种问题, 说明拉克压根就没意识到, 最热的几天要到了, 持飞驰重新看了一下清理名单上的六个目标, 目光停在其中一栏, 点进去看了看, 三, 四交给我, 一, 二你那边搞定, 六号是集体行动的话, 估计要推到剩下小假期之后, 再制定行动计划, 执行行动, 今晚能搞定五号, 而剩下一, 二, 三, 四号目标其实都差不多, 不是很难, 也不用急着清理, 慢慢处理, 有大概的计划吗? 秦九问道, 三号, 让人在他车上做点手脚, 很轻松, 就能制造成车祸事故, 持飞驰把平板吸平, 递向前坐, 四号更简单, 在他家楼下放台就冰箱, 秦九伸手接过平板, 放到手边, 刚想问问, 就冰箱是什么新奇思路, 就接到了科恩的电话, 我知道了, 丁锦仁挂断电话, 秦九又联系了水无连耐, 接二, 你的位置? 沿着路过来, 科恩在高处放风, 看到目标再到目标走到附近, 还有一些时间, 秦九结束通讯后, 就默默往枪上装消音器, 和福特加下了车, 持飞驰也下了车, 静静听着耳机那边的动静, 过了大概半分钟, 听到那边传来硬币掉进贩卖机金属投币口的咔拉声后, 低声道, 到了, T字路口另一边的路上, 普生彩香站在自动贩卖机前, 投臂后, 按了机器上的一个按钮, 弯腰伸手从饮料出口拿饮料时, 轻轻哼着歌, 似乎没有发现, 从神宫停五丁目路口出来的男人, 不远处, 男人戴帽子, 口罩, 拔脸挡住, 身上也穿了件把手臂挡得严实的长袖外套, 背上还背着一个背包, 看到街上还有别人后, 警觉地停了一下脚步, 悄悄观察着, 前方在自动贩卖机前, 哼歌买饮料的女生, 看了看停在路边的自行车, 又看了看女生耳朵上, 似乎是在听随身听的耳机, 皱了一下眉, 把背包取下, 放到身前背上, 右手放进背包里, 才假装若无其事地沿路走向前方。 十多秒后, 普生彩香拿出饮料, 听着耳机那边嘶哑男生的指示, 转身看到男人, 愣了一下。 男人目光没有乱瞟, 但发现女孩在看他, 额头上还是渗出了一些冷汗, 脚步下意识地放尘, 放在背包里的右手, 也握紧了枪。 普生彩香假装警惕地盯了一秒, 抱紧饮料, 快步走向自行车。 晚上十点多, 又是在这种僻静无人的街道, 一个国中女生发现, 路上只有她和一个打扮严实的古怪的男人, 做出这种反应并不奇怪。 而就在男人刚悄悄松了口气, 加快脚步打算快点前往目的地时, 前方路口探出的枪口冒出一点火光, 子弹飞速打进背包, 穿透了她的手掌, 啪一声没入路上的水泥地中。 子弹穿透速度太快, 以至于让男人一时间没有感觉到疼痛, 只是手掌快速无力地让枪脱手, 手中的温热感和鼻尖嗅到的血腥味, 让她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慢慢抬头看向子弹打来的地方。 路口, 时飞驰用嘶哑声音低声评价道, 恶趣味。 本来在接到普生彩香传递的信息后, 他们就可以转过街口, 堵在男人面前。 同样拿枪, 男人瞄准, 开枪的速度绝对不会比勤酒快, 但勤酒偏偏要她指挥着普生彩香演戏, 让对方神经绷紧到放松下来, 在对方神经刚放松下来的时候, 给了出其不意的一枪, 还不是打在要害, 而是让人丧失反击能力, 却还活着, 就想看别人惊慌, 恐惧到绝望的表情。 极其恶趣味。 其实要是这个人不跑, 勤酒可能还会面无表情, 把清理行动完成, 整个人都透着这个工作无聊透顶的淡定, 人一跑, 勤酒就来劲了, 非得弄出点精细感给对方, 不, 精是有的, 可是半点没有。 你也不配合着, 等着看热闹。 勤酒冷笑着这出声, 一直盯着男人, 也维持着用枪瞄准对方的动作, 只是瞄准的地方, 从背包变成了对方的脑袋。 男人慢慢抬头间, 表情果然从轻松到惊慌, 再转到恐惧, 盯着, 拿枪对准他的勤酒, 僵硬地后退一步, 勤, 勤酒。 持非持美否认, 自己也恶趣味。 尤其是面对这么一个还算机警, 也够危险的人。 刚才要是普生采香, 喊之前那样子伪装, 估计这男人早就开枪敏锐察觉异常, 并给普生采香一枪了。 从资料来看, 这可不是一个心词手软的人, 他刚才还在想, 这个男人会不会直接跟勤酒硬刚, 不管是哪种结果, 总比平淡的清理行动让人多一点期待。 所以他才没评价, 勤酒死变态, 不然就是把自己也一起骂了, 福特加墨镜挡了眼睛, 嘴角带着细血的笑, 穿口, 我们约见的地点不在这里吧? 你不会是因为交给你的工作没完成, 就害怕地想逃跑了吧? 男人终于感觉到放在背包里的手传来疼痛感, 也让他从恐惧中稍微清醒了一些, 缓了缓, 努力让自己表现得平静一些, 但声音里的颤音还是暴露了心里的慌张。 只是拿东西的时候, 出了一点意外, 持非持见普生采香, 还像个傻子一样站在路边的自行车前朝普生采香走去, 私声道, 你们继续。 在持非持走到男人身前侧时, 男人目光忍不住飘了一下, 他是想试试能不能挟持一个人脱身, 对方放在衣服口袋里的双手, 也不知道有没有拿枪, 哦, 你可没及时打电话, 告诉我出了什么意外, 勤酒似乎压根没在意持非持地离开, 只是看着男人, 他怀疑拉克想抢人头。 拉克就是想试试对方会不会抱起, 意图挟持自己脱身, 但对方真要动手, 肯定会被拉克反之啪一下弄死, 但他既然知道了, 就不可能让拉克有抢人头的机会。 最终, 直到持非持和男人擦肩而过, 一直往后走去, 男人也没有半点举动, 脸色也随之变得灰败。 福特加不知道, 刚才男人和勤酒都想了很多, 假装不满地催促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话呀! 持非持没有回头, 福特加这, 有点像堵住别人要保护费的混混。 普生彩香站在自行车旁, 看了看那边的三人, 又看像走到他前方的人, 很高, 高到他仰着头, 才能看到那双冷漠的碧蓝眼睛, 拉克, 他是组织的叛徒, 持非持用, 嘶哑声音说着, 转身看向勤酒那边, 路上有没有避开监控。 有的, 普生彩香扶着自行车, 来之前考虑着见面, 再刷一下拉克猫熟悉度, 现在也没心情了。 持非持走到自动贩卖机前, 蹲下身, 拿出小号螺丝刀, 动手打开了储币箱的盖子, 私生道, 晚上八点前后, 自动贩卖机的前臂都会被清理一次, 下次记得用涂层物或者透明膜把指纹遮住, 在这种平时很少有人经过的路口, 要特别注意。 普生彩香看着持非持把里面的一枚硬币拿出来, 背后冒着冷汗。 那边, 请酒号够了, 扣动扳机, 子弹穿透了男人的眉心, 很快没了动静。 普生彩香瞥了一眼, 快速移开视线。 持非持把储币箱的盖子关上之后, 根据普生彩香手里的饮料, 猜到普生彩香之前按的按钮, 起身用一块新手帕, 把普生彩香之前按的按钮擦了一下, 又把那枚硬币放进普生彩香的口袋里, 嘶哑的声音压低, 没有提前避免留下指纹, 就要记得回收这些东西, 警方会很重视枪杀案, 会想到尽量寻找目击者, 很可能提取自动贩卖机储币箱里硬币的指纹, 你的指纹现在是没有在警方指纹库, 但身在寒蝶会, 说不定以后会出现。 而就算你不在寒蝶会, 也要杜绝一切被调查的可能, 这附近的监控不用担心, 请酒选定这里下手, 就一定确认过监控的问题, 要是有的话, 来之前或者来之后就会处理掉, 组织其他行动也是一样, 但各自的细节问题就得各自注意, 谁被警方锁定谁就会被放弃掉。 0331号教这些的人不太行, 要是他不说这些, 搞不好普生彩香还混不到组织完蛋就得死。 我,我知道了, 普生彩香点头, 撤了, 驰飞驰动身往勤酒那边走, 普生彩香推着自行车跟上, 悄悄抬眼看了看, 在尸体旁拿起那个男人背包的福特加。 福特加从男人背包里翻出一叠文件, 又拿出背包里的手机。 勤酒从街口出来, 手里还拿了一个体积不大的小号炸弹, 见驰飞驰带着普生彩香过来, 随口问道, 那边清理干净了? 轮胎硬没法清理干净, 清理了反而会显得太刻意, 让警方起疑, 留下也没关系, 今天没有下雨, 也没粘袋泥漬和岁叶之类的东西。 到时候, 警方也没法肯定是什么时候留下的痕迹, 驰飞驰私生平静道, 其他没问题了。 地上的血迹太多, 福特加留下的痕迹不好清理, 勤酒上前, 弯腰把炸弹放到男人身上, 那就撤吧。 普生彩香偷偷打亮勤酒, 在勤酒直起身的时候, 快速一开视线, 推自行车离开, 那我就先走了。 驰飞驰看了一眼, 收回视线。 看得出来, 普生彩香还是很难接受自己眼睁睁目睹死亡, 但身在组织, 早晚要看到自己不动手就算不错了。 不过普生彩香也不算太傻, 没有表露得太强硬, 再加上年纪小, 组织会觉得还有塑造的可能, 只要能保持这种有点不适应, 但我很顺从的态度, 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被列上清理名单的可能性也不大。 三人上了车离开附近, 等确认水无连耐和科恩也撤了之后, 勤酒就引爆了炸弹, 把尸体上的痕迹也清除干净。 回到家, 池飞池洗了个澡, 把身上的烟草味清洗掉, 回房间时用手机给狼母发了邮件。 普生彩香能力不足,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叫他, 就先搁置, 顺便作为留在寒蝶会的后手。 当然, 如果你打算培养, 那就交给你。 Rookie, 他这个提议很合理, 不合适行动的人掺和行动, 只会添麻烦。 在狼母重新安插人进寒蝶会, 在普生彩香射击之类的成绩一直不过关的时候, 狼母恐怕也早就有只把普生彩香当备用的心思了。 我这边没有愿意去做小孩子老师的人, 如果你不打算教他的话, 那就这样吧。 Rum, 迟飞迟睡前收到了狼母的回复, 没有再回, 收起手机睡觉。 他拉下水的三个人里, 英曲严难, 绿川沙溪, 心智成熟, 不用操心, 唯独普生彩香是个麻烦。 用合理的方式, 把普生彩香从训练基地捞出来, 放在一个未来可能用的上, 目前也有用处, 却不容易涉嫌的位置, 在合理搁置, 让其自由成长, 这应该是最恰到好处的结果了。 省心省力, 他不用担心普生彩香给他惹麻烦, 也不用去琢磨怎么把人安排掉。 而对于普生彩香来说, 被搁置是一件好事, 以后就只有上学, 潜伏在寒蝶会两个任务, 最多帮忙确认寒蝶会内部的情况, 不用再掺货组织的其他行动, 第二天, 8月12日。 由于学生党放了暑假, 才早上9点多, 热带乐园里, 已经人山人海。 会员挨换了身无袖连衣裙童装, 戴着一顶蓝色鸭舌帽, 下了巴士, 走向热带乐园门口, 转头看到乐园广告栏上真池医院, 动物收容机构等内容的宣传画, 心里了然。 难怪飞驰哥今天不去博士那里接他, 估计是宠物医院跟热带乐园有合作, 做了广告栏做宣传, 飞驰哥大概是先过来看情况了。 从乐园外面的栅栏缝隙里看进去, 里面发宣传单的, 除了热带乐园的大白鲨吉祥物, 还有他们少年侦探团参与设计的 蓝白色的针池小水龙吉祥物。 他们的小水龙怎么看怎么可爱, 胖胖圆圆的肚子, 萌萌的圆脸和眼睛, 小短腿, 身后还拖着尾巴, 这可不是因为自家的怎么看都顺眼, 确实比大白鲨可爱多了。 会员挨看了两眼, 小水龙。 大门口的左侧, 大白鲨站着发乐园宣传单, 有小朋友上前还摇摇晃晃地, 卖萌逗小孩子笑。 而右侧, 小水龙却是懒洋洋地靠在门上, 圆脸上在制作时, 就留了一副墨镜挡住眼睛, 一副酷皮酷皮的样子, 小短腿交叠着, 宣传单荡成山峰的扇子, 挥得啪啦啪啦响, 有人过来, 递宣传单也得瞥一眼, 然后就是随手一递, 懒得离你的样子, 把宣传片递过去。 偏偏混子小水龙这边, 还挺受年轻男女欢迎, 不少年轻情侣宁愿绕过来, 都要笑着, 从混子小水龙手里, 接一张宣传单, 两个年轻女孩, 就被混子小水龙的皮样吸引了, 结伴到小水龙面前, 等着这个不一样的吉祥物发传单。 混子小水龙看了看, 照常用小肥手把传单递过去, 在一个年轻女孩伸手要结实, 突然缩了手。 啊, 年轻女孩惊讶抬头看眼前萌萌的吉祥物, 装作委屈, 不给我吗? 小水龙依旧靠在门上, 招了招手, 张开左臂。 女孩愣了一下, 笑着扑上去, 抱了抱吉祥物软软的棉花身体, 然后成功拎到一张宣传单。 旁边女孩的同伴也有样学样, 笑咪咪拿到宣传片进门。 小水龙发完两张宣传单, 又从手里, 宣传单里挑了两张, 转身往地上扑。 回云哀, 他怀疑这只混子小水龙想用宣传单铺地坐下来, 但没有证据。 看得他有点上头, 想端背果汁站在旁边, 看这只混子小水龙又想做什么。 刚打算上前调戏小水龙的一群女孩子看到, 也停了上前的脚步, 好奇看着。 小水龙把两张宣传单在地上平排铺好, 转身刚想坐, 拖在身后的长尾巴, 把船单扫飞, 大概是带着小水龙头套, 视线不太好, 抱着肚子, 左转右转看了一圈, 没找到扫飞的宣传单, 倒是找到一张被胡乱丢弃的包装纸, 上前捡起来, 准备丢到门口的纸楼里。 丢, 小胖手丢垃圾失败。 包装纸顺着纸楼边缘滑落在地, 小水龙还保持着弯腰的动作, 将在纸楼前。 回云哀, 其他人, 这只混子小水龙看得好上头, 感觉可以站在这里看一天。 很快, 小水龙重新捡起包装纸, 探着小胖手瞄准, 慢慢放进纸楼里, 垃圾是成功镜桶了, 但小水龙圆圆的身子一转, 尾巴扫到纸楼, 把纸楼扫倒了。 小水龙再次僵住, 侧过身看了看, 又默默去扶纸楼。 一群女孩子笑着上前帮忙, 把吊出来的废纸都丢进去, 抱抱小水龙占占便宜, 顺便拎张宣传单进乐园。 而一些人没急着进乐园, 在门口买了冰淇淋, 继续看小水龙, 上头得忘记了来热带乐园是来干嘛的。 灰云埃也差不多, 忘了打个电话给自家老哥, 仰头看着小水龙走向了自己, 小水龙走到灰云埃面前, 拿宣传单的左手和空着的右手往腰上一插。 灰云埃? 看出来了, 这是生气的意思, 可是为什么? 他怎么了吗? 距离近了, 小水龙身体里传出他熟悉的平静男声。 你是不是忘了来这里干什么的? 灰云埃? 对, 他差点忘了, 他还要打电话, 等等等等, 这只混子小水龙好像就是他家飞驰哥。 池飞驰从头套小水龙墨镜后, 看着灰云埃, 插腰, 钉, 大夏天套这么厚的玩偶服, 很热。 他刚才就琢磨着等灰云埃到门口, 他上前逗一逗, 然后一起去树荫下休息。 结果灰云埃就站在不远处, 一直看一直看, 看得津津有味, 好像完全忘了来热带乐园是来干嘛的, 也压根没有进门或者打电话给他的意思。 灰云埃待了两秒, 脑子有点卡, 伸出手, 用手指戳了戳小水龙因为插腰鼓出来的圆肚子。 这么萌的小水龙是他家飞驰哥? 假的, 应该是假的, 驰飞驰朝, 灰云埃伸手, 他怀疑自家妹妹傻了。 灰云埃伸手拉住小水龙的胖龙爪, 被牵到热带乐园里的绿植后, 才回神不确定地问道, 飞驰哥。 驰飞驰坐到绿植后的长椅上, 摘下头套, 顿时感觉清凉了不少。 会员挨见驰飞驰一头汗, 拿出手帕递上前, 心里无奈又好笑, 先擦擦汗吧, 这么热的天, 还套这么厚的玩偶服, 你也不怕中暑啊。 他家飞驰哥超级好, 大热天还半吉祥物逗他开, 不用, 我去厕所换下衣服, 顺便洗脸, 驰飞驰没有截手帕, 平静脸起身, 弯腰抱起放在长椅的小水龙的头套, 本来想带你打工赚零花钱的, 我先试试, 还是算了, 太热了。 回云埃, 原来是想带他感受生活的苦难, 把他的感动还回来。 驰飞驰去厕所换了衣服, 没有急着换左手臂上的绷带, 放下袖子, 抱着玩偶服出厕所, 先去还玩偶服, 我带了备用的衣服过来, 之后去科学宇宙岛, 那里有洗澡室, 我先去洗个澡。 回云埃那种无奈又好笑的心情又回来了, 飞驰没一起来吧? 他嫌热。 驰飞驰到。 回云埃无话可说, 跟着驰飞驰去把玩偶服还给真驰医院过来的管理人, 去了科学宇宙岛。 驰飞驰拒绝回云埃去买短袖文化衫的提议, 去洗澡是冲了个冷水澡, 重新在手臂上包了绷带, 才换上自己带来的衬衫, 把袖子往上卷到小臂。 难怪勤酒坚决拒绝剩下工作, 不太友好, 才出来没多久, 他就开始羡慕在家吹空调打游戏的飞驰了。 回云埃也去女浴室冲了个早, 出门等一会儿, 见驰飞驰出来, 转头看到驰飞驰长袖长裤的衣服, 心里无语, 要去玩水上项目吗? 驰飞驰没打算再让没有彻底愈合的伤口碰水了, 不去了, 在这里转转。 回云埃想到外面的大太阳, 也有些退缩, 点了点头, 也好, 科学宇宙岛, 我们还没怎么玩过。 驰飞驰随便选了个方向, 带着回云埃一路玩过去。 热带乐园很大, 除了他们在的科学宇宙岛, 还有冒险开拓岛, 野生太古岛, 神奇幻想岛和梦幻童话岛。 宫腾新一遇到晴久时搭的云霄飞车是在神奇幻想岛, 其他岛上也有过山车, 但只有神奇幻想岛上的过山车会通过有鬼怪投影的隧道。 也正因为热带乐园够大, 发生了断头案, 只是神奇幻想岛封闭了一天, 之后就正常营业, 现在都还有人去那边坐云霄飞车。 至于他们在的科学宇宙岛, 大半是室内项目。 机械互动馆, 镜子迷宫, 福利空间, 再加上这里有冲凉的收费浴室, 夏天也有不少人光顾。 完了一上午, 驰飞驰带会云埃去室外吃了炒面, 喝了一会儿饮料, 又继续下午的行程。 星象模拟馆, 机关密室, 游戏厅, 两人一直在科学宇宙岛, 以至于和在野生太古岛的少年侦探团, 高木舍, 佐藤美和子完全错过。 到了游戏厅, 会员爱一边等着驰飞驰兑换游戏币, 一边看乐园宣传单, 这么看来, 江湖川比飞驰歌更温神一点。 我们在这里打发一会儿时间, 正好去连接野生太古岛的会场, 看烟火和歌舞表演, 之后吃晚饭, 还能赶上恐龙游行队和小丑表演, 那差不多要到晚上十点。 迟飞驰说着, 接过员工递来的装游戏币的小篮子。 会员爱收起宣传单, 淡定脸道, 我是在想, 今天难得没有江湖川和案件, 我们干脆就带到游乐园关闭的时候, 好了。 迟飞驰点头表示认可, 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装游戏币的小号塑料篮, 听工作人员说, 祝他们玩得尽兴, 也说了声谢谢, 转身问会员爱, 想玩什么? 会员爱不想打电动游戏被虐, 张望了一圈, 玩模拟赛车吧, 一人一台, 我们去破记录。 迟飞驰懂了, 那就是玩刷记录游戏。 两人各占了一台赛车游戏机, 把记录刷新再刷新, 一直刷到短期不可能有人突破的程度, 会员爱才停了下来。 迟飞驰也停了, 换下一台赛车机, 见会员爱目录疑惑, 解释道, 不是要刷记录吗? 会员爱, 懂了, 就是把所有机器的记录刷一遍, 让人短期内都没法破记录, 对吧? 刷高记录, 让别人无记录可刷, 这行为残忍的令人发指。 心里吐槽着, 会员爱也没犹豫, 跟上迟飞驰的脚步, 继续刷下一台机器的记录。 不到20分钟, 两人把在场的六台模拟赛车机的记录, 刷到难突破的程度, 又把独手伸向模拟射击区。 20分钟后, 模拟射击区的六台机器沦陷, 只显示前十的排行榜, 各留下十个高分记录, 确定技术一般的普通人连排行榜都上不了, 两人又把独手伸向投篮机。 会员爱看了看机器, 机器上有高中低三个篮筐, 背后都有移动支架的轨道, 应该是为了增加难度, 要两个人一起吗? 最矮那个, 交给你负责。 迟飞迟到, 虽然他一个人能应付三个移动篮筐, 但既然是带孩子出来玩, 就需要一定的亲子配合互动环节。 好, 会员爱没有矫情, 他现在的身高, 也只能负责最矮的一个篮筐。 迟飞迟看了一下排行榜, 发现这种机器的排行榜还是最多, 只显示十个记录, 和会员爱一起给投篮机刷记录。 一个高分记录, 两个高分记录, 刷完十个高分记录, 再换下一台机器。 旁边走来一个带棒球帽, 身材高壮的年轻男人, 被身旁两人吸引, 津津有味地看着两人篮球接二连三的抛, 一投一个中。 不远处的大柱子后, 左腾美盒子, 看一眼男人。 由于迟飞迟和辉原哀背对着一群人, 柯南也只能看到, 那个男人旁边的投篮机前有一大衣小在投篮, 悄悄打亮了一眼。 那两个人都戴着蓝色的棒球帽, 但看衣着、背影, 是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小女孩, 看起来应该是趁着假期出来玩的兄妹俩。 不远看着男人背上的背包, 压低声音道, 他应该就是那个运送毒品的人。 高木舍打算上前, 那么,就快点把包,等等。 左腾美盒子拦住高木舍, 在买家交易之前,不能惊动他, 必须等到可以人赃俱货的时候。 高木舍着急, 可,可是我的包, 他只想好好约个会, 顺便用买好的戒指求个婚。 没想到来了之后, 先是被阿丽博士, 屠夫给他照顾的小鬼头们, 绊住了手脚, 放戒指的背包, 又跟别人拿错了。 他本来想拿戒指盒, 结果当着左腾美盒子和孩子们的面, 拿出一包一公斤重的毒品。 那画面美得让他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然后, 好好的约会就变成了找毒贩, 追踪监视, 中途还找错了人, 从中午找到傍晚。 好在有柯南小朋友的分子提醒, 他们总算是追踪上真正的违禁品运送者了。 他倒是不是有什么怨言, 毕竟身为警察, 遇到了就不能错过这种事情, 只是他想把他背包里的戒指拿回来, 戒指还是得跪地送上才好。 他可不想被同事们当成证物从包里翻出来, 那多尴尬。 嗯? 左腾美盒子转身, 疑惑看着高木舍, 果然还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在里面吗? 啊, 是的, 是想交给左腾你的戒, 戒, 高木舍卡住了, 现在说出来, 可就不浪漫了, 对着手指, 尴尬改口, 直, 直, 直? 你不会是放了什么心在背包里吧? 左腾美盒子, 吴雨丁高木舍, 脸红了一瞬, 一脸一言难尽, 真是的, 你一个大男人, 有什么话直接跟我说就好了, 干嘛还要写信啊, 说的也是。 高木舍甘笑挠头, 心里欲哭无泪, 左腾美盒子又转身, 弯腰叮嘱少年侦探团四个孩子, 那么, 你们不要乱跑, 不要离开我太远哦。 是, 不美应声后, 转头看了一眼, 不由低呼出声, 他们说话了, 什么? 左腾美盒子, 立刻转头看去, 他们监视的目标, 还站在投篮机前, 再跟那对兄妹说话, 投篮机前, 背背包, 带棒球帽的年轻男人, 等着池飞池和辉碍挨了一个高纪录停下后, 还是忍不住搭话了, 很厉害呢。 两位的投篮技术真好, 辉元埃没想到会有人搭话, 转头看着男人, 谢谢。 男人见两人看他, 决定随便聊聊天打发时间, 你们是兄妹吗? 辉元埃点头, 是。 哎, 是混血儿吧? 男人看向池飞池, 你是篮球运动员吗? 业余爱好者, 池飞池道, 那还真是厉害。 男人笑道, 比我这个职业打棒球的厉害多了。 柱子后, 袁泰探了个头, 直勾勾盯着背对他们这边说话的人, 低声问道, 他们是不是打算交易了? 上方, 左腾美和子也悄悄探头监视, 轻声道, 虽然我不觉得, 会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跟人作为竞品交易, 但也不排除带小孩子做演示的可能, 光焰严肃脸, 那他们都带棒球帽, 应该就是碰面的暗号吧? 比如, 我们都带上蓝色棒球帽见面, 防止认错人。 不没打量, 真的都是蓝色的棒球帽呢? 我觉得不是哦, 柯南出声提醒, 那种棒球帽并不罕见, 今天天气那么热, 热带乐园里, 带蓝色, 棒球帽的人很多, 只靠棒球帽分辨的话, 是很容易认错人的。 而且, 如果是进行违禁品交易, 应该不会像买正常商品一样交谈。 而是早通过电话确认交易品和金额, 然后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 很自然地把东西和钱交换。 这么光明正大的谈话, 不是很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吗? 啊? 不美, 袁泰, 光焰看着那边, 呆住, 那边, 跟他们监视目标, 说话得一大一小转身, 跟着监视目标去棒球投球区, 同时, 在转身的时候, 也能让他们看到侧脸。 年轻男人, 蓝色棒球帽下, 黑发, 比一般人深邃一些的眉眼, 紫色的铜色, 小女孩, 蓝色棒球帽下, 茶色大波浪短卷发, 眉眼也比亚洲人深邃一点, 由于个子和角度, 看不清眼睛。 但, 一下话现疑, 这两个人好眼熟。 左藤美盒子呆了一下, 那两个人该不会是高目涉眼猛着, 池先生。 还有辉原同学, 光艳呆呆低男。 柯南, 原来博士说, 辉原一大早就出去了, 是跟池飞师跑到这里来玩啊。 真是的, 居然两个人偷偷过来, 都不带他们。 看看, 这不是还是被他们碰上了吗? 原来辉原同学和池哥哥两个人来, 热带乐园玩啊。 原泰撇着那边扔棒球的三个人, 居然都不带上我们。 光艳皱眉, 池哥哥不会就是那个买家吧? 柯南回神, 乌宇道, 我刚才就说了呀, 啊? 不会吧。 不美脸色微变, 随即坚定道, 不可能的, 池哥哥怎么可能是买家? 柯南般越言, 你们刚才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也对, 光艳笑着挠头, 好像是我想多了。 原泰摸着下巴, 那要不要偷偷打电话给池哥哥, 告诉他, 跟他说话, 那个家伙是毒品运送者啊。 左藤美盒子弯腰, 从柱子后探头看那边, 不要, 如果被那个人发现异常, 惊动道, 他就不好了, 他应该只是, 看池先生和辉元投篮投得好, 被吸引了, 邀请他们两个人一起去扔棒球。 柯南, 好吗? 不仅刚才没听他的分析, 这群人现在, 也没打算听他说话。 本来他还想继续分析一通, 既然会跟陌生人搭话, 邀请陌生人一起玩游戏, 那就说明, 对方的交易地点不在这里, 来这里是为了打发时间, 而看池飞池带着一个小女孩, 也没有太高的警惕, 所以就邀请了, 算了, 他不说了, 说了也没人听, 监视下去就行了。 在佐藤美盒子, 高木舍, 四个孩子, 悄悄盯着扔棒球的三人时, 他们身后不远处, 两个戴着帽子, 穿着花衬衫的警察, 也在盯着他们。 其中一人侧过头, 压着耳机, 对那边道, 白鸟警官, 我们发现了, 携带目标背包的可疑男子。 他们的目标, 指的是高木舍那小子, 打算交给锦花的那枚戒指。 哦? 热带乐园露天广场上, 白鸟人三郎笑了, 那就赶紧确认包里的东西。 可是, 佐藤他一直在那个男人附近, 我们没机会避开他去拿包, 高木该不会已经拿到戒指了吧? 应该还没有, 他们还没有接触那个男人, 看起来像是在监视, 警察偷偷瞥了一眼, 又继续侧过头。 而且还有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了池先生, 他跟那个背背包的男人在一起投棒球, 池先生, 白鸟人三郎有些意外。 是啊, 是您安排过去的吗? 警察低声问道。 不是, 白鸟人三郎脸上的笑容彻底凝固。 他们今天这三十多个同事组成的同盟, 就是以破坏约会为目的, 而来到热带乐园的。 万万没想到, 高木那小子居然打算送戒指求婚。 那肯定不行。 好在老天帮他们, 居然让高木跟别人拿错了背包, 戒指没有送出去, 还得连忙调查背包被谁拿走了。 他们原本是想先一步 找到那个拿错背包的男人, 没想到晚了一点, 被高木那小子给先找到了人。 现在的问题是, 既然池先生不是他安排过去的, 那该不会是高木请来的外援吧? 有这个可能。 如果高木那小子发现了 他们打算抢包藏戒指, 破坏求婚, 很可能自己不去找那个男人交换拿回背包, 而是选择求助场外支援。 池先生那战斗力被昏迷拉上警车的罪犯们 应该很清楚, 他们警示听搜查一课的同事们也很清楚。 要是找那个男人要回背包的人是池先生, 再把背包护送到高木手中, 他们抢夺成功的几率很低, 自身也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白鸟警官, 现在该怎么办? 那边的警察问道, 白鸟人三郎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陈生问道, 那池先生拿到那个背包了吗? 还没有, 警察道, 他只是在跟那个男人一起投棒球。 白鸟人三郎一咬牙, 好, 汇报你们的位置, 我们大家立刻赶过去。 为了佐藤不被高木那小子求婚成功, 就算是背包在池先生手里, 我们也要从他手上把背包抢过来。 那边, 警察汇报了电玩游戏厅的位置, 白鸟人三郎带着一群做了各种伪装的警察, 呼啦啦地往游戏厅的方向跑, 一个个脸上带着从容赴死的坚毅。 没错, 就算是目标物在池先生手上, 那也得抢。 一个不行就两个, 两个不行就十个, 他们三十多人, 大不了就一起上, 总能抢到的。 白鸟人三郎往游戏厅的方向跑, 神色凝重, 心里也轻松不起来。 如果是他想的那样的话, 高木这小子太记贼了。 他记得美和子跟尤美悄悄说过, 池先生, 拆弹的时候是有点像松田, 不过他们两个人完全不一样。 我想叫他一起去KTV唱歌, 是因为想帮他介绍女朋友啦, 他那么强的推理能力, 要是能被我们警销的小学妹勾搭上, 那绝对很赚业, 拜托, 我都28岁了。 而且他给我的感觉, 像朋友家的弟弟一样, 哎, 大概是因为他有时候给我的感觉吧, 似乎以前我们就认识一样, 从那一天偷听到这些话开始, 他就怀疑, 美和子的第六感, 可能存在一点点小问题。 他觉得池先生有时候看美和子, 就像看朋友家的傻闺女一样, 也不知道美和子为什么会觉得, 自己能做姐姐。 可,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美和子有点像自封池先生老大姐的倾向。 高木能让池先生帮忙拿戒指, 那估计是早就偷偷打好了关系。 目的就是为了在美和子那里刷好感, 让池先生帮忙在美和子那里刷好感。 这么一想, 昨天高木提出休假, 好像就是为了帮池先生的忙。 他大意了, 没想到高木会连迂回路线也不放过。 在白鸟人三郎带领的警察赶到游戏厅前, 池飞驰和会员埃又转场了。 烟火表演即将开始, 由于同场秀还有魔术歌舞表演, 在热带乐园流到天黑的人都往会场涌去。 会员埃伸手拉着池飞驰的手, 避免跟丢, 到了会场观众席坐下后, 发现跟他们玩了半天扔棒球游戏的年轻男人也在, 就坐在他左手边相隔一个座位的位置上。 年轻男人也发现了两人, 大大方方地出声打招呼, 好巧啊, 小妹妹, 你跟你哥哥也来看表演吗? 会员埃点头, 是啊, 好巧。 后方两排座位上, 晚进场一会儿的高木设, 左腾美和子和柯南等人就排到了后两排座。 袁泰跟着高木设坐下后, 瞪大眼睛盯着前排的人, 低声道, 迟哥哥和辉元怎么还跟那个人在一起啊? 柯南看了看, 应该是巧合吧? 他们差不多同时买票进场, 座位在附近也是很正常的。 迟先生是幸运, 高木设感慨道, 我们跟了半天运送者, 还担心什么时候跟丢了? 结果他根本不用跟就能碰上对方啊。 柯南心里呵呵干笑。 不, 他觉得迟飞驰那是厄运缠身, 温神在世, 前方两排, 迟飞驰左手边是辉元哀, 会员哀左手边是一个空位, 再往左, 是那个棒球帽转到后方, 把背包取下, 抱在怀里的年轻男人。 会场里的灯按下去, 白鸟人三郎带着的警察大部队也赶到了, 立刻锁定了观众席间的孩子们, 和池飞驰身边的年轻男人。 昏暗中, 会场里满是嘈杂的说笑声。 一个戴着于夫帽, 身材矮壮的男人挤了过去, 在年轻男人和会员哀中间的位置坐下, 侧头跟年轻男人说话。 左藤美盒子看到对方蛤蟆脸朝天鼻像兔子一样的大包牙, 立刻认出了那个戴于夫帽的男人, 低声交代着起身往前跑, 是毒品贩子史仓麻吉。 高默, 孩子们交给你了。 前方两排, 史仓麻吉坐下后, 就侧头低声问道, 东西带来了吗? 会员哀, 抱歉, 他听到了。 看样子, 他隔壁是在进行某种见不得光的交易。 撞破人家秘密交易, 是很危险的。 那他现在是该装作不知道, 还是偷偷提醒一下飞驰哥。 说好了,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年轻男人拉开背包拉链, 低声道, 但你快点收下东西, 把钱给我。 等一下, 史仓麻吉低声制止, 等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在烟火上的时候, 再进行交易。 会员哀转头看右边的持飞驰, 悄悄伸手拉了拉持飞驰的衣角, 见持飞驰看过来, 依旧保持仰头看持飞驰的动作, 只是眼珠往左移了移, 又看着持飞驰眨眨眼。 他右边有问题, 应该能猜到这是不能声张的事。 这意思能传达多少就传达多少吧? 他尽力了。 持飞驰往史仓麻吉那边看了一眼, 很快收回视线, 低头看着辉员哀, 用正常音亮道, 这附近没有厕所, 要去的话, 只能穿过广场到游戏厅那里, 我带你去。 辉员哀懂了, 这是让他避开的意思, 同音卖萌, 好, 休, 烟火升空。 史仓麻吉关注了一眼, 见识带着小鬼的年轻男孩, 没有在意, 低声对男人道, 好了, 把东西放到我腿上来。 男人打开背包, 看到里面戒指盒后, 察觉这不是自己的背包, 愣住了, 哎。 左藤美盒子, 急急穿过带着辉员哀起身的 持飞驰身旁, 顾不得打招呼, 左手按在史仓麻吉肩膀上, 右手拿出证件, 立声道, 警察, 你们两个都老实一点, 谁会乖乖等着你来抓? 史仓麻吉表情细血地, 看着僵住的左藤美盒子, 手里的枪的枪口快速一向左藤美盒子。 慧云哀在看到左藤美盒子时, 就惊讶转头看去, 目睹了史仓麻吉快速掏出枪的全程。 左藤美盒子咬牙, 动作更快地抓住史仓麻吉的手臂, 将枪口转向天上。 碰! 碰! 天上的烟火接连炸开, 一声, 枪响隐秘在其中, 让周围的人丝毫没有察觉到昏暗观众席间的危机。 但慧云哀看到了, 越过慧云哀走到前方的持飞驰也看到了, 既然是熟人来抓人, 他们就不撤了, 顺便帮个忙。 史仓麻吉起身撞向左藤美盒子的同时, 伸手抓向年轻男人放在腿上的背包。 持飞驰伸手扶了一下左藤美盒子, 左手快速抓向背包, 赶在史仓麻吉之前把背包拎了起来。 史仓麻吉的手指尖擦着背包而过, 抓了个空, 一愣后, 抬头恶狠狠地看向松开左藤美盒子的持飞驰, 手里的枪再度举了起来, 小子, 别多管。 持飞驰没有看背包里的东西, 把背包往身后一丢, 伸手抓住史仓麻吉的手腕。 史仓麻吉又被抓住了。 啊, 跟左藤美盒子不同的是, 持飞驰的力气大得多, 速度也快得多, 左手抓住史仓麻吉的手一撇, 枪落地, 右手按住了史仓麻吉的后脑勺, 往下按的同时, 膝盖也提了起来。 大概是没有参加过正式的国际比赛, 持飞驰没有出手前先鞠躬问好摆架子的习惯, 也不会因为比赛不允许而放弃训练某些招式, 出手随意, 只以放倒敌人为目的, 也或许是学无以来一直是单招练熟, 就连打连打的训练, 掌握的各种变招太多也够灵活。 持飞驰出手总有着专业比赛者很难拥有的轻松血液。 会员哀站在持飞驰身后, 刚伸手接住落向他的背包, 抬眼就看到持仓麻吉的脸跟持飞驰提起的膝盖来了个亲密接触, 沉默了。 看起来真疼, 持仓麻吉压根没反应过来, 面部被磕得一麻, 头晕晕的, 浑身也像瞬间没了力气, 不动了。 持飞驰放下膝盖站好, 把持仓麻吉放倒在椅子上, 看向之前跟他一起扔过棒球的年轻男人。 啊! 后方一排, 一对小情侣中的女生借着炸开烟火的光亮, 看到持仓麻吉一连血, 吓得惊叫出声。 年轻男人见持飞驰看过来, 默默将双手举过头顶, 连忙道, 我不动, 左腾! 左腾警官! 高木舍带着一群孩子, 白鸟人三郎带着一大群警察跑上前。 左腾美盒子这才回神, 摸了一下腰间, 想起自己休假没有戴手铐, 果断放弃, 看着一拥而上的同事把人烤住。 一部分警察出示证件, 说了这是警察在抓人, 安抚着周围的群众。 左腾! 高木舍跑到镜前, 拉住左腾美盒子的双手, 急道, 你没事吧? 孩子们说, 听到了枪声。 左腾美盒子, 看了看被孩子们包围的驰飞驰, 又看了看一连血被烤起来的史仓麻吉, 才看向高木舍。 吴语道, 你觉得我会有事吗? 比起这个, 还不如担心一下, 史仓麻吉有没有事。 两颗兔子牙都被磕掉了, 不美, 袁泰, 光燕和柯南围着驰飞驰和辉原哀说话。 啊? 不美惊讶, 刚才那个坏蛋想用枪袭击左腾警官, 还想朝池哥哥开枪啊。 不过两枪都是对着天空开的, 没有人受伤, 挥原哀悼, 而且人很快就被飞池哥制服了。 柯南和其他三个孩子看到一连血被带走的史仓麻吉, 整齐憨了憨。 他们的暴力担当又捶倒一个, 一个警察假装不经意间路过, 快速伸手拿了放在长椅上的背包, 走到远处后才对耳机那边道, 白鸟警官, 趁他们不注意, 我已经把背包拿走了。 很好, 你带着背包离开, 白鸟认三郎说完, 取下耳机, 若无其事地把耳机装进口袋, 指挥着其他警察把史仓麻吉和年轻男人带走, 才走上前, 池先生, 这一次真是多亏了你。 啊, 对了, 高木舍松开左腾美盒子的双手, 转头看四周, 那我的背包, 咦? 光焰疑惑, 转头看身旁的椅子, 我把背包放到椅子上了呀。 怎么不见了? 高木舍将在原地, 不, 不见了? 背包? 白鸟人三郎心里暗笑, 面上装出疑惑模样, 高木, 你的背包丢了吗? 驰飞驰弯腰从椅子下拎出一个背包, 递给高木舍。 刚才孩子们围上来, 他就看到辉原哀把背包放在脚边的椅子下。 至于刚才那个警官, 以为没人看见偷偷拎走的, 是柯南他们之后带过来的背包, 同款。 高木舍猛猛地接过背包, 打开看了看, 发现里面是自己准备的戒指盒, 我的背包。 不过, 白鸟人三郎, 怎么回事? 他们同事不是说, 已经把背包拿走了吗? 不好了。 袁太, 跑到左腾美盒子面前, 指着之前放背包的椅子, 一脸急切道, 左腾警官, 那个装违竞品的背包不见了。 白鸟人三郎, 舔倒那家伙, 不会拿错背包了吧? 什么? 左腾美盒子脸色一变, 里面的违竞品, 可是足足有一公斤, 要是被人捡走了, 可就糟了。 对, 对不起, 光燕欠一道, 我见周围都是警官, 就把背包放在椅子上了。 白鸟人三郎, 见左腾美盒子, 要动身去找, 连忙出声道, 你们是说那个背包啊, 已经被田岛带走了, 那是违竞品, 还是尽快带回警示厅比较好。 左腾美盒子松了口气, 安抚孩子们, 好了, 已经没事了, 高牧舍也松了口气, 抱紧背包, 又叹了口气。 虽然戒指找回来了, 但这种情况他, 一旁, 白鸟人三郎见高牧舍, 似乎是放弃了送出戒指, 心里也松了口气。 还好, 今天算是破坏成功, 以后还要盯紧一点, 坚决不能给高牧这个心机男孩机会。 一群人没有在热带乐园久留, 阿丽博士很快来接孩子们, 连带回员哀也跟着阿丽博士一起走了。 他没想到, 自己偷偷跟飞驰哥来玩, 最后还是跟大家碰面了。 石哥哥再见, 左腾警官, 高牧警官, 白鸟警官再见。 孩子们趴在车窗前道别。 左腾美盒子笑着挥了挥手, 目送阿丽博士的甲克虫开走。 白鸟人三郎转头问上了自己车的池飞驰, 池先生, 最近有空一起去吃个饭吗? 池飞驰记安全带的动作顿住, 转头看车窗外的白鸟人三郎, 白鸟家出事了。 白鸟人三郎遗憾, 笑道, 没有, 只是你帮了我们不少忙, 我想改天应该请你吃个饭。 也对, 高牧舍转头邀请, 池先生, 有空大家一起去吃个饭吗? 白鸟认三郎, 高牧这个心机boy。 最近我没空, 没什么要紧事的话, 以后有空再说。 池飞驰直接拒绝了, 系好安全带, 发着车子离开。 高牧舍, 还是这么直接干脆啊, 左腾美盒子, 以后有空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反正他约池飞驰出来跟漂亮小姐姐, 小妹妹唱K, 就没成功过。 白鸟人三郎默默琢磨, 机会难找,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不过盯紧高牧这边就绝对没问题。 两天后, 日式住宅前院, 灌木丛中铺着蜿蜒的鹅卵石小道, 一只猫蹲在灌木丛后, 买好便便后, 用钱找在旁边的树上擦了擦, 擦着擦着就忍不住磨起了爪子。 不远处, 池塘清澈的水面映着木桥, 也映着池塘边一群被无名追着山巴掌的大小猫。 笨蛋, 都说了, 不吃鱼就别捞出来。 捞出来又吃不完, 还把鱼都弄死了。 是不是日子好过就不用节省了? 气死我了, 一群败家喵。 吃我一找, 再吃我一找。 再, 无名乌啊乌啊的叫声很凄厉, 蹲在屋前木质走廊上的飞翅和飞沫相视一眼, 又继续一个怕一个蹲着晒太阳。 屋里, 池飞池在客厅拎着锤子悄悄打打, 加固了连接整个客厅和一楼所有房间, 如同迷宫一样的大号猫爬架, 再把猫窝一个个在各个房间的架子木窝上放好, 伸手拽了拽, 确定足够一大群猫折腾后, 才出声道, 我去二楼。 主人, 等等, 我也去。 飞翅立刻跟着挪窝。 池飞池先拎着锤子, 踏上过道尽头的木楼梯, 上了二楼。 二楼所有房间的窗户都用钉死木条封闭着, 日式木门半开着, 房间里分布着坐机电话和直接摆在地上的电脑, 电子设备, 最大的房间跟飞沫的据点一样, 留了一个有着大头影步的会议室。 池飞池把买好的电线检查了一遍, 见飞沫跟上来, 出声道, 跟吴明说, 谁肯电线, 挠电线就打, 往死里打。 他这两天有空就在这里帮忙拉线, 订猫爬架, 最深有体会的就是, 猫有时候真的管不住自己的爪子, 比乌鸦更疲, 明明知道不能做, 偏就要伸爪子去试着勾一勾, 让他怀疑, 无明的暴脾气, 就是这么逼出来的。 好的, 飞沫欣然飞到一楼出去传话, 池飞池又拎着锤子, 去了上面一层的阁楼, 阁楼上的窗户没有封死, 阁处的三个房间很矮, 不过猫来说是足够了, 一个是无明的个人卧室和储物室, 一个是监视室, 房屋周围和各窗口, 对着外面的摄像头显示画面都在这里, 也是值班室, 池飞池上来的时候, 还有两只猫盯着监控显示屏, 监控室里还有一排警铃按钮, 警铃的声音不响, 让人去听, 很难留意到, 但都是猫敏感的声音, 一旦有人入侵, 有可疑人物在附近晃悠, 值班的猫就会按下对应的按钮, 也是无明连续暴躁了两天, 抽了无数只猫之后, 这些猫才没有时而不时地好奇按个按钮, 剩下一个房间, 有着可以看到整个前院的大窗户, 另一边连接着楼梯, 这也是猫们不走寻常路, 想从三楼跳进屋的一个通道, 池飞驰检查了一圈, 确定没问题之后, 才带着飞驰下楼, 从停在院子里的货车上, 把一箱香猫粮往另一侧, 当作仓库的房间般, 当初乌鸦们建立据点, 可没让他操这么多心, 不过猫有时候确实没有乌鸦们会配合, 干活也比较麻烦, 无明也没有飞沫那么老狐狸, 靠抢东西就能自贡自足, 不过考虑之后, 他和无明飞沫商议处的猫群监视网计划, 跟飞沫军团的运转模式不太一样, 飞沫军团是分点群居, 由飞沫选址, 建立一个个带有通讯点的据点, 迁入乌鸦, 分布在东京各处, 房屋也不用特地留院子, 鸟类更喜欢高大的废弃欧式教堂, 里面有通讯室, 会议室, 住宿处, 育婴处, 储粮仓库等, 住在里面的乌鸦和其他鸟类都是固定的, 不会胡乱搬迁, 也早就规划好了猎食, 巡视, 收集情报, 监视固定地点, 教导小鸟, 据点安全警戒等职务, 很规矩地抱团行动, 就算飞沫不在, 一个个据点也能井然有序地运转, 每天收集汇总大量信息, 在飞沫传递出任务指示后, 通讯处的乌鸦们也能及时收取信息, 并按指令安排情报收集行动, 不愧于军团之名, 猫麻烦得多, 首先, 猫不像鸟类那么容易全员从高处撤离, 也不能像乌鸦一样, 在据点被发现后, 叼着炸药, 直接高空抛炸药毁灭据点, 这么一来, 要是建立太多据点, 一旦被人发现一个, 很可能被破解电脑密码后, 给其他据点或者飞沫军团的据点, 传递诱饵信息, 其次, 猫不喜欢守太多规矩, 对于设备也会不知不觉就玩起来, 最高的局面, 所以, 无名的据点只有这么一个, 里面只铸扎着最聪明, 最乐意守规矩的猫, 还有需要照顾的幼猫, 以及负责照顾, 教导的猫老师, 其他猫就去城市各处也, 有发现就逛着, 把消息传递回来, 找不到吃的, 下雨了, 感冒了也回来, 算是一个庇护所, 情报传递肯定不如飞沫军团快捷, 方便, 但这样已经很好了, 可以作为飞沫军团情报的补充, 也能帮飞沫军团的乌鸦们去打架, 毕竟, 这些最乐意守规矩的猫, 也能让无名每个小时都在被欺诈中, 管理这么一个据点, 无名就已经很辛苦了, 其他猫只能放出去也, 禁止进入有通讯处, 监控处的主屋, 这群猫打架是没得说, 凶起来一窝蜂地上, 一只比一只凶, 让它在考虑, 是不是应该把猫群当行动队, 而不是情报队培养, 池飞池刚把猫羊搬得差不多, 察觉手机震动, 把一箱猫羊堆上去, 才拿出手机看了号码, 接听电话, 他的手机很少储存电话号码, 不, 应该说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之类的东西, 基本不存, 全靠自己记住, 这是新出致命以前的手机号码, 在贝尔摩德冒充顶替新出致命之后, 就换了一个新手机号, 说是以前的手机号码不用了, 不过他猜也能猜到, 应该是贝尔摩德, 没能弄到真正的新出致命的电话卡, 致命? 啊, 是我, 电话那边, 新出致命的声音依旧温柔和缓, 贝尔, 你还存着我的电话号码啊, 我记得是你以前用的, 你怎么又把号码换回来了, 我觉得, 还是这个号码用的习惯, 而且很多以前的同学, 也在联系这个号码, 有的通知不到, 所以我就去通讯公司, 把把电话卡重新注册回来了, 以后还是决定用这张电话卡, 那之前的, 之前那个不打算继续用了, 对了, 现在就在背护中央医院, 你要不要过来, 我们一会儿去找个咖啡厅坐一会儿, 好, 我四十分钟后到, 你在医院等我还是在咖啡厅, 医院吧, 我陪朱棣老师说话话, 你到了打声招呼, 我们再走, 挂断电话, 池飞池把最后两箱猫粮搬了, 才从货车上拿了一身换洗衣服, 去旁边的小木屋浴室洗澡, 顺便给那一位发邮件, 新出邀请, 我去背护中央医院看望朱棣, 半个小时后抵达, Rocky在组织追查FBI这关头, 他接触朱棣有必要直接跟那一位抱贝医生, 一是避免那一位怀疑他跟FBI勾结, 组织有情报很远盯着医院, 只要他去了, 消息肯定瞒不住, 还不如抱贝医生大大方方地去, 反正他跟FBI也没勾结, 二是正好可以去朱棣那里观察观察, 看能不能发现FBI的一些踪迹和情报, 虽然可能性不大, 但他去了肯定会留意一下, 洗完澡, 那一位没有回复, 倒是朗姆发了邮件过来, 市井的踪迹已经重新锁定, 你去医院不要打草惊蛇, 正常来往就行, Round OK准备停留到下午六点, Rocky迟飞驰回复完, 带上飞驰离开, 把货车开到一条街上停好, 发简讯让大山迷找人来开车, 到附近敞开, 自己那辆红色雷克萨斯SE到背护中央医院, 背护中央医院门口依旧人进人出, 看不出什么异常, 池飞驰没发现组织的人或者FBI的踪迹, 也没仔细去观察路人, 进门, 搭电梯, 到朱棣病房前敲门, Ein, Please, 病房里传出朱棣欢托的声音, 门没锁, 门被推开时, 坐在病床旁的新出致名也起身转头, 看着进来的池飞驰还是穿着黑色长裤和长袖外套, 神情冷淡, 一如他离开之前, 差点压抑不住心底再见到朋友的那份喜悦和激动, 注视着池飞驰, 脸上的笑容都灿烂了不少, 飞驰, 我回来了, 朱棣坐在病床上, 靠着床头, 眼里不由也带上笑意, 无论是被贝尔摩德那个女人盯上, 还是假装被害, 前往美国避难那段时间, 新出致名都还算理智冷静, 没有发过脾气, 一直温温和和地配合, 他还以为新出致名一直是这样, 但今天他算是知道了, 原来在见到朋友的时候, 新出致名的笑容不单是温和, 似乎比以前带着更炙热的欣喜, 他能理解新出致名的心情, 差点经历了死亡, 回来再看到好友依旧如初, 总是会激动和开心的, 看着这两个年轻朋友重逢, 连他都, 等等, 零零, 池飞驰不知道新出致名被调包了, 那新出致名说, 哪门子都回来了, 这不是见面第一句话, 就说漏嘴了吗? 池飞驰看了新出致名一眼, 神色没有太大变化, 进了病房随手关门, 你去哪里了? 朱弟, 啊, 锦浩, 果然被注意到了, 他要不要帮忙圆一下? 不, 不, 池飞驰看起来并没有起疑, 大概就是随口一问, 那他贸然接话, 反而显得刻意, 那还是别急着开口, 新出致名也发现自己说漏嘴了, 心里憨了憨, 笑道, 啊, 我去了一趟青森, 把我奶奶和小光接回来了, 我想了一下, 还是决定不去青森那边的医院任职了, 这边有一些熟悉的病人, 我实在放心不下, 池飞驰走向窗户, 去拿放在窗户前的空椅子, 因为英无方毅先生吗? 也就是鬼屋那次事件的老爷子, 一直嚷着, 让新出致名照顾他到入土, 新出致名趁着池飞驰去拉椅子, 悄悄看向朱弟, 他昨晚才回来, 听朱德跟他说了不少他离开这段时间的事, 但朱弟没说过, 池飞驰认识英无先生, 朱弟回了个无能为力的眼神, 那个女人冒充新出致名做的事, 他也不是什么都清楚, 池飞驰这一关是最难过的, 这家伙太敏锐了, 他让新出致名把池飞驰叫过来, 在他帮忙下试着过关, 果然是正确决定, 新出致名倒是觉得有句话说出来有些失礼, 那就是, 他觉得朱弟在场没用, 照样还得他自己去园, 也不只是英无先生, 还有一些患者, 他们也不愿意看到我离开。 池飞驰拉了椅子到床边坐下, 看向新出致名, 英无先生之前跟我说过, 他虽然闹着不愿意去别的医院, 但你真的想去青森医院任职的话, 他尊重你的选择, 不想耽误你的未来。 新出致名因为笑了笑, 也坐回了椅子上, 不, 其实是我更放心不下他们, 所以还是不走了, 新出医院, 我打算租出去, 只留下后面的住宅, 从后门出入, 以后就在递单高中做校医, 明天就去跟校长说, 你呢? 明天要不要跟我去递单高中? 我们可以顺便在学校里转转。 朱棣默默吃瓜, 英无先生这件事, 他是真的不知道。 石飞士点头答应下来, 明天你要去的时候, 再联系我。 新出致名看到飞翅从石飞翅一领出探出的头, 笑着问候, 咦? 飞翅, 你也来了呀? 好险, 他差点就说出, 好久不见了。 飞翅也不管新出致名能不能听到, 吐了吐蛇性子问号, 好久不见, 真正的新出医生。 哦, 飞翅居然悄悄混进来了, 朱棣用别扭的日语腔掉开着玩笑, 可惜我这里没有你能吃的零食。 好冷, 实非实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这个玩笑好冷。 朱棣语色了一下, 半月眼调侃道, 话说回来, 要是新出医生回去递单高中做校医, 你们两个又要收到不少情书了吧? 我当老师的时候, 很鼓励女孩子们大胆表达, 但是你们两个家伙一直没有回应, 我也很苦恼, 是劝女孩子们不要再继续下去, 还是跟大家打个赌, 看看你们吃哪一套, 或者作为老师, 我应该传授他们一点经验 池飞池默默看朱棣 就朱棣还传授恋爱经验 算了吧 朱棣察觉到池飞池的目光 从那平静目光中解读到了些许不信你行的内衣 不服气道 我可是很有经验的 池先生不信吗 池飞池如实道 确实不信 朱棣 这家伙就不能让一让他这个伤还没彻底好全的病人吗 很好 让他完全丧失了跟池飞池聊天的兴趣 新出致命没忍住笑 那朱棣老师 你要回去吗 我只是休假期间 朱棣顿了顿 还是等伤好了之后再说吧 三人坐着 随便聊了点地单高中的事 临走前 池飞池提出先去上了厕所 离开了病房 你们关系看起来真好 朱棣笑着 没有维持怪异腔调 日语说得很标准 当然了 新出致命失笑 却有些多愁善感地陷入回忆中 他还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呢 那段时间 早上他和池飞池 在诊疗室等着小光准备早餐 一边研究模型 一边听着外面他父亲给人看诊 偶尔遇到奇葩的病例 也会小声讨论两句 吃了早餐 池飞池去宠物医院去上班 如果他老爸出诊或者休息 他就在新出医院做诊 如果他老爸在新出医院做诊 他就帮忙打下手 偶尔休息的时候 他和池飞池就去地单高中打篮球 有时候 池飞池当天手术安排多 会回来得很晚 但回来得早的时候 他和池飞池就各自 用模型练手做手术 听诊 做紧急止血和急救 他父亲会给他们指导 他想 那些有兄弟的人 回家大概就是这样吧 啊 这个我知道 因为他在你家里住过 所以我们才怀疑 那个女人伪装成你 是想接近他 朱迪说着 发现新出志明在走神 出生患道 新出医生 新出志明不知道的是 真正的兄弟俩 反而很可能打架 也有可能互相以坑为乐 很难那么和谐平静地相处 继续沉浸在多愁善感中 石飞池住进他家里之前 还住过不止一户人家 没住多久就得走 那段时间 石飞池还在为毕业做准备 他想起他毕业的时候 累了就能回家 回家就能得到鼓励 他父亲也在全心全意地帮他 如果没有美国这一趟 他永远也没法明白 那份心情吧 他这次离开家到美国 才明白 原来人的心会那么没有着落 在深夜他偶尔会想 他们会不会要隐姓埋名地躲一辈子 会不会永远也不能回去了 会不会过段时间 就要换个地方换个身份去生活 辗转来回 那些地方都不是家 新出志明越想越多 忘了人和人不同 也没去想吃非吃 可能压根没他这么多感触 叹了口气 新出医生 朱棣疑惑问道 你怎么了 新出医生 新出志明持续走神 他不是没有烦恼 当了太久别人家的孩子 他害怕露出任何一点 让别人不满意的地方 对他父亲有怨言不敢说 甚至不敢被发现 一直维持孝顺 温和 有理的好孩子模样 在处理他父亲丧事那一天 他面对池飞池 终于还是揭露了自己的一点阴暗面 池飞池还是一如既往地看他 多年背负的沉重沙袋 好像开了个口子 里面的沙子 随着口子倾泻出来 让他前所未有的轻松 朱棣 新出医生 新出志明依旧走神 自己 把自己深深感动了 并在心里默默给池飞池 发了一大碟好人卡 朱棣 心 咔 病房门打开 池飞池没有进门 只是站在门外网里看 示意新出志明该走了 新出志明回神 起身道 朱棣老师 你吃了休息一会儿吧 我和飞池就不打扰你了 朱棣 不是 他喊了半天 新出志明走神半天 结果池飞池一回来 新出志明就清醒了 立刻就准备走人 他怎么感觉自己今天很多余 对了 朱棣老师 新出志明在门口停下脚步 回头问道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 需要的话 我一会儿给你带上来 朱棣压下心里的无语 笑明明说回别扭的腔调 哦不用麻烦 背后中央医院里提供的饭菜 也很好吃 出了门 新出志明才无奈笑了笑 朱棣担心池飞池这里露线 才让他邀请池飞池来医院碰面 但他还是觉得 朱棣在场没用 还会增加交谈难度 朱棣和池飞池可以聊电玩游戏 但他对游戏不感冒 他和池飞池可以聊医学 但聊生了 朱棣肯定也会觉得没意思 就像在听学术辩论会 而刚才他和朱棣聊地单高中的事 其实他知道 池飞池对聊学生怎么样 聊学校八卦不感兴趣 所以基本都是在听 虽然觉得有点对不起池飞池 但他知道 池飞池不爱聊 却能沉得住性子听 也不会心里不舒服 那就只能委屈池飞池一会儿了 不过接下来 他还是跟池飞池去谈谈医学比较好 这段时间在美国 他发现一种很奇特的医学言论 跟中华传统医学有关 他觉得池飞池肯定会感兴趣的 他也早就想找池飞池探讨一下了 两人找了个咖啡厅吃东西 喝咖啡 新出志明猜想正确 池飞池确实看过那篇 有关于中医的研究论文 一部分有道理 一部分就比较虚幻了 两人从咖啡厅聊到居酒屋 新出志明不喝酒 池飞池要开车也没喝 只是点了果汁和食物继续探讨 待到晚上十点多才离开 池飞池把新出志明送回家 自己开车离开 新出志明看着车子转过街角 消失在视线中才拿出手机 给朱棣打电话 朱棣 是我 哦 你们聊完了吗 结果怎么样 池先生没有起疑吧 放心吧 我们聊了一下国外一篇有关中医医学的论文 聊到刚才才分开 新出志明道 他没有心思去问那些我不知道的问题 朱棣 聊论文就能聊这么久 还让池飞池没有心思去问别的 怎么感觉 他之前在场 反而为新出志明归来的融入计划 增加了难度 错觉 绝对是错觉 那篇论文的观点确实有意思 新出志明想到朱棣不感兴趣 还是杀住了车 没再说下去 总之 明天我会去递单高中 会表现得自然一点 就像之前待在那里的 也是我 OK 朱棣笑道 你先跟小兰他们接触 融入学校应该没问题 要是以后遇到的酷小子 可以告诉他实情 柯南 那孩子知道这些吗 新出志明有些意外 他们连池飞池都瞒着 居然不瞒一个小孩子 是啊 他见到一定会吓一跳的 一日 池飞池起了一大早 站在厨房看着泡好的黄豆 在吃油条豆浆 和在吃小笼包之间考虑了一会儿 选择两种都做 而且做了不少 吃完之后 池飞池没有再去跳楼 打包好早餐 老老实实搭电梯下楼 一份送到英曲延南那里 两份送到119号训练场 用电饭包保温 顺便给勤酒和福特加发了邮件 让两人想吃早餐 就去自取 剩下的 就带到新出医院 给新出志明 老太太和保本光 头位使人心情舒畅 上午十点多 勤酒和福特加 到了119号训练场 指纹开门 到客厅取食 在别人吃午餐的时间点吃早餐 福特加没什么心眼的 直接动手开吃 大哥 拉克做的食物 还是那么好吃啊 等忙完了这段时间 要不要再一起去山上烤肉串 勤酒等福特加吃了两口 确定福特加中毒迹象之后 才准备动手 那一位说 拉克最近在跳楼 所以福特加这心事有多大 居然想也不想地 把食物往嘴里塞 就算福特加 不知道贝尔摩的中毒 不知道皮斯克死前那段时间 差点疯了 基本的警觉性 也该有一点吧 福特加对池飞池 倒是没什么戒备 迷茫脸 跳 跳楼 谁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勤酒低头吃东西 那一位只是想知道 他最近还有没有什么异常 我没有多问 福特加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那我有空问问他 勤酒抬眼 看着福特加 目光森冷 别管那么多 福特加差点没把自己呛着 好不容易咽下口里的豆浆 一头雾水的点头 又是被大哥凶的一天 虽然不懂为什么被凶 但他已经习惯了 点头就对了 好的 大哥 勤酒这才收回视线 继续吃东西 问一个蛇精病 你为什么跳楼 可能会得到一个让人迷惑的答案 那一位应该已经体会到了 他怕福特加被带拐了 很麻烦 也会影响工作 而问一个不承认自己是蛇精病 心思藏得深 不定是无征兆发病的蛇精病 你为什么跳楼 对方可能会想 他是不是觉得我不正常 我怎么可能不正常 他跟那些医生一样 误解我 侮辱我 然后闹出什么乱子来 那更麻烦 综上 不问才是最好的 最近是有些无聊 但他还不想因为无聊 就得处理那种无法根治 又不知后果的麻烦事 不过 福特加说的 改天去烤肉串 倒是可以考虑 递单高中 池飞池和新出志明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 决定先到学校外吃个午饭 虽然前两天才八月底放暑假 今天又是六月二十一日上学日 但老天爷安排 今天是上学日 那今天就是上学日 上午十点多 学校里的学生都在教室里上课 而两人吃完午饭回到学校 又已经下午一点多 学生也回了教室 整个学校里 除了读书生 几乎没别的声音 新出志明 带池飞逝到校医办公室 打开锁上的门 就看到 桌上摆了一摞信 上前看了一眼 开始分发 我的 你的 你的 我的 池飞逝自己找了椅子坐下 理着放到自己面前的信 你的 我的 新出志明把信分好 也整理了自己那边的遗落 又开始 理堆在桌上的礼物 心里有些感慨 原来朱迪说的是真的 地单高中的女孩子们 不仅往这里送给他情书 还把这里当成了中转站 给池飞逝的信 东西 也往这个办公室送 新出志明分发完东西 就拉着池飞逝开始看信 当然不是互相看 而是各看各的 用新出志明的话来说 就是信太多了 回复完太难 但这是人家的心意 有空的话 最好还是看一看 要是遇到情绪不对劲的信 最好去见见人家 当面婉拒并安慰 池飞逝没有反对 开始拆信 头也不抬到 你还是这样 老好人 是吗 新出志明失效 猜想着冒充他那个人 应该也说过类似的提 有些搞不懂 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过很快又压下心里的疑惑 开始看信 嗯 最近高中生 好像比较流行 抄歌词和飞剧啊 嗯 池飞逝也一封封信 看了下去 最近的信 确实有不少飞剧 歌词 大方一点的 抄了目前流行的 那些爱不爱的歌词 很直白 然后直接留联系方式 和署名 含蓄一点的 就用飞剧 他看到一封 只写了一半樱花里 千言万语难 赠君君记取 莫作等闲看的信 信封里面 还有樱花的单花 有署名却没有联系方式 应该是个聪明 又有浪漫细胞的女孩子 因为要是她有好感 就算不留联系方式 她也会主动去找 而要是她不想回应 留了联系方式也没用 飞剧里也有 大方热情的 像是抄了相见虚与别 暂时为我情 后来欲想念 恋进四朝生的女孩子 还有洋洋洒洒一大篇话 分享着自己的心情 而不管是什么样的 里面都包含着一颗颗 单纯的心 她也觉得 看看比较好 但只当成对目标人物的 性格解析 回应就算了 这些女生大多 和她看到的是两个世界 她看到的现实 这些女孩不懂 而这些女孩 眼里美好璀璨的事 她也没法理解 沟通协调 是很辛苦的过程 就像她前世 网络上流传的一句话 你在忙着工作赚钱 而她却抱怨你不陪她 哄她 或许能沟通到互相理解 但她需要大量的时间 精力 好心情去熬 还可能沟通协调失败 又把比比影响得不像自己 好吧 她就是不想招惹太单纯的女孩子 也从来没考虑过高中生 或者未满十八这个群体 其实她能猜到 新出志明也是一样 对女高中生没想法 不然以新出志明受欢迎的程度 就算挑完长相挑性格 也早就脱单了 轰隆 窗外打起了响雷 新出志明见屋里光线暗沉沉的 起身开了灯 走到窗前看着外面 快下雨了 那今天学生的社团活动 应该会取消 对了 飞池 你带伞了吗 没有 池飞池抬眼看了一下窗外 继续低头看信 没事 下不了多久 也对 天气预报说是阵雨 新出志明抬手准备关窗户 突然愣住了 哎 安排给新出志明的办公室 在教学楼侧面的大楼 新出志明从窗户看出去 正好能看到学校大门口 有一块下雨了 社团活动取消 现在已经有学生开始离校 他看到毛利兰和林木园子 到了学校门口 又带着一个小步点进学校 低声难难 是小兰和柯南他们啊 池飞池把最后一封信看完 熟练地拉开办公桌抽屉 拿出一个铁盒 把信放进去 还是先放在你这里 新出志明看到铁盒里 本来就有一叠信 懂了 这应该是冒充他那个人放的 搞不好池飞池也会往这里放信 好险 要是池飞池不先一步拿盒子出来 他不知道这个盒子的事 一不小心就得露馅 看来不能跟池飞池再待下去了 等明天他一个人过来 熟悉一下办公室里的东西再说 这么想着 新出志明把信收到抽屉里 笑着提议道 我们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吧 然后趁早会去 说不定等雨开始下的时候 我们早就回到家了 那样也就不用带雨伞了 池飞池点头 不过心里不认可新出志明的话 去跟柯南打招呼 很可能等雨下了又停 下了又停 他们都还回不去教学楼换鞋的地方 柯南换好了鞋 看着以前的同学跟林牧原子 毛利兰说笑 那种无忧无虑的青春气息 让他有些失神 毛利兰跟同学挥手告别 回头就看到柯南在发呆 嗯 你怎么了 柯南 啊 嗯 柯南回神 忙到 没什么 那就走吧 毛利兰带柯南往教学楼里走 转头跟林牧原子笑着说话 柯南走在往外去的高中生中 又走神了 这里他可不陌生 原本他也应该每个上学日来这里上学 跟同学们说着考试有没有准备好 最近学校有什么传闻 谁和谁好像谈恋爱 足球社这一次又跟哪个学校的社团 有切磋比赛这种无聊的话题 过着普通高中生的生活 没错 如果他没有被勤酒和福特加灌下那种药 变成现在这个模样的话 该死 为了恢复原来的身体 回到宫腾心一的生活去 他一定要找出那群家伙的所在地 找到那种药的解药才行 对普通高中生有误解的柯南不甘咬牙 脑海里又冒出勤酒和福特加的身影 神色也变得沉重 也想起了贝尔摩德和新出致命 明明只差一步 却被贝尔摩德逃走了 也不知道贝尔摩德说的放弃灰原哀这句话 是不是真的 不管怎么说 贝尔摩德是千面魔女 是不亚于怪盗基德的易容高手 说不定还会化妆成什么人 为了某个企图潜伏到这附近来 特别是池飞池那里 贝尔摩德以克里斯 温雅德的身份接触过 易容成新出致命后也在接触 说不定会再次出现在池飞池身边 柯南走着 突然感觉前方头来的光线被遮住了 抬头一看 顿时脸色大变 眼前 池飞池还是长袖长裤的休闲打扮 套着剑深蓝冲锋衣外套 黑发下的脸没什么表情 垂眸看着他 而在穿着套米色西服 戴着眼睛的新出致命 就在池飞池身边 看他的眼神很单纯 很无害 他心念所及 池飞池极大可能出现在他附近 这种神奇召唤已经够吓人的了 他好不容易适应了一些 池飞池居然已经开始带人出现了吗 关键是 贝尔摩德可是假扮过新出致命的 那个女人该不是又跑回来了吧 还被他猜中了 还出现在池飞池身边 新出医生 飞池哥 林牧原子抬头看到两人 也惊讶了 你们一起来我们学校 是篮球社又要找临时教练吗 可是新出医生在判决下来之后 不是就到青森的医院去工作了吗 毛力兰问道 啊 我本来是这么打算的 不过这里有很多患者 我不太放心 就放弃了 新出致命温和解释着 在柯南面前蹲下 侧头看着几人 而且我也不舍得你们啊 毛力兰高兴问道 那你会继续在这里当校医咯 是啊 新出致命笑道 今天我来学校 就是为了这件事 还让飞池陪我来了 顺便在学校里看看 柯南定定盯着蹲在自己前面的新出致命 伸手 用力揪脸 新出致命 眼泪差点飙了出来 好痛痛痛痛痛痛 毛力兰吓了一跳 连忙上前拉柯南 柯南 你在干什么呀 柯南见没有揪下假脸 才猛猛地松了手 是真的啊 毛力兰连忙道歉 抱歉啊 医生 没关系 新出致命揉了揉脸颊 凑近柯南耳边 低声道 我听FBI的搜查官朱棣老师说过了 有坏人假冒成我想干坏事 之前我们被送到了美国去 因为奶奶和小光在那边水土不服 在听说坏人已经被赶跑之后 我们就决定回到米花艇来 而且那人应该已经不会再 假扮成我的样子了 新出医院也有别的医生接手 柯南缓了过来 低声用萌萌的同音问道 可是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因为朱棣让我跟你说一声 说不然你会吓一跳的 新出致命道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让我瞒着飞驰 却让我跟你 静 两人旁边凑近一张年轻的平静脸 新出致命 Sigma LL 柯南 Sigma LL 起身直接问道 你们在说什么 这两个人能不能收敛一点 找个没其他人的地方再谈 真以为其他人注意不到吗 林沐原子已经好奇盯着两个人看了半天了 他既要装作不知道 又要暗中替两个人放风 提醒两个人收敛一点 很不容易 没有 新出致命干笑着 起身解释道 是柯南在问我一些小孩子的问题了 柯南连忙同意卖萌 也是在悄悄给新出医生道歉了 刚才我不应该恶作剧揪他的脸 池哥哥不许听 柯南 你真是的 毛利兰也没法责怪 反倒被柯南小孩认真聊逗笑了 不过飞池哥和新出医生都在 真是太好了 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调查学校里闹鬼的事 对哦 林沐原子一拍手 笑咪咪咪道 既然小兰 你爸爸不愿意来 那叫上名侦探的徒弟也是一样的呀 而且还有新出医生 有两个男性陪同的话 鬼怪 大概也不敢胡乱跑出来吓人吧 哎 新出致命猛了一下 他就是想来打个招呼 然后趁着没下雨 算了算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他还真不好地拒绝 池飞池姑测了一下时间 现在天色很暗 但应该才下午四点不到 时间还早 无所谓到 我没问题 我这里也没问题 新出致命点头 又问道 那闹鬼的事是指 就是最近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的幽灵事件 林木原子带路往前走 解释道 早上学校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 像是无人仓库里传出的哭泣声 凭空多出一街的楼梯 图书室里被翻出来的书这种事 而且都是在早上 毛利兰听个头皮发麻 低声道 听说两年前 学校里有一个学生 很早到学校 结果意外去世了 所以大家都在说 这是那个学生的幽灵在作怪 时飞时一听 就想起是哪个事件了 学校闹鬼传闻 两年前身亡的学生保板阴章 其实闹鬼就是一些巧合 加上误会完成的 没有真的鬼魂 这次也没有死人 到了到了 就是前面 林木原子加快脚步 跑到一道门前 拉开左右滑动的拉门 这是最早出问题的地方 叹息的体育仓库 在某个下雨的早晨 体操部的女学生们 为了沉练 提前来到这里 听到明明应该没有人的体育仓库里 传出了有人在抽气的可怕声音 门口 池飞池听到 后面有脚步声 转头看去 一个短发女学生 朝这边走来 看到她回头后 愣了一下 朝她点了点头 又继续走上来 种本树美 空手道社的高三学生 她以前去空手道社 找毛利兰的时候 见过两面 还有一次是贝尔摩德 冒充的假星出在的时候 她去保健室 正好遇到种本树美 带练习受伤的社团成员 去看校医 然后 女学生们吓得逃走了 在紧接着 带上其他男同学过来的时候 哭声就停止了 只留下 林木原子声音低沉 绘声绘色地说着 走到仓库中间 伸手拉开 盖在一套客桌椅上的布 这张客桌椅 这是两年前 在学校迷一样死去的 那个叫保板英章的男同学 用过的客桌椅 啊 毛利兰下的闭眼 蹲下 抱柯南 没有的是 到了门口的种本树美 出生到 保板他是不小心 从楼梯摔下来 撞到了要害 抢救失败身亡的 不是什么神秘死亡 不要听别人造谣 还有小兰 今天空手道社没有活动 你还在学校里啊 哎 毛利兰起身转头 尴尬笑道 是你啊 淑美学姐 我是 想稍微调查一下 学校闹鬼的事 那你们人还真齐全 种本树美调侃一句 看向仓库 你是说抽气声那件事吧 后来大家都说 那是风声造成的 你们看 仓库的天窗的锁坏了 有风灌进来 就会发出奇怪的声音 应该是那几个学生听错了 新出志明走到客桌椅前 低头打量着 大家怎么知道 这是那位保板同学的客桌椅 是我告诉他们的 种本树美垂谋 眼里有些失落 其实我和保板是同班同学 不过他的客桌椅 怎么会摆放在这个地方 新出志明继续打量 种本树美没再回答 听到外面的雨声 跑到走廊上 下雨了呀 林木原子连忙跟出去看 糟了 我今天没有带伞 毛利兰探头看雨幕 我也是 仓库里 时飞时见新出志明 还在看桌子 动身往外走 行了 噗 种本树美笑出声 新出医生和池先生 还是老样子 那在雨停之前 就找个地方避雨怎么样 就去仇恨的图书馆 我正好要过去 一群人又穿过走廊 去图书馆 哇 雨下得好大 林木原子 看着越下越大的雨 毛利兰担忧 今天这场雨会停吗 没事 天气预报说 只是雷震雨 新出志明笑道 可是新出医生 居然愿意陪着学生 调查什么灵异事件 种本树美转头笑道 你还是这么老好人啊 新出志明只能笑笑 这个女生她不认识 是那个冒充她的人结识的吧 前方走廊上 留着平头的男同学 从洗手间出来 嗜骨国凡 种本树美出声打招呼 你到哪里去了 我找你好久了 嗜骨国凡走上前解释道 我今天肚子有点不舒服 所以下午请了假 一直在保健室休息呢 对了 树美 你找我什么事 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 种本树美道 改天再跟你说吧 身体不要紧吧 新出志明担忧追问 没事 我去休息一下就回去了 嗜骨国凡走到保健室门口 回头笑着开玩笑 不然爱操心的医生 就会把我抓到医院去咯 新出志明 这个他也 不认识 林木原子见嗜骨国凡进了保健室 转头问道 树美学姐 这个学长也跟保板英章同班吗 没有 他们不同班 种本树美转身上楼梯 继续往图书室走 不过听说他跟保板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新出志明看向池飞池 那张书桌上 除了有一个签名 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风声是一种可能 也有可能是有新式的学生 大早上一个人偷偷在仓库哭 也可能是保板英章的朋友 大早上去了仓库 看到书桌难过哭了出来 池飞池面无表情道 那些女生当时没有直接进去 也不排除里面原本有人 趁着他们离开去叫人 那段时间离开了 又是记得剧情的索然无味的一个事件 他好像直接掀桌子抖真相 总本书美遗憾 完全答对了 那种情况 很多女生都不敢进去看的吧 毛力兰也憾了憾 见到了图书室门口 又感慨道 不过没想到体育部的学姐 也有事来图书室啊 你说什么啊 我也要念书的啊 总本书美无奈笑道 明天就要考大学了 还有 顺便也可以帮你们调查幽灵事件 图书室里发生的怪事 就是有学生大早上来的时候 看到保板英章借过的书 被散乱丢在图书室 迟飞迟看柯南这就打算走了 决定再推一推进度 是什么书 啊 总本书美遗愣 如果是一些经常被借走的书 就算早上被散乱丢在图书馆 也不会有人联想到保板英章身上 迟飞迟到 他借的是什么书 柯南 说得也对 大概是因为从小学 国中到高中 他不知听到过多少种 不同版本的学校闹鬼传闻 套路还有些相似 所以今天压根就没怎么专心 只是想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让小兰别害怕 居然没去考虑这些事 这件事重要吗 很重要 有必要知道那四本书的情况 如果是四本冷门 又都被保板英章借过书籍 一起被翻出来 那就绝对不是巧合 说明有人专门把保板英章借过的 冷门书籍翻出来弄乱 而如果是大众化的书籍 按理来说 很多人借过 一时间也不会有人 将之和保板英章联系在一起 那就是 有人故意散播谣言 把大家都会借的书 图书是 因其他原因发生的意外 强行跟保板英章扯到一起 不管怎么说 这次闹鬼事件 很可能存在推手 这次调查 好像变得有意思起来了 总本书妹 找到图书室的管理员 找出了保板英章借过 闹鬼传闻中的四本书 也拿到了四本书的借书记录卡 四本都是不怎么常见的书啊 毛利兰看着摆在桌上的四本书 电器通讯工程学 热带雨林破坏报告 大学制度的历史 严惩破坏英的分析 仅看书名就很冷门 柯南拿起桌上的四张借书卡 低头看了看 而且 除了保板英章之外 几乎没有人借出过这四本书 他也是最后一个 借走这些书的人 嗯 林木原子摸着下巴思索 好像有点奇怪 那就再去看看下一个地方吧 柯南仰头笑着 眼镜左镜片 反射着光亮 这么冷门 名字难记 又是除保板英章之外 没什么人借的书 居然四本 都被胡乱丢在早晨的图书室里 还真是难得 这次事情 果然有人在搞鬼 而且还是保板英章的熟人 一般人想记住这些书名都不容易 对方应该对保板英章 有过很长时间的接触 很保板英章借了哪些书 这位树美学姐 是保板英章的同学 看起来关系也很好 也在可能推动 闹鬼传闻的嫌疑人名单中 最好有问题 也不要当面直说 以免打草惊蛇 总本树美 打算留在图书室看书 没有再跟一群人往楼下跑 接下来闹鬼的地方 是保板英章摔下来的楼梯 学校传言 这里的楼梯会多出一届 柯南让林木源子和毛利兰 一起并排着上楼梯 同时在心里 默数着台阶数 到了楼梯尽头 林木源子转头问身旁的毛利兰 小兰 你数的是几阶 我的是十二阶 毛利兰道 啊 林木源子顿时一脸惊恐 我数的是十三阶啊 楼梯下 池飞池轻轻叹了口气 转头面向窗户 拿出烟盒 抽出一只烟点上 正确答案是十二阶 柯南无奈 这都能数错 看看 连池飞池都看不下去了 园子姐姐可能是因为太紧张 走到楼梯最上面 双脚冰拢的时候 也数了一阶 林木源子恼羞成怒 脸色快速白转红 我知道了 我再数一次不就行了 柯南 他好心提醒 结果还惹人生气了 哗啦 柯南身旁的美术师的门被拉开 戴着眼镜 输了中分短发的男学生恼怒道 喂 你们几个能不能安静一点 我都没办法集中精力画画了 池飞池看了一眼 继续看着窗外抽烟 递单高中的男同学大多老相 看着比他年纪还大 也比安氏透那个年近三十的人年纪大 对不起啊 新出志明连忙挠头 笑着向对方道歉 对不起 林木原子和毛力兰 也从楼梯上跑了下来 只是对方心情似乎很糟糕 一句话没说 哗啦一下 重新拉上了美术师的门 新出志明看着被关上的门 眼里带上些许疑惑 这个 他没有不认识 反而好像在哪里见过 池飞池看着窗户外面 忙完就去看看那张桌子 桌子 林木原子和毛力兰 凑到窗前 从二楼的窗外看出去 教学楼外面的院子里 一张刻桌 孤零零摆放在院子中间 显得十分古怪 桌上还用石头 压着一张被风吹动的纸 由于距离太远 在他们这里 没法看清那张纸上有什么 柯南跳了起来 双手撑在窗户边探头一看 又立刻跳下去 转身往楼下跑 柯南 毛力兰开始日常追着柯南跑 池飞池见林木原子 和新出志明也追了上去 没有急着跟过去 看着窗外抽了一会儿烟 才往楼下走 顺手把烟暗吸在楼下垃圾桶上 把烟蒂丢进垃圾桶里 他闭着眼睛 都能回想起 那张刻桌上有什么 纸上写了什么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看不看都一样 柯南和新出志明 也带着那张纸回来了 由于踩过雨后潮湿的泥土 学校提供给访客的拖鞋底下 和侧面也沾上了泥 踏上阶梯后 留了四个脚印 林木原子连忙问道 那张刻桌该不会是 没错 是之前放在仓库里的 那张宝板英章用过的刻桌 桌面右下角 有相同的签名 柯南正色说着 把拿到的纸摊开 纸上面还用毛笔 胡乱涂写着我的仇恨 还尚未消弭这句话 纸面上没有被雨水打湿 说明那是在雨停之后 才搬过去的 新出志明疑惑道 可是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院子里的泥土 因为下雨都是湿的 但是地上只有我和柯南冲过去 看留下的脚印 根本没有把刻桌 搬到院子里那个人留下的脚印 幽灵 幽灵没有脚 这绝对是幽灵干的 林木园子慌张看向院子 又惊叫着 后退了两步 啊 那张刻桌又不见了 柯南搬月言 是我跟新出医生 刚才顺便把刻桌搬回仓库去了 新出志明也连忙笑着解释 要是引起骚动的话 不是正中对方下怀吗 对了 柯南仰头看池飞池 池哥哥是什么时候 看到那张刻桌的 园子说十三街楼梯的时候 池飞池道 那你转身看着窗外抽烟的时候 那个时候雨已经停了 新出志明顿了顿 不过 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们 你们在数楼梯 池飞池给了个让人无语的答案 新出志明 因为他们在数 无人的院子 出现一张刻桌椅 突然看到这种奇怪的事情 不应该惊讶 或者好奇 想下楼看看吗 为什么池飞池能够耐心地 等到他们说完楼梯接触的事 顺便跟美术师那个学生扯上两句啊 柯南心里 哼 他都习惯了 池飞池这家伙 看到什么突发 稀奇的是 好像完全不会惊讶 或者产生好奇心 这家伙不正常 那池哥哥看到刻桌的时候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有没有人在附近 或者附近有没有奇怪的东西 比如绳子之类的 就是这样 没有人 没有奇怪的东西 池飞池一口气 回答了柯南的三个问题 柯南皱眉思索了一下 他觉得 池飞池不会看错 那么之后呢 在我们跑下来的这段时间 池哥哥 你一直站在二楼的窗户前盯着吧 有没有人趁我们跑下来的时候离开 或者回收什么东西 没有 池飞池走到走廊靠院子的地方 垂眸看着潮湿泥土地上的一条长线 是在我看到之前就完成的 咦 柯南连忙跑过去 只是光看地上一条长线 他也没法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留下来的痕迹 新出致命凑到柯南旁边弯腰看 看起来也不像是线之类的 柯南蹲下身 观察着地上的长痕 但从痕迹来看 这是宇婷之后才留下来的 也就是说 在宇婷一直到池哥哥看到窗外刻桌椅这段时间 有人用什么东西制造出了目前还无法解释的怪谈 于是什么时候停的 我没留意 新出致命和柯南对视一眼 转头看站在走廊上的池飞池三人 林木原子和毛力兰齐刷刷左右摇头 表示自己也没留意 下午5点33分 池飞池到 也就是我们刚打算离开图书室的时候 柯南回忆了一下 那池哥哥看到窗外有课桌的时间 美术室里那个学生开门的时候 他身后墙上的挂钟是5点42分 池飞池继续报时间 我看到课桌的时间要早上一分钟左右 那应该是下午5点41分 柯南 小伙伴是被白马探传染了吗 新出致命遗憾 飞池 你一直留意时间 是因为一会儿 还有事要去做吗 没有特地留意 池飞池解释到 学校里挂钟多 正好看到了 柯南懒得再跟池飞池说话 看向毛力兰和林木原子 那我们去图书室看看吧 图书室在三楼 那里还有不少学生 说不定就有人正好在窗户边 看到院子里的情况 一群人又往楼上走 林木原子沉默了好一会儿 快到二楼的时候 终于忍不住到 真的不会是幽灵吗 留下我的仇恨 还尚未消弭这种纸条 说不定是保板阴张死的冤屈 在下雨的时候 趴在课桌椅上 在纸条上留下这句话 想告诉大家 二楼美术室里传来男人的惊叫 柯南脸色一变 连忙三步并两步跑完剩下的阶梯 冲到美术室前拉开门 新出志明也连忙跟上去 出什么事了吗 美术室里 那个戴眼镜的男生坐在画架前 脸色难看得像是见了鬼一样 拿画笔的右手一松 任由画笔掉落在木地板上 双手抱头 浑身颤抖 那家伙果然还是在怀恨 这次的幽灵事件也是 是保板阴张的诅咒 柯南一愣 上前问道 你也认识这个叫保板阴张的学生吗 啊是啊 戴眼镜的男生 脸色还是惊恐的吓人 双眼没有焦距 他和我是美术社的成员 直到两年前 他从楼梯上摔下来那个时候 你说那个时候 毛立兰疑惑 林木原子直接问了 难道他摔下来的时候 你也在场 戴眼镜的男生避而不答 好像平静了下来 垂着头道 你们能不能出去 哎 林木原子一猛 为了我能专心参加比赛 老师特地安排我一个人 待在这个美术教室里 戴眼镜的男生情绪 突然又激动起来 转头对一群人吼道 好了 快出去 我不想浪费时间了 啊 是 毛立兰遗憾 连忙推着其他人离开美术室 转身把门关上后 常常舒了口气 地单高中 有没有学生自杀的历史 池飞池突然低声问道 啊 林木原子一愣 回忆着道 没 没有吧 有在校外意外去世的 也有阴病休学的 在学校里出意外的 好像只有保板阴张一个 毛立兰凑到林木原子身旁 慌张地左右看了看 压低声音道 飞池哥 难 难道说作祟的幽灵 其实不是保板学长 而是一个自杀的学生的幽灵 柯南无语 那怎么可能 池飞池这家伙 又不是能通灵 而且他也不信通灵那种事 大家能不能科学一点 池哥哥 是这次的事件 跟自杀事件有关吗 还是你觉得 保板阴张 其实是自杀的 不是 池飞池看向新出致命 一脸平静道 你作为校医 有时间可以跟校长提一下 让精神科的医生来坐诊一段时间 没有自杀史不容易 可别破了 新出致命嘴角微微一抽 我好像懂了 你的意思是 刚才那个学生需要 心理医生的帮助 林木原子左右看看 小声道 飞池哥 就算那个男生态度很差 你也不用诅咒人家吧 池飞池 他是很认真的在提醒 不 不等池飞池开口解释 新出致命正色 压低声音道 我觉得 飞池这个很有必要 事实上 我之前看那个男生有些眼熟 但一时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 直到刚才 我才想起来 两年前听说 地单高中有学生失足 摔下楼梯急救的时候 我也来了 就是宝板英章 那个时候 他也在现场 毛利拦理着头绪 听说宝板英章摔下来的时候 是一个早上 学校里的学生 都还没有来上课 也就是说 当时很可能只有宝板英章 和楼下那个男生在场 林木原子神色陈素 声音低沉 颇有说书人讲故事的天赋 而宝板英章很可能不是失足 而是被人周围突然冷嗖嗖的 让毛利拦默默抱紧了手臂 不可能啊 柯南半月眼 如果不是意外事件的话 警方早就立案调查了 他已经过了 少年法的保护年龄 不可能不公开 就算警方和媒体 都有一保护高中生 没有公开案件详情 学校里多少也能听到风声吧 而且 如果是他杀了人的话 他也不可能还待在学校 早就被逮捕了呀 也 也对 林木原子尴尬逗逗眼 很快又到 可是说不定跟他有别的关系 比如他骂宝板英章 快点去死之类的 柯南无语提醒 怎么有人被骂一句 就自己摔下楼梯呀 不管怎么说 他看到同学摔下楼梯 摔得一头是血的事实 而那个同学还抢救失败身亡了 就算事情与他无关 一般高中生也会做噩梦的 新出致命声音依旧放得很轻 回头看了看关闭的美术室门 又看向池飞池 飞池是看出他的状态不对劲 才会提议找精神科的医生 来学校坐整一段时间吧 池飞池点头 情绪起伏太大 不单是二年前的事故 最近闹鬼传闻 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还要承受比赛带来的压力 极着想完成作画 出问题是迟早的事 那我知道了 不过 新出致命突然想起一件事 若有所思的看着池飞池 情绪不稳定 毛利兰 林牧原子 柯南 丁 对哦 他们都没看过池飞池情绪起伏大 别说太大 稍微大一点都没有 那么问题来了 池飞池到底是什么毛病 池飞池静静回望四人 目光向渐渐沉下去的沼泽 看出来了 这四人还是觉得他不正常 他明明没有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这还不能证明他没毛病吗 居然还这么看他 跟福山致命大魔王一样 这是误解 是污蔑 可 新出致命率先顶不住 一开视线 那个 毛利兰和林牧原子 也紧跟着飞快撤视线 我们不是还要去图书室吗 也 也对 那我们赶紧走吧 柯南看不惯大家这么怂 刚想直接跟池飞池开成不公地谈谈 突然发现身旁放灭火器的凹槽 也就此逃过一记重拳 上楼的新出致命疑惑回头 柯南 怎么了 好像是了 柯南站起身 跟上其他四人 仰头问林牧原子 原子姐姐 你说早上有同学来的时候 也会看到楼梯室啊 很大一滩 林牧原子伸手比划 大家都说 那是宝版英章幽灵的诅咒之类 到了图书室 种本树美上前打招呼 说还在下雨的时候 他在窗边看到了校长撑伞站在院子里 因为从上面能看到校长经常撑的黑色雨伞 五人右下楼去教职工楼那边 林牧原子漫不经心地猜测 我看校长他啊 八成是在为院子里种什么树而苦恼吧 是啊 毛里兰失效 他每天都跑到院子里发愁 种这个不好 种那个也不好 没想到连下雨天也去 不过 如果校长当时在院子里的话 他说不定会看到什么 也对 不过我真担心他愁的头发掉光了 林牧原子笑着抬手比划了一下发际线 又转头问新出志明 不过校长不是找新出医生商量过种什么树吗 啊 是啊是啊 有这么回事 新出志明连忙笑道 抱歉 这件事他也不知道 被人冒充之后 又要再不惊动别人的情况融入进来 可太难了 柯南回头同情看了一眼 又继续下楼梯 那个时候的新出医生是贝尔摩德 真正的新出志明 当然不知道这些事 不过话说回来 贝尔摩德假扮的新出志明那个时候 还是蒂丹小学的校医 惠原哀原本的年纪是20岁前后 如果考虑到他脱离组织后会混进学校 那贝尔摩德应该选择去高中或者大学 为什么要加上蒂丹小学 但如果早就知道 惠原哀和他一样变小 在蒂丹小学的时候 贝尔摩德为什么不直接找出惠原哀 转校生应该是最容易被贝尔摩德注意到的 但贝尔摩德在蒂丹小学 却没有直接去调查 借机带走惠原哀 而是选择打探出惠原哀的住址 直接去博士家 到底是为什么 到了校长办公室 头发雪白的老校长却说自己 没有到过院子里 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去过院子里 而且 雨下的最大的时候 我和其他老师都在教职员会议室里开会 就是为了最近越传越夸张的闹鬼传闻 老校长笑眯眯看着新出志明 不过新出医生 多亏了你教我的健身保健操 最近我的腰舒服多了 啊 哪里 新出志明含糊客套 这是他也不知道 柯南没在想贝尔摩德的事 提到 那要不要去问问在一楼保健室里睡觉的大哥哥 他在哪里 说不定有看到什么 一群人又往保健室去 在保健室里 嗜谷国凡说 自己一直在保健室里休息 没有出去 而且出去走廊上 也看不到院子里的情况 都被走廊外面的树木挡岩石了 毛利兰左右看了看 保健室里的老师不在吗 他要学车 就先回去了 还让我赶紧回家休息 因为我家就在学校附近 嗜谷国凡解释道 毛利兰看向嗜谷国凡 听说你和保坂同学 是从小到大的玩伴 是啊 嗜谷国凡苦涩笑了笑 小学和初中 我们都在一个班 不过高中就不经常碰面了 因为我刚入学 就骑摩托车出了嗜谷 住了将近半年的医院 就连他摔下楼梯的事 也就是初院回来上学之后 才听说的 池飞池突然想起 原意识体那个小学时期 就倒戈的玩伴 心里莫名有些发堵 同样是小时候认识的玩伴 差别太大 嗜谷国凡很快又戏学问道 那你们的成果呢 有没有人因为闹鬼传闻 吓得瑟瑟发抖 成果 毛利兰不解 为什么这么说 嗜谷国凡看向林木原子 那些整天嚷嚷着幽灵幽灵的人 说不定就是策划这些事的人 等着别人吓一跳 然后躲在背后偷笑呢 哎 林木原子梦了 指着自己道 你说我吗 那就一起去一下 二楼的美术室吧 柯南仰着头说话 满脸小孩子的天真 我有办法 找出那个故意吓唬别人的家伙了 我们先过去 嗜谷哥哥 你也要快点来哦 我吗 嗜谷国凡 惊讶指着自己 是啊 柯南笑眯眯注视着嗜谷国凡 你不想知道 是谁在你的好朋友去世后 还传那些谣言吗 好了 我知道了 嗜谷国凡 从保健室床上爬起来 我马上就去 美术室 一群人再次折返回来 这一次 还要加上嗜谷国凡 和被叫下来的 种本树美 由于打算来过之后 就直接回家 两人都带了自己的雨伞过来 种本树美的雨伞 沾了不少灰尘 说是好不容易 从以前的生活用品中找到的 而嗜谷国凡的雨伞下 还蔓延出一滩水渍 柯南看了一眼 心里有了答案 然后呢 林木原子弯腰看柯南 催促道 那个做出这些事的人 到底是谁 毛立兰也好奇弯腰看柯南 是啊 柯南 你不是说等 大家聚集在这里 就能知道了吗 大家都说 这次闹鬼事件 是那个叫保板的同学的幽灵做的 柯南玩心大起 打开美术室的门 站在门口往外看 他摔下来的楼梯 就是美术室这里的楼梯 对吧 那就等着吧 林木原子和毛立兰 好奇凑过去 等着什么啊 当然是 柯南回头看一群人 表情变得怪异而鬼畜 等着保板的幽灵啊 他会从楼梯上 一步步地走下 Doom 明侦探头上 挨了重重的一拳 林木原子沉着脸 扬着拳头吼道 你该不会是想说 有人假扮成了幽灵 让我们抓住他吧 站在后方的池飞池 抬头看了一眼 低头 继续背靠着墙 用手机 回着UL消息 痛痛痛 柯南抱头跳脚 为什么池飞池吓人就没事 他吓人就要被捶 哼 园子这家伙 早知道他就让池飞池来说了 看园子会不会吓哭 种本树美见林木原子 开始揍孩子 憨了憨 笑道 小兰 不好意思 我就先回去了 弑谷国凡去拎自己的伞 那我也 柯南一看人都要走 也没了开玩笑的心思 再看池飞池在那边靠着墙 不知跟什么人发邮件 聊得正欢 再想到刚才林木原子那一拳 默默用手表形 麻醉针对准了林木原子的后搏梗 啊 林木原子一阵晃 往后砸到门上 脑袋磕了一下 顺着门滑坐在地 柯南已经闪身躲在门口 低头用蝴蝶结变声器 调林木原子的声音 好 报仇了 毛利兰转头 跟一脸担忧的新出致敏解释 原子跟我爸爸一样 解决问题的时候 都会沉睡 不 不对 新出致敏一脸凝重地上前一步 蹲在林木原子身前 他这种倒下的姿势不对 让我帮他检查一下 躲在后面的柯南遗憾 转头看到池飞池也来了 连忙从后面抬起林木原子 露出房门的手 晦气打开新出致敏的手 用林木原子的声音道 别碰我 因为马上就是 我推理女王原子殿下的推理袖了 池飞池上前 只是把外套脱下来 盖到林木原子身上 沉默了一下 还是纠正道 女王该叫陛下 门后的柯南 下画线 行行行 陛下就陛下吧 真是的 今天又不是很冷 干嘛还专门上前来盖衣服 新出致敏笑得有些尴尬 起身道 好吧 现在就没有问题了 种本树梅也哭笑不得 表演推理秀之前 也要先注意一下自己的情况吧 至少坐下的时候拢一下腿 别把内裤露出来啊 柯南 Sigma 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 刚才池飞池过来盖衣服 是因为原子坐下的时候走光了 那新出致敏说 坐下的姿势不对 也是因为走 走光 可 他不是故意的 这么尴尬的是 这里的人应该不会胡乱往外说吧 池飞池又回墙边 默默靠墙回消息 名侦探怕不是忘了 虽然园子战斗力不高 但园子有个战斗力爆表的男朋友 还好 在场应该没有嘴碎的人 柯南缓了缓 开始用林木园子的声音进行推理 有池飞池发现 泥地上的长线痕迹 名侦探的进度 要快上不少 放在院子里的客桌椅 是有人下雨时 撑伞抬过去的 连带着那张被石头压住的纸 也一并放下去 然后 对方把那把连接了长线的黑色雨伞 放在客桌椅上 由于还下着雨 对方的脚印 很快就被雨水冲刷干净 而等雨停了之后 对方再用长线把雨伞拉回来 清洗干净 院子里那条长痕 就是雨伞伞间划出来的痕迹 而种本树美在三楼 看到校长撑伞站在雨中 其实也只是看到那把 放在客桌椅上 和校长平时使用雨伞同款的黑伞 做出这件事的 就是自己的雨伞伞间 还在滴水的士谷国帆 由于不知道 这雨什么时候下 士谷国帆才请假待在保健室 等着下雨完成这个手法 当时已经放学 老师又都在开会 一旦开始下雨 外面几乎没什么人 而如果二楼三楼有人 从窗户看下去 也只能看到一把撑起来的黑伞 一楼走廊又被树木遮挡 所以在回收伞 露出客桌椅之前 根本不用担心会被人发现 随着士谷国帆承认 整个闹鬼事件也都清楚了 体育仓库里有抽气声 是因为士谷国帆之前出事故住院 回来听说好朋友保板英章 摔下楼梯身亡 那天早上在仓库里 看到保板英章的桌椅 被放在仓库里吃灰 猜测是不是他住院这段时间 保板英章被人欺负孤立才死的 所以才在仓库里低声哭了 也就是觉得 好友是被人欺负才死的 士谷国帆听说自己的哭泣 被当成闹鬼之后 就故意制造了一系列的闹鬼事件 早上 图书室里胡乱散落在地的四本书 是保板英章去看他时 带去念给他姐们的 因为书很冷门 他把四本书找出来之后 就每天早上丢在图书室地上 只要有人查借记录 就会发现 那些书几乎只有保板英章借过 也就自然而然地 跟保板英章幽灵的事联系在一起 楼梯多出一阶 是因为有学生紧张 所以数错了 算是一个巧合 有学生发现 美术室外的楼梯下 有诅咒的眼泪 是因为他在放灭火器的凹槽下的上面 和附近地板上涂了蜡 每天放学后 就跑回家 把冰冻好的冰块拿过来 因为他家里里学校近 冰块不会中途融化掉 之后 他就把冰块放进凹槽 用灭火器挡住 经过一夜时间 冰块融化 冰水从凹槽里流了出来 而由于凹槽到凹槽附近有水 就不会怀疑水是从凹槽里流出来的 他的手法 也就一直没被人发现 很快 画画的美术生也说了两年前的事 保板英章不是被欺负 被人从楼梯上推下来的 有新的石膏人像送到美术室 他和保板英章值日 就大早上来美术室 想把石膏人像搬到美术室 吓开门的老师一跳 当时他们说着话 保板英章不小心走上了三楼的楼梯 听到他喊财回头 慌忙直下脚 一滑就摔了下来 为了保护 他和石膏像 还垫在了 至于保板英章的刻桌椅 为什么在仓库吃灰 根据总本树美说 是因为保板英章在刻桌椅上 用铅笔留了签名 他们同班同学 不想刻桌椅被别人使用后 导致那个签名被擦掉 也想在毕业拍毕业照时 把保板英章的刻桌椅 也跟大家一起拍进去 所以 全班才会凑钱买了一套刻桌椅 把保板英章的刻桌椅 放到仓库去保存 事故国藩听完后 愣了半天 那也就是说 那个家伙根本没什么怨恨哦 如果要恨的话 也应该是恨我 画画的美术生失落到 因为是我提出 那个吓唬老师的恶作剧 我想 他没有怨恨任何人 新出致命出生 声音温和道 因为当时被叫到现场的 第一个医生就是我 那个时候 他不停地说 我这样倒在这里的话 老师大概会更加吃惊地 事故国藩正了正 随机低头失效 还真像是 他会说出来的话 事件解决 各自回家 天色已经彻底黑了 下过雨的街道上积水 水光映着 林木园子走在路上 打了个哈欠 感觉还是犯困 真不愧是园子 毛利兰笑道 很厉害地推理 啊 是吗 林木园子硬着 一头雾水 他们之后 不就离笑了吗 什么推理 之后发生了什么吗 算了 大家说他推理 那他就是推理了吧 不过我真是没想到 毛利兰转头看新出致命 新出医生 居然听到了那个学生的遗言 不是 其实那个时候 他已经浑身脱力 根本没力气说话了 我是觉得 这样说的话 那个高三美术生 心里大概会好受一些 接下来 我也会关注他的状况 如果他情绪还是不稳定的话 我也会向校长提议 找心理医生来学校举办问诊活动 新出致命笑了笑 看向一旁沉默走着的池飞池 而且 飞池好像就不怎么喜欢心理医生 其实也没什么 有很多成年人 也害怕去医院 去看医生 因为医院总是跟不好的消息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在想 如果我的话能够让他好受一些的话 只要让心理医生来开个讲座就行了 不用专门让他去看医生 毛利兰忍不住笑道 新出医生 还是这么为人着想啊 新出致命走神跟着 看着毛利兰一边走一边转头 跟池飞池 林木原子说话 不过 飞池哥 你今晚不怎么说话 是不是因为感觉闹鬼事件太幼稚了 不好意思啊 让你跟着我们跑了大半天 没有 是觉得有园子就行了 那是当然 有我推理女王园子大人在 根本用不着飞池哥出马 这种小事 我都能轻松解决啊 我明天要把这件事告诉报社 把我的名推理登上报纸 SE季赛结束了 第51名 季赛是1 2 3三个月的月票总和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跟大家平时砸来的票票都有关 然后呢 之前是在60名之后 这几天在大家的支持下 冲了好多名 还是很满足了 嘿嘿 之前也就是想着尽力而为 蹭个活动 加个更求个月票 我还想着文摆就好 总之 谢谢大家 最近一周 可能没有加更了 等我存稿 然后补上欠盟主们的超多更 顺便推一下书 镇腰博物馆 仙侠类 现代修真 主角镇压了各种妖魔鬼怪 不晓得大家敢不敢兴趣 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最后 今天是愚人节 祝大家快乐 整骨有风险 淘气需谨慎哈 叮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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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 新出志明听到自己口袋里传出电话铃声 回神拿出手机一看 停下脚步出声道 不好意思 我突然有个重要的电话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毛立兰笑道 我也先走了 池飞铃跟其他人说了一声 见路上没什么车 朝对面街口走去 拜拜 新出一声 飞铃哥 改天见 林木原子 元气十足地挥了挥手 新出志明留在原地 等其他人走远后 才接起电话 喂 我是新出 电话那边 朱棣站在医院打工用电话 跟新出志明了解了一下今天的事 笑道 那真是要恭喜你呢 没有被怀疑 就这么融入了学校 还是多亏了你帮忙 把假扮成我那个人 在学校的一举一动告诉了我 新出志明道 那么 和你这么通电话 是最后一次了 朱棣道 如果你能完全忘掉我 那才是好事呢 休养好了之后 他大概也不会回去了吧 那个 我还有一件事要请教你 新出志明连忙出声 阻止朱棣挂电话 说完 又有些迟疑 假扮成我的那个人 真的 他脑海里 又冒出了今天的经历 池飞池坐在办公桌旁低头看信 头也不抬地说道 你还是这样 老好人 嗜骨国凡在保健室门口 回头笑着跟他开玩笑 不然爱操心的医生 就会把我抓到医院去了 种本术没转头笑着 你还是这么老好人啊 地单高中的校长 也笑着道谢 多亏了你教我的健身保健操 最近我的腰舒服多了 还有 刚才毛利兰也说 新出医生 还是这么为人着想啊 池飞池那么说 大概是因为冒充他的那个人 说过 要认真对待别人 心意类似的话 嗜骨国凡那么说 应该是以前有同学 因为生病不去医院 冒充他那个人 硬把人拉去了 那个人应该不是第一次 做这种老好人的事 所以大家 才都会那么说 他能这么好地融入大家 似乎是因为那个人 做了他会做的选择 也帮了不少人 如果只是冒充他做坏事 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而且 能够想到 知道他会做出的选择 他觉得 那个人 怎么也坏不到哪里去吧 真的 新出志明问出心里的疑惑 是个坏人吗 电话那边 朱迪愣了愣 脑海里冒出贝尔摩德 拿枪指着他的模样 新出志明轻声解释 跟身边的人接触下来 我怎么也没办法想象 他是个坏人 笨蛋 朱迪发飙了 一个能够笑着杀人的人 怎么可能是好人 嘟嘟 电话直接被朱迪挂断 新出志明低头 看着手机通讯结束的页面 一时无言 他还是第一次见朱迪 发这么大的火 背护中央医院 走廊 朱迪怀疑 新出志明 就是性格太善良 对人好坏的分辨能力 存在极大的问题 气了一会儿 把听筒放回去 闭了闭眼 冷静下来 对 那个女人只是为了伪装 才会连新出志明的性格 也模仿了个彻底 多么可怕的技巧 只是这样而已 米花艇一叮目的街上 路边商店大多已经关门 只有街口一家24小时便利店还在营业 池飞池站在人行道边 头上戴了一顶压低的棒球帽 和冲锋衣的帽子 一同挡住了头发和大半张脸 垂眸静静看着前方的车道 路面被雨水冲刷干净 车道边积了一个水坑 关门商铺招牌上的装饰彩灯映下来 在路面上化成五彩斑斓的光团 这个世界上的好人不少 想跟去世的同学一起拍毕业照 就算只是客桌仪也没关系 全班人一起凑钱买新客桌 因为怀疑好朋友被欺负 而导致身亡 就挖空心思 制造闹鬼传闻 想要揪出那个人 为朋友报仇 或因为提议害死同学 而心存愧疚 两年后 依旧无法忘怀 也会为了减轻他人心理负担 而编造一个压根不存在的谎言 那么 在园艺实体遇到福山之名之前的那十多年里 为什么就没跑到地单高中去 只要稍微早一点 在小学 在国中 或者在高中 在园艺实体没彻底掉进绝望的怪圈之前 只要有一次 那家伙大概就不一样了 说不定跟柯南那些人会很聊得来 他自己就算了 本身就是蔑视人命的人 本身就是更崇尚自我力量 自我信仰的人 从来不指望别人来搭救 但拿书本列个表格 园艺实体做的好事 绝对比坏事多 连淘气惹哭女孩子 踢球打碎陌生人玻璃 恶作剧伤害到人 在彻底失去自信之前 也没有那么冷漠 算得上是一个喜欢维护弱小的人 同时也很难心生怨恨去恨谁 只是想到 这个世界上 鹦鹉会被谋杀的老好人也不熟 他又不想再琢磨下去了 哪怕是打发时间 也不想这么浪费 还不如放空休息一下 或者想想那句老话 好人不偿命 迟飞迟看向街口开来的 黑色保时捷356A 心里默默补充完下一句 祸害一千年 勤酒这个祸害 很有当祸害的自觉 开车到了水坑前也没减速 哗啦一下开过去 才慢慢减速沙停 迟飞迟提前后退了两步 才没有被积水见试鞋子和裤子 等车停下后 上前拉开车门 上了车后座 勤酒心里稍有些可惜 开车往一处视野开阔的河边去 不怪他 谁让拉克好好的地方不站 非要站水坑旁边 还像个雕像一样一动不动 让人想试试 迟飞迟拉下冲锋衣外套的帽子 没有再摘棒球帽 那边宴会结束多久了 说是行动也不恰当 因为过去的 只有殷曲延南一个人 还不是为了暗杀 该做的他已经做了 殷曲延南 只要利用装在车上的针孔摄像头 跟拍目标 直到他确定计划成功 或是失败为止 三号目标是一个富商 家里有从上一辈那里 继承来的钢铁精炼厂 之后还折腾了餐饮 酒店这方面 组织一开始 没有瞄准这个人下套 而是前两年的某一天晚上 这家伙跟组织行动 稍微有了一点交集 酒驾肇事逃逸者的身份 那就别怪组织查清之后 趁火打劫 之后 组织有人联系过对方几次 威胁着对方 替组织做过一些事 不过这人本来就是当妻子用的 联系不深 被安排去做的那些事 大多留有无法补救的后患 容易被警方调查出来 到目前该清理的时候 价值也压榨得差不多了 那自然要找时机清理掉 时间不敢 只要一击致命之前 别惊动对方 让对方跑去找警察就行 而考虑到对方 不是岌岌无名之辈 枪杀容易引发社会关注 让警察加大力度调查 最好制造成意外 或者找个合适的背锅侠 他该做的已经做了 看英曲严难跟拍反馈的结果 成功 清理完成 失败 那就下一个计划 一个小时前就结束了 目标还没有离开酒店 请酒说着 开车转过街口 往前开到一处 视野开阔的河道边 把车停下 辅测家把平板放在前方 戏谑笑道 哦 人已经出来了 显示的画面上 一个四十多岁 身材富态的男人 带着两个保镖 出了酒店大门 而开车的司机 也将车开到了门口 请酒放下车窗就点烟 拉克 你的计划是什么 从调查资料 和有关新闻报道来看 他有一个毛病 如果他自己做错了事 而造成巨大损失 还有人以嘲弄 批判 强硬等令他不满的态度指出 他反而会故意重复错误 想证明自己没有选择错误 只是执行过程中 出现一些细微差错 时飞驰看着男人 走到车前跟司机说话 平静随意 不急不缓道 当然 这几年无论是谁 指出他的问题 他都能成功从错误道路中 找到成功的突破点 让对方无话可说 一共十二次 无一例外 这成了他最骄傲的事 也让他比普通人更加偏执 情报上说 他从两年前的肇事之后 就没有在酒后驾驶过 随身还会带着一个 装有解酒药 维生素片的瓶子 另外 他预约过前两天 在背护中央医院进行身体检查 情报上提供的时间 是下午四点五十分 这些他让飞沫派鸟类跟踪确认过 本来应该是由他去确认 不过他那两天 忙着给无名建基地 就让乌鸦们去了 跟踪确认的信息很多 从药瓶子的样式 放置位置 到对方的走路习惯 抬手习惯的 我那天正好到背护中央医院去 就换了张脸到体检楼层 假装成医生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 把他药瓶里的药 换成了投包菌素类抗生素药物 昨天晚上 我联系到他 提出让他去做一件对他来说很难的事 在他表示事情困难 心态不满时 我态度强硬 跟他说了一句 类似我可不管那么多 谁让你两年前罪嫁逃逸 还被发现了 的话 今天晚上的酒会 对他来说很重要 他一定会应酬喝酒 只要他想起昨天晚上 我给他惹得烦心事 他大概率会重复两年前的错误 一个人开车到两年前去过的那条路上 而在重复错误之前 他会把准备做得更细致 比如 酒后休息一两个小时 让自己清醒 再比如 显示画面中 男人拿出那个直筒状 造型精致的特制小药瓶 拿出两颗药物服下 之后挥手让司机下车 自己上了驾驶座 也没有带上保镖 池飞池没有再说下去 对方已经用行动说明了一切 其实 除了性格弱点之外 他还考虑过 对方对组织的态度 这个人接触组织不深 对于组织没有恐惧 只有被威胁勒索的愤怒 不甘 和对逃逸事情曝光的恐惧 那么 在那种爱面子 近年又屡屡打脸的性格影响下 听到他昨晚用讥讽的语气 说出那种话 再加上这两年被组织压迫的不满 很大可能会做出重复之前错误的举动 就像再告诉他们 我没错 只是我当时不够小心 只要我足够小心 我就不会出错 但酒家真的错了 玩别人的命 也玩自己的命 再比如什么 福特加一时转不过弯来 再比如 事先服用解酒药 保证自己体内酒精含量 不足以麻痹自己的反应神经 请酒抽着烟 态度随意地盯着显示画面 不过他没有想到 自己随身带的解酒药 已经被拉克换成了 头包菌素类抗生素 酒精在人体内分解代谢过程中 乙醇脱青霉 负责将乙醇分解变成乙醇 之后 乙醇脱青霉 负责将乙醇分解变成乙酸 最终会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 持非持出生解释 头包菌素类抗生素 会抑制体内的乙醇脱青霉 服用或者注射过 对乙醇脱青霉较强的 头包类药物 需要敬酒一周 否则就会导致酒精代谢过程中 体内的乙醇增多 造成乙醇中毒反应 也叫双流伦样反应 轻则头颈部血管舒张 搏动性头痛 中度症状恶心 呕吐 出汗 胸痛 心跳过快 血压下降 呼吸困难 恍惚 意识模糊 重则呼吸抑制 过敏性休克 心力失常 急性心力衰竭 猝死 最早会在五分钟后 出现相应症状 晚一些 会在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内发作 显示画面中 男人已经上了车 丢下保镖和司机 自己开车离开停车场 英曲颜男那边 也开车跟了上去 摄像头 一直追拍着对方车子 一般来说 抢救及时 能够保住一命 持飞持盯着平板 可惜他还有心血管疾病 很可能会直接心力衰竭 或者猝死 而就算没有直接身亡 在驾驶过程中 自身出了问题 也足够他出意外了 事后警方调查 得到的消息 只会是他突然一意孤行 想在酒后 一个人开车出去兜风 又不小心把药瓶里 装错得要吃错了 在行驶过程中 因为出现双流轮样反应 而猝死 或是出现了车祸 勤酒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就算怀疑他的药物 是被人替换的 他那个年轻 又对他有外遇的妻子 他那个一事无成 又有个富裕大哥的弟弟 都是嫌疑人 也是最有机会 接触到他药瓶的人 就让警方去慢慢调查好了 福特加了然笑道 那就用不上那种药物了 减少成本 迟非迟到 相比起直接利用 性格里的致命漏洞 和习惯造成意外 aptX4869 和未造成的 AHTX系列成本有点高 勤酒叼着烟 看到显示画面中 前方那辆车子失控 撞进了路边停业的商店 让斯利弗瓦撤吧 让别人去确认 那家伙是否死亡 迟非迟拿出手机 给英曲延南打了电话 让英曲延南开车离开 勤酒见平板显示 画面已经离开那条街 抬手拿过平板 切断了和摄像头的联系 现在福特加应该知道了 拉克这家伙有投毒倾向 应该加以防备 不过可惜 福特加显然没想那么多 同一件事 勤酒和池飞池 两个新机狗考虑的是 N加N加N加 加1的话 那么 福特加想的可能是 嗯 N加1 倒也不能说错 如果事实上N等于0的话 那真说不好 谁会占便宜 等池飞池挂了电话 福特加才颇感兴趣地继续探讨 拉克 酒和安眠类药物 也不用同时服用吧 池飞池低头发邮件给朗姆 表示朗姆那边可以进行死亡确认了 N了一声 乙醇会加速人体吸收大脑抑制剂 并减慢其在体内的代谢速度 使血液中的药物成分浓度 在短期内迅速升高 降低血压 导致呼吸困难 请酒着手教导小弟 葡萄酒里含有烙案 正常饮用的时候 烙案能够被人体分解代谢 而如果加上降压药 人体会无法成功分解烙案 导致头晕头痛 呕吐腹泻 心率失常 甚至脑溢血 福特加 嗯 这个要记下 池飞池 服用了降血糖药物再喝酒 会导致快速降低 引发低血糖休克 福特加 嗯 这个也记下 请酒 抗抑郁药物加酒 会让人困倦 降低判断能力 降低身体协调能力 和反应速度 有可能导致抑郁病情恶化 福特加 嗯 这个也 池飞池 止痛类药物 会刺激 损伤胃粘膜 再加上酒精 有可能导致胃溃疡 胃出血 治疗关节炎类药物 也是一样 福特加 突然觉得大哥和拉克好凶残 这两个人会不会每天在脑海里 模拟别人的108种死法啊 算了算了 记下 请酒没有再说下去 突然转头 看车后座的池飞池 拉克 你应该不会在服药期间饮酒吧 他是突然想起来 拉克那里应该有不少抗抑郁 安眠的药物 这家伙好像还该喝酒就喝酒 别哪天 把自己完美了 池飞池发出邮件 抬头用平静地 透着几分诡异的目光 看了请酒一眼 我从来不吃那些药 他记得 他以前就跟请酒说过了吧 请酒这什么破机性 请酒收回视线 他突然想把福山志明 从美国拎回来 看看福山志明 看到这么嚣张的病人 会是什么反应 对 福山志明还在组织的监视中 按理来说 福山志明知道 拉克住过皮克斯家 等拉克在组织的情况稳定下来 消除痕迹的时候 就该把人清理掉了 但那一位考虑之后 还是决定把人留着 哪天拉克失控得严重 那就把福山志明抓回来 和拉克关在一起 治不好不给出来 因为调查一圈 福山志明这种有经验 有能力 性格又好的医生不多 能力更强的人是有 但大多数 去走学术研究路线了 论接触病人 大概还是福山志明更有经验 而且包容心强 属于那种病人发狂攻击 还能微笑安抚 并找人来给一针镇定剂 并继续微笑安抚的医生 不会心生怨气 或者恼怒 那就能保证 拉克在必要时 可以得到治疗 又不用担心 医生不尽心尽力 反正从调查情况来看 福山志明这个人 不会把曾经的患者抬出去说 而皮斯克杀人 拉克事先接触过皮斯克这种事 关系到两个集团继承人的名声 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就算说了 也有针匙集团 菲尔德集团会出面压着风声 他们也在监视福山志明 随时能把人清理掉 那就留着吧 省得以后拉克失控 找不到合适的医生接手 对了 时飞时突然到 福山知道我和皮克斯有联系 要不要清理掉 说到吃药 他就想起福山志明 仔细想想 他现在再组织也稳定了 那福山志明这个 知道一些情况的人 对于他潜伏 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那组织应该会考虑安排清理才对 那一位该不会是觉得 他身上有更不稳定因素 需要福山志明 想把福山大魔王留着 以后拿来绝杀他吧 能让他背后冒凉气的是不多 这绝对算是一件 试探 必须试探一下 他是不想福山志明死 但要是组织打算 留着福山志明来收拾他 那他也要先下手 把福山志明偷偷藏起来 关好 琴酒面不改色 与其平静道 那家伙最近在美国学术界很出风头 一直待在学校里 再加上自身没有什么 可以抓住的突破口 暂时不用急 人家是病好就丢医生 拉克这家伙 是病还没好 就想医生轻了 瞒住 这张牌不能录 还好他早就想过 拉克会起 早就有应对准备了 池飞池没从琴酒的回答里得到答案 因为福山志明泄露这些事的可能性不大 泄露了也不是不能解决 那组织在 没有找到合适机会之前 不急着清理也是正常的 只是他心里还是不怎么踏实 清理我去 我会跟那一位说的 哼 琴酒冷笑问道 怎么 你就那么迫不及待地想让他死 现在你想他死 等事到临头的时候 你可未必会这么想 别到时候后悔就行了 对于拉克而言 福山志明是最先对他伸出手 耐心地想拉他出地狱的人 他和那一位都觉得 拉克再怎么不耐烦 也不会伤害到福山志明 所以 福山志明必须留 不光是因为 福山志明 能够作为拉克的心理医生 福山志明也 可以在别的时候 发挥一些必要的作用 比如测试拉克对组织的忠诚度 有没有私心或是不可局 让拉克获得成长 当然 那要等拉克的病 用不上福山志明之后再说 泻墨杀驴 也得让驴把工作做完 把该磨的东西都磨了 吃飞吃沉默了一下 没有否认 琴酒摇准的这一点 没错 他怎么也不会对福山志明下毒手 福山志明再怎么烦他 他都没想过 弄死福山志明 但他也不会坦诚 把这种想法告诉琴酒 或者组织任何一个人 一脸平静地偷偷试探 我不知道 或许会后悔 或许不会后悔 不过你们不明白那种感受 病房窗口 就像一个光明正大的摄像头 你什么时候吃饭 什么时候睡觉 什么时候去了洗手间 在房间里做了什么 一举一动 都在别人的掌握中 随时有人 在窗户外看着你 观察着你在布局 简单地没法遮掩丝毫的房间里做什么 不仅如此 他们还想把你心里穿的衣服也扒下来 赤条条地展示给他们看 这么评价有点偏激 毕竟当初他也不愿意让原意识体自杀 拉着身体一起消亡 也乐于被监视着 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意思 舍不舍得杀福山志明 我没想过 也不知道 但那些经历一点不愉快 我弄死他 也是有可能的 他想试探一下 组织对福山志明的态度 哪怕是琴酒的 是把福山志明 作为眼中钉 急于铲除 还是想把福山志明留着 以后用 那还真是讨厌 福特加脑补一下自己 被监视得毫无隐私 就觉得讨厌 不过事情 好像有一丢丢不对劲 不过拉克 你说的病房是 青山第四医院的病房 还是对于病情严重的 特别监视病房 琴酒语气带着一丝细血 有些幸灾乐祸 里面没有任何 可以作为武器攻击别人 或者自己的东西 大概就只有一张床吧 还是带着束缚绳的床 随时可能被绑在上面 拉克对于在那里居住 很有经验 吃飞吃 福特加居然不知道他 算了 那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 琴酒真的狗 福特加 这话 让他怎么接呢 难道他还能去问问 拉克有没有被绑过吗 总觉得是个 很做死的问题 很可能会被拉克打死 不过只是问一问 应该也 还没等福特加 把问题问出来 琴酒瞥见福特加张嘴 察觉情况不对 这个话题不能聊了 以免福特加 说了刺激拉克的话 至于拉克杀不杀福山 我可不管 反正不是我的事 那你可以去找他试试 这样就变成你的事了 持飞时心里有了判断 组织想留着福山志明 至少目前是这样 他再三提到福山志明相关的事 琴酒虽然表示组织在考虑清理 但都没有明确可以考虑去弄死福山志明这种想法 如果琴酒心里 真的把福山志明 当成清理目标 一个死人 那应该会就怎么弄死福山志明 这个问题说上两句 关注点 不会飘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 哪怕琴酒努力掩饰 还是能判断出 琴酒对于福山志明 没那么重的杀心 甚至没有杀心 知道组织暂时没有弄死福山志明的打算 那也差不多了 再试探 容易翻船 不过可以不安好心地疯狂怂恿一下 琴酒可千万别好奇 去找福山志明 不然福山志明 会很乐意接手琴酒这个病患的 我对接触那些心理医生 可没什么兴趣 琴酒没有上当 转而问道 我听说 你找人假装成搬家公司的人 往四号楼下放了一台旧冰箱 还在附近街上装了个摄像头 就走了 这个你又打算怎么解决 等着别人动手 池飞池答道 琴酒懂了 那就是借刀杀人 没再追问 表示自己想去考川并录大熊猫 也还是没打算带上贝尔摩德 今晚没别的事的话 要不要去接团子 然后买点食材 去山上坐一会儿 池飞池表示赞同 团子让斯利弗瓦去接 我们顺路去119号 拿铁签和调料 虽然不知道在琴酒心里 大熊猫是不是山野烤串活动中的标配装饰 但遇上柯南去递单高中 就害他到现在没吃晚饭 去山上吃烤串也好 这边 琴酒开车到一处商业街 让福特加去买食材 自己又开车 送吃飞池去烤串工具 另一边 英曲延南开车到了上野动物园 避开监控翻墙静园 一路摸到熊猫馆的玻璃展示窗前 压低声音对耳机那边道 老板 我到熊猫馆了 现在正在玻璃 玻璃后 一个毛茸茸的黑白熊猫头 慢慢移动到木框旁 偏头 偷看 亮晶晶的黑眼睛直勾勾盯着他 英曲延南愣在原地 原来真的有生物能靠卖萌吃饭 团子盯着英曲延南 默默收了背在身后的爪子 哦 认识的人 那应该不是小偷 自从他给主人准备的水果 被溜进来的那个坏蛋吃过 弄乱之后 他最讨厌小偷了 如果是小偷 那就吃他一记猎肉断骨爪 斯里佛瓦 耳机那边传来 齿飞齿沉静的声音 英曲延南回神 老板 他还没睡 已经发现我了 他叫了吗 呃 没有 朝他招一下手 就是让对方过来那个手势 就在熊猫馆玻璃展示窗外面吗 对 园区里的监控我已经覆盖好了 注意别被人看到 就不会有人发现的 英曲延南 站在玻璃展示窗前 朝里面的团子招了招手 做完之后 觉得自己有点想傻子 先不说他招手能不能让大熊猫过来 就算能 这还有防弹玻璃格 团子在英曲延南的注视下 弯腰扒开展示窗下方的小锁 抓开那道根墙壁仿佛融为一体 很难看到的小门 趴下挤出门 然后站起身 人立着看着英曲延南 英曲延南 嘴角微微一抽 老板 他出来了 这动物园的安全没问题吧 那边的池飞池继续指挥 上前把通讯耳机放到他耳朵面前 英曲延南取下耳机 上前把耳机放在团子耳边 团子 跟着他走 他会带你来找我 听到耳机传出的声音 团子眼睛一亮 张大嘴刚响大吼 又忍住了 滴滴呜呜叫起来 不行 谁知道这是不是录音 先对个暗号 你说 池飞池没反对 没想到团子还挺有戒心 有戒心是好事 不会太容易被拐跑 好了 可以了 团子低声呜呜 你知道我在我说什么 还接对了 那你就是主人 主人 你等我 嗯 团子得到答复 后退一步 抬起爪 用肉垫部分 拍了拍英曲延南 低耳机的手臂 示意自己讲完了 英曲延南迟疑了一下 猜不出团子这是什么意思 但考虑到自己可以问老板 还是把耳机塞回耳朵里 老板 他退了一步 还用爪子拍了我拿耳机的手臂一下 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 他完事了 让你听 池飞池解释了一句 继续道 带他出来 开车到西多摩市 西面玉金山会合 好的 我知道了 英曲延南听耳机那边切断通讯 抬头看了看团子 考虑着 要不要用手或者别的什么拉一下 团子转身 往园区围墙走了两步 回头看英曲延南 嘀吼 走啊 英曲延南一看这动作 懂了 跟了过去 团子带英曲延南走了一条更隐蔽的路 顺便路过园区储存室 溜进去叼了两袋水果出来 放下其中一袋 朝英曲延南扬了扬下巴 英曲延南帮忙拎起水果 跟着团子到了厕所附近 看着团子叼着一袋水果 还灵巧地翻到了围墙上 换了左手拎水果袋子 后退两步 冲上前跳起 用右手抓住 围墙边缘翻了上去 他 专业的 不可能还不如一只大熊猫 一个小时后 英曲延南抵达玉金山 打电话问了池飞池位置 开车行驶了一会儿转进小道 看到前方路边停的保时捷356A后 停了车 下车拉开后座车门 团子 到了 我带你 团子嗅到了池飞池的气味 搜一下窜出车后座 撞倒了英曲延南 头也不回地 吼着往树林里跑 仰头躺地 还差点被踩到的英曲延南 跟大熊猫接触有风险 再萌的大熊猫也一样 树林里的空地间 篝火已经架了起来 肉串也已经开口了 池飞池坐在一块石头上 听到激动的吼声 放下手中还没熟的烤串 站起来 转身 一个圆滚滚的身影 跑到镜前 跳了起来 飞扑 勤酒起身让开 顺便伸手接住了惊慌失措 从池飞池衣服下 窜出来的飞池 飞池被勤酒接住后 飞快吐舌杏子 团子 你还来 主人 团子沉重身体撞向池飞池 兴奋得连四川话都吼出来了 我好想你哦 池飞池稳住下盘 伸手接住撞他满怀的团子 你胖了 感受很深切 要不是他站桩练过 刚才就得到 团子用头往池飞池怀里拱 好久没见主人了 抓紧机会多兮兮 是吗 我还以为我只是毛发更蓬松松了 池飞池弯腰 想把团子放下来 结果团子用两只前肘抱住他的脖子 不肯松手 只能抱着团子坐下 勤酒坐到一旁 把飞翅放到旁边石头上 也没别的 他就是怀疑 大熊猫这种生物 比较喜欢荡挂件 只是这么重的挂件 一般人挂不动 英曲延南拎着两袋水果过来 放到一旁后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车门刚打开 他一下子冲出来 把我撞倒了 对了 这是他从动物园里偷拿出来的 勤酒转头看了看 挂在持飞翅身上的那个黑白大猿团 他对自己的体重一向没概念 团子猛然转头 一口咬了勤酒手中的肉串 把半熟的肉一口露光 只留下一根光秃秃 且被牙齿咬到弯曲变形的铁签 哼 别以为他听不懂 他特地学过日语的 而且 这不就是说 他对自己的体重心里没点数吗 以为含蓄点他就听不懂了 他 阅读理解满分 勤酒吐槽他没数 他就把勤酒的小肉串吃掉 勤酒没打算跟一只动物计较 想把铁签插进身旁的草地里 结果铁签的尖端刚没入 就一下子从中间折断了 被勤酒随手丢到一旁 咬合力不错 团子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从持飞翅身上溜下来 跑到英曲严南拎来的袋子旁 坐下后开始用爪子捞水果 摆水果 豪气地连声吼着 主人 你看看要吃什么 尽管拿 其他人也是 要吃什么自己拿 持飞翅给其他人翻译了一句 四人围着篝火 吃烤串 吃水果 喝啤酒 持飞翅还顺手帮忙烤了条鱼 烤了点蔬菜 酒足饭堡 已经将近凌晨四点 等收拾好东西 赶回东京 把团子送回动物园 天色也一点点亮了起来 由于四号目标 住所附近的监控有情况 四人索性一起到119号 客厅里 持飞翅用电脑 调出摄像头监控视频 投影到墙上 飞翅昨天白天窝 在持飞翅衣服下睡了一天 昨晚跟着团子闹了一晚 作息彻底乱了 天一亮就懒洋洋 趴在沙发上打盹 殷取延南也有些犯困 最近由于要观察 自家蛇精病老板 还有没有跳楼 他的作息也变成了早睡早起 昨天起得早 昨晚熬了一夜 他感觉自己的作息又得乱了 转头一看 勤酒冷漠脸 坐在沙发上抽烟 福特加在一旁拿烟点燃 一看就很适应这种熬夜作息 半点困意都没有 他家老板也在平静脸 专注摆弄投影 似乎也不困 殷取延南无语点了支烟 那就一起熬吧 福特加看着投影到 对面墙上的画面 咦 那边有那么多乌鸦啊 摄像头拍到的画面里 天蒙蒙亮 住宅区附近的电线杆 围墙上 站着不少体型颇大的乌鸦 张着嘴朝那个 从公寓楼里出来的老妇人 叫个不停 勤酒看向走回来的池飞池 你弄过去的 不是 池飞池坐回沙发上 看着投影 乌鸦记仇 大概是他攻击 驱逐过乌鸦 被乌鸦们恨上了 投影画面里 短发老妇人 穿着黑色连衣长裙 和深紫色马甲外套 拎着一根细长的棍子 到了公寓对面的垃圾堆前 挥着长棍 驱赶飞在垃圾袋上方的乌鸦 四号目标 江上陈芝 江上陈芝一生未婚 有一个侄子 名叫江上元济 是他弟弟留下来的遗孤 在认识的人眼里 江上元济是个没正经工作 看起来不像好人的大块头 没人知道他在做什么 但总能拿出钱来大吃大喝 在江上陈芝找上门去 寻求接济的时候 还能拿出钱 打发江上陈芝 一年前的某一天 江上陈芝再一次找侄子 寻求接济的时候 扑了个空 隔了三天再去 发现人似乎一直没有回去 就到警署爆揽 警方接到消息后 立刻展开调查 周围邻居那里 没有任何收获 江上元济经常一跑几天 没个人影 加上一身狠利的气质 邻居躲都来不及 根本没人注意他 什么时候出门 什么时候回来 屋里也没有任何线索 警方虽然怀疑 江上元济在别的地方 还有住所 但没有查到相应的线索 人的行踪没有查明 警方却查出 江上元济很可能 跟一起杀人案件有关 而很快 江上元济的尸体 找到了死于枪击 眉心中弹 子弹贯穿头骨 在被人发现报案时 早已经死了一周 最终 警方推断大块头 是被作案同伙灭口 但调查了很长一段时间 同伙的线索 却是一点没有 只能慢慢 把案子搁置下来 事实上 江上元济是组织外围成员 平时好勇斗狠 拿到枪 就敢往人身上来两颗子弹 凭着敢打敢冲 又在组织里混了好些年 算是外围成员中 比较得重用的几个人之一 参与过一些行动 接触过不止一个核心成员 有时候 还会参与对核心成员的监视 保护 而一年前 江上元济在任务过程中 出了岔子 留下了足以让警方 追查到他自身的线索 还是一条能够让警方 带他回警市厅调查 难以湮灭的线索 这么一个人要是被抓了 抖出的事 恐怕比一个萌新核心成员还要多 组织决定 先一步将人灭口 在警方调查到江上元济身上之前 把人给清理掉 负责灭口的是勤酒 同时 江上元济为了方便在组织活动 方便藏匿热武器 早就在外面用别的身份租了屋子 出租屋 在他被清理掉之后 就有人去搜查过 还顺手放了把火烧的一干二净 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原本这是到这里就结束了 组织没打算对江上陈芝下手 因为从警方调查的前后经过来看 江上陈芝对组织的事并不知情 对江上元济的事也不知道多少 但一个月前 勤酒收到了一封 由陌生邮件地址传来的邮件 你就是元济的同伙 对吧 你杀了他 让他一个人背了杀人罪行 是不是应该给他这世上 唯一的亲人一点补偿啊 我要五百万日元 你可以拒绝 但那样的话 我就会把你的邮件地址告诉警方 警方还在追查一年前的杀人案件 想必警方是很乐意 我去提供元济同伙线索的 是非是不知道 勤酒收到邮件后 脑子有没有卡上两秒 总之 勤酒做出的判断是 一 对方对组织的了解不多 二 我舍不得放弃这个邮件地址 而且放弃很麻烦 那就先稳住人 灭口吧 勤酒回复了邮件 你的姓名 住址 江上陈之老老实实 报上了名字和住址 并且催促快点把钱送上门 勤酒表示 OK 转手把这事丢给两个外围成员 去确认 调查 首先 要确认邮件上说的名字和住址 是不是真的 要调查对方 怎么会知道 勤酒的邮件地址 是哪里出了漏洞 其次 要确认对方有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要不要顺带清理别的人 最后 再跟踪监视一段时间 摸摸这是个什么样的人 会不会留下自己死后某个时间 某个包裹就会寄到警示厅这种后手 如果情况复杂 外围成员搞不定的话 后期可能会有擅长调查的核心成员介入 只是事情顺利的一塌糊涂 两个外围成员接手调查 没有贸然惊动江上陈之 只是把邮件里提到的 原记找了出来 这很容易打听 江上陈之的亲戚 只有一个侄子 而江上陈之的名字 照片 原本的住址等情况 很快被调查出来 福特加一看照片 表示大哥 这个人我们认识啊 江上元记组织外围成员的身份确认 江上陈之确实有可能是发邮件的人 两个外围成员之后 对江上元记开始了监视调查 另外 还有别的外围成员 也介入了调查 半个月后 调查结果就出来了 应该是江上元记活着的时候 给勤九发邮件 不小心被江上陈之 撇到了其中几位数 江上陈之并非锁定了勤九的邮件地址 只是锁定了其中几位数 用一年时间 每隔一段时间就一个个发邮件 把各种组合试过去 直到是出了勤九的邮件地址 而江上陈之人记关系很差 跟周围邻居关系都不好 不太可能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调查后看 也没有留什么后手 那事情就好办了 把人直接解决掉就行 勤九当初说过 调查完了 立刻把结果上报 似乎是想亲自登门 削死那个敢勒索他的家伙 但或许是 接到情报一看 居然是个没什么攻击力的老太太 跟自己预想的敌人有落差 勤九不太感兴趣了 也或许是勤九最近的清理任务不守 江上陈之 只是被列入清理名单中 然后被他选中 他选中江上陈之的原因是 他记得这段剧情 江上陈之 很快就会被人解决掉了 因为会穿得一身黑 多嘴八卦 喜欢去垃圾堆里翻垃圾袋 亏是别人隐私 还有个乌鸦婆婆的外号 他记得江上陈之被杀害的原因 是因为江上陈之 翻了楼上女人的垃圾 从里面找到了对方男朋友 给对方的分手信 捡起来看了之后 还拿着那封分手信 跑去对方店里 大声嘲笑人家 这是一个擅长做死的老太太 米花亭的公寓楼前 江上陈之用棍子赶走乌鸦后 拉开一个垃圾袋 用棍子在里面戳来戳去 企图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他这一个月 真是转运了 一个月前 他站在家里阳台上浇花 突然发现 街对面那边的垃圾堆上的乌鸦 很讨厌 肮脏丑陋 又嘎嘎叫个不停 忍不住拿着棍子下楼 把那群乌鸦赶走 也就是在那一天 他是对了尝试一年的邮件 虽然 对方没有承认自己是原机的同伙 但居然问了他的名字和住址 看样子 真的有送钱的打算 那他就全当是对了 只要能拿到钱就行 而他等着那个邮件地址的主人送钱的期间 又忍不住去驱赶垃圾回收处 那些讨厌的乌鸦 结果在一个垃圾袋里发现了一张奖券 捡回家居然中了三等奖 得了一大笔钱 财富接二连三地来 让他开始每天早上驱赶那些乌鸦 然后占据垃圾堆翻里面的垃圾 因为搞不好 哪天又翻到了奖券了 他 不一样了 只要跟乌鸦争夺到地盘 运气好到爆炸 之后 虽然没有捡到奖券 但他发现 生活垃圾还真是一处宝藏地 他捡到过珍珠耳环 精致工艺品 也捡到过一些有意思的信 标签纸 这些有意思的东西 能让他看穿那些邻居光鲜亮丽背后的另一面 对 那些人外表看起来在光鲜 活得也不如他这个老太太 嘎呀 嘎呀 附近的乌鸦个头很大 被江上沉枝驱赶后 也没有离开 站在附近电线杆上 围墙上 对着江上沉枝一阵怪叫 继续剪 里面有好东西 好好找找 特地给你准备的金戒指 江上沉枝翻到了一枚小小的金戒指 眼睛一亮 从垃圾袋里 把金戒指拿出来 擦了擦 把金戒指放进口袋 发现周围乌鸦看着他叫唤 似乎是源于从乌鸦那里 抢来好运的底气 冷哼一声 哼 我活的年纪 是你们这群畜生的好几倍 能赶走你们 也是应该的 叫什么叫 吵死人了 嘎呀 乌鸦们似乎不懂江上沉枝说了什么 只是盯着 他这个驱逐过他们的人 背护挺 一盯目 119号训练场 池飞池看着摄像头拍到的画面 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记得飞沫说过 最近遇到了讨厌的人 正在收拾对方 这其实不罕见 都市里总有人讨厌乌鸦 不动手还好 一旦动手 乌鸦这种忌仇的生物 也会盯上对方 一点恶作剧是逃不掉的 早前回忆江上沉枝的剧情 他记起江上沉枝驱赶乌鸦的举动 猜测江上沉枝 也是得罪过乌鸦的人 现在飞沫控制着整个米花艇的乌鸦 那飞沫说的讨厌的人里 肯定有江上沉枝一个 只不过乌鸦们的寻仇行动 跟他的行动不冲突 各玩各的 所以他也就没有多问 今天是他第一次 看摄像头拍到的画面 虽然那边没有安装窃听器 只能看哑片 但乌鸦们的举动 未免太和善了一点 换作以往 像江上沉枝这种 不止一次挑衅的人 早就被天降正义惩罚了 但乌鸦们不仅乖乖被赶走 还老老实实看着江上沉枝 捡到好东西 绝对不会是怕了 就算面对危险人物 乌鸦们小心眼起来 想尽办法 也要给对方添堵 来报复对方 更何况一个 没什么战斗力的老太太 使出反常必有妖 难道乌鸦们发现 这是组织的目标 准备等着看好戏 不太可能 就算猜到组织会对江上沉枝下手 乌鸦们该恶作剧的 还是会恶作剧 该出气的 还是会出气 该天降正义的 也绝不会心软 那就是一群 只能我们欺负你 你不能欺负我们的流氓 而且 他以为江上沉枝只 捡到过奖券 才会乐此不疲地去驱赶乌鸦 翻垃圾 他记忆中的剧情里 也只提到奖券 可没有金戒指的事 如果今天江上沉枝 捡到金戒指不是个例 这段时间也有类似的奇遇的话 那就有了另一个可能 乌鸦们再故意诱导江上沉枝 去翻垃圾 以达成更恶劣的报复 琢磨到这里 池飞池打住了思绪 继续看投影 没必要再猜测下去了 要是他想知道 完全可以直接去问飞沫 米花亭 在太阳还未升起的清晨 乌鸦一声赶一声的叫唤 似乎是生生催命的诅咒 江上沉枝皱眉 把手里的木棍 朝一只乌鸦丢去 见那只乌鸦扑腾的翅膀飞起躲开 气得不轻 心里决定 明天再想办法收拾这群乌鸦 转身离开 一只个头不大 眼睛赤红的乌鸦 和一只大体型乌鸦 站在围墙上 啊 飞沫应景地跟着叫唤了一声 盯着江上沉枝的背影 赤红眼睛里透出的情绪十分诡异 既有讥讽 又有仇视 还带着些许说不清的深意 两个月前 米花亭一只巡视的小乌鸦 发现了这个老太太家 准确来说 是老太婆家里的阳台 阳台上挂了不少花盆 虽然那些花盆容易掉下去 砸到路过的人 但对于他们来说 砸也很难砸到他们身上 不如先赏个花 第二天 小乌鸦就跟同伴分享了这个赏花地点 但那一天 三只过去的乌鸦 在落到阳台栏杆上后 爪子都被胶水粘住了 只有一只正拖出来 其他两只再也没有出现过 隔了两天 他们的同伴 在老太婆丢出来的垃圾里 找到了那两只乌鸦的尸体 把残缺不全的尸体带了回去 这种事不罕见 活在大都市里 他们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 曾经也有一个鼻环 耳环带了一脸的年轻男人 幼步乌鸦杀害 更早之前也有乌鸦会死于人类手中 但这种事也不多见 既然他遇到了 那就不会是一场天降正义就算了的 老太婆绝对不想知道 那个鼻环耳环一脸的男人 是什么下场 对老太婆的调查 持续了半个月 然后他开始制定计划 首先 每天都找乌鸦 在老太婆公寓附近晃游 嘎嘎叫 吵得对方心烦 并让对方的注意力 着重停留在垃圾堆上 那天 老太婆突然出门到垃圾堆前驱赶乌鸦 就步入了陷阱 再之后 捡到奖券也好 捡到各种值钱的东西也好 都是糖衣炮弹 天要使人灭亡 必先使人疯狂 他要让老太婆灭亡 就要给老太婆制造疯狂的机会 乌鸦们跟踪了解过老太婆的性格 招摇 短视 八卦 爱炫耀 经常得罪人 做事还不讲理 只要一次次钱财送上门 老太婆肯定会在某个时间 因为炫耀而漏腹 到时候 他们就引一个缺钱的亡命之徒过来 借刀杀人 而就算老太婆藏住了父 也没有被恶徒盯上 那以老太婆的性格 一旦有了钱和好运 肯定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得罪人 再就是 主人说过 生活垃圾容易泄露个人隐私 那他就让乌鸦们 引老太婆来翻垃圾 老太婆喜欢八卦 应该会很感兴趣 他们就等着老太婆 发现某个秘密被灭口 或者得罪了不少邻居 被其中某个人杀害 没有机会 他也会给老太婆制造机会的 前段时间 似乎有几个穿黑衣的人在调查老太婆 不知道跟主人在的那个组织有没有关系 但不管调查的是 主人在的那个组织 还有黑手党 或者暴力社团 都跟他们的报复没关系 各玩各的 掺和进来的人越多 他们越有机会达成目的 他的年龄 也是老太婆的好几倍 那就看看他部的局 老太婆能不能避开杀机走出来 背后挺训练场 持非持用电脑 切换到另一个摄像头的拍摄画面 隔了两条街 一个摄像头被安装在高楼中断 正对着江上陈芝的公寓 公寓四楼 有一户人家的阳台外围 用铁丝挂了一圈花盆 似乎一阵大风过去 都有可能吹掉花盆 造成一起高空坠雾事件 那就是江上陈芝住的404号房 而楼上504号房 一个留着烫卷短发的年轻女人 站在阳台上 看着楼下那个 正好放在窗户下 她一低头就能看到的旧冰箱 长相甜美的脸上 神色晦暗不明 看了一会儿 女人拿出一条连接着钩子的绳子 从阳台窗口放下去 把楼下将上沉至阳台外的花盆 勾了一个上来 放到脚边 紧接着 又垂下一根绑了铁杆和奖券的钓鱼线 一直把铁杆和奖券 垂到旧冰箱后方 把手里的钓鱼线 系在自己阳台栏杆上 转身回了屋里 福特加看着墙上的投影 这个女人想干什么呀 杀人 请酒严谨一该道 没多久 女人到了楼下 走到旧冰箱前趴下 伸手够到铁杆 拉着铁杆把奖券 钓鱼线拉出来 取下铁杆 把连接着钓鱼线的奖券 放在公寓一楼入口处的地面上 往旧冰箱下 丢了一枚硬币 又回了公寓楼 就在女人回到家没多久 江上沉至也到了公寓楼下 低头看到入口地面上的奖券 脚步停了一下 很快又快步上前 弯腰 想捡地上的奖券 脸上也露出了贪婪的笑 看来今天也不是一无所获 说不定又是一次中大奖的机遇 504的窗户后 女人已经戴上了手套 侧身躲在窗帘后 观察着公寓入口的情况 眼看江上沉至弯腰去捡奖券 眼中杀意一闪即逝 快速拉了一下手里的钓鱼线 奖券被透明的钓鱼线拉动 看起来就像被风吹动 轻轻飘向一旁 附近的乌鸦也不叫唤了 默默盯着楼下的江上沉至 背护挺119号训练场的投影前 池飞池 英曲延南 琴九和福特加 也在静静盯着江上沉至的一举一动 江上沉至没有察觉 自己周围都是杀鸡 发现奖券飘走 立刻直起身 跟了过去捡 五楼的女人又拉了两次钓鱼线 让钓鱼线那一端的奖券 飘进旧冰箱底下 看起来就像被风吹进去的一样 江上沉至自然不肯放弃 追到旧冰箱前 直接趴到地上 侧头往旧冰箱底下看了看 发现一片漆黑 索性趴在地上 直接伸手去摸索 飘到里面的奖券 年轻女人站在五楼 抱起了之前放在脚边的 本属于江上沉至阳台上的花盆 发现自己的视线 被旧冰箱顶部遮挡 只能看到江上沉至的身体 而看不到头部 放弃了瞄准 估算了一下江上沉至头部的位置 将手里的花盆砸了下去 花盆在空中高速坠落 砸中了旧冰箱上方一角 稍微偏移了一下 却正好砸中趴在地上的 江上沉至的脑袋 碰 哗啦 花盆破碎的声音中 附近乌鸦似乎受到惊吓一样飞起 再次嘎呀嘎呀 叫个不停 五楼的女人丢下花盆后 转身回屋关好窗户 颤抖着用双手捂住脸 她实在是不能原谅 在米花车站前的面包店打工 用最耐心友善的态度 换取微薄的报酬 曾经的她 有着一个帅气温柔 又跟她是同学的男朋友 两人能够互相陪伴 为共同的未来努力 她在辛苦 心里似乎也有着 无形的力量在支撑 等她学好手艺 攒下一笔钱 他们一起 开一家面包店 两人出售自己做的面包 蛋糕 这是他们美好的愿望 但她的男朋友 居然选择跟她分手 她好不容易才从打击中走出来 生活还要继续下去 她决定忘掉那个男人 只是收到分手信的三天后下午 江上沉至带着一封 用胶带贴好的信 到她的店里 阴阳怪气 那是她收到的分手信 她已经撕毁丢进垃圾桶 再连同垃圾袋 一同被丢到回收站 但被江上沉至翻到了 用透明胶带贴好 带到她店里 去嘲笑她 说什么有意思的信 要给大家念念 打算留着开心一段时间 这么过分的话 她想把信抢回来 却在店里 那么多顾客的眼皮子底下 撞倒放面包的烤盘 狼狈不堪地跌落在面包 散乱一地的地上 生活已经这么艰难 她已经失去了最美好的东西 为什么还有人连最后的体面都不愿意给她留 在那一刻 她心里好像就有一只猛兽 要挣脱心房窜出来 将一切撕得支离破碎 昨天早上去上班时 她看到楼下的旧冰箱 不知怎么就有了一个想法 让她昨天在下班之后 买了一张奖券 她杀人了 楼下 江上沉至一动不动地 趴在旧冰箱前 鲜红血液自头部下方往外扩散 很快慢到了旁边花盆碎片下 渗进了散落一地的泥土中 也染红了伴随着泥土倒在一旁的粉花蜘蛛 五楼的年轻女人缓过来后 重新打开窗户 颤抖着双手 把垂下去的钓鱼线和线上的奖券往上拉 回收到屋里 十多分钟后 天色大亮 住在公寓楼里的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男人 西装革履 拎着公文包下楼 准备新一天的打工人生活 可是刚走出公寓入口 就看到入口旁边 那具倒在旧冰箱前的尸体 和尸体下方蔓延开的鲜血 吓得惊叫一声 在男人报警之后 警方很快抵达 开始勘察现场 飞沫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周围还留下一些乌鸦 等着看热闹 背护艇119号训练场 池飞池关闭了投影 在电脑上翻出江上陈芝的资料 打上以清理的标记 然后用电子感应笔签上了 Ropee这个代号 虽然江上陈芝已经在摄像头下 死得不能再死了 但后续也会有人 去确认江上陈芝死亡 在资料里加上确认死亡的信息 然后签上自己的代号或者名字 江上陈芝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死亡确认 多半会有某个外围成员去一趟 然后这份资料就会封存起来 压在资料库底下 或者直接被销毁 大楼那边的摄像头 不用他去拆 等过段时间 警方调查结束 谁安装的摄像头 谁去拆 如果没留下指纹 不拆也行 那个对准公寓的针孔摄像头很隐蔽 而就算被发现 警方也不会知道 那个摄像头跟命案有什么联系 至于江上陈芝发到 琴九那里的邮件记录 琴九也早就找人 从网络上入侵清空了 不用担心查到组织头上来 这样的话 拉克这边的两个目标都解决完了 福特加感慨道 而且警方怎么查不到组织的头上来 只用了一个酒冰箱 还真是简单又窍无声息 池飞池把电脑合上 没有我找人放那台酒冰箱 他被杀也是早晚的事 英曲延南偷偷描了一下 池飞池的平静脸 他怀疑老板是在狡辩 要是没有 那台酒冰箱 说不定那个女人就不会想到杀人呢 就算想到了 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搞不好就放弃了 然后逐渐忘记呢 所以 这个事件里 他家老板就是个诱人犯错的混蛋恶魔 池飞池没想那么多 起身把电脑放回柜子里 就算没有他 那里也会有别的酒冰箱 或许会晚上一两天 但乌鸦婆婆被杀害是必然的 江上陈芝得罪的人太多了 不是楼上那个女人 也会是其他人根本不用组织出手 他让人去放旧冰箱 是为了锁定江上陈芝的死亡时间和地点 地点 肯定是冰箱附近 而时间 大概会再放置旧冰箱的第二天 因为凶手第一次看到旧冰箱 心里有计划 去买奖券做其他准备 大概第二天就能行动 最迟也不会超过两天 这样一来 只要在附近步上摄像头 他就能够坐着 通过远程监视把事情确认了 不用再往那附近跑 留下什么痕迹 只是现在看起来 这场犯罪 就像是由他挑起来的源头 是他给了别人犯罪的机会 又使别人犯罪 他也没法解释 没有我也会这样 解释不清 那就算了 这个锅他背好 殷取严男心里吐槽着 起身去饮水机前接水 你们说 警方能不能查出 是楼上那个女人作案 哎 他家老板害人不浅 那个女人往旧冰箱底下丢了硬币 案发现场看起来 就像是江上的硬币掉进了旧冰箱底下 他去捡的时候 又被自己家挂在阳台上的花盆砸中 而附近有很多乌鸦 警方说不定还会怀疑 那是乌鸦不小心用爪子勾到了花盆 勤九没心思去留意 那个女人怎么样 起身准备撤 没有侦探 或者别的什么人干涉的话 警方大概会以意外结案 不过那跟我们没关系 你们那边完事了吗 池飞池问道 一号 二号都清理完了 勤九转身往门外走 波本那个家伙 执意要去追查赤锦秀衣那群FBI的下落 双和会那边需要人去进行行动前的确认 大概需要等上几天 等确认过后 我们再去会一会 那个即到的兴起之秀 福特加立刻跟上 还顺手帮忙关门 英曲延南喝着水 等电子门重新锁上后 才出声道 老板 朗姆手底下的那个人 也就是寒蝶会的法律顾问 最近似乎在搞小动作 让寒蝶会跟双和会 闹出了一些矛盾 池飞池看着英曲延南 你觉得他们想做什么 最近英曲延南 没有往寒蝶会跑 但也会不时打电话 跟寒蝶会的成员发发简讯 也笼络了一小批人抱团 吸引高山姨女的注意 帮朴生彩香和郎母 安排那个法律顾问 制造活动的空间 对寒蝶会内部的情况 也算是有些了解 我还是简单说一下 事情的经过吧 英曲延南端着水杯 跑到沙发上坐下 一开始是寒蝶会的女孩子们 跟双和会的人起了一点冲突 这很常见 一般是由社团高层出面和解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毕竟今年各方面的政策 都不是合集到组织生存 大家也都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树敌 但这一次 高山姨女的态度很强硬 跟双和会没有和解的打算 对外说是立威 必须让其他人知道 寒蝶会的女人不是好欺负 本来这么说也没错 但我在寒蝶会里熟识的一个女性朋友说 最近高山姨女和法律顾问频繁见面 秘密商议着什么 我偷偷问过普生 她说高山姨女含糊跟她透露过 跟双和会的事有关 牵涉其中的 还有山口组 高山姨女最近也带上那个法律顾问 跟山口组的高层 组长接触过几次 池飞池没有打断英取言难 只是静静听着 现在的寒蝶会 有经常混迹酒吧 夜总会等地方的女性作为成员 除了那些职业女招待 还有一些叛逆的附加千金 各行业中被伤害过 或需要抱团取暖的女性 也在纷纷加入 人是不缺的 这些人又给寒蝶会拉来了庞大的人脉关系 而寒蝶会背后 还有一条走私线 再加上帮人平视事务所 投资经营的酒吧等 资金也不缺 又收拢了不少法律 金融界的人才 总体来说 发展的快稳定 其中一把年纪的高山姨女 还有了个寒蝶夫人的头衔 目前 寒蝶会内部有三大派系 一是英取言难 虽然是寒蝶会里少有的男性异类 但本身在寒蝶会建立前 就提供过一条走私线 在其他人眼里 是一个神秘 野心勃勃 背景深厚的元老 往英取言难这边靠的成员不多 但也算是 有了一个小集体 二是高山姨女 作为会长 高山姨女手底下的人 或许称不上派系 但因为英取言难的存在 他们算得上 是根正苗红维护会长派 就像正义的大臣 防着可能会篡位的反贼 而高山姨女这一系里 最受高山姨女信任 接触各方面事务最多的 是一个法律顾问 郎母的人 三是普生彩香 同样算不上派系 只是年轻一些的女孩子抱团之后 都是一些喜欢玩闹 年纪最多十六七岁的女孩子 说是派系 但实际上没有什么话语权 平时也不参与什么利益纷争 跟其他两个派系的关系都还不错 代表着新生代 目前普生彩香 还是高山姨女 心里的结语花 看好的继承人 对普生彩香这边的小派系 高山姨女不仅没有一丝针对或者不满 还全心全力地教普生彩香 怎么去挖掘 笼络人手 英取言难和高山姨女两方 也没有爆发什么冲突 但两边的人都很认真地防备着对方那群人 说起来可笑 别人眼里的三个派系 背后都有组织的影子 组织搭建了一个一台戏 派了三个人出去唱戏 给高山姨女这个努力发展帮派的工具人 组剧玩游戏 没事的时候 高山姨女很有话语权 但只要涉及到组织利益 寒蝶会要换个会长 也能换得顺利轻松 我考虑过 我们要把双和会的高层都给除了 双和会肯定会变成一盘散沙 因取言难一脸严肃的分析 朗姆那边的人 应该是想让寒蝶会趁机接手双和会的地盘和人 但如果寒蝶会单独接手 一旦警方发现双和会的高层都死了 那么杀人嫌疑就会落在寒蝶会头上 而寒蝶会也会被其他几道组织警惕 所以他们想拉上山口组 把利益大头让给山口组 也让警方和其他几道组织认为 双和会的事是山口组做的 背个警方查不出证据的黑锅 却得到了不用怎么付出的利益 山口组会同意的 蝶飞池语气平静道 而朗姆那边的人 大概不会说是他认识的人去 暗杀了双和会高层 说自己只是听到了一些风声 说不定还可以打着去找神秘人买消息的名义 从寒蝶会那里赚一笔钱到组织里 没错 殷取言难点了点头 他也是这么想的 这么一看 组织就像一条恐怖的 藏在寒蝶会身后的吸血虫 这件事您好像不知道 最近也没别的事 所以我跟您提一下 我知道了 蝶飞池拎着飞尸站起身 你困就先回去睡觉 我去看看小白鼠 没错 朗姆是没说这件事 但并不意味着那一位不知道 也不代表朗姆故意隐瞒着他和请酒这边 在他们这些人眼里 寒蝶会就是一个工具 根本没必要去争夺什么 更大的可能是 朗姆想在筹备得差不多的时候 再告诉他们 想是这么想 但是蝶飞池还是给那一位发了邮件 双和会的是 朗姆似乎想让寒蝶会掺和进来 Rookie 在池飞池看完小白鼠出门后 那一位的回复也传了过来 这件事已经得到了我的许可 朗姆打算 把双和会留下的一些残余利益利用上 那边会小心行事 不会让寒蝶会或者组织被人盯上 果然如此 池飞池收起手机 打开盒上的笔记本电脑 重新调开摄像头监控 画面中 警方已经封锁了酒冰箱附近的现场 而路边围观人群中 柯南 袁泰 布美 光艳 背着书包 站在人群前排围观 在看柯南破案和回家睡觉之间 他选择后者 关闭电脑 走人 米花艇公寓楼下 柯南 袁泰 布美 光艳围观着围观着 就要越过警戒带 麻烦大家别进来 千叶和声维持着秩序 看到偷摸靠近警戒带的四个孩子 惊讶了一下 很快又不觉得奇怪了 原来是你们几个 又是这些喜欢跑案发现场 还不怕尸体的小孩 光艳一脸兴奋 千叶警官 这里发生了什么 拜托说一点给我们听 我们说不定可以帮忙 不行 不能说 千叶和声一脸无奈 看吧 这几个孩子 是真的不怕命案和尸体 柯南看到就冰箱前画了人形轮廓 那个难道是 袁泰都知道那是什么了 惊呼出声 难道是凶杀案 周围围观的人群 立刻小声议论起来 啊 凶杀案 真的是凶杀啊 好可怕 不是不是 这只是一起意外事件 千叶和声连忙提高声音安抚民众 不是什么凶杀 意外事件 柯南好奇 别那么大声嘛 千叶和声 无奈挠了挠头 想着 要是不说清楚 这些孩子也不会走 说不定又传出什么谣言来 弯腰凑近四个孩子 小声说了情况 这里的确死了一个人 是一个在这栋公寓独居的老太太 她的名字叫江上陈芝 今天早上 她出门回来的时候 楼上有一个花盆掉下来 刚好砸中了她的头 花盆掉下来砸到头 柯南抬头往公寓楼上方看去 果然在一户人家的阳台外 看到了一圈挂在外面的花盆 这栋公寓 只有那一个阳台有花盆 不眉也抬头跟着看去 轻声道 挂在那里很危险呢 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 袁太道 光焰也皱眉道 真是太没功德心了 那个房间的主人 到底是谁啊 404号房 千叶和声抬头看过去 被花盆砸中的江上陈芝 救助那间房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婆婆 是被自己放在阳台上的花盆 砸到头不死了 柯南觉得有些不对劲 太巧了吧 我们是这么猜的 千叶和声道 这个婆婆也太可怜了 袁太感慨 千叶警官 一个警官拿着记事本 跑到千叶和声面前 这洞楼的住户们说 他们以前就跟死者 抗议过花盆的事 想让老太太 把花盆搬到屋里去 以免花盆掉下来砸到人 不过这个老太太 怎么样都不肯听 是吗 千叶和声一脸感慨 要是他听邻居劝告 今天也就不会因为 乌鸦的恶作剧 发生这种事了 为什么说是乌鸦的恶作剧 柯南又问道 千叶和声 看向四周高处 看见了没有 这附近有很多乌鸦 江上婆婆住的是四楼 应该不会是野猫干的 也许有一只乌鸦不知道嘴 或者脚被花盆勾住 在挣扎的时候 才会把花盆弄掉下来 也就是说 是乌鸦害死了江上婆婆吗 不美看着附近的乌鸦 皱了皱眉 可是飞沫很好啊 跟人一样 也会有坏乌鸦的吧 光艳正色道 我们的侦探徽章 不是被一群坏乌鸦抢过吗 柯南也觉得 不是乌鸦做的 盯着现场看了一会儿 问了两个问题 还是没找出 自己心里那一丝不对劲 来自于哪里 由于还要上学 四个孩子没有多停留 在离开时 504号房的年轻女人 跟不美打招呼 也被名侦探注意到了 名侦探上课 也在琢磨这件事 之后再上学之余 花了两天时间 把案子破了 而另一边 池飞鸦在 119号训练场的实验室里 抛了五天 准备把新一版的 药物成品做出来 每天家里 实验室两点一线地跑 唯一一次去别的地方 还是到新出知名家里吃饭 等完成药物 池飞鸦才想起 江上沉滋的事 用电脑翻了一下 江上沉滋的资料 查找不到 页面全部清空 说明事情已经完结 还有之前 他负责的三号目标 同样也找不到相关资料 这些人 一不是试药的试验品 二不是什么重要 特别的人物 死了 也不会牵扯出 太厉害的人来 更不会造成动乱 确认死亡之后 连流荡的资格都没有 池飞鸦看过之后 就关闭了页面 就着电脑 给那一位传邮件 AHTX1031 可以进入人体实验阶段 不过最终成品 可能还要根据人体反应 和相关数据 进行调整 Rookie 这是那一位的要求 让他在研究到 能够作用于人体的时候 就说一声 在等那一位回复的时候 池飞鸦又去看了 繁殖出一群的子铜小白鼠 不管是人工受孕 自然受孕 还是用之后繁殖出的 子铜小白鼠 和一开始 那只子铜小白鼠 配种繁殖 用普通小白鼠 和一开始 那只子铜小白鼠 进行配种繁殖 小白鼠的存活率一直很低 要么死在胎中 要么出生就有问题 挨不过两天就死了 折腾了这么久 子铜小白鼠 也才弄出了八只 还凑不过十只 他也一直没舍得 用子铜小白鼠进行实验 这些都得当种鼠 继续繁殖 问 池飞鸦调好 饲养设备的水 凉 温度和湿度之后 那一位的回复 才传了过来 不要随便用人做实验 可以用组织的敌人 但不许用核心成员试药 池飞鸦没有再回复 那一位变了 曾经可以秒回 到现在偶尔要等上 很久才回复 还天天防备着 他去毒害自己的手下干将 就好像印证了一句话 得到了就不珍惜 一日 阿利博士家外 红色雷克萨斯 SC刚一停下 元太 不美 光艳就立刻围了过去 慧原哀和柯南 也往车旁靠拢 池哥哥 早上好 不美盯着车窗后 探头的飞鸥 笑着打招呼 飞鸥 你也是 早上好 池哥哥 飞鸥 早上好 其他人也跟着开口打招呼 柯南和辉原哀 都悄悄关注着车里 他们听不美说过 池飞鸥养了白猫的事 一直想看看 在元太 光艳炒着想看猫的时候 也加入了赞同队列中 就是不知道 池飞鸥下车后 一道白影窜了出来 飞快窜上一旁 阿利博士家的围墙上 不美转头 看着围墙上的白猫 笑弯了眼 池哥哥果然不会让他们失望 无名 早 我是不美 你还记得我吗 无名带来了啊 元太也跑到围墙下 抬头往上看 好漂亮 光艳惊叹 晨曦中 白猫身上白色短毛柔顺发亮 没有一丝杂色 低头看着汇聚在围墙下的五个孩子 闭蓝眼睛中 瞳孔缩成点长的椭圆 那是当然了 他每天都把自己打理得漂漂亮亮的 会员挨抬头看着 担心他们太热情 吓到了猫 下意识地放轻声音 确实是个很漂亮的孩子 原来是他 柯南认出来了 这不是他和福布喂过的那只白猫吗 不美好奇回头 柯南见过无名吗 在柯南解释 他在赤马事件 见过无名的事的时候 阿力博士也走了过来 飞驰 你来了呀 阿力博士看上去精神抖擞 又抬头看围墙上的无名 这就是无名吧 是啊 光艳有些苦恼 可是他一直不肯下来 大概是大家太热情 吓到他了 会冤挨仰头看着无名 对于那孩子来说 太过热情的态度 反而会让他很不适应吧 就像习惯了寒冬的人 突然见到阳光 反而会惶恐不安 或许还会逃离 试探 需要一些时间去接受 柯南 辉原确定这些想法是猫的 而不是自己借着猫 悄悄表达感想 也对 无名很害羞 不美仰头看着无名 放轻了声音 一定是我们吓到他了 柯南看了看 没觉得无名哪里有害羞的样子 他倒是觉得这只猫 浑身透着冷静 高傲的气息 只不过 他也没法判断 这只猫是不是表面上镇定 这么一想 简直就像辉原一样嘛 阿丽博士脑补小白猫一脸高了 内心紧张的情况 也想到了辉原哀 笑眯眯对围墙上的无名道 我们今天会很努力地钓很多鱼 你的晚餐有着落咯 钓 原泰 不美和光艳 疑惑转头 看阿丽博士 鱼 池飞池也看向阿丽博士 今天不是日常露营吗 柯南解释 博士是觉得 以前一直去露营 这一次就改变一下 带大家去神奈川那边的海域里海钓 当然 晚上的咖喱饭大会 也不会取消 吃飞是回想了一下 这一段剧情的海钓 今天是阿丽博士的生日 原泰兴奋到 而且还可以变成咖喱全鱼大餐聚会 不美遗憾 勉强笑着 咖喱和鱼一起煮 味道会很奇怪吧 好了 我已经联系好了渔船 阿丽博士笑着道 钓鱼工具和鱼饵那边 也已经准备好了 无名抖了抖耳朵 起身往隔壁工藤家围墙跑去 不断喵喵喵叫着 主人 我不想去海上 那种没捉落的感觉太讨厌了 你们去吧 我等你们回来 不美一看无名这反应 待在原地 吓 吓跑了 光烟也有些猛 是我们刚才太大声了吗 袁太猛 我们这么吓人吗 他只是不喜欢去海上 时飞时说着 脑海里在想别的事 他不太确定 今天是不是阿丽博士的生日 但准备礼物总是没错的 就算不是 那也可以当平时送朋友的小礼物 只不过现在毫无准备 他得想想 给阿丽博士的礼物送什么好 阿丽博士觉得 池飞驰是在宽慰他们 猫就是被他们吓跑了 不过看孩子们释然的模样 也就没有拆穿 转头看池飞驰 没来得及开口 就看到池飞驰 转身往一旁去 池飞驰往街道另一边走着 低头拿出手机 博士 我去打个电话 啊 好 阿丽博士愣了愣 无奈抬手摸了摸脑袋 我还想问问飞驰 他要不要自己准备吊具呢 柯南呵呵干笑 池飞驰这家伙 不管准备什么吊具 大概率都钓不到鱼 池飞驰走到另一边围墙下 先给勤酒发邮件 神奈川附近海域海钓 一天 Rookie 目前时间是上午八点半 池飞驰也不指望勤酒能及时回复 打完卡就给大山迷打了个电话 又给飞沫发了邮件 得到大山迷和飞沫肯定的答复之后 池飞驰才转身 去找阿丽博士 跟阿丽博士开着两辆车 带着五个小鬼头前往神奈川 车子直接开到了神奈川码头 阿丽博士提前联系好的渔船 已经等在了码头上 没多久 渔船离开码头 往海浪悠缓的大海中驶去 池飞驰守着五个孩子 穿好救生衣 才带着五个孩子到甲板上 不没跑到船边 闭眼感受了一下 笑道 海风好凉爽啊 飞驰已经溜下来 跟着一群孩子跑到船边 辉约蹲下身 拎起飞驰 让飞驰能够看到大海 又从口袋里 拿出一串小浮球浮标 低头往飞驰身上绑 绑上这个 就不用担心掉下海了 飞驰 虽然不太喜欢接触海水 但它会游泳啊 掉下去再及时爬上来也行 这么绑上一大串浮标 它总觉得 自己下一秒 就会被荡尔丢到海里 然后被飞离那么大的鱼吃掉 池飞驰看着辉渊挨往飞驰身上绑浮球 察觉手机震动 转身走到一旁接了个电话 才重新回到甲板上 心里计算着时间 大山迷已经买到了礼物 而飞沫过去指定地点 拿到东西 大概需要三十分钟 无论去东京码头搭 飞离便船过来 还是自己飞过来 那也得两个多小时 他们要去防波大地钓鱼 路上大概需要半个小时 到那里的时候 肯定来不及把阿丽博士的礼物送上 不过回程的时候 应该能赶上 会员挨察觉 身旁有人靠近 视线从海面上收回 仰头看向 走到身旁的池飞池 你今天一直有电话 是有什么事要忙吗 阿丽博士挠头笑道 飞池 要是你有事要忙的话 其实也不用特地陪大家过来 没事 池飞池到 我也没什么好忙的 会员挨没有追问 重新看向大海 提前给池飞池打预防针 不管能不能钓到鱼 看一看壮阔的大海 始终是能够放松心情的好事 对吧 飞池哥大概还是钓不到鱼 他得提前开导一下 池飞池看向海面 嗡了一声 清凉的海风徐徐吹着 一望无际的海面上 亮着鱼鳞一样的光斑 确实很让人放松 辉云埃一看 池飞池应该没有执着于钓到鱼 放心了 脸上露出浅笑 看海面的目光也柔和了不少 大海被称为人类的母亲 偶尔 一个浪花打到船边 溅起的海水 洒了辉云埃一头一脸 池飞池转头看着被海水忽脸 原地愣住的辉云埃 响起一个段子 后骂 辉云埃 阿里博士 凑过来的柯南 破 柯南第一个没忍住笑喷 发觉辉云埃偏来 觉得当面笑话不太好 选择背过身偷偷笑 池飞池蹲下身 拿出手帕 帮辉云埃擦了擦 顺着下巴往下滴的海水 辉云埃无语的心情好转了不少 看了看手里 绑了小浮球 同样被溅了一身海水的飞池 把飞池递上前 要不要用清水帮飞池洗一下 不用 池飞池帮 辉云埃擦了脸 又帮飞池擦了一下身上的海水 柯南在一旁看着 心里吐槽辉云埃 现在当小孩子 真是当得心安理得 完全忘了 他也没少心安理得的 让别人帮忙 擦沾到脸上的污渍 尤其是毛利兰帮忙擦的次数最多 阿里博士见清理完了 重新看向大海 感慨道 不过 大海也确实被称为生命之源啊 柯南一愣 这我没回想 生命之源 这么说的话 今天好像是 哎呀 你们几个小朋友们 也来防波大地钓鱼吗 一个中年女人走上前 出声问着 淡笑的脸上 有些岁月留下的细纹 但从五官来看 再往前退十多年的话 也是个很受欢迎的漂亮女人 光艳点头 是啊 阿姨 袁太补充道 我们会一直待到下午 那要不要跟我比一比 女人笑着弯腰问三个孩子 看看谁钓到的鱼多 如果我输了 就请你们吃一大盒便当 怎么样 便当 袁太馋了 我做的奶油蟹肉饼 可是很好吃的哟 女人笑眯眯说着 转头问身后跟上来的高瘦男人 对吧 筋骨 高瘦男人戴了顶渔夫帽 把手里的便当盒举起来 笑道 是啊 一直吃你的拿手菜 到底是渔夫的女儿 用海里食材 做的料理 还真是没话说 光艳迟疑 可是我们都是刚学钓鱼 那就去问问景田吧 女人提议道 她懂得可多了 景田 袁太疑惑 就是这艘渔船的主人 女人抬手指着驾驶室 解释道 她还是个现役渔夫呢 对于钓鱼 她什么都懂 简直就是个超级专家 哈哈 不行不行 再怎么问 也钓不到鱼的 一个身材发胖的男人 笑着走上前 在袁太面前弯腰 摸了摸袁太的头 因为他们的年纪 还小 怎么样 也只会是光头的了 说完 又哈哈笑着离开 光头 袁太瞪大眼 她不是光头 有头发的 光艳疑惑 看着哈哈大笑 离开的胖男人 年龄 发型 跟钓鱼有关系吗 柯南解释 光头在钓鱼里 是指一条鱼也钓不到啊 不要介意 辉原哀一脸无感到 这只是中年大叔 无聊开的玩笑而已 这家伙 袁太不爽 看着胖男人离开的背影 随即握紧拳头 好 我们去请教那位渔夫 今天一定要钓 好多金枪鱼回去 好 光艳和不美 也斗志昂扬地 举了举拳头 三个孩子 跑去问渔船主人 钓鱼诀窍 而池飞驰 阿里博士 柯南 辉原哀 继续留在甲板看风景 咦 中年女人注意到 辉原哀手上的飞驰 猛了猛 没敢靠近 小妹妹 你手上的是 是蛇吗 高手男人诧意看去 你们是打算用蛇 做鱼饵吗 飞驰 他果然被当成鱼饵了 不是 辉原哀把飞驰 往怀里藏了藏 比较担心这两个人 是那种研究鱼饵的 钓鱼狂人 把飞驰抢去做鱼饵 这是宠物 我只是担心 他掉进海里 才会在他身上 绑上浮标 不过辉原哀 大概是想多了 女人看着飞驰 根本没敢上前 原来是这样 渔船开到防波大地前停下 渔船主人景田 到了甲板上 等钓鱼的人上岸后 大声喊道 那么我先回去了 三个小时后 我再来接你们 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 我三十分钟就能到这里了 中年女人 高瘦男人和胖男人 应了一声后 就各自去找钓鱼地点 袁太 光燕 布美三个孩子 一脸不爽地盯着渔船开走 朝渔船做鬼脸 略来自池飞驰的注视 布美感觉背后 有道凉嗖嗖的视线盯着他 僵硬转头 看到池飞驰的注视 汗了一下 连忙解释道 我们刚才去问 那个渔夫叔叔钓鱼诀窍 结果他把我们当小孩子骗 所以我们才有些生气 光燕和元太 这才想起池飞驰在 心底嗖嗖冒凉气 转身加入对池飞驰解释的队伍中 他一边笑一边说 不要像小孩子一样胡闹 很过分 对吧 池飞驰 本来就是小孩子 还那么介意 别人把他们当小孩子 而且 因为大地上的脚步声会传到谁里 柯南看着三个孩子 面对池飞驰的怂样 也没有心思吐槽 有人管得住三个熊孩子 是好事啊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 让你们不要兴奋地跑来跑去 要是把鱼吓跑的话 就钓不到鱼了 那他也可以直说啊 元太低声嘀咕 嗯 阿里博士注意到 那个胖男人 跳到大地外的水泥块上 吓了一跳 他这样很危险啊 要是小孩子跟着他学怎么办 江考先生一直是这样 高瘦男人 看向坐到水泥块上的胖男人 他喜欢坐在水泥块上钓鱼 这么大的海 这里的谁怎么那么浅 回元埃看着水泥块 户堤的水泥块 都露出水面了 是因为这里 岩层凸起的形状很复杂 中年女人解释着 还是离抱飞吃的灰原埃远远的 不过也多亏了这个 船不好开进来 所以很多钓鱼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 这里可是一个绝佳的钓鱼地点呢 元太站在大地边往下看 这种地方算是绝佳的钓鱼地点吗 是啊 柯南笑道 防波大堤对于鱼儿来说 就像是人造的自带餐厅的宾馆一样 来觅食的鱼 来产卵的鱼 都会住在这里 真的吗 元太高兴着 转头看着来的冰河 那这么小的冰河 柯南提醒 鱼儿为了度过冬天而觅食的季节 已经过去了 元太 早知道就带大一点的冰河过来了 柯南 鱼的数量不会很多 不美 如果放不下药怎么办啊 光焰 可以借冰河的吧 柯南 到底有没有人在听他讲话 三个孩子叽叽喳喳 讨论鱼太多怎么办 说着说着 连开鱼店卖鱼的想法都有了 池飞池 辉远埃和阿里博士 已经摆好了小凳子 收拾着钓具和鱼儿 其他两个钓鱼客 也都纷纷找到了合适的位置 开始钓鱼 柯南看了一圈 发现真的没人听他说话 也就没再说下去 防波大堤上 一群人排排坐盯着海面 半个小时过去 浮标没有动静 池飞池眼观鼻鼻观心 面无表情地盯着海面 飞池伸长脖子 告诉自己要有耐心 一个小时过去 浮标还是没有动静 和其他人一起吃过午餐便当后 池飞池继续冷漠脸盯海面 飞池跑到一旁 碗绑在自己身上的浮标球 去他的耐心吧 他已经放弃期待了 一个半小时过去 海面上的浮标 依旧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仅是池飞池这边没有动静 少年侦探团五个孩子 阿力博士 其他三个钓鱼客都一无所获 阿力博士怀疑鱼儿没装好 手杆检查了一下 见一切正常 又把鱼钩甩了出去 两个小时过去 圆太不美 光艳开始打哈欠 揉眼睛 会员哀也打了个哈欠 转头看了看冷漠脸 丁海面的池飞池 又转头 看了看远处的三个钓鱼客 看起来谁都没有钓到鱼 大家都没有收获 那还好 不会太打击飞池哥 不过他们上次去参加钓鱼比赛 好像就是一条鱼都没有钓到 不会是被飞池哥传染了吧 两个半小时过去 大地上 飞池和一串浮标缠在一起 身体扭曲得奇奇怪怪 急切用只有池飞池能听到的声音求助 主人主人主人 一旁静静坐着的池飞池突然站起身 嗯 灰原哀疑惑 看着池飞池往后走 在池飞池走上前的时候 飞池自己试着扭身子正了正 结果把自己缠得更紧了 主人主人主人 池飞池蹲下 把飞池连带那一团浮标捞起来 默默解着上面缠得乱七八糟的线 你别乱动 飞池立刻不动了 乖乖等着被解救 灰原哀被飞池吓了一跳 连忙上前蹲下 看着池飞池拆缠成员的浮标 献 蛇身 少年侦探团和阿力博士 也跟着围上前 看着被缠得动弹不了的飞池 难免心生同情 飞池没事吧 不美担忧问道 没事 池飞池帮忙解开一个结 继续应付下一个 柯南觉得匪夷所思 虽然会员为了防止浮标滑开 特地找了防滑的绳子 但蛇身上的鳞片光滑 应该不容易被献缠住才对啊 蛇这种生物 就算有人用绳子去缠 也很难把蛇缠住 更别说飞池一直是自己 在后面玩的 飞池到底是怎么把自己缠成这样的 池飞池见怪不怪 不是第一次了 飞池每次都能玩出个捕兽节之类的绳节 不知怎么把自己弄进去 不知怎么拉紧了节头 又不知怎么就在外面 打上各种上吊节 活节 死节 绑掉线的节 偶尔还用身体和绳子 组成各种奇葩的节 还是越挣扎越紧那种 他相信 就算是跟光滑的钓鱼线 飞池也能把自己给缠在里面 论打劫技术 他不如飞池 会员挨在一旁等着持飞池解开绳节 也没了再往飞池身上绑浮标的想法 怕了怕了 飞池自由之后 不舍得看着持飞池手里的一串圆球小浮标 他又不会钓鱼 玩这些小圆球挺好玩的 主人 我还想玩浮标 你放心 我会小心不让自己被缠住的 持飞池把浮标放到飞池身边 回了钓钙钱 一条鱼都没有上钩啊 不美揉了揉眼睛 坐回小板凳上 元太阳头看了看天空 是啊 天气明明那么好 就是因为天气好 才难钓鱼啊 柯南也憋不住了 科普钓鱼跟天气的关系 用来打发时间 在水不那么深的地方 阳光会把水照得很清澈 鱼儿就会比较警惕 所以 其实 阴天或者小雨的天气 更适合钓鱼 不过 话虽这么说 但这个钓鱼地点很好 很快就能有收获的 还是不要抱希望比较好 钓鱼比较适合慢性子的人 辉原哀说着 转头看坐在 他身旁的池飞池 其他人跟着看向池飞池 很快淒淒一汗 池飞池 依旧面无表情地盯着海面 专心致志 没有半点加入闲聊的打算 不美 池哥哥真的好有耐心啊 柯南 他怀疑池飞池想把海面盯个窟窿出来 元太 池哥哥的目光和脸色好严肃 阿力博士 认真的令人害怕 光艳 要是钓不到鱼 池哥哥不会发飙吧 一片寂静中 辉原哀最先回神 飞池哥 你 真是努力 不过也别有太强的好胜心 钓鱼本来就是用来放松心情的 池飞池看着海面 我很放松 他已经放空大脑了 还不够放松吗 嗯 没错 有时候没法得到大海回赠的礼物 不是因为不够努力 运气或者别的原因也很重要 阿力博士斟酌着用语 所以说得很慢 只是说着说着 突然有些遗憾 脑头道 就连我也没有收到过像样的礼物啊 哈哈 袁太看了阿力博士片刻 起身走进柯南 压低声音问道 柯南 你说这里能钓到各种各样的鱼 对吧 那么能钓到鱼鱼吗 柯南半月眼 不可能了 在两人嘀嘀咕咕时 不美的浮标 顺着海水流动的方向飘走了 还好有在水流向最下游的中年女人 帮忙捞了浮标 静静坐了十多分钟 袁太又坐不住了 嚷着 要钓一条鱼鱼 跑向大堤前方 不要用跑的啦 柯南无语出声提醒 还有 他都说了 不可能钓到鱼鱼的 袁太放轻脚步 轻手轻脚地往大堤前方走 突然停下脚步 回头道 池哥哥 飞驰又把自己给缠住了眼 地上跟浮标县缠成团的飞驰 其实他可以尝试自己解一下的 池飞驰又上前帮飞驰解绳结 别动 好的 飞驰乖乖不动了 渔船随之开了过来 景田岩从船上下来 跟一群人打招呼 大家收获怎么样 钓到鱼了吗 当然 阿里博士尴尬笑 没有 跟我脑袋一样是光头 那还真是遗憾 景田岩又看向那边的三个钓鱼客 放声问道 那三位的收获怎么样 中年女人已经站起身 我也是灵胆 我也是 高手男人无奈笑着回应 又转头对中年女人道 我们下午换个地方 怎么样 好啊 中年女人欣然答应 哎 我们要走了哦 阿里博士 朝坐在水泥块上的胖男人挥手 加油啊 没用的 高手男人收拾着钓杆 江考先生只要一钓鱼 就会不说话 也不动 直到钓到鱼 他才会兴奋地跳起来 是吗 柯南看着胖男人的背影 发现对方真的一动不动 跟持非持有的一拼 随后 江考身旁的鱼杆滑落到海里 本人却还是一动不动 喂 江考先生 是不是睡着了呀 景天岩跳到水泥块上 艰难地走上前 抬手拍江考的肩膀 喂 你 江考往前栽倒 差点掉到海里去 柯南脸色大变 连忙跑上前 江 江考先生 你怎么了 景天岩浮起了江考 脸色惊慌地喊道 振作一点啊 放开他 柯南跑到镜前 等景天岩放下江考后 皱眉检查着江考的状态 还有呼吸 但嘴唇变紫 脸色也呈青紫色 这是无法呼吸的证据 但是脉搏很清晰 心跳也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 察觉池飞迟到了身旁蹲下 柯南提醒到 原因可能是脑部障碍 或者神经毒素中毒 池飞迟翻了一下江考的瞳孔 观察着江考的面部肌肉 两侧瞳孔不对称 肌肉震战 神经毒素中毒的可能性比较大 管不了那么多了 柯南把江考放平 将江考的头往后靠 保证江考呼吸到畅通 深呼一口气 准备进行人工呼吸 虽然中毒的可能性比较大 他对这个人进行人工呼吸的时候 自己很可能也会中毒 但就像他说的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要是再不急救 柯南还没来得及低头做人工呼吸 头就被池飞迟按住 推到一旁 池飞迟推开柯南后 平静脸从口袋里 翻出一个巴掌大小的小型氧气瓶 又拿出一个除菌塑料袋 柯南茫然抬头 就看到池飞迟把氧气瓶的管子 接到塑料袋上 池哥哥 这个是 氧气瓶可以暂时供氧 不用你做人工呼吸 池飞迟把氧气瓶的供氧打开 调整之后 又将塑料袋撕开一个口子 付到姜考口鼻上 帮忙按着 柯南立刻帮忙 按住塑料边缘 腾出一只手 接住池飞迟递来的氧气瓶 池飞迟继续掏口袋 拿出一卷医疗胶带 把姜考脸上的塑料袋边缘固定了一下 还把氧气瓶也贴到姜考手臂上 起身扶起姜考 往大堤上走 老 老公 中年女人眼角有泪花 急急迎上前 全部站在原地 柯南在池飞迟前方开路 先一步爬上大堤 抬起双手拦在女人身前 正色道 谁都别动 他很可能是被人下毒 而中毒的人 就在现在在大堤上的人之中 原来如此 辉原哀让开路 不能让假装惊慌失措的犯人 有机会湮灭证据 池飞迟把姜考扶到大堤上后 把人脑袋往后仰着放平 起身继续从口袋里往外掏东西 注射针筒 小瓶葡萄糖 算这位姜考先生运气好 没有遇到情酸化合物之类的剧毒 毒素剂量不大 还能吊着调命 也还好 他身上有一点上次找新出致命药的阿托品 本来是打算放家里的 结果没来得及放就跑过来了 总之 麻烦你先开船送姜考先生去医院 柯南对景天言说完 转头看身后的池飞池 池哥 其他人看着池飞池拿着注射器 和小瓶装的小瓶葡萄糖 还往口袋里拿出一小瓶粉末状药物 沉默 这 我带了阿托品 池飞池抬眼看向中年女人 她是你老公 有没有过敏源 尤其是药物 啊 中年女人愣了愣 盲腰头道 没有 我没听说过 她对什么药物过敏 池飞池蹲下身 继续从口袋里拿东西 装点酒的小瓶 装酒精的小瓶 纸血袋 棉签 有不知名液体的小瓶子 不管怎么说 注射阿托品 还是要先做皮试 柯南 问题来了 她的小伙伴每次出门 到底带了多少东西 缺什么有什么的感觉 好神奇 辉元I看了看 江靠脸上的简易供养装置 嘴角微微一抽 不愧是池 多拉A 非池个 那个 不美好奇问道 阿托品是什么东西 辉元I平静脸科普 阿托品是作用于神经系统的典型的 M胆碱受体阻断药 对于沙灵 塔崩 索曼 维埃克斯 这类有机磷 或有机磷酸质类化合物毒素 也就是神经毒素 阿托品都能够减轻中毒症状 周围静了一瞬 元泰 不美 光艳三的孩子 一脸茫然 高瘦男人呆 你 你们到底 中年女人也呆呆看着一群人 是什么人啊 柯南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选择沉默 如果是问她一个人 那她肯定想也不想地 坚定自信地回答我叫江湖川 是个侦探 但有了池飞池和辉恩I加入 就不太好说了 尤其是池飞池这家伙 要是介绍一下这是一位兽医 这两个人和景天岩船长的心情 肯定会特别复杂 要真说起来 他们就是小孩子侦探家 不务正业兽医家 实际年龄和外表 和自身水平不服的药物研究者组合 不美深呼一口气 神色认真 我们是少年侦探团 光艳和元泰整齐说着 还和不美一起拿出侦探笔章 池哥哥是我们团宠的主人 不美指着爬在地上的飞池 认真脸介绍 他是飞池 就是我们少年侦探团的团宠哦 飞池 团宠 他有答应过吗 好吧 就当他答应过吧 光艳不好意思地挠头 池哥哥 他大概算是顾问吧 池飞池 他又变成什么顾问了 中年女人和高瘦男人 这什么跟什么啊 他们怎么觉得 越来越迷惑了 柯南 就这样吧 总比告诉他们 给江靠先生做皮事的那个年轻人 其实是兽医要好得多 池飞池先给江靠做了皮下注射 对一脸呆傻的景田言道 还是要送他去医院 啊 啊 好的 景田言回神 上前帮池飞池 搀扶起江靠 那就让池哥哥和景田先生 送江靠先生去医院 柯南说着 转头看阿丽博士 博士 你帮忙联系一下救护车 让他们去码头接人 另外 通知警方的人过来 阿丽博士点头 拿出手机打电话 会员挨腰拎起地上的飞池 我跟飞池哥一起去 柯南点头 凑近辉原阿耳边 压低声音叮嘱到 叮紧那位渔夫船长 虽然他之前都不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钓鱼 但他刚才接近过江靠先生 他也有可能是 事先利用安眠药之类的药物 让江靠先生睡着 在假装发现 江靠先生不对劲 靠近江靠先生的时候 用毒针之类的东西 刺进江靠先生下毒 我明白了 辉原阿看向船上和池飞池 一起把江靠放平的景田言 轻声道 如果他是凶手 在路上说不定会对江靠先生 甚至是我和飞池哥下毒手 也有可能在 抵达岸上后逃脱 不过不用担心 有飞池哥在 要是他有什么小动作 下场绝对会很惨 柯南想到持飞池的武力值 沉默了一下 还是小心一点 如果他是凶手 身上说不定还带有神经毒素 知道了 辉原阿转身往船上去 渔船很快开离防波大堤 柯南 布美 光燕和阿丽博士开始查案 袁泰依旧执着地守着自己的鱼竿 等了一会儿 发现浮标在海面上晃动 眼睛一亮 连忙伸手 拿起架在旁边鱼竿 钓鱼 钓鱼 他一定要钓到一条大鱼 渔船上 景田言在驾驶室里 驾驶渔船 江靠被放平在驾驶室门口 会员埃站在一旁 帮忙盯着景田言 顺便计时 飞池哥 时间差不多了 看样子没有过敏反应 可以注射阿托品了 没有过敏反应 我给他注射阿托品 就这样 有异常在联系 池飞池对电话那边的救护人员说完 放下手机 按挂断键 等 嘟嘟嘟 对面的医生 就不能跟他们沟通着来吗 那边知道剂量吗 阿托品注射量不对 可是会中毒的 好令人担心 船上 池飞池给江靠注射了阿托品 然后帮忙按着针眼 顺便探脉搏 由于不确定江靠的中毒情况 他注射的剂量很小 也就帮忙保个命 会员阿全程帮忙留意 确定从注射剂量到注射过程 都没什么问题 又静静等着一旁 江靠先生怎么样 驾驶室内 景天言担忧道 他没事吧 情况还算稳定 不会有生命危险 池飞池平静说着 依旧蹲在江靠身旁探着脉搏 突然袖子 到江靠左手腕旁的衣袖 有被挂破的痕迹 放下江靠的右手 腾出手 拉起江靠的左手 他记得这个案子 随着江靠的左手被拉起来 衣袖往下滑了一些 江靠左手腕上 一道被划破的伤痕 也随之露了出来 慧云哀看到后 悄悄瞥了一眼 驾驶室内的景天言 凑到池飞池身旁蹲好 盯着江靠手腕上的伤 低声道 看起来是刚留下没多久的伤 很可能凶手 就是用涂了毒素的某种东西 划破了他的手腕 让他中毒 可是接近过他的人 到防波大堤上之后 靠近过江靠的人 除了飞池哥 江湖川 就只有景天言了 主人 柯南和小爱怀疑景天言 柯南让小爱 盯紧景天先生 飞池简单汇报 自己刚才偷听到的话 又疑惑到 不过很奇怪 在江靠先生不对劲的时候 我就一直盯着他那边 包括景天先生 跑到他身旁的时候 我没看到景天先生 用什么东西 刺他 或者割他的手啊 不一定要靠近 池飞池站起身 那个高瘦的男人 挥云哀一愣 难道那个男人就是凶手 池飞池转头问 驾驶室里的景天言 景天先生 那个戴鱼服帽 身材瘦高的男人 叫什么名字 池原哀松了口气 心里突然有些好笑 应该是那个高瘦男人 那里有线索吧 也对 飞池哥可是连那些人 当时的情况 和江靠先生的关系 都没问过 怎么可能这么快 就发现凶手 要是这都能找出凶手的话 让留在防波大堤 解决事件的 江户川同学情何以堪 你是说金谷先生吗 景天言笑了笑 老老实实道 他叫金谷疯人 跟江靠先生 白根小姐 是认识很多年的朋友了 他们以前是同一个 钓鱼协会的爱好者 之后白根小姐 跟江靠先生结婚又离婚 但他们三个人 依旧会约好一起钓鱼 关系都很好 坦白说 我很难相信 他们会对江靠先生 下毒手 持飞池点了点头 与其平静地 对辉原哀悼 嗯 就是金谷疯人做的 景天眼手一抖 渔船急甩了一下 开出了一个S型 好不容易才稳住 深 什么 辉原哀也没能反应过来 飞池哥 真的找出凶手了 这就找出凶手了 不可能的了 他们景天眼汗了汗 想解释什么 却又沉默了一下 这么说的话 金谷先生以前 好像喜欢过白根小姐 只不过白根小姐 嫁给了江靠先生 之后白根小姐离婚 似乎也是江靠先生提出来的 他可能有些 替白根小姐鸣不平 可是因为这个 就对江靠先生下毒的话 似乎也说不过去 辉原哀看着池飞池 手法呢 大家都在大地的 同一面钓鱼 虽然我们 跟他们有一段距离 但要是他跳到水泥块上 接近江靠先生下毒 我们也能够看到 而如果他用了某种手法 没有靠近江靠先生 就割破了江靠先生的手腕 在那种开阔的地方 什么机关陷阱 都会被我们看到 我能想到的 只有利用鱼钩 在鱼钩上涂上毒素 然后在甩干的时候 让鱼钩 勾到江靠先生的手腕 可是想要一次性就甩干 让鱼钩勾破江靠先生 裸露在外的皮肤 似乎不太容易吧 你或许能做到 但其他人不行 但要是他多尝试几次 一直把鱼钩往江靠先生身上甩 就算江靠先生不觉得奇怪 我们也会看到 并觉得奇怪的吧 过节 迟飞迟到 就是指 两个钓鱼者的钓鱼线 缠在了一起 辉原哀正了正 整理着头绪 也就是说 金谷先生故意让自己的钓鱼线 和江靠先生的钓鱼线缠在一起 然后让江靠先生帮忙解开纠缠的线 在江靠先生收回线 拿着鱼钩准备解开线的时候 他往后用力一拉干 鱼钩就能划破江靠先生的手腕 这么一来 他确实不用接触江靠先生 就能下毒 他还在鱼钩上粘了江湖 池飞迟垂眸 看着江靠袖子上的粘着物 先涂毒 再涂上一层江湖 这样就算鱼钩先在海里飘了一会儿 也不用担心 鱼钩上的毒素 被海水稀释 冲走 可是利用过节的方式下毒 其他人也有可能吧 景田言忍不住问道 只有金谷先生可以 池飞迟肯定到 当时大堤附近海水的流向 是先经过阿丽博士 我 小I 柯南 布美 袁泰 光艳 之后 是金谷先生 在水泥块上的江靠先生 最后才是白根小姐 原来如此 辉原I懂了 想要让自己的钓鱼线 和对方的钓鱼线 很自然地缠到一起 只有在海水流向上游的金谷先生能做到 他只要在甩干时 把鱼钩甩到江靠先生的鱼钩附近 海水流向带动鱼钩和钓鱼线 往江靠先生那边移动 就会很自然地 跟江靠先生的钓鱼线缠在一起 而白根小姐的鱼钩 就算顺着水流方向飘 也只会飘到没有人的右边 至于我们 则是因为距离太远 没法在那么远的距离 控制鱼钩越过金谷先生 跟江靠先生的钓鱼线纠缠 所以能做到的 只有金谷先生一个人 持飞持补充 为了增加钓鱼线纠缠的几率 他应该绑了不止一个浮标 让鱼钩更容易随海水流向飘去 不过因为在钓鱼的时候 绑上一串浮标 或者一串钓钩都很常见 有人就喜欢这么钓鱼 所以就算被其他人看到 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 辉原哀和景天岩沉默着整理头绪 想来想去 发现这个推理真的没有什么错漏 找不到反驳的点 真正新鲜的鱼 躺在驾驶室门口的江靠 突然睁开眼 难难道 真正新鲜的鱼 是在大海里自由自在的鱼 池飞池 辉原哀 景天岩 江靠浑浑噩噩的呢喃 真正新鲜的鱼 江 江靠先生醒了吗 景天岩回头看了一眼 继续开船 他对钓鱼还真是痴迷一眼 这个时候还在想着鱼 是啊 辉原哀上前蹲下 江靠先生 你还好吗 你还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吗 江靠愣愣盯着天空 在海里自由自在的鱼 池飞池帮江靠数了脉搏 观察了江靠的瞳孔和脸色 既然醒了 那说明情况已经好转了不少 不过不确定人有没有傻 啊 景天岩低声惊呼 听天游命吧 辉原哀也表示 没办法了 池飞池走到船边 也没有问景天岩抽不抽烟 看着大海 自己点了支烟 日本没有散烟的习惯 原因是吸烟有害健康 在日本人眼里 散烟就像在唆使人家来 败坏身体 是很失利的行为 所以 不会有人给别人递烟 都是自己抽自己的 提到香烟 问的 也只会是你介不介意我抽支烟 你讨厌烟味吗这种问题 也正因为这个 大多数人都只习惯抽某一个品牌的香烟 其他人就更不会随便敌烟了 江靠 鱼 女人一样的 辉原哀走到池飞池身旁 也看着大海 任由海风把自己的头发 吹得往后飞扬 放松了一会儿心情 看着池飞池 把烟灭在甲板上 突然有些好奇 飞池哥 你以前知道了真相 又等着江湖川推理的时候 是为了给他思考 提升 累计经验的机会吗 不是 池飞池很实诚道 我只是不想做笔录 辉原哀一噎 这个理由真是真实的 让他无法反驳 那你不会觉得 等着很无聊吗 是很无聊 池飞池依旧实诚 所以我这次才拉上你 对破案没期待了 他就想直接掀桌子 拉上一个或者一票人 跟他一起无聊 这样心里就平衡了 辉原哀突然想起 上次怪盗机的空中漫步表演时 他无聊到犯困 撇了池飞池一眼 拿出手机 拨通一个号码 喂 江湖川 辉原 怎么了 那边 柯南语气带着一丝紧张和急迫 你们应该还没有抵达 神代川的码头吧 是不是景田先生他 不是 辉原哀想到自己要摧毁 名侦探破案的乐趣 突然有些小期待 语气也轻松得很 我跟你分享一下 飞池哥的推理 下读的是金谷疯人先生 就是那个戴鱼肤帽的 瘦高男人 手法是 持飞池没有阻拦 悠哉悠哉地吹海风 看海景 偶尔摧毁一下 名侦探破案的乐趣 是一件能让人心情变好的事 开船的景田言 又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外边的小女孩在打电话 年轻男人也在一旁看风景 留下江靠 躺在驾驶室门口 嘀嘀咕咕 沉默 可怜的江靠先生 这是已经被放弃了吗 防波大堤 柯南听着电话那头 辉原哀 把手法说了一遍 表情渐渐从紧张 担忧 变成麻木 光艳 布美和阿力博士 还在打量地上的便当盒 那么 是这份便当里有毒吗 确实和金谷先生的便当一样 也是白根小姐做的吧 怎么会 柯南面无表情 对 他们才刚问清楚了 江靠和白根是前任夫妻关系 还在怀疑 白根因为被离婚心生不满 在便当里下毒 虽然他觉得 不太可能是便当里有毒 但目前还没有头绪 结果池飞池那边已经完事了 电话那头 会员哀还在继续道 至于动机应该跟白根小姐有关 景田先生说 金谷先生曾经喜欢过白根小姐 而白根小姐跟江靠先生结婚之后 又被江靠先生甩了 金谷先生 大概是为白根小姐抱不平吧 虽然为了这个杀人 有些不可理喻 但说不定还有别的内情 柯南依旧面无表情 很好 那边连三个人的关系都了解完了 还比他们这边了解的详细 慧云爱说完 又语气悠缓地问道 好了 就这些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柯南深吸一口气 尽量稳住 是迟哥哥跟你说 你觉得没有期待感 才故意打电话 把这些都告诉我的吧 慧云爱语气不变 学了迟飞迟偶尔纳气人的时程 是啊 被你看穿了 好的 我没什么问题了 柯南面无表情地挂断电话 这种混蛋行径 他们一群侦探在黄昏之馆 就已经玩过了 你想推理 不好意思 我要直接跟你说答案了 都是被迟飞迟逼疯的 他现在一想到 他们这边刚问完基本情况 那边就直接抖答案 害他都没来得及思考 也没了推理的乐趣 心态就极度失衡 不行 他改天也得坑别人一波 持飞迟不行 那家伙破案速度太快 他只能先忍住 等以后超越持飞迟的时候 他要让持飞迟 也尝尝他现在的感受 一遍还不够 要一百遍 一百遍 福布那家伙倒是可以 有时候破案速度还不如他快 可是也快不了多少 他得想办法让福布 还没弄清全部线索 就直接讲答案才行 阿丽博士跟光彦 不美 研究了一下便当盒 发现柯南居然没有掺和着开口 转头一找 就看到柯南右手捏着手机 站在一旁走神 脸色一会儿凝重 一会儿恼怒 凑近后低声道 心怡啊 你也没有头绪吗 柯南计算自己 折腾到福布评刺的几率 也很低之后 烦躁地双手抱头 把头发挠乱 可恶 坑其他人也不行啊 比如阿丽博士 毛利大叔 孩子们 坑了 也没有成就感 其他人齐刷刷 看向柯南 光彦沉默了一会儿 好了 柯南 你不要着急吗 不美也跟着轻声安慰 是啊 柯南时间还早 我们可以慢慢找出下毒的人 如果找不到 可以等吃哥哥回来 再让他帮忙 柯南已经放下了双手 低头盯着地面 听到不美提到池飞池 脸色灰暗不明地 发出一阵怪异的低笑 金谷疯人 白根童子 不美 光彦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远离了柯南 只有背对这边钓鱼的袁泰 依旧在拉鱼竿 跟鱼较劲 对这边发生的事 充耳不闻 阿丽博士一头冷汗 担忧地看着柯南 欲言又止 星医这样子很不对劲 看上去比 飞驰还不正常 不会是平时 想到那个组织 想到自己一时便不回去 压力太大 导致星医憋出心理疾病来了吧 完了完了 他该怎么跟幽作和有戏子交代啊 柯南笑够了 抬头看向筋骨疯人 脸上还带着像是开心又不太像的微笑 看上去很诡异 筋骨先生 是你做的吧 啊 筋骨疯人看着柯南 又往后退了小半步 看了看柯南 又看向阿丽博士 那个 这个孩子他 不眉脸色有些发白 小声提醒道 柯南 你现在的样子好可怕 柯南一愣 也发现自己抽抽了 收敛了脸上的笑 让自己认真一些 只是虽然觉得自己幼稚 但一想到池飞池 还是忍不住瞬间臭脸 如果他哪一天疯了 别问原因 问 就是池飞池给逼疯的 是会员了 他刚才打电话给我 说池哥哥已经知道 是谁下的毒了 他还不得不替池飞池 给大家解释 推理 但这一次 池飞池别想让他帮忙做笔录 这边 柯南企图用推理平复心情 另一边 渔船抵达神代川码头 等救护车把江考拉走后 又返航回防波大堤接其他人 算算时间 警察应该已经到了吧 驾驶室里 景天言叹了口气 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 有一艘冒烟的渔船 哎 那条船怎么了 池飞池沉默盯着海面 慧玥挨瞄了一眼 见池飞池不吭声 也没有表态 背靠大海吹海风 放松心情 放空大脑 去不去帮忙都可以 踏实没关系 还是先去接大家吧 等回来的时候 再来看看 那艘渔船怎么样了 景天言拿准主意 开船继续往防波大堤去 突然也沉没了 他刚才好像一个 自言自语的蛇精病 论明明船上还有两个活人 却感觉只有自己一个人 在试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是飞池盯完海面盯天空 他记得这次事件中 横沟重物 因为催渔船加快速度赶往现场 结果催的渔船都出故障冒烟了 而之后 醒过来的江考 表示不追究 和其他人一起隐瞒警方真相 这件事就过去了 刚才那艘渔船 应该就是警方搭的那艘 如果让警方在江考清醒 表示原谅之前赶到 这个事件就会立案调查 他们就要去做笔录 虽然有阿力博士和柯南在 他可以逃一下 但笔录这种麻烦事 能没有就没有吧 所以 他们必须让那艘冒烟的渔船 和警方继续停留在海面上 再就是 算算时间 飞沫应该到了冒烟的渔船上 横沟重物 急躁催促修船的渔夫 快点 到底好了没有啊 你怎么那么慢 喂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修好 渔夫无语 警官 你能不能不要再催我了 把船都催出故障来了 还催 见鬼 横沟宠物持续急躁 抬起手腕看手表 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案子呢 外面海上 一艘渔船绕开冒烟的船 继续往防波大滴开去 远处海面 露出海面的竖旗 劈开海浪 快速冲向渔船 后方海浪重新汇聚 拉出一条长长的白线 沙 景田眼脸色变了 不 是金鱼 一条金鱼 朝着渔船撞过来了 惠元哀立刻跑进驾驶室 能避开 前方 随着竖旗靠近 竖旗上的一个小黑点 也越来越清晰 惠元哀 他看到了一只眼熟的 骑鲸鱼的 叼着礼品盒的乌鸦 景田眼没有察觉 惠元哀的异样 皱眉盯着前方 鲸鱼速度太快 找东西抓稳 我尽量避开 不用 池飞池路过驾驶室窗口 往前方夹板走 找我的 啊 景田眼猛了一下 下意识地看向辉元哀 什么意思 辉元哀沉默了一下 跟着出驾驶室 应该是找飞池哥的 景田眼 鲸鱼找 等等 鲸鱼好像确实减速了 飞离在靠近渔船时 减缓了速度 在离渔船有一段距离的海里停住 探头 但带齐的海浪 还是打得渔船晃晃 池飞池抓住船的栏杆稳住 辛苦了 飞沫叼着包装过的礼品盒 飞向渔船 一小只的主人 还是那么可爱 飞离习惯性地跳了一下 企图将头搭上渔船 声音透着喜悦的笑意 抱抱已经不能满足了 好想一口吃掉 驰飞驰 这个想法不 下一秒 渔船翻了 一般游轮支撑飞离搭个头是没问题 但轻了不少的渔船 明显不行 哗啦 飞沫连忙叼着礼品和飞向高处 看着飞溅的老高的水花中 渔船彻底翻了个面 顺着捞了一下 飞向远处的飞翅 抓稳 在水花中努力往上飞 飞离这体重 恐怖 飞远哀才走到甲板上 还没来得及看清 就感觉一阵天转地转 人也掉进了海里 驾驶室里 景天言差点没来得头撞天花板 察觉船翻了后 连忙游向外面 随着船翻覆 飞离也没能搭头成功 重新落回了海里 察觉自己闯祸了 愣了一秒 但看到海里往飞远哀那边游的池飞池 眼睛一亮 快速冲上前 张大嘴 阿乌 飞远哀原本也朝池飞池那边游 眼睁睁看着一条黑白色的庞然大雾 先他一步追上池飞池 掌大嘴一口下去 瞪大眼睛的同时 也忘了秉析 一串气泡 往上方海面飘去 他家飞池哥被鲸鱼吃了 被鲸鱼吃了 吃了 假的吧 这什么魔鬼发展 景天言游到飞远哀身旁 连忙拽住飞远哀 朝翻覆后 海底朝天飘在海面上的船只旁游 飞离没有用牙咬到池飞池 半张着嘴 先一步扶上海面 把头探到翻覆于船旁边 池飞池无语 从飞离嘴里爬上船 以后别这样 吓人 忍不住想试试吗 飞离撒娇 我不会伤害到主人的 景天言拉着飞远哀到船旁 扶出海面 见面前多了一双手 抬头看了看安然无恙的池飞池 呆呆把飞远哀先递上去 池飞池接过飞远哀 放到身后 又伸手 把景天言拉上来 慧云哀看了看池飞池 确定池飞池身上没有伤 才看向在海面上 露头的大型生物 刚才慌乱中没看清 现在看到一只黑白色 看起来还算可爱的虎精 它也突然生不起气来了 关键是 看着虎精刺出的白森森的牙 它也不敢生气啊 惹毛了虎精 他们这里三个人 加一条蛇 也不够吃的 等等 飞翅呢 飞翅被颠飞到哪里去了 在慧云哀抬头往四周看时 飞沫叼着礼品盒 抓着飞翅飞下来 落到帆覆的渔船上 放下飞翅和礼品盒后 朝辉云哀嘎嘎了两声 吓我好 小爱 飞翅也精神奕奕地 网坐在渔船上的池飞池那边爬 熟练地从袖子钻进去 从衣领探头 兴奋道 主人 飞翅真厉害 刚才我飞得好远哦 景天言坐在船底喘了会儿气 看向不远处的飞翅 是你认识的 会员挨转头看池飞池 发现池飞池和飞翅一点是没有 飞沫还是大虎惊癌的 他也基本确定 这是飞池哥认识的 是放养在大自然的那种 池飞池点头 很好 不用他解释了 景天先生 不好意思 害你的渔船翻了 损失由我承担 说着 池飞池从士林林的口袋里 翻出一叠名片 抽走上面两张毛利小五郎的 抽走他各种款式的一叠 翻出大山迷的名片 递给景天言 你联系这个号码 说明情况就可以了 在池飞池说话时 飞离围着渔船 欢快转圈圈 啊 景天言看了看 围着他们转圈的虎惊 有点担忧 不知这名片能不能接 这赔偿能不能要 不过看池飞池都把名片递到眼前 还是伸手接下 好 好的 辉原哀趴在船边 试着招游过来的飞离探出手 发现飞离 只是用鼻子附近的部位 轻轻碰了碰他的掌心 突然有种眼前不是虎惊 只是海豚的错觉 心都柔软了不少 这孩子 刚才是想跟你亲近 才会不小心把渔船弄翻了吧 不过 我们现在该怎么过去 池飞池 看向防波大堤的位置 那边谁浅 飞离过去会搁浅 只能让其他人游过来 好在这里离防波大堤不远 然后让他送我们到码头附近 我们再游回去 当然 也可以让他 先送我们回神奈川码头附近 我们游上岸 再找条渔船 重新过来接人 他叫飞离吗 辉原哀朝飞离 轻轻拨了拨海水 我怎么样都行 反正都要游 池飞池看向景田岩 不能返回了 景田岩无奈叹了口气 要是我们返回码头再借船过来 到时候天已经黑了 最近这一带的海域 在天黑之后会有大风浪 渔船根本过不来 那我游过去接人 池飞池在翻覆船底站起身 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看了看 发现已经进水开不了机了 把手机重新装进外套口袋 景田岩看了看辉原哀 不确定放小孩子一个人 在这里有没有关系 那我 我一个人在这里也没关系 池飞池看了看附近 反正附近也没有别的游船或者人 而且我还有飞沫陪我 嘎呀 飞沫守着礼品盒 叫了一声 池飞池从口袋里 翻出几个可以密封的塑料袋 才把外套脱下 和飞池一起放到池飞池身旁 飞池也放在你这里 他们的手机大概是用不了了 不过大地上那些人的手机 用上密封塑料袋的话 大概还能保一保 池飞池 拎起飞池 坐在翻覆的游船船底上开盘 好 景田炎干笑着挠头 那我也帮忙去接人吧 孩子们体力不够 恐怕游不了多远 我在海上打游很多年了 游泳还算厉害 有我去帮忙的话 应该会好一点 有劳 池飞池把塑料袋装进口袋 下水往前游 景田先生 往前游一段 飞离能送我们一段距离 啊 好 景田炎也脱了外套 跟着下水 两人远离翻覆船之后 飞离前到两人下方 又往海面上浮 拖起两人后 听池飞池指挥 往防波大堤的方向游去 景田炎试探着 小心翼翼伸手扶着飞离的背骑 见飞离没有排斥 松了口气 好奇问道 这条虎金和您 池飞池态度坦然从容地表示 我家的 啊 景田炎惊讶 养虎金的人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而且 虎金可以私人私养吗 但人家丢在海上养也没毛病 大概就是 关系比较亲近吧 比如从小结缘什么的 防波大堤 一群人忙着收鱼 二十分钟前 在柯南一群人的帮助下 袁泰终于把第一条鱼钓上来 还是罕见的海钓最高级的战利品 一条很大的毛亭钓 之后 一群人等得无聊 也开始试着下竿钓鱼 几乎下竿不到两分钟 就能有鱼咬钩 上钩的鱼 还都是个头不小的罕见鱼 袁泰直接把所有钓钓铺开 连池飞池和辉渊哀丢在这里的钓钓 也都利用上了 然后开始疯狂收鱼 不过这样的好运 也只持续了两波 十多分钟前 又开始没鱼咬干了 不会又钓不到鱼了吧 袁泰收鱼收上瘾了 眼看半天没有鱼咬钩 急躁起来 白根童子无奈笑道 我们这边也没有动静了 金谷疯人叹了口气 很快又笑道 能在被逮捕前有丰盛的收获 也不算太遗憾了 柯南站起身 往远处眺望 刚才或许是附近海域 出现了危险的海中霸主 鱼群在惊慌逃窜时 有一部分跑到了防波大堤附近 而现在慌乱的鱼渐渐平静 大概又游走了吧 刚才的鱼巢太夸张了 他能想到的 也只有这种可能 好可惜 袁泰不甘心 早就知道这样 我们就多带一些鱼干过来了 不过现在收获已经很多了 不每看向装满的冰盒 和两个水桶 里面都是大个头的鱼 笑弯了眼 大丰收呢 这么说也对 光焰也失笑道 用在今晚的全鱼宴上 绝对够了 袁泰不甘心 可是我还想掉鱼鱼 阿力博士突然听到手机铃声 拿出手机接了电话 是 之前是我交的救护车 好 我知道啊 辛苦你们了 这样吗 啊 好的 这样啊 我会转告他的 柯南转头看阿力博士 是医院的电话吗 其他人也看着阿力博士 江考他怎么样了 白根童子盲问道 是医院打来的电话 江考先生 他种的是河豚毒素 因为急救急时 没有什么大碍 在送到医院前 就已经清醒了 阿力博士说着 看向金谷疯人 他还让我转告你 他已经跟医院那边说 他是自己不小心被钓过 河豚的鱼勾勾到了 对警方也会这么说的 要是你钓不到大鱼 他可不会随便原谅你 金谷疯人一愣 他们的误会已经解开 他也知道 江考跟白根离婚 不是因为外遇 而是公司遇到麻烦 担心白根也一起背负债务 现在一听 江考不打算追究他的事 更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低头时 看到自己冰河里的鱼 势然失效 那我就把这些带回去 向他赔罪吧 柯南笑了笑 看向远处的海域 看来池飞时那家伙 这次也没有笔路可做 不过算了 好歹是个好结局吧 池哥哥和小爱他们好骂 不美也看向远处的海面 日镜黄昏 海面都被染上了一层金色 只是依旧空荡荡的 没有渔船的影子 比他们更慢的是警方的人吧 柯南皱眉疑惑 他们应该早就来了 对了 阿里博士道 医院那边说 飞驰在送江考先生过去的时候 也联系过他们 他们本来想联系 飞驰说一声 江考先生已经清醒了 江考先生也想表示感谢 不过他们打飞驰的 电话打不通 柯南皱眉 警方和池飞驰那边 本来早就该到的 但都没有抵达 池飞驰的手机还打不通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但在这附近 能有什么事 总不能是遇到海盗了吧 那也不可能啊 那要不要打电话 给会员试试看 柯南提议 也对 阿里博士拿起手机 那我问问他们 怎么还不到 电话打出去 无法打通 很快挂断 阿里博士又尝试 打了池飞驰的号码 担忧到 两个人的电话都打不通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啊 袁泰站在大地边 指着下方不远处的海面 好像是池哥哥 和那个渔夫大叔 其他人立刻挤过去 一看 海面上果然有两个人影 在游着靠近 三分钟后 池飞驰和景田岩游到了近处 一身湿透地 爬上大地旁的水泥块 阿里博士连忙上前 怎么回事 景田岩喘喘了口气 渔船在海上翻了 啊 跑到近前的袁泰惊呼 那辉元同学呢 光艳连忙问道 不美一正 难 难道说 他没事 别担心 船翻覆过来了 他留在那里等我们 他的体力不够游太远 尤其是大海上 景田岩打断了不美的脑补 看向池飞驰 所以只有我和池先生 两个人来接你们 接我们 白根童子 茫然看着两人 请问 现在这该怎么接他们 池飞驰站起身 把可以密封的塑料袋 递给阿里博士 把手机和电子产品 放进去 以防进水 阿里博士接过袋子 以防进水 柯南眼皮一跳 该不会是要我们游回去吧 不是 只有一段就可以 池飞驰又从裤子口袋里 拿出一个黄色的封装袋 撕破后 拉着线绳 把封装袋丢向海面 而且有工具 封装袋在落水前 就自动进空气 快速膨胀成一块充气垫 大概能容纳两三个小孩子 坐在上面 池飞驰把线绳暂时拴在水泥块上 那个不算大的充气垫 随着海水流动 而在海面上轻晃 池先生还带着这种东西 景田言笑了起来 我们游过来 大概花了八分钟 要是一趟趟护送大家 需要好长时间 我们的体力 也未必能够支撑我们 送大家过去 而且 海里也有可能遇到海蛇 对孩子们来说很危险 有这个就好很多了 一次可以送两三的孩子过去 至于白根小姐和金谷先生 他们会游泳 有充气垫协助 自己游过去 大概是没问题的 八分钟 金谷疯人看了看海上的浪 孤测了一下 我是能坚持 不过 景田言说起这个就来劲 一开始他还怕虎金 但安全过来后 只剩兴奋 对他们这种整天在海上打鱼的人来说 能坐上虎金 够他吹一辈子 眨了眨眼到 到时候 就有特殊的船只 送我们去码头附近了 虎金 池飞池没有卖关子 我认识的 他能送我们去码头附近 不是 你先打电话给码头那边的人 让他们到码头附近的潜水区边缘接我们 虎 虎金 白根童子惊讶 我们要坐虎金过去吗 不眉眼睛放光 好厉害 袁太也激动了一瞬 转头看大地上的冰河 水桶 池一道 池哥哥 能不能把我们钓到的鱼也带回去 等等 阿里博士汉道 既然可以联系码头 我们让渔船来接我们就行了呀 不行的 最近一到晚上 海上风浪就会很大 景田言看向天际西沉的夕阳 渔船最多到潜水区边缘 不然他们也容易遇到危险 能送我们到潜水区边缘的 就只有虎金了 坐虎金 坐虎金 袁太已经拎着两个水桶跑回来 池飞池接过后 放到了一旁 先送人过去 最后用冲气垫放鱼 阿里博士跟柯南对视一眼 又看向白根童子和金骨疯人 这个 真的要打虎金过去 安全吗 金骨疯人忍不住问道 虎金不会半路 把我们撇下 或者直接吃了我们吧 不会 不美自信满满道 池哥哥训兽很厉害 而且他的宠物都很聪明 也很乖 没错 景天言点头 放心 那只虎金很听池先生的话 我们刚才过来 也让他送了一段路程 白根童子池一掌 那就试试吧 好 那我们就先送三个个子 小一点的小朋友过去 景天言看过柯南 光艳 不美 又看向袁太和阿丽博士 然后是这个小弟弟和老先生 老先生会游泳吗 他在冲气垫上 应该能节省不少体力 可以的话 就帮忙游过去吧 啊 好 阿丽博士点头 我是没问题 等阿丽博士 把所有人的电子产品 收进塑料袋密封好后 光艳 不美 柯南 也挤到了冲气垫上 池飞池和景天言 推着冲气垫游向大海 还没等他们到附近 飞离就主动浮上海面 真的是虎金耶 不美 探头看 柯南心里也有些惊叹 观察着横在前方的庞然大物 等冲气垫停下后 池飞池和景天言动手把三个孩子抱到虎金背上 再等我们一会儿 池飞池摸了摸菲利的头 看向趴到冲气垫上的景天言 景天先生 你还能来回一趟吧 景天言缓了一下 点头道 没问题 不过再游一趟 我大概需要休息一会儿 池飞池看了看天空 天快黑了 第二趟 元太坐到冲气垫上 阿力博士趴在边缘往前游 跟池飞池 景天言一起推冲气垫 元太看着阿力博士 低头沉默 博士这个生日 过得真实 好特别 等元太和阿力博士上了菲利背上 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 少年侦探团四个孩子 从阿力博士那里拿回了手表 把手表型手电筒打来 在海面上照亮一小片区域 景天言趴在冲气垫上休息 皱眉道 风浪已经开始变大了 一会儿我们游过来 会消耗更多的体力 白根小姐和金谷先生能游泳 我一个人过去 池飞池动手把柯南的手表摘下 我们三个借冲气垫游过来 顺便把鱼放在冲气垫上带回来 一趟够了 景天言考虑了一下 觉得自己体力确实很难 再接连跑 挪到菲利身旁休息 让开了冲气垫 池先生 那就辛苦你了 阿力博士担忧 菲池 要是中途体力不够 是很危险的 放心 池飞池把柯南的手表放在冲气垫上 照亮前方一小片海水 而且 小I还一个人在海上 阿力博士一想到辉原I 一个人在飞漆漆的海上 又开始担心那边 只能喊道 那你小心一点啊 第三趟 池飞池把庄鱼的冰河 水桶都搬上冲气垫 和白根桶子 金谷丰人一起 往海面上有光点的地方游 他游泳的水平本来就不低 身体被改造之后 再游上两趟都没问题 所有人会合之后 全都上了飞漆的背部 池飞池拉着放冰河和水桶的冲气垫 飞漆 可以走了 先去接小I 原来他叫飞漆呀 不美伸手轻轻摸了摸飞漆的背棋 等着池飞池过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跟飞漆混熟 应该说摸熟了 见飞漆乖乖地给他们摸 胆子也越发大了起来 趴下抱抱 用脸贴贴都玩过了 飞漆欢快往记忆中的方向游 主人 比你还小智的人类幼崽 也好可爱飞漆 柯南突然想起 以前事件中的虎金妖传说 也有人提过小黎之类的名字 以探究的眼神 看着池飞池 池哥哥 你知道虎金妖吗 昏暗的大海上 只有四个手表型手电筒照亮 池飞池侧头看柯南 另一边的侧脸隐在阴影中 能够看清的一边侧脸平静如初 什么 柯南从池飞池身上 感觉到疑惑这种情绪 虽然池飞池的神情 语气跟以往一样 但他就是感觉到了 心里暗笑 自己想多了 上次池飞池根本没有过去 而且名字说不定只是一个巧合 没什么了 池飞池收回视线 突然察觉到不对劲 抬手拍了拍飞离的背 飞离 方向错了 神奈川码头在西边 而辉原挨戴的渔船 虽然坠了船毛 但随着风浪变大 肯定会依着风浪的方向飘动一些 他们要先往西北方向前进一段 再往西去 如果赵飞离这么游下去 估计可以带他们游到东京湾 直接抵达东京码头附近 而辉原挨慧 一路飘到横须鹤一带 哎 飞离停住了 语气带着疑惑和茫然 我不是往西北方向游吗 池飞池 飞离的鹿池属性 好像更严重了 其他人疑惑 看向池飞池 飞离找不到方向了 池飞池解释着 动手摘下柯南 没戴上多久的手表 拍了拍飞离 跳下水 跟着我 阿力博士见池飞池游向前方 着急放声喊道 飞池 你不能一路游过去吧 要不要打电话 让警方派直升机来救援 先找到小艾 池飞池坚持道 她是比较担心自己妹妹 随海浪飘啊 飘得飘丢了 没多久 前方一艘亮灯的渔船 在箭大风浪中靠近 渔船上 灰原挨和横沟宠物 站在甲板上 老远就看到海面上的光点 提醒道 那边 十分钟后 一群人终于上了渔船 还把钓到的鱼 也搬了上去 有飞离帮忙稳住渔船 不用担心渔船在风浪中翻覆 而有渔船主导方向 有飞沫提醒 也不用担心 飞离偏离方向 或者跑过头 渔船上没有多余的衣物 一群人只能浑身湿透地 坐在甲板上休息 在太阳刚要下山的时候 我遇到了横沟警官的渔船 他们的渔船之前出了故障 会员挨解释着 就是冒烟的那一艘 横沟宠物 冒烟什么的 就不用说了吧 总比他们开船赶往现场的途中 在半路翻了个底朝天的渔船上 捡到一个小女孩 一条蛇和一只乌鸦 要好得多 然后我们就沿着去防波大堤的方向找你们 会员挨继续到 不过风浪变大 渔船前行比较困难 花了不少时间才遇到你们 你们居然打算做虎经回去 还真是够夸张的 横沟宠物板着脸 半月眼撇一群人 话说回来 报案的也是你们吧 那么就说一说吧 是什么样的案子 没有案子啊 白根童子无辜脸 只是一个钓鱼的朋友 被钓过河豚的鱼沟划伤了手 中了一些神经毒素 横沟宠物不幸 用深沉的目光盯白根童子 是吗 阿丽博士连忙笑着道 之前昏迷的人 已经在医院里醒过来了 他是这么说的啊 你们也真是的 横沟宠物信了 有些无语 但也没再埋怨下去 好歹他算是顺路帮了一群 险些遇难的人吧 费师哥 会员挨把怀里的飞驰和那个礼品盒 递给池飞驰 飞沫给你带过来的东西 他也帮你带上船了 池飞驰接过礼品盒 转手就递给了阿丽博士 是给博士的 柯南愣了一下 也想起来了 今天是阿丽博士的生日 阿丽博士茫然接过盒子 给我的 对哦 我差点忘了 袁太把冰盒搬到阿丽博士面前 打来盖子 第一条钓道 也是最珍贵的茅亭雕 是给博士的礼物哦 袁太半月眼 把冰盒推到阿丽博士身前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博士 生日快乐 光颜又手掌附在脸上 叹了口气 被池哥哥破坏了 本来我们是打算在晚上的咖喱聚餐上 一起祝贺的 为了给博士惊喜 我们可是特地连辉元也瞒着的 不美无奈笑着 要是知道池哥哥也知道博士的生日 我们就应该先找他商量一下计划的 你们瞒着我 辉元挨撇池飞驰 飞驰哥更是自己行动 半斤八两吧 居然都不提醒他一下 过分 没有准备礼物的 晚上负责做菜 池飞驰到 能帮忙做点什么 那没准备礼物的人 心里应该会好受一点 是 辉元挨硬着 看向柯南 那就是 我和江湖川咯 知道了 柯南失笑 他都差点忘了阿丽博士的生日 没想到袁太和池飞驰 这两个最不可能的人 居然知道 还记得阿丽博士的生日 那一定要努力给博士 准备一顿大餐才行 阿丽博士心里暖融融的 鼻子一酸 差点飙泪 连忙缓了缓 低头干咳一声 真 真不好意思啊 你不要哭了 袁太无语看着阿丽博士眼里的泪 反正掉了那么多鱼 送你一条也没什么 阿丽博士 这话说的 请把他的感动还回来 原来今天是老先生的生日啊 白根童子笑道 生日快乐 等到码头上 我也帮忙做菜吧 就当给老先生庆祝生日了 谢谢啊 阿丽博士笑了笑 心里无奈 老先生这个称呼 其实可以改一改的 那我就帮忙打下手吧 金谷疯人笑道 可惜江靠先生是来不了了 我也是 景田言也笑着 顺便蹭大家一顿 全鱼宴和咖喱饭 一群人讨论着 等会儿去哪儿开火 菲利把渔船 护送到风浪较小的那弯 才转身离开 嘎呀 菲莫跟池菲池打了个招呼 准备搭菲离便船回去 顺便他也得给菲利指路 一群人注意到菲利离开 起身到船边跟菲利道别 袁太 不美 光艳三个孩子 更是不断挥手 大声喊着改天剑 就连白根童子 金谷疯人 景田言都参与了进去 看着菲利和菲莫离开渔船光照后 身影引入远处漆黑的大海中 景田言这才收回视线 感慨到 还真是听话又聪明的动物呢 我也说过了呀 池哥哥的宠物都很乖 不美看到探头的菲池 笑道 菲池也是 他还会打游戏哦 柯南无话可说 池菲池这家伙 训兽真的厉害 而且谁知道 池菲池还偷偷训过 养过多少动物 居然连虎精都能给训了 至于宠物什么的 他觉得算不上 虎精可不需要池菲池喂养 大概就是训得听话 也有交情吧 菲莫也要走了吗 会员挨转头看池菲池 池菲池转身坐回甲板上 菲利会迷路 其他人一想到之前 菲利找错方向 瞬间理解了 送了博士什么东西啊 不美好奇问道 池菲池直接说了回答 九连环 刚想鼓励大家一起猜一猜的阿力博士 好吗 现在连拆礼物的惊喜都没了 元太趴在甲板上 好奇盯着阿力博士抱着的盒子 九连环 我好像在哪里听说过 中华民间传统的智力玩具 柯南科普 是用金属丝制成九个圆环 把圆环套装在横板或其他框架上 加上环柄 只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反复操作 就可以将九个圆环分别解开 或者合二为一 是玩具啊 光艳神色古怪 不只是玩具 这也是智慧的象征 想解开九连环可不容易 会原来看向阿力博士 飞驰哥送九连环给博士做生日礼物 就是想说博士很有智慧吧 渔船靠岸 横沟重物 带队去医院找江沟确认情况 由于天色太晚 其他人就在码头附近找了旅馆住下 顺便洗个澡 换上旅馆 提供的御医 把泡过海水湿衣服交给旅馆工作人员帮忙清洗 又借了旅馆的厨房 做全鱼宴和咖喱大餐的主力是柯南 白根童子 景田岩和辉云埃 不美和光艳渐鱼已经被袁太送过了 坚持不想再送鱼 加入做饭大军 给其他人打下手 筋骨疯人跑到外面去买了饮料 蜡烛和生日蛋糕 让生日聚会更有氛围 神奈川海边码头的日式旅馆餐厅里 阿力博士度过了53岁生日 咖喱大餐 旅馆工作人员闲下来之后 也加入了庆祝聚会 饭后 阿力博士面对生日蛋糕 看了看周围一圈被蜡烛火光照亮脸旁的其他人 闭眼许心愿 吹灭了蜡烛 坐在门口的池飞池起身开了灯 让暗下去的房间重新被光亮填满 不是 你许了什么心愿啊 光艳迫不及待地问道 这可不能说 阿力博士笑眯眯道 说出来可就不灵了 要说他有什么心愿 大概就是希望大孩子 小孩子们平安快乐地长大 好像有点贪心 不过今天他过生日 贪心一点也没关系吧 小气 袁太低声嘀咕 说一下有什么关系吗 柯南坐在墓地板上 一手撑着脸猜测 博士不会是许愿未来一年 能够研究灵感不断吧 不对不对 阿力博士依旧笑着 行 柯南猜错了 慧云埃摸着下巴猜想 以博士的性格 池飞池也想到了阿力博士的性格 不是找到初恋 就是希望大家平安快乐长大之类的 阿力博士 都写在了脸上吗 还是说 飞池有读心术 柯南一看阿力博士目瞪口呆的模样 就明白了 看来池哥哥猜对了 正确答案就在这两个可能之中 阿力博士 未未 他悄悄许个生日愿望 能不能 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 池飞池补充道 阿力博士 一下话现一 很好 他过个生日 连个隐私都不给他留 也对 光艳笑道 博士怎么可能有出恋情人 阿力博士顿时不甘心道 你们可别看不起人 我怎么就不能有出恋了 哎 不眉眼睛一亮 博士有出恋情人吗 是个什么样的人 辉原哀没有吭声 但也悄悄看着阿力博士 心里默默期待着吃瓜 你们小孩子 就不要问这么多了 阿力博士板起脸来 他坚决维护自己最后的一点隐私 不过想到一件事 还是转头看向池飞池 目光疑惑又警惕 飞池 你不会是调查过我吧 我记得我没有跟你说过 我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啊 池飞池找了个合适的理由 驾照 阿力博士老脸一红 想起来有几次 他把驾照落在家里 手里拿着露营用的东西 疼不开手 还是让池飞池去帮忙拿的 这 这样啊 那你说 我找初恋情人 中华女作家张爱玲的 红玫瑰与白玫瑰 里有这么一句话 池飞池神色依旧平静如初 也许每个男子 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 至少两个 娶了红玫瑰 久而久之 红得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 而白的 还是窗前明月光 取了白玫瑰 久而久之 白的 变成了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 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珠砂质 向往着 渴望而不可及的人 博士没有吗 阿力博士 老脸继续通红 这个吗 博士 真的有吗 光艳凑上前 眼里满是期待的 看着阿力博士 会员挨拿起一杯果汁 放了根吸管 开喝 今晚不是博士的生日 而是博士心里小秘密 被一步步揭穿的审讯日吧 可 阿力博士欲言又止 总觉得现在提这个 让他有些不好意思 拿起吃飞吃送的盒子 哎呀 差点忘了 我其实很想试试解酒连环 以前一直没有机会 元太半月眼钉 博士 你不想告诉我们 也不用这么敷衍吧 光艳同样半月眼钉 你这种转移话题的方式 真是太僵硬了 没错 不没点头 连小孩子都看不下去了呢 回元挨天了把火 见阿力博士一头冷汗的拆盒子 又忍不住打圆场 好了 既然博士今天不想说 那就放过他吧 今天好歹是他的生日 不过红玫瑰白玫瑰什么的 还真是现实 不没转头问柯南 男孩子真的是这样的吗 没有的是 柯南忍不住道 也有很多人 不管过了多久 玫瑰依旧是心里的那只玫瑰 而且 有些人的白玫瑰和红玫瑰 都是同一个人啊 这么说也对 会原挨把八卦目标对准吃飞驰 飞驰哥 你呢 既然你对这句话这么熟 心里也有白玫瑰或者红玫瑰吗 不美 袁太 光燕 立刻眼睛发亮地看着池飞驰 柯南和阿丽博士 也偷偷留意着 就连飞驰都不吐蛇性子了 让池飞驰体验了一把阿丽博士 刚才惨遭八卦的经历 没有 池飞驰面不改色 很确定 他现在没什么玫瑰 你们别学园子 小心变成八卦婆 回原挨 他要数数 飞驰哥这一句 攻击了多少人 柯南 园子不在这里也能中枪 不过园子确实八婆 池飞驰这一句话 杀伤力有点大 让柯南和辉原挨 反思自己今天是不是太八卦了 而两人没有掺和之后 其他三个孩子的注意力 也很快被阿丽博士手里的 九连环吸引过去 这就是九连环啊 一旁 金谷疯人 白根童子 景天言 也好奇凑近 看起来像是锁死的 这个该怎么剪 柯南和辉原挨 也看了过去 盒子 好像还有东西 阿丽博士继续盒子里 翻出一张生日祝福卡片 和一张说明书 哦 还有解法的说明书 博士 不要看说明书 自己解一次看看嘛 光艳期待到 袁太连连点头 就像搭积木一样 要是看着图纸去搭 会失去很多乐趣的 池飞驰起身拉开厨房的门 我去拿瓶酒 飞驰跑到阿丽博士旁边围观 头也不回道 主人 你快点回来 我先看着 那我也去拿瓶啤酒吧 金谷疯人笑着起身 老先生 你们先研究着 要是研究出解法 一会儿一定要告诉我哦 好 阿丽博士应了一声 听孩子们的 把说明书收起 自己对着九连环鼓道 把第一环从价饼上取下去 这样就算取下第一个环了吧 那么第二个 摆弄了一下 第二个环被解开 其他人凑成一圈 看着阿丽博士解第三环 顺便群策群力出主意 第三环是取下来了 不美沉思 不过前面两环 第一环套上去 试试先把第二环放下来 挥云挨道 然后再把第一环放下来 有很明显的规律 柯南摸着下巴思索 想解的环越靠后 步骤明显越多 现在简单 但之后肯定会很难 要先把规律摸清楚 博士 让我试试吧 袁太认真道 我好像发现规律了 哦 是吗 阿丽博士有些意外 把九连环递给袁太 那大家都试试 袁太接过九连环 拨了拨铁环 愣住 他还以为可以用解 第三环的方法 把第四环解下来 但现在问题是 眼睛 我会了 我会了 收 你在说啥 脑子 对 你在说啥 第四环该怎么解 不行 不能送 在众人的注视下 袁太瞪大眼睛 盯着九连环看了半天 然后把九连环递给阿丽博士 博士 能不能帮我把前面三个环装回去 光焰低下头 一巴掌浮在额头上 袁太 因为我发现 想要把第四个环弄下来 第三个环 必须套在架子上啊 袁太半月眼 无语解释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装上去 池飞池拎了一瓶 从旅馆前台那里取来的黑麦威士忌 端了一个加冰球的玻璃杯进门 听到袁太这么说 也觉得意外 不错 这么快就找到规律了 看起来 大家收获颇风 根本难不倒你们嘛 金谷风人 拿着两瓶啤酒 和两个玻璃杯 紧随其后进门 笑着对景田言道 景田先生 你也喝一杯吧 一边喝一边看 怎么样 好啊 景田言笑着起身 帮忙接杯子 阿丽博士沉默着 回忆着自己解前三环的顺序 倒过来 把前三环装了出去 递给袁太 心里松了口气 还好 他能稳住 没有在孩子们面前出丑 袁太接过九连环 尝试了一下 发现 虽然第三环在架子上了 但还是取不下第四环 卡住了 不行 他不能再求助了 那就自己试试 重新解 池飞池在桌旁坐下 打开酒瓶 把琥珀色的酒叶 缓缓倒进 装了大冰球的玻璃杯里 会员挨转头 看了看酒瓶上的英文 没有说什么 继续看着袁太鼓道 都是被组织迫害的 他现在看到 酒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总是会想到组织 不过 飞池哥也不是第一次喝酒了 好像朗姆 啤酒 葡萄酒 威士忌之类的都喝 这种口感浓郁的威士忌 跟飞池哥莫名的有点搭 柯南也没有在意 他又不是第一次看到 池飞池喝黑卖威士忌了 倒是袁太这边 没问题吧 池飞池到好酒 压下心里 立场跑偏的 不太正常的期待感 平静脸把酒瓶盖拧好 放到桌上 但是 还是很想试试能不能弄死赤井秀一 袁太低头 继续摆弄酒连环 把前面三个环重新拆下来 发现第四环 果然还是要第三个环在架子上 又重新装前面三个环 暴躁值加一 暴躁值加一 忍耐着 袁太把前面三个环装好了 猛然发现 这又回到了原点 重新捡 暴躁值加一 暴躁值加一 一旁 阿丽博士见袁太低着头 沉着脸 心里遗憾 袁太 博士 不用管我 袁太神色认真的阴沉 低头盯着手里的酒连环 像是要把酒连环嚼了吞下去 我可以的 重新解一遍 他再观察观察 他就不信 暴躁值加一 暴躁值加一 柯南也憨了憨 决定悄悄给袁太提供一点帮助 转头问池飞池 池哥哥刚才说 袁太说的规律没错 解第四环 必须要第三环在架子上 对吧 池飞池明白了 柯南想用老套路给提示 依旧垂谋 盯着酒杯里的酒 头也不抬到 嗯 解第四环 必须第三环在架子上 第三环前面的环 全部不在架子上 第五个环 需要第四个环在架子上 第一 二 三环都不在架子上 以此类推 柯南心里松了口气 现在袁太应该知道了 他掌握的规律 只有前半部分 第三环在架子上还不行 还需要把前两环放下去 才能把第四环放下去 袁太数耳朵听到 懂了 把环重新装回去 把第一 第二个环取下架子 留了第三环在 让第四环穿第三环 把第四环放下 看着留在架子上的第三环 想着阿丽博士解第三环的步骤 又把第二环装上 把第一环放下 用第二环取去第三环 又把第一环装上 用第一环取下第二环 再把第一环也取下来 架子上的前面四个环都取了下来 你成功了 袁太 不美笑道 白根童子鼓掌 很厉害呢 袁太呼了口气 有点心累 不过 还是想继续试下去 解第五个环 要第四个环在架子上 前面三个环不在 那就要把前面三环放下来 留着第四环下第五环 再把前面三环装上 下第一第二环 用第三环下第四环 再装上 阿丽博士见袁太找到了规律 也就任由袁太去玩 跟喝酒的池飞池搭话 规律性很强 找准规律后 只是步骤繁琐了一些 而且 解下和套上是一对腻过程 套上也有一套规律 对吧 飞池 池飞池抿了口酒后 放下酒杯 旁边对应的景天岩和金谷疯人 凑近听着 沉默 格雷马 他们怎么有种不太妙的感觉 池飞池 如果环在架子上用一表示 在架子下用零表示 最左边的环 可以任意上下 输出数据中 最右边是一 右边多余的零可以省略 那么就是一 十一 零一 零一一一 一百一十一 一百零一 零零一 零零一一 景天岩 他是谁 他在哪儿 这些人在说什么 金谷疯人 这东西 有人能听懂吗 辉元哀点头道 我知道了 转化成二金之球骑格雷马 景天岩和金谷疯人 他们错了 他们不该偷听 他们应该去看那个小胖子解九连环 那好歹能弄懂一点 那边 袁太已经解开了五环 在欢呼声中继续 柯南看着袁太一头汗的对着九连环较劲 虽然目前袁太解的还算顺利 但他还是担心 使哥哥越到后面的环 步骤越多 对吧 那解六连环需要一二环可以同时下 那就是三十一步 持飞持盾了盾 其实如果要把九连环都解开 要先下第九环 也就是说 第八环 和要下的第九环留在架子上 前面七环全部取下来 解下第七环的步骤 柯南脑子卡了一下 不免担忧 看向袁太 那边 袁太低头尝试着解第六环 不知什么时候 脑子一卡一猛 乱了 暴躁值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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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看着袁太一通乱来 思路也乱作一团 眼里转着蚊香圈 袁太思路越乱越暴躁 越暴躁 越找不回思路 思路越乱越 然后 取下来的环打劫了 飞翅看着一团混乱的九连环 若有所思 这些结 他能看懂怎么解开 啊 袁太烦躁大喊着 把九连环拍到桌上 把其他人吓了一跳 袁 袁太 不美吓猛 袁太把九连环放下 扑通一下栽向前面 侧脸贴地趴在桌面上 一脸沮丧 双眼无神 我不完了 不完了 以后都不完了 柯南都愣了又愣 这 池飞池这家伙送的礼物 又差点逼疯一个 好了好了 阿力博士连忙安抚心态 爆炸到崩溃的袁太 九连环本来就难解 步骤也够繁琐 作为一年级小学生 能解开五个 已经很厉害了 是啊 白根童子也跟着点头道 真的很厉害 我都看晕了呢 是吗 袁太将信将疑地直起身 熟悉了就会好很多了 池飞池跟着安抚袁太情绪 他可不想把孩子逼出什么毛病来 袁太看了看桌上的九连环 感觉乱七八糟的环 又在眼前晃啊晃 立刻一开视线 那我也不完了 袁太你就休息一下吧 光艳笑道 早知道看说明书来 应该就不会有那么辛苦了 袁太 他忘了还有说明书 柯南捡起被丢到一旁的说明书 低头看了看 又看向池飞池 就算照着说明书去捡 也需要很久吧 池哥哥 挑战记录最快的记录是多少 三分五十多秒 池飞池拿起九连环 决定自己试一试 挑战九连环记录的 都是中国人 他记得前世在2012年的时候 有人以161秒的成绩破了记录 还是闭上眼睛解的 而在这之前 最快记录是在2003年的三分五十多秒 这个世界的最快的记录 也还是三分五十多秒 其他人看池飞池打算尝试 又往池飞池身旁凑 那池哥哥把九连环都解开 需要多久 柯南好奇问道 我破不了记录 池飞池把原态弄乱的九连环理了一下 刷刷网上装 速度看得其他人眼花缭乱 没有谦虚 挑战九连环记录的人 对九连环太熟悉了 虽然他前世无聊的时候也玩过 这辈子 手速也锻炼得更快 但他手生 确实挑战不了 柯南 他就是问一下时间 结果小伙伴居然考虑到了破记录 不过看池飞池这手速和熟练程度 他觉得确实可以考虑一下 池飞池左手拿着架柄 理了李斯序 右手手指在铁环间不断翻动 一个个铁环不断被取下 套上 先下第九环 那就是下1下3上1下12下5上12下1上3下7上12下1上3等第九环放下来后 只有第八环圈在架柄上 一到七环和第九环都脱离了柄架 但第八环这样是取不下来的 得重新上2上3取21上4取下321 一直到只剩下第七环和第八环在架子上 才能把第八环取下来 之后要取第七环 滑滑滑 铁环和铁架碰撞的声音接连不断 其他人默默看着 眼里没有转纹相圈 因为他们根本看不清铁环 池飞池专注解环 发现偶尔摸错环或者思绪会卡顿一下 就知道自己确实破不了记录 除非他可以没有卡顿地把环全部解完 可惜他对破记录没兴趣 偶尔玩一玩 当成消遣就差不多了 滑滑滑的声音偶有停顿 在其他人耳边想了三分多钟 袁泰坐在一旁 悄悄看了一眼 顿时满心感慨和庆幸 这都没解完 好可怕的玩具 还好他放弃得早 哗哗哗 声音又响了片刻 池飞池才停了下来 左手中和饼架和右手中的环架完全脱离 阿丽博士回神 连忙转头问辉云埃 小艾 时间是多久 飞池哥开始五六秒 我才想起来计时 辉云埃看着手腕上的手表 估算了一下 大概是四分钟多一点 不到四分零十秒 好可惜 光焰遗憾 就差一点点了 有时候这一点点也是难以跨越的沟壑 阿丽博士政策纠正 就连运动员一样 为了那一点点突破 就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汗水去练习哦 白根童子无奈笑道 我大概连解开第六环都需要想很久吧 好了 景天言失效 时间不早了 还是赶紧去洗漱休息吧 我喝完这一杯 也准备去睡了 飞池剑持飞池 准备装酒连环 连忙爬上前 主人 主人 我来装 我想试试 池飞池把分离的酒连环放到桌上 起身跟阿丽博士商量着 分批带孩子们去洗漱 飞池用身体缠着环柄和柄架 再用尾巴尖一点点 把环往架子里戳 阿丽博士见飞池玩的专注 也没有阻止 和池飞池带孩子去洗漱 等一群人回来接飞池的时候 金谷丰人和景天严刚准备撤 而飞池还真的把酒连环装上了大半 看到池飞池进门 把酒连环放下 好 好厉害啊 不没跑到桌前 看着被飞池装好的两环 惊叹道 不愧是飞池 光燕也点头道 飞池确实很厉害呢 柯南上前看了看 发现装上的那一部分环都没有装错 觉得不可思议 转头看着窜向池飞池的飞池 很多成年人 都不一定能玩转的酒连环 居然被一条蛇没出一点错的 装好了大半 要说是巧合 那也不应该装对这么多吧 原本飞池会打电丸 他就猜测 飞池的智商不低于六七岁的孩子 现在一看 何止是不低于六七岁的孩子 都该超过一部分成年人了 但那怎么可能 除非飞池成精 那更不可能了 他们要相信科学 飞池窜到池飞池怀里之后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缠住池飞池的脖子 叹了口气 主人 用蛇身子玩这个太不方便了 这样我根本破不了记录嘛 还是打电动游戏比较好玩 池飞池看了看那个酒连环 选择沉默 飞池在玩方面 真的很有天赋 不管是普通娱乐玩具 还是抑制玩具 不过作为一条蛇 居然想着破酒连环记录 有点嚣张 柯南还是想不通 皱眉琢磨着 在收拾被丢到桌上的说明书时 顿时释然了 飞池打游戏厉害 是在图形方面 应该有着跟人相近的天赋 那么 看着说明书上的图案 把酒连环组装起来 也说得过去 可能飞池都不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甚至不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只是看着图案有趣 玩着跟图案上一样的 铁环和价饼时 就照着图案去做了 跟学着驰飞池打游戏是一样的 这么解释就合理了 在旅馆休息了一晚 一群人起床时 换下送去洗的衣服 也干得差不多了 换好衣服 开车返回东京 驰飞池重新换了两个手机 把泡过海水 已经报废的手机 彻底毁坏 虽然他原本的手机里 没存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一些联系方式 是直接记住的 但用过就有痕迹 还是彻底销毁比较好 手机里的其他东西 有储存卡保存 至于柯南的一些黑历史视频 他更是用各种储存用品 备份了好几份 根本不用担心遗失 下午一点 东京市区 外山野间 黑色保时捷356A 在盘山公路边停下 后座车窗被放下来 金发碧眼的年轻男人 拿着望远镜 观察着下方树林间的方形建筑 这就是双合会的秘密基地 建筑占地颇大 几乎没有留窗口 看起来就像一个匍匐在地的堡垒 表面上看 方形建筑只有一层 但情报人员搜查过 地下还有一层 组织要的资料 双合会偷偷购入的军火等东西 都在地下 前座只有请酒一个人 用车上的点烟器 点了一支烟 出声道 今晚目标人物会汇聚到这里开会 直接一次性解决掉 在这种荒山野岭的地方 就算动静大一点 警察一时间也赶不过来 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清理痕迹 计划呢 那栋方形建筑附近的地形 里面有三个出口 一个是南面的正门 一个是西面的侧门 这两边都紧挨着路 只要上了车 他们就能开车撤离 另一个出口是密道 出口在东面的森林里 而北面靠山 确定没有任何出口 我会让人潜入到建筑内部 今晚九点前 在一层西北方的走廊 西面侧门附近都装上炸弹 同时 狼母也会让库拉索潜入 负责带出情报 库拉索一个人 恐怕没办法把里面的东西 原件带出来 不过他会带着扫描 传真机器和微型照相机进去 把对方地下一层的资料 传回组织 把双合会搜集到的一些证物 拍下照片带出来 请酒说着 把一张地图 丢给后座的池飞池 晚上九点之后 吉安地 科恩会前往正南面 大门对面的树林里 再安排一个人 带上外围成员过去帮忙 其他人在东面森林 密道出口附近埋伏 等九点半左右 双合会的人进去开会 我们在外面埋伏 然后引爆在西北方向 西面侧门的炸弹 惊动双合会的人往外跑 目标人数一共16个人 西面的正门 走廊在爆炸后 就会被堵住 他们只有 从正南方的大门 和通往东面森林的密道离开 如果他们抱团走正南方的大门 吉安地和科恩 会用狙击枪瞄准 确认他们的容貌和身份 在他们开车离开前 打爆他们的汽车邮箱 远距离一个个把人狙杀 在那里的另一个人 负责带外围成员掩护 牵涉对方的注意力 别让他们冲到狙击手面前 当然 以吉安地和科恩的狙击水平 也不可能会让敌人 冲到自己面前来 同时 如果对方的人都在南面 那东面的人就赶过去支援 从他们背后围杀 如果他们放弃 从正门出去 抱团走密道 那个密道出口 最多只允许两个人同时通过 埋伏在东面地道出口的人 只要堵住出口 出来一个就能杀一个 驰飞驰接住那张地图 摊开看着 按理来说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建筑内部 安装足够多的炸弹 等对方进去开会的时候 直接引爆 到时候 别说16个人 就是二三十个人也得死 他们还不用跟对方正面交锋 但这个简单的方法不能用 或者说 这个方法 反而是最后才会考虑的方法 不是因为建筑占地大 炸弹不够用 而是因为 他们要亲眼确认 16个目标全部死亡 如果直接引爆炸弹 把人全部炸上天 那就很难保证 会不会有一两个信任 在当时正好去到地下层 或者别的地方 保住一条命 那么 等警方 听到动静赶来之后 那个获救的信任 就很可能把基地里 藏有别人把柄的事 全盘拖出 让组织后续 针对那些把柄的行动 受到阻力 甚至是遭遇警方的埋伏 再者 如果用大爆炸的方式 全部炸死 尸体多半残缺不全 那些烧焦的 被掩埋的尸体 恐怕连警方都很难确认 死了多少人 组织更没法确定 对方的人是不是都死了 那就有可能在后续情报 利用行动中吃亏 一旦黑吃黑拿到的情报 具有高风险 在后续行动中 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人力 精力 一不小心还可能灾了 那还不如在今晚行动的时候 就认准脸 把知情的人全部弄死 这样还能保证 不会有侥幸逃生的人 躲在暗处 以后找组织报复 所以 一次性全部炸死 暂时不考虑 最好是用能够 确认死亡的方式去处理 而且开会的时候 建筑内突然发生小规模爆炸 那些人慌乱之下 很可能慌不择路地分散逃跑 这样就能把16个人分化 让埋伏在南面 东面的人能够轻松解决 不过他们 应该没法在慌乱之中 那么快抱团往外冲 勤酒冷笑一声 哼 只要他们分散开跑 不管哪一边都能轻松解决 持飞持把地图折好 递向前方 如果他们集体撤往地下层 关闭通往地下层的通道 再报警等着警察过来呢 三个出口 勤酒选择封堵西面 留下南面和东面 选择留东面 应该就是看中东面密道出口 最多只能两个人同时出来 守住带兔 就能一个个杀掉 而选择留出南面 是因为南面正门外的场地开阔 适合狙击手狙杀 对方根本没办法跑进树林里 找掩体 躲避狙击枪 同时 东 南两面紧挨着 任意一方都方便赶过去支援 还可以绕到对方后面进行围杀 这个计划制定的已经够完美 换了是他 大概也会这么安排 但还要考虑一个问题 如果对方不出来呢 虽然说 一般室内发生爆炸 人会下意识地往外跑 尤其是这种窗户少 墙壁后的堡垒是建筑 不担心被炸死 也担心被坍塌的房屋埋了 对方往外跑的几率很大 但双合会会长川崎 不是简单人物 说不定对方意识到危机 带着人撤到地下层 直接报警等警察过来呢 通过通风管道 往地下层灌毒器 可以有 但如果对方准备了一些应急的东西 完全可以保下一两个人 至少穿起那个擅长安保的保镖 会戴应急的防毒面具 还不止一个 那样等警方到来 把活下来的人营救出来以后 搞不好会让警方掺和进来 那样以后再想行动 会更麻烦 而且 在警方快到的时候 他们的人就得撤了 组织行动 一向是尽量避免跟警方打招面的 请求同样考虑过这一点 所以 需要有人进入地下层守着 等行动开始之后 确认有没有人撤往地下层 对方有没有报警 如果他们报警 就及时把消息传出来 撤退 B 池飞池问道 如果有异常 就不要惊动对方 及时撤离 然后分开一个个针对解决 请求没有把B计划说得太详细 大概需要两三天时间 会麻烦一点 但到时候 总会有机会的 池飞池没再问下去 组织行动 就像一条藏在暗处的毒蛇 偷偷观察着目标的身高 习惯 计算好从哪里能够一击致命 如果在偷偷逼近 准备咬的时候 对方有所察觉 或者有外界因素影响 那么毒蛇 就会悄悄缩回去 重新等待机会 或者根据变化寻找机会 要是今晚情况有变 他们撤走准备执行B计划时 请求大概已经考虑着 C或者D计划 甚至是EFG计划了 只要别惊动对方 他们有的是机会再三制定计划 执行计划 直到弄死为止 那一位每次叫他去119号 给他开小灶 说到组织行动的时候 不管怎么表述 意思其实就一个 我们一定要做最耐心 最谨慎的老鹰笔 在细分来说 要是有怀疑的是 就找机会去查 去试探确认 谨慎且不嫌麻烦 是一份很好的品质 行动成不成不重要 该撤就撤 别让人抓住小尾巴 别惊动目标 就还有机会再行动 苟住就是胜利 接下来 就是人员安排 正门留给狙击手势确定的 剩下的人 还要再安排一下 爱尔兰回来了 请酒突然到 池飞池没觉得意外 我知道 那一位说过了 这次行动他参与 静 请酒 你别乱来 池飞池 冲动是魔鬼 请酒 池飞池 两个人又沉默了片刻 假装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跳开这个话题 继续说人手安排 先决定到地下一层去的人 请酒顿了顿 不 先判断他们的人手安排 川崎有很大可能撤到地下 池飞池回想着那些人的性格 思索着道 不出意外的话 正门口会留下川崎的两个保镖 剩下的保镖 会跟着自家老板进去开会 这样一来 门口有会长的保镖放风 里面川崎身边 还有那个柔道高手做保镖 而川崎的心腹秘书 五个高层身边 各带着一个心腹保镖 达到平衡 是最让人安心的局面 哼 请酒冷笑一声 你倒是看得起那个家伙 他说的是川崎 慌乱中撤向地下层 是最不可能的一个方案 如果川崎真的这么选择 说明川崎在危险境遇中 能很快冷静下来 保持清醒 不过话虽这么说 他也觉得川崎这个人不能小看 至于门口安置的人手 进去的人手这一点 他也跟拉克意见一致 平衡是最让人安心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让基安帝和科恩 先解决门口的两个保镖 同时引爆炸弹 就算他们听到了枪声 也不能让他们有时间 去冷静下来思考 请酒继续到 目标B3 遇到是容易失去分寸 本身也没什么心眼 大概率会先其他人一步冲正门 而他的保镖 自然也就算在其中 目标B5 在遇到高压状况时 喜欢尽快远离麻烦 同时也喜欢冒险和剑走偏锋 时飞迟到 大概率会走密道出去 目标16个人 在调查时 就被编过号 川崎用Kawasaki这个发音里的KK来编号 而川崎的新副秘书SEC 不是因为那个人跟一秒钟有什么关系 而是在秘书Secretary中取前面的发音 至于五个高层 则是B1B5 也就是骨干杯的B 另外 过来这里开会的时候 川崎会带三个保镖 其他人各带一个最信任的保镖 一旦发生紧急情况 那些素质优异的保镖 绝对会跟着自家老板走 按B1的保镖 或者KK擅长侦查的保镖来区分就行 行动开始前 组织所有参与行动的人 会认照片 记编号 杀一个报一个 直到全部确认清理完为止 夜里 月明星熙 七辆越野车陆续顺着山道行驶 停在一处占地颇大的方形水泥建筑前 皎洁月光下 七个穿着西服 带着墨镜的男人 先下了车 分散开在附近警戒 其中一个欧洲面孔的男人下车时 就警惕观察了附近 转头对车里后座的人道 BOSS 附近没有可疑的人 正南方向森林间 一把狙击枪 引在高大树木的树冠中 瞄准镜锁定了男人 请酒 我看到KK的保镖了 G&D压抑着心里的兴奋 对耳机那边低声汇报 应该是擅长侦查那一个 如果一会儿 他往我这边跑 就交给我吧 今晚还真是个适合狙击手 野外伏击的好天气 能够把他脸上表情 看得一清二楚 耳机那边 水无连奈调侃道 G&D 今晚的目标人数这么多 没人跟你争 不过你也最好小心一点 不要被人一拥而上给撕碎了 G&D自信满满 又带着杀一刀 在他们 冲到我面前之前 早就被狙击枪子弹打爆 脑袋死透了 另一棵树上 科恩声音沉闷道 还有我和斯利弗瓦 请别无视他们 队友 注意重视队友 不过很显然 周围一圈的外围成员 也完全被科恩无视掉了 东面的森林里 水无连奈 一身黑色连身皮衣 戴着挡了大半张脸的鸭舌帽 背靠着一棵大树 右手紧握的枪 已经开了保险 转头问道 那么秦九 等他们进去之后 就动手吗 树木头下的阴影中 秦九坐在一块石头上 侧头盯着放在手边的 笔记本电脑 等拉克的消息 水无连奈 微微扬了扬眉 拉克 他也来了 拉克已经潜入到地下一层去了 福特加得意笑道 等库拉索把资料都带出来 他就会把消息传出来 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水无连奈 忽略了福特加 不知源于何处的得意 默默思索 情况不对劲 潜入里面观察情况 是行动里最危险的一环 首先 如果对方集体撤进地下一层 在里面的人一不小心 就会被抓住或者杀死 其次 现在方形建筑里 一层西北面 西面都有炸弹 地下一层也有 要是行动时出了意外 很可能被组织放弃 直接引爆炸弹给埋了 以前拉克往自己水里加错了东西 差点把自己给弄死那一次 勤九的反应很剧烈 他还判断出拉克对组织很重要 拉克在那一位心理地位很高 以及勤九跟拉克交情很深 这三个可能 要是这样 勤九不应该让拉克潜入进去 要知道 艾尔兰威士忌就处在他们身边 这也是个潜入的好选择 从开始倒点埋伏到现在 他都能感觉到 艾尔兰和勤九之间不太和谐的微妙气氛 只是没有撕破脸而已 对于勤九来说 让艾尔兰去涉险 不是更好吗 让拉克去 是那一位或者勤九 想弄死拉克 还是勤九出于局势考虑 觉得拉克潜入更合适 相信拉克的能力 所以公正无私地选择 让拉克去 或者勤九出于局势考虑 觉得拉克潜入更合适 相信拉克的能力 并且不想被艾尔兰说闲话 所以才公正无私地选择让拉克去 一旁 艾尔兰威士忌身上 穿着一件黑色的运动式紧身衣 宽松的运动裤 怎么方便活动怎么来 双手暴毙 靠竖站着 看起来很闲适 他那边不会出问题吧 勤九 炸弹遥控也在他手里 一不小心 计划可就全乱套了 他就是想隔音勤九 勤九能让拉克自己去安装炸弹 还把爆炸遥控交给拉克 连行动开始的时间安排也交过去了 那还真是难得 说什么他也要阴阳人一下 至于说这种质疑的话 得罪拉克 先不说他不了解拉克能力怎么样 质疑是合情合理的 就从个人方面 他对拉克也没好感 皮克斯死后 他就听那一位说过 会把皮斯克以前一个 不用的训练厂交给拉克 让他不要过去了 他当时就觉得 心里不是滋味 想争取把训练厂和皮斯克 留下的其他东西拿过来 没想到 拉克把训练厂给炸了 这种像是踩着皮斯克骨灰跳舞的行为 他想到 拉克心里能舒服 那也是个混蛋 还没有等勤九开口 跟基安帝 科恩待在南面森林里的英曲延南 心里顿时冒火 冷声道 要是你不放心 可以换你进去 他家老板是蛇精病了一点 但能力没话说 不是谁都能质疑的 现在为了行动 他家老板可是身处最危险的位置上 这时候还阴阳怪气 像话吗 他还没死呢 有本事在跟他过过招啊混蛋 啪 气炸 水无连奈默默观察 好吧 既然炸弹遥控器在拉克那里 那勤九或者那一位 想拉克死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爱尔兰没有跟英曲延南碰过面 自然也不知道 曾经用照相机拍过他的 就是那边的斯利弗瓦 不过一看英曲延南的态度 也能猜出 这不是勤九的人 就是拉克的人 至少是跟那两人关系好的人 毫不客气地回敬 我倒是不介意进去蹲守 说不定还能跟那个柔道高手过过招 方形建筑 地下一层 密室里没有开灯 一片昏暗中 一台外形酷似平板电脑的机器亮着灯 照亮穿着黑色连绳皮衣的女性人影 女人一头波浪卷银发 用发圈束在脑后 双手戴着黑色皮手套 不断伸手 拿过一旁架子上的文件夹 在灯光下快速翻动一遍 紧接着又把文件夹里的纸页 一页页按在机器亮屏的一页 全部扫描一遍后 抽出其中一两张纸页 其余又放回架子上 继续下一份文件 池飞池站在后方 盯着库拉索忙碌 顺便听着通讯耳机那边的交谈 他这边是闭脉了 但外面那些人说什么 他能听到 今晚之所以让他进来 是因为他脚步轻 伸手好 有黑牌做暗器 还能群压风暴来扰乱敌人视线 趁机攻击 这些勤九早就知道 不用担心他灾了 那一位也同意 有一个人进来 跟库拉索一起行动 确保资料不会被动手脚 由于这些资料 后续会被组织用去威胁勒索 或者做别的事 关系到组织以后的行动 必须保证资料没问题 同样也不能随便找一个人进来 跟库拉索一起接触资料 至少 要那一位 勤九或者朗姆三人中 某一个人信得过的人 他目前的信任值依旧不低 再加上本身能够应付危机 很适合做潜入这里 配合库拉索窃取情报的人 而参与行动计划制定的 勤九和朗姆也提出了 炸弹由他进来装 遥控器让他拿着 行动开始的时间 也看他这边的情况来定 虽然想弄死他的话 那两个人完全可以 在他不知道的地方放炸药 但这样表态的话 他多少能放心一点 从始至终 他们就没想过 让爱尔兰威视寄来 行动通讯频道里 外面一群人还在沟通 勤九 你现在想进去也晚了 还不如等会儿瞄准一点 爱尔兰 是啊 那你下次要记得把我安排进去 瞄准的是 你大可不用操心 堵在这里 出来一个 我能解决一个 水无连耐 爱尔兰 不打算给我留一个吗 吉安帝 魏魏 他们像羔羊一样 从正门慌慌张张 跑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吉尔 你不是应该让我给你们留一个吗 地下一层的房间里 库拉索把最后一份文件扫描传真出去 停了下来 转头对身后 顶着拉克一容脸的池飞池道 拉克 我这边完成了 外面的支援到了吧 早到了 精神得很 池飞池吐槽一句 打开关闭的麦克风 用嘶哑声音对那边道 库拉索这边完成了 那边 已经从谁进去这个问题 讨论到哪个人头归谁的一群人进了一瞬 英曲延南 原来老板在通讯频道里啊 吉安帝 他有点好奇 拉克刚才有没有听到 刚才爱尔兰的质疑 科恩 不会打起来吧 那会很麻烦的 水无连奈 替爱尔兰尴尬两秒钟 爱尔兰 尴尬 不存在的 就算这混蛋在他面前 他也还是会那么说 勤九早就知道 池飞池在行动小队的通讯频道 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想那么多 吉安帝 人进去了吗 等等 吉安帝也没再多想 用望远镜观察着门口的情况 KK让两个保镖去附近查探情况了 是擅长侦查的那个 和擅长安保布置的那个 拉克 你们潜入的时候 应该把痕迹都清理干净了吧 这个不用担心 池飞池私生回完 按了耳机上的按钮 闭了麦 库拉索 再等等 人还没进来 OK 库拉索拿出手机 没急着发邮件 看着对面金发闭眼 脸颊长着小雀般的年轻男人 我给老母发邮件说一声 另外 扫描传真的机器 不方便带出去 你一会儿就帮忙清理一下吧 拿手机要说清楚 以免拉克神经紧张 池飞池点了点头 继续听耳机那边的动静 行动即将开始 暂时是没人废话了 等了大概三分钟 基安D那边才到 他们没有发现异常 准备进去了 确认目标身份 秦九道 科恩通过狙击枪瞄准镜 盯着进大门口的人的脸 SEC SEC的保镖 KK KK身边那个柔道高手 基安D同样观察人脸点名 B1 B3 还有两个人的保镖 B2 B5 科恩道 他们两个保镖也跟进去了 还有B4和B4的保镖 基安D紧接着道 KK刚才负责探查周围 那两个保镖 留在了门口 秦九出声道 两分钟后 情况跟他们预料中一样 库拉索 从通风管道到楼顶去 池飞驰听着耳机那头的安排 用嘶哑声音对库拉索道 两分钟后 基安D会解决留在门口的两个人 你看准机会离开 然后按计划撤离 OK 库拉索应了一声 跳起来 伸手抓住天花板上的通风管道口 灵巧地钻了进去 池飞驰蹲下身 从脚边的袋子里翻出炸弹 一一放在架子上 扫描传真机上 一会儿 这里也要炸了 消除他们活动过的痕迹 59秒 58秒 57秒 21秒 20秒 19秒 5秒 4秒 3秒 我看到库拉索了 基安D到 他从楼顶通风管道口出来了 行动 勤酒果断道 方形建筑楼顶 库拉索压根就没去计时 钻出通风管道口 就丝毫不停歇地跑向平台边缘 一跃而下 守在门口的两个保镖隐约听到动静 反应也不慢 抬头看去的同时 手也摸向了腰间的手枪 平 平 树林里远远传出两声枪响 两个保镖往后扬倒 额头上被开出的血洞往外喷涌着鲜血 双眼也渐渐失去了神采 几乎同时 在地下层的池飞池 也按下了不在地上一层西门处的炸弹引爆按钮 方形建筑 传出轰然爆炸声 西面的火光和烟尘冲破了屋顶 水泥碎块建设 飞向四周 库拉索动作没有一丝停顿 如灵巧的猫一样 越过两个往后倒去的男人 到了双合会那些人开来的越野车前 打开其中一辆车的门锁 上车先一步开车离开 看着车子开离 基安帝重新将瞄准镜转向大门口 扫过地上的尸体 盯着大门口 跃跃欲示道 门口的两个人已经解决 库拉索撤离 目前还剩14个 爆炸声惊动了建筑里的人 不到两分钟 两个保镖护着两个惊慌失措的男人 冲出大门 B3 基安帝瞄准后 扣动扳机 看着镜头中头部爆出血花的人影 嘴角露出残忍又兴奋的笑 搞定 还有13个 B1 科恩出声 解决 还有12个 B3的保镖 OK 还剩11个 B1的保镖 解决了 10个 冲出大门的四个人 很快被解决掉 根本没能跑到车子附近 英曲严男 顶着落腮胡大汉的义容脸 戴着墨镜 站在一群外围成员前方 面无表情地听着爆树声 他怀疑 他们就是 来冲场面的 完全没有跟对方接触的机会 双合会 其他人 大概是发现了外面的惨况 没在往门外冲 还关了屋里的灯 半敞开的大门后方 顿时一片黑暗寂静 明亮的月光下 方形建筑像一只趴在地面 大口微张的猛兽 像老猎人一样静静地盯着 等着里面的猎物冲出来 等了两分钟 基安帝有些急躁了 早知道等他们多跑几个人出来再动手 谁让你那么迫不及待 琴九滴滴笑了一声 拉克 小羊被吓得不敢出锅了 耳机那头 那个嘶哑声音 没有以前那么冷淡 也隐隐透着一丝细血 知道了 我再帮忙加点柴火 英曲严男 继续面无表情地听着 他有种被大群变态 蛇精病包围着的感觉 方形建筑里 被堵住的双合会成员确实慌了 没有再敢往大门外面冲 退到会议室里 这个地方 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 就算有人跟踪 我们发现了这里 那炸弹又是谁放着的 这个时候 分散行动更容易被叛徒捅刀子 大家一起抱团冲出去 才是正确选择 外面不知道埋伏了多少人 四个人那么短的时间就没命了 你一直怂恿我们冲出去 到底有什么企图 最先产生争执的 是双合会两个高层 一人想到了密道 提议从密道离开 只是没人敢保证 那边没有埋伏 另一人觉得 应该从大门口抱团杀出去 但这样一来 肯定会爆发激烈冲突 肯定会有人死去 谁都不想做先死的那一个 面对死亡的恐惧 两人从一开始的商谈 渐渐成了分歧 指责 到最后开始阶段 互相怀疑 其他人没有加入争执 只是转头看向一个身材瘦高 下巴上有一条细巴的男人 他们的会长川崎 够了 川崎立鹤一声 多年累计的威严 让场间安静了下来 他心里有自己的小算板 之前放任这两个人 争执不管 是因为这两个人 平时关系太好 好到经常悄悄商量事情 好到对方犯错时 拼命给对方打掩护 前些年还能以他为中心 但近年已经快 把他丢到一旁去了 这一次 两人吵到撕破脸的程度 就算以后关系缓和 也不会像以前那么要好了 他也不会允许这两人 恢复以前的关系 但争执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要是继续下去 不等别人杀进来 他们就得自相残杀 跟同伴争执的高壮汉子 气呼呼道 会长 你说现在怎么办 总不能在这里面等死吧 慌什么 谁都别贸然跑出去 川崎盯着一双双 看向自己的眼睛 维持语气平静 爆炸只有一次 轰隆 打脸来得很快 西北方向再一次传出剧烈爆炸声 震得他们脚下的地面颤动 天花板上的强灰 扑朔朔掉了一身 我受够了 提议走密道的人 扶着桌子站稳 转身往密道入口走去 恼怒到 有紧急撤离的地道不走 难道要我们在这里等死吗 会长 你要是不信我 我也无话可说 反正我是不会在这里等死的 另一个高层 迟疑看了看自家会长 咬咬牙掉头跟上 两人的心腹保镖 也都跟了上去 等 川崎急忙喊着 只是声音很快被新一轮的爆炸声掩盖 哄 这一次的爆炸是在西面 距离似乎离会议室又近了一些 在会议室里 都能看到镜头走廊转角后的火光 现在不仅跑开的四个人 剩下的人心里都在发慌 看向自家会长 该死 双合会会长见自己身边只有五个人了 没有再迟疑 朝会议室后方快步走去 不要分散开 跟我来 我们先去地下 对方手里有炸弹 外面大概率还有狙击手 照这么看 他们的火力配置 比大多数帮派都要强 也比大多数帮派更加心狠手辣 那些人是敢杀人的 我们只有十多个人 冲出去只能当靶子 而现在还不确定 对方有没有人在密道镜头埋伏 密道出口 只能容纳两个人进出 要是从密道出去遇到埋伏 对方完全可以堵在出口 轻松把我们一个个杀死 说着 绕到会议室的房间 打开灯 跳起来伸手拍了一下 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金属吊灯 喀啦啦 房间里的一面墙 以中央为轴心 旋转着 左右两边因墙面倾斜 露出两条紧供艺人通过的通道 因电源触动 通道里亮起了 不弱于外面房间的明亮灯光 艺人握紧枪 很识趣地 先一步进门探路 其他人陆续跟进去 双合会会长进门后 等着他后方穿运动服的男人进门 抬手按住墙壁上的一个凸起 关闭了地下层的入口 喀啦 墙面再次关闭 没人注意到 就在他们头顶 水泥被融了一个小洞 一个涂了根水泥同色颜色的 微型摄像头 镶嵌在里面 这种摄像头不止一个 运作者 把影像传输到森林里的电脑里 再由琴九看着电脑 报给池飞池 拉克 进入地下层的人有 B4 B4的保镖 SEC SEC的保镖 KK KK身边那个柔道高手 从会议室后面的机关门进去后 右转 一侧走廊镜头的转角后 池飞池背靠着墙 手里的枪已经子弹上膛 脑海里还原着地下层的结构 慢慢朝六人靠近 飞池藏在衣服下 悄悄用热眼观察附近的情况 帮忙警戒 靠近到一定程度 琴九出声 拉克 停下 人往你前方右转的走廊口去了 池飞池没有再往前 引在墙壁后 片刻 转角后的走廊里 传来焦急的询问声 会长 现在怎么办 是啊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吗 在发生过爆炸 同伴死亡之后 在身处这种封闭压抑的地下空间 他们心里非但没有得到宽慰 反而觉得闷得慌 也很没有安全感 想尽快离开 想回到自己熟悉的都市环境中去 川崎深呼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看向自己身为柔道高手的老同学 也是他最信任的人 先报警 池飞池 他果然没看错人 是个人物 川崎的话 隐隐通过池飞池这边的麦克风 传到了通讯频道中 基安第五语 报警 他们可是极道组织的人 看来是个聪明人呢 水无连耐失效 这边 川崎身旁的柔道高手 一脸诧异 什么 可是会长 这里面的东西 由于自身是极道组织的成员 习惯了争斗自己处理 不牵扯警察 他们又身在一个私藏的军火 走私文物 社会名流把柄的地方 他们就没人想过报警 先不说极道组织的头领 高层被打的求助警方有多可笑 传出去 他们就没脸 要是警察来了 发现他们这里 报警 川崎脸色难看 却还是质地有声地重复了一遍 语气极快地解释道 就算是山口组那些大社团的人 也不可能什么都不说 就直接杀人 对方不是极道组织的人 很可能是恐怖犯罪组织 再待下去 他们恐怕会做出更极端的事 立刻报警 大家都活下来 比什么都重要 警方来了 他们可以先离开地下一层 争取不让警方发现这里 而就算警方发现了 他们也可以用别的方法解决 比如把私藏枪支这类罪行 由一个人去抗下 其他人假装不知情 让律师去跟警方周旋 总之 警察不会杀人 但外面那些家伙会 现在不是会不会被警察抓的问题 而是能不能活命的问题 墙后 池飞池听着越来越近的谈话声 留意着飞池汇报的观察情况 准备动手 主人 最前面的人手上拿了一把枪 腰间有一把 看姿势是在开路警戒 紧跟着他的人手里也拿了枪 外套左侧口袋里 还有一把枪 腰间有匕首 飞池汇报得很直接 目标人物靠近到一定距离 他的热眼也能观察到了 在他热眼下 墙壁和衣服的遮掩 完全不是问题 那些人就跟没穿衣服一样 放在身上的武器 就算被捂出了一些温度 但整体温度也跟人体不一样 远离身体的部分 还是冰冷的蓝色 通过色块的形状 他能分辨出那是什么武器 池飞池在脑海里 整理飞池汇报的情况 计算着最佳解决方案 六个人 每个人手上都有枪 他带上了那两张泡了很久 毒液的大小王黑牌 可以解决掉KK 和身上备用武器最多的人 没错 KK是第一目标 优先解决 这个人很麻烦 又是领头的 一旦KK死亡 对方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慌乱 然后他要趁机把SEC解决掉 作为KK的心腹秘书 SEC平时在双合会里 很有话语权 是最有可能在KK死后 稳住其他人反击的人 持飞持右手拿枪 两张黑牌顺着衣袖滑到了左手中 一颗子弹 两张黑牌 前后解决三个人 从飞持的观察情况来看 KK应该是走在倒数第二位 等等 主人 飞持突然出声 他们停下了 有一个人打开了从左 往右数第二个房间的门 耳机那边 勤酒也出声道 拉克 他们进了从右 往左数第四个房间 SEC的保镖留在了门口 不要轻举妄动 再等十分钟 通过密道到东面森林的人 就会出密道 我们先把那些人解决掉 他们打算报警 不能久留 我们撤到外面路口再说 持飞持靠抢引在转角后 听着房间门被关上的声音 没有出声 悄悄退了回去 拎着一袋子炸弹过来 又计算了炸弹安装的位置 悄悄把三个炸弹 安置在转角后 那边看监控的勤酒 他好像猜到 拉克想做什么了 看来带过去的炸弹很多 很任性 持飞持爬上通风管道 消失在摄像头监控中 再出现 则是在目标所处房间 另一边的走廊上 计算了一下 在走廊拐角镜头 装了四个炸弹 又爬上通风管道 对方六个人 一个人在门口警戒 五个人进了房间 这种情况下 他一个人杀过去 不是理智之举 伸手再怎么厉害 速度再怎么快 再怎么计算 他也有可能被对方惊慌之下 胡乱开枪的榴弹打中 要是倒霉一点 有一颗子弹命中要害 他绝对死得透透的 狗柱 不能浪 而且要解决目标 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 他可以把走廊两边的墙炸弹 把对方堵住 然后再在上方通风管道 放上一排炸弹 堵炸 当然了 这种方法不能面对尸体 确认死亡 哪怕目标存活的几率小得可怜 但也不会优先考虑 只是先做一个布局 说不定就用上了呢 带来的炸弹多 任性 驰飞驰装好炸弹后 又跳下通风管道 回到了之前的位置 背靠墙站好 脑海里模拟着 对方六个人的各种击杀方法 等着见机行事 琴九也没有再出声 准备等着看情况 脑海里同样模拟对方的各种死法 寂静之中 飞驰突然若有所思道 主人 我们刚才摆炸弹 就像在玩炸弹超人电玩游戏 有空我们一起玩炸弹超人吧 我有个新想法 驰飞驰 不愧是他的宠物 文 明天休息就玩炸弹超人去 飞驰还没扒拉完 转脚后的走廊 突然传来开门声 你们要耗着等警察来就继续等吧 我宁愿死也不想丢那个脸 会长 不好意思 我不能陪您在这里了 唐彦 我们走 驰飞驰默默听着 是碧四的声音 耳机那边传来请酒的声音 拉克 碧四带着他的保镖走了 飞驰也出声道 主人 走了两个 驰飞驰不方便出声说话 考虑了一下 抬手隔着衣服 敲了一下飞驰 一 攻击 这是给飞驰的指令 只要飞驰知道他打算进攻 就会把留在这里那四个人的信息告诉他 这个时候 KK居然镇不住其他人 让队伍里发生争吵 并再次分化 他觉得有古怪 还是确认一下比较好 主人 留下来的四个人 最靠近 你那个手上有一把枪腰间 有一把身高 大概175公分高瘦 站在他旁边的那个 飞驰兴奋地用最快语速报了四人的信息 主人 上 打他们 我给你当指挥 驰飞驰站在墙后没动 嘴角勾起意味不明的浅笑 KK跑了 摄像头安置在头顶上 请酒只能观察到对方的衣着 墨镜 或者帽子 以此来判断六个人身份和位置 而飞驰虽然能够根据温度去判断对方身上的东西 但也没法判断 具体是谁带了什么 对方六个人 有没有交换衣服 他更加没法探头去看 只能听请酒和飞驰的转述 不过根据资料里这六个人的性格 形式风格 还是能够推测出带了不同东西的人是谁 身上带武器最多的人应该是SEC的保镖 SEC身份特殊 曾经预袭就是靠身上藏了一把小刀反击成功的 身边的保镖也有多带武器的习惯 而这个人身上有打火机和烟盒 但SEC不抽烟 所以是SEC保镖的可能性最大 SEC则是身上武器带的第二多的那个 KK身边的柔道高手 自认为身手了得 喜欢近战解决问题 身上很少带武器 也玩不转匕首之类的小型冷兵器 只擅长拳脚 所以是只有手上拿了一把枪的那个 B4性格急躁 但没什么坏心眼 平时形式也重归重举 也没有接触 喜好冷兵器的习惯 那么 应该是手里有一把枪 腰间有一把备用的手枪 没有带冷兵器那个 B4的保镖 经受过国外的雇佣兵职业训练 应该是手持一把枪 脚上藏了一把军用匕首 外套口袋里有钩绳和开锁工具的那一个 武器带的 没有SEC和SEC保镖那么累赘 但会考虑各种情况下的应急预案 而且 这一个也是不抽烟的 那么 剩下来的那一个 手里有一把枪 外套内侧口袋里 有一把小型手枪和烟盒装在一起 腰上别着小刀的人 就是KK 作为双合会的会长 KK平时会遇到的对手 不是警察 就是其他几道组织的人 跟人对之右落下风的时候 可以放弃手里的枪 假装投降 跟对方扯皮 询问能不能抽烟 然后突然拿出伪装成某物的小型手枪反击 相比起KK 其他人在被包围时 不可能做出放弃手枪 选择投降这种行为 会引起误会 甚至众怒 只有KK 能够比其他人更随意地表达 将或者打的态度 也只有KK有机会跟对方周旋 去拿放在外套内侧的小型手枪 对于其他人而言 把一把小型手枪放在不方便 拿到的衣服内侧口袋 只是累赘 而且 之前非赤爆特征和位置时 这个人走在倒数第二的位置 在那个柔道高手前方 在这种内部可能出了叛徒的情况下 还遇到不知哪里有陷阱的危机 以KK的性格和形式中表现出来的精明 就算面上不表露 心里也会有所防备 能让KK把后背放心交付的人 只有KK那个身为柔道高手的老同学 其他人必须走在他前面 让他能看清一举一动才行 六个人过来时的行走位置 也符合他的猜测 SEC的保镖和B4的保镖在前面开路 B和SEC在KK前面一点 两人身后是KK 然后是KK身边那个柔道高手 根本刚才非赤汇报的武器信息来看 留下来的应该是CEC CEC的保镖 KK身边那个柔道高手 B4的保镖 那么 离开的就是B4和KK 勤九提供的信息是 离开的是B4和B4的保镖 勤九不会这个时候开玩笑 也就是说 刚才进去的时候 KK和B4的保镖换了衣服 然后假装B4跟其他人起了争执 带保镖离开 实际上是带伪装成保镖的KK离开 而KK这么做 应该是 发现了走廊上的摄像头 才进了房间 查看有没有摄像头 因为地下层的摄像头 本来只是为了确认 有没有人进来 进来的人是哪些 去了什么位置 而地下一层的房间也不少 他们装摄像头的时间有限 所以 房间里 是没有装上摄像头的 大概就是 房间里没有摄像头后 KK想出了 通过换衣服交换身份 尽快离开地下一层的决定 而且在房间里报警的时候 KK大概也确认过 附近有没有窃听装置 这里没装窃听器 但他在附近做活体窃听器 他的耳机能够把声音传出去 同样也会发送和接受电波 要是在附近通电话 也会听到通话中 有电波干扰造成的杂音 虽然他跟六人进去的房间 有一段距离 那种杂音不会太明显 但KK应该发现了 或者本身就怀疑 附近还有窃听器 才会在出门的时候 还让B4嚷嚷着 演绎出争执离开的戏 这反应速度还真是不简单 离开的两个人 刚走过放置枪支弹药的房间 大概两分钟后 会抵达同往地上一层的 那独有机关的墙 耳机那头传来琴酒的声音 剩下的四个人也折返出去 走廊转角向右 应该是打算去放资料的那个房间 在警方到来前 把里面搜集到的资料转移或者藏好 那些社会各界名流的把柄 和贿赂名单 比起枪支 可是更要命的是 持飞持没再等下去 转过转角 快速又翘无声息地走过走廊 他之前等 就是在等B4和KK离开到 无法及时支援的位置 也要离开那个放枪支的房间附近 那个房间里不仅有枪 还有炸弹原料 和他打算用来引爆的炸弹 虽然不觉得 KK和B4会惜命 但要是那两个人 眼看没希望跑 打算跟他拼了 选择往那个房间开枪 打中木制防门这种子弹 容易穿透的地方 飞出去的子弹 就有可能引爆炸弹 带着他一起死 那他可就亏了 地下一层 四个人正往放资料的房间赶去 川崎身边那个柔道高手带路 伪装成川崎的保镖 跟在后面低头走着 其他两个人也保持着沉默 跟着转过转角 但他们刚转过转角不远 一个高手的黑影的黑影 如幽灵一样 悄无声息地贴到转角后的墙边 主人 前方转角右转一米 飞翅爆了对方的位置 四个人都在 还在往远离 你的方向去 有一个人背对着其他三个人 面向着转角口 持飞翅平住呼吸 静静听着转角后传来的脚步声 现在他们双方拉到最短 是最适合动手的时机 不过要等警戒后方 那个人转回去 他转回去了主人上 飞翅毫无间隔地 喊出一大串 持飞翅闪身出了墙后 视线快速锁定 身子刚转了一半的SEC的保镖和SEC 把左手中准备好的两张飞牌 重重甩了出去 右手中 柏莱塔92F装上了消音器的枪口 对准了换上KT衣服的保镖 毫不迟疑地扣动扳机 两张分别有着Rookie字样 和乌鸦图案的黑牌 被反复脆过毒 平时还被持飞池 放在装毒液的玻璃缸里抛着 旋着飞出去 轻松切入SEC和SEC保镖的侧颈 剧毒紧跟着进入了血液 羞 枪口冒出一簇火光 换上了KK衣服的保镖 刚打算转身 就被一颗子弹飞速 穿透了后脑 面部爆出一团血花 朝前方扑倒 那个柔道高手伸转到一半 就被栖身靠近的持飞池抓住手腕 将枪口别向一侧 同时 持飞池拿枪的右手迅速拍出 连枪身和手掌一通 全力按上对方的心口 咔 那个柔道高手原本就在墙边 冰冷枪身按在胸口的瞬间 就被块狠的力道 压断了左肋的树根肋骨 断骨转眼间刺入心脏 同时 心脏也在挤压下破裂 碰 换了KK衣服的保镖面朝下倒地 脱手的枪也滑到了一边 碰 重重砸到墙面上 头无力地往前垂着 敌枪口中溢出鲜血向喷洒 持飞池收回手 连带着垫在手掌下的手枪 也一同收回 用枪垫一下 肋骨断裂的痕迹 就会是枪身侧面 而不是他的手掌 要不然的话 通过断骨处的情况 警方很容易就能判断出 他手掌的力道 手掌的大概轮廓 用力方式是左手还是右手 虽然这些尸体 最后还是要毁掉的 但他在一开始做的时候 就不想留下任何有可能被锁定身份的痕迹 揉到高手被贴着墙 身子软塌塌地往下滑去 碰 碰 侧颈切入黑牌的SEC SEC的保镖 这时才失去生机 无力倒地 身体砸在水泥地上 发出接连两声闷响 持飞池上前回收黑牌 准备去追KK和B4 外面东边的森林里 秦九扫了一眼监控下角的时间 发现从持飞持飞出牌 到最后一具尸体倒地 只过去了三秒钟 心里评价一具牲口 看向其他监控画面 其他两个人 耳边那边传来嘶哑发色的声音 KK和B4在一起 秦九看着监控画面 目光顿时阴郁了不少 不是因为目标的轨迹 而是因为在其中监控画面中 B4身旁那个一直低着头的保镖 突然抬起枪 枪口正对着摄像头 下一秒 摄像头画面立刻被切断 他开枪打碎了四号摄像头 秦九沉声道 安置的摄像头都有编号 他说了四号摄像头 拉克九应该知道对方在哪个位置了 四号摄像头下 川奇朝头顶开了一枪的举动 吓到旁边的大块头 会 大块头刚想开口 想起现在川奇尾装成了自己的保镖 连忙止了声 摄像头 川奇凑到大块头耳边 脸色难看得压低声音道 我只发现了两个 除了这个 在前面的墙壁上还有一个 也不排除这里面有一些地方 被装了窃听器 刚才那边传来的声音 你也听到了 他们四个的情况恐怕不妙 对方说不定会很快追上来 抽红包 半分钟后 大块头到了前方 频频开了两枪 打碎了摄像头 拉克 三号摄像头也被他们毁了 秦九说着 盯着其他摄像头传播来的画面 发现六号摄像头下 有一道黑影快速跑过 又道 打开你随身携带的摄像头 我要确认你的状况 池飞池跑过六号摄像头后 没有停留 继续往前跑 伸手打开了衣领上 像扭扣一样的微型摄像头 另一边 电脑上一直没有画面的 15号窗口挑出画面 狭长走到两侧的墙壁 快速往后退 由于池飞池在跑动 镜头也晃得厉害 池飞池跑过摄像头后 在转角踩上墙壁 借力跳起来 翻转了身子 一个带把手的西腹 塞到了左手中 而在秦九那边 画面一阵晃着 飞速靠近墙面 又突然一个大翻转停下 整个画面都倒了过来 秦九 拉刻着第一视角 还真是 看得人眼韵 西腹塞前端 被按在天花板上 池飞池左手抓着西腹塞的把手 借着西力 整个人倒着 蹲在天花板上 右手里的枪 对准了走廊镜头 缓着因急速奔跑 而加快地呼吸 四号摄像头 到三号摄像头之间 是一段走廊 两侧各有三个房间 整条走廊静悄悄的 没有半个人影 其他摄像头 没有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他们应该进去了某个房间 请九出声道 现在 第四毁坏摄像头大概八秒 他们就算想 爬进通风管道 也不可能爬得上去 很可能还在房间里 小心被埋伏 爬通风管道离开 可能吗 池飞池看了看下方 否认了这个思路 在知道监控不到 KK和B4的身影时 他就没考虑过 爬通风管道离开 因为通风管道里很狭窄 人在活动不开 更别说开枪反击 一旦被发现 就有可能被堵在里面枪杀 那么 飞池用热眼观察 主人 持飞池跳了下来 双脚落地的同时 伸出左手 隔着外套 捂住了飞池的嘴 好吧 是整个头都捂住了 闭嘴 不许剧透 不许剥夺他思考的机会 嗯 飞池吗 嗯嗯 主人干嘛呢 持飞池观察了一下 发现右手边 第一个房间门口下脚 加了一根小小的线头 打开口袋里的录音笔 一步步走上前 这一次 持飞池刻意加重脚步 发出了声音 踏 踏 踏 寂静环境中 轻微的脚步声 似乎也被放大了不少 走了七步后 持飞池停下脚步 放开飞池 取下手枪上消音器 对准前方右手边的房门 开了两枪 屏 屏 没有装消音器的枪声很刺耳 主人 我看到 飞池的头 再次被隔着衣服捂住 嗯 持飞池随便开了两枪 往前走了一步 按下口袋里的录音笔的录音键 随后朝走廊镜头的墙壁上 用全力 飞出一张黑牌 左右隔三个房间的走廊 本就不算长 在持飞池全力之下 黑牌的一个脚伸伸定入墙面 牌身 还连着一根中段 固定在牌上的透明丝线 丝线两端 一直穿过整个走廊 没入持飞池袖子中 分别缠了两圈 把录音笔拿出来 绑到其中一根丝线上 按下了录音笔循环播放的按钮 慢慢往后 把丝线拉紧 主人我看到了他们在 飞池想开口 又被捂住头 持飞池右手要拿枪 用空出的左手手掌 按住飞池之鱼 手指也没闲着 食指上的丝线收两圈 中指上的丝线放两圈 穿过牌面的丝线 立刻滑动了一下 绑在一端丝线上的录音笔 也往前移动了一段 踏 踏 踏 两根丝线横在走廊间 播放着脚步声的录音笔 被丝线拉动 一点点往走廊尽头移动 在移动到中间的房间门口前 正好传出两声刺耳的枪响 屏 屏 踏 脚步声重新响起 录音笔也继续往前移动 持飞池双眼平静盯着走廊 左手放在右肩下 捂住飞池的头 手指继续控制丝线 右手拿着的枪瓶举起来 悬在一个成年男性 大致身高的高度处 姿势有点奇怪 像是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 但那不重要 KK和B4进入房间后 有两个选择 一 留在房间里悄悄蹲着 是反打式狗看情况决定 二 爬通风管道离开 如果那两个人爬通风管道离开 他是不会爬通风管道追的 通风管道视野狭窄 活动空间有限 在无法确定对方位置的情况下 进去容易被堵杀 他想堵一把 就堵以KK的聪明 谨慎会想多 想着敌人既然布置那么全面 会不会在通风管道里有安排 从而放弃爬通风管道离开 选择躲在走廊两边的房间里 看情况 决定是打式狗 还是跑 其实从这条走廊离开的话 只要在镜头左转走 大概七八米 通过二号摄像头 再往右转走到镜头 就可以前往地下一层 KK完全可以加速跑过去 大概率能先他一步抵达上面 关闭机关 阻拦他的追赶 不过 KK大概也不觉得上面是安全的 所以才想着毁坏这一段走廊的摄像头 藏身在六个房间中的一个房间里 玩心理战术 试图反击 或者试图俘虏几个人去谈条件 而且这条走廊上 左右两边各三个房间的房门 是对着开的 左右房间的门 就在一条直线上 KK和B4 可以一人手一边 听着走廊上的动静 然后开门左右夹击 走到中间的某个人 KK和B4会躲在哪个房间 或者各自躲在哪个房间 每个房间都有可能 他前面右手边第一个房间 房门口加了细线 而这是他之前进来探查时所没有的 这个房间里可能有人进去躲藏 但万一那条线 只是被故意放上去的诱饵 如果他去开那个房间的门 开门说不定就中了陷阱 而KK和B4躲在其他房间 趁机冲出来朝他开枪 就算他能躲过攻击 大概率也会被堵在房间里 丧失主动权 又万一 那条线只是想让人觉得 那是诱饵 其实KK和B4就真的躲在里面呢 还有 镜头的两个房间 因为距离走廊转角镜 方便打不过就跑路 那两个人也有可能选择 躲在那两个房间里 总之 这种堵六个黑匣子里 装了什么东西的游戏 对于他这类喜欢考虑多种可能的人 很不友好 那他就选择把人调出来 用录音笔给KK和B4制造假信息 一 对方只有一个人 可以打 二 你们能锁定对方的位置 可以打 三 对方不慌不忙地在走廊上走 还有闲心胡乱开枪 很可能是在等外面的同伴过来 要是对方同伴来了 那就更没有机会反打 趁着现在对方只有一个人 赶紧上 先打残一个抓起来 不管拷问 还是当人质 都还有的运作 至于对方发现有枪声响 而房门却没有被打破 怀疑这是假的 那也不用担心 六个房间 对方只有两个人 要么 KK和B4在一个房间里 那样就算枪在门口响起 而房门没打破 KK和B4也会猜他是不是朝对面那道门开枪 要么两个人分别在两个不同的房间 就算两人在左右房门相对的房间 也都发现了自己这边的房门没有被打穿 但由于没法沟通 也同样无法确定 被子弹打穿的房门会不会是对方那边的 这也是一招心理战术 B4性格极躁 耐心有限 对他们会长倒也算忠诚 如果这两个人没有在同一个房间 B4再三听到对方开枪打门 自己这边的门没被打 但会长那边呢 这么一想 B4很可能直接选择打 而 KK应该很了解B4的性格 估计也会猜到 B4耐不住性子 考虑到一旦B4打不过外面的人 死了 自己就会更加孤立无援 KK很可能会莫属着B4的耐心消耗程度 最后不得不站出来跟B4一起动手 平 休平 耳机那边传来枪声 琴九也出声道 拉克 B2 B2的保镖 B5 B5的保镖已经解决 现在就差你那边的两个了 东面树林里 双合会的两个高层 刚带着各自的保镖 跑出密道出口 一阵警惕 发现一点动静没有 正松了口气 准备结伴离开 就被埋伏在周围的水无连奈 福特加 爱尔兰 琴九开枪打死 水无连奈上前 蹲下查看完 又抬头看向 坐在石头上盯电脑的琴九 拉克那边情况怎么样 我听到了好几声枪响 需要帮忙吗 他能听到耳机那边的枪声 到现在为止 拉克那边已经开了六枪了 拉克用的枪 应该是伯来塔九2F手枪 又叫M9 熔弹15发 如果带上了备用弹夹 那就有30发子弹 对于手枪来说 这样的熔弹量是够大了 30发子弹也很多了 不过也不能这么糟啊 他们从这里过去支援 等他们到地下一层 或者通风管道口 大概需要25分钟 从基安地那边过去近一点 大概也需要20分钟 拉克两分钟就打了6颗子弹 15分钟就能把子弹耗尽 也就是说 拉克再这么打下去 很可能不等他们赶到 自己的子弹就得先打没了 除非拉克身上带了一堆子弹 但根据他混进组织 这么久以来的了解 组织的核心成员枪法很好 除了已经死了的卡尔瓦多斯 其他人很少会带一堆子弹 和一堆枪在身上 假的 琴酒直勾勾盯着电脑上拍到的画面 嘴角带着异常残虐又期待的笑 再等等 他在钓鱼呢 果然还是拉克会玩 让他都不想管这边的事了 放弃可能遇到危险 或者丧失主动权的方案 直接想办法 把自己放在钓鱼人的位置上 一点点收线 耐心地等着鱼儿出现 在鱼儿出现前 还有大把的期待可以累积 比如 猜一猜今天能不能有收获 猜一猜鱼会什么时候上钩 猜一猜会不会有惊喜 他同样也可以期待着 猜一猜对方会不会上当 猜一猜对方会从哪个房间里跑出来 猜一猜拉克多久能解决掉那两个人 水无连带一头雾水 看琴酒那恐怖的表情 和一身冷冰冰的杀意 他有点担心 琴酒会不会兴奋过头 突然给他们两枪钓鱼 是啊 其中有一条大鱼 琴酒冷笑道 拉克 你还有五分钟时间 如果对方不上当 你就撤出来 我们换个地方伏击 KK这家伙太有意思了 今晚必须弄死 而且 最好别那么容易被拉克弄死 等着他 算他一个 在琴酒脑海里闪着KK死亡方案A KK死亡方案B的时候 石飞驰还在走廊前 慢慢收线放线 一分钟前 录音笔已经被丝线移动到了走廊尽头 录音笔是无法穿过黑牌上的小孔的 但他可以反过来 左手食指放线 中指收线 把录音笔慢慢移动回来 啪 啪 啪 录音笔发出的脚步声 在向他靠近 已经距离他近在咫尺 一直到录音笔回到池飞驰面前 发出两声枪响 走廊两边的房间 依旧没有动静 池飞驰也不急 再次反过去 食指收线 中指放线 又让录音笔往走廊那边移动 狩猎一定要有耐心 把诱饵和枪口一同放出去 按耐住自己的心跳 连期待也一起压缩 等待猎物上钩爆发的瞬间 不过他期待他的 请久那一副我先看看我不动 你不成我再想办法的期待架势 是在闹哪样 不用安排人过来支援吗 不担心对方 顺着通风管道跑了吗 嗯 飞翅无语哼哼 主人能不能放开他 手不酸吗 他知道了 他不说了 还不成吗 池飞驰没有松手 左手依旧按在右侧肩膀下方 只有食指和中指 在轻而快地绕线 放线 右手依旧稳稳地平举着手枪 将枪口对准前方 录音里 脚步声的间隔时间是重复的 那么 他就要控制录音笔移动的快慢 让每次脚步声响起的距离不同 用距离来干涉对方 对脚步声间隔时间的判断 同时 也要保证 录音里的每次枪响都在门附近 走廊间 大块头男人背靠在门旁的墙壁间 拿枪的右手手心里全是汗水 心里一阵急躁 外面的人又往这边来了 对方这种不急不忙 像是耍猴一样的态度 再加上毫不节省子弹 只是戏弄他们的做法 足以说明对方有援兵 而且援兵快到了 这次也放对方过去 不 不行 他不想等下去了 虽然可以爬通风管道离开 但他和会长说好了 怎么能自己走 好 那等对方转身往那边走的时候 他就动手 另一个房间里 川崎同样背靠门旁的墙壁站着 眉头越皱越紧 右手握紧枪又放松 又很快握紧 对方的应对办法 比他想象中高明得多 这么在外面走来走去 却不试图开某一道门 摆明了是在玩心里战术 警察估计 还有十五分钟才能赶到 对方要是怕被警察发现 大概十分钟后 就必须全部撤离 如果还要清理痕迹的话 那就是五分钟 只要熬过这五分钟 后面的时间就会安全得多 但他很清楚 他能耐着性子熬下去 他家那个部下 恐怕快沉不住气了 应该就在下一次 在对方再次转身过去的时候 他们有一次突然发难的机会 打不打 对方只有一个人 只要快一点控制住对方 说不定能问出不少信息 他们能活命的信息 很可能就在里面 而且 对方这种不计较子弹消耗的戏弄 让他也不敢确定 对方的支援 会不会在五分钟内就抵达这里 然后直接开门强杀 穿起闭了闭眼 察觉自己已经一头冷汗 苦笑起来 心里也叹了口气 现在他没法选择打不打了 如果自己最后一个帮手 也丧命的话 那可真就孤立无援了 无论如何 他也得跟着动 他是突然想到 当了这么久的会长 一向是他来做决定 其他人听从并配合 似乎很久没有过这种 把主动权交到手下的经历了 可灵 他也想到 有那么一群人跟随着他 在大社团的夹缝里生存 在陪笑受气中 把他们的双合会 一点点发展大 他们还约好了 总有一天 他们不会再对谁陪笑 只有别人受他们的气 对他们陪笑 踏 踏 平 平 门外 脚步声走过去之后 又毫不迟疑地开了两枪 然后回转 川奇将左手放在门把手上 在临出门前 回头看了一眼天花板上 装了铁栅栏的通风口 随即又收回视线 不确定对方 还有多少人在的情况下 通风管道那种地方 着实不安全 要是爬上去后 遇到面朝自己的枪口 那可真是禁不得 退不开 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比现在的局面更糟糕 就算他可以让手下在前面 自己缩在后面 那么他身后呢 一旦对方追赶 他连头都回不了 就得死 他不敢赌 要是敢赌的话 他早就从通风管道走了 那就 打 踏 踏 咔嚓 原本只有脚步声的走廊里 两道开门声前后响起 走廊尽头 池飞池又意外了一次 KK和B4并没有在左右门口相对的两个房间里 一个在右边最尽头一个房间 一个在左边中间那个房间 两人出来后成对角 也就是说 如果他在走廊间 面对的不是左右 夹击的两个枪口 而是一个枪口在他右前方 一个枪口在他左后方 KK果然是个有趣的人 只是可惜了 他没有在走廊上 走廊上 猛然开门的两个人 将枪口转向 却对了个空 或者说对准了比比 而他们中间 没有任何人影 耳边 脚步声还在继续 时间在这一刻 似乎变得缓慢 像是粘稠的胶水笼罩四周 让那一声在身旁响起的脚步声 也变得拖沓缓慢 踏 停 驰飞驰的枪口 原本就对着走廊 举得高一些 在对方猛然冲出来的瞬间 就锁定了右边的人 扣动了扳机 不巧 从右边最尽头房间 出来的是KK 大概是觉得 那个房间 容易跑向尽头左转的走廊 却正好被驰飞驰随机选中 KK头部被子弹穿透时 眼里还有着惊恶 惊恐的情绪 只是双眼也很快 被溅起的鲜血遮挡住 B4神情茫然呆滞 转头看向枪响传来的地方 由于没有KK的反应速度 这只是他下意识的举动 所以速度缓慢 还没来得及看到开枪的人 更没有转枪口的时间 一颗子弹 就从侧方穿透头部 蚩飞驰放下右手 也放下了按住飞驰脑袋的左手 出声道 我这边解决了 飞驰 主人终于放开他了 抽红包 琴久说不上 心里是看到鱼上钩的兴奋多一点 还是没能参与进去 就结束的失望多一点 轻哼一声 沉声道 补枪吧 再往他们脑门上补一枪 石飞驰 被飞排毒杀的 被打碎肋骨的就不说了 补枪就补枪 但被子弹穿头的还补 尤其是基安帝那边 狙击枪子弹打中头部 半个脑袋都得没了 琴久说说 这怎么在脑门上补枪 还找得到脑门在哪吗 分析下来看 琴久就是突然神经了 有骨不知奶来的 邪火在心头窜 所以在想方设法 找借口编尸 无法理解 不可理喻 基安帝也沉默了一下 吴语道 喂喂 可是琴久 我们这 找不到头就打心脏 琴久语气很利道 东面森林 水无连奈 福特加默默补枪 清理了现场的痕迹 然后和爱尔兰 琴久一起撤向南面 石飞驰在地下层补枪之后 直接上了地上一层 找到洗手间 顺便把手上的血迹清洗了一下 从正门出门 基安帝 科恩和其他外围成员 也撤了过来 双合汇那些人留在大门外的 还有六辆越野车 不过这些车没有打算用 狼母找来接应的人开车抵达 顺便把库拉索开走的那辆越野车 开了回来 一群人奋出人手去森林 把组织成员待过的痕迹 再清理破坏一遍 腾出的车子 就送其他人回公路上 刚到回到公路上 驰飞驰下车的时候 收到了狼母的邮件 森林里留下一些痕迹也没关系 偶尔会有露营的人过来 警方查不了那么多 而埋伏呆的地方 尸体已经烧毁 引爆剩下的炸弹 把建筑内外的痕迹 全部湮灭 Rule OK Rule Key 驰飞驰回复了一句 按下引爆器 方形建筑里 剩余的炸弹全部引爆 冲天的火光将天际照亮大半 紧接着 内部的军火库 门口的越野车也被引爆 接连传出的爆炸轰鸣声 站在远处的山头 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在其他人回头看的时候 驰飞驰翻到狼母的邮件 把手机丢给勤九 勤九接住手机 低头把邮件看完 又把手机丢还给驰飞驰 对回过头的其他人道 分开撤离 从上山的路 分别绕到调部 三鹰 五藏野 再折返回东京 尽量走没监控的小路 警方的车会从山下上来 大概五分钟 就能抵达建筑附近 他们最好从上山的路绕开 分散撤离到东京附近 再折返回东京 避免跟警车碰面 明白 明白 那我先走一步了 水无连奈骑上摩托车 科恩蹭了基安D的车 爱尔兰自己开车离开 剩下的外围成员 也都开了车离开 等车子相继走远 勤九扫尸路面 确认没有人乱丢烟头之类的东西 才收回视线 不急着撤 点了支烟 这里山峰很大 只要别流烟头 头发之类的东西 会很快被吹走 而有车辆在山路上汇聚的痕迹 也不奇怪 警方也没法判断 是不是飙车族进气留下的 那就没问题了 持飞持上了车 等英曲延南上车时 垂谋想了想 转头看车窗外的勤九 下次我给你掩护 他想来想去 勤九编尸的原因 可能是没跟KK对上 觉得可惜 然后可惜就变成了不甘 不甘又变成了脑木 依旧不可理喻 但极有可能 他上次还掩护勤九 接受勤九的指挥 让勤九去赌克罗巴特拉 下次他让勤九去浪也行 多大点是 勤九至于带着一群人编尸吗 多大的人了 勤九能不能成熟一点 勤九叼着烟 靠到自己的保时捷车前 显然打算最后撤 没有回应持飞持的话 反而用带着几分嘲讽的语气问道 你不会受伤了吧 赌KK和B4的时候 你一直用左手 压着右侧肩膀下方 想到拉克 用右手把一个大男人 一掌拍死的牲扣举动 他就有理由怀疑某个家伙逞强 或者兴奋过头 用力过度 把自己右手给伤了 英曲延南和福特加文言 转头看持飞持 没有 迟飞持解释道 我按着飞持 飞持从迟飞持一领探头 吐了吐蛇性子 蛇脸面无表情 但心里是委屈的 对 他家主人按他的头 按了好几分钟 勤九看到飞持 点了点头 又道 如果以后麻烦 行动就别带他了 也是 看拉克刚才右手活动 也不像受伤 那大概是当时拉克身上有摄像头 画面会传到他这边 拉克又不知道 只有他一个人在电脑前 担心飞持跑出来 被其他人看到 那个时候 才会一直按着飞持 哼 爱尔兰那个时候 就在他那边 拉克小心一点是对的 飞持瞪舌眼盯着勤九 勤九居然怂恿主人 不带他参加行动 想咬 但要先计算一下 咬过勤九之后的存活几率 不行 迟飞持拒绝了勤九的提议 把飞持按回衣领下去 发着车子 飞持可别想不开 跑去咬勤九 其他人被咬了 还能让着飞持 勤九可就未必了 搞不好在警方来之后 他们这里还打得撤不了 哼 勤九冷哼一声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你站在这里不要动 我去得买两斤橘子 迟飞持冷漠脸 回敬一句 开车离开 他都没说 勤九刚才编尸幼稚 勤九居然先说起他来了 心里没点数 勤九脸有点黑 忍住朝那辆车子后 车窗开两枪 把迟飞持抱头击杀的冲动 转身上车 撤了 啊 福特加疑惑 大哥 拉克不是说让你在这里等他买 这可不是什么好话 勤九打断 发着车子 福特加连忙上车 这句话 还有别的意思吗 勤九等福特加关好车门 开车离开 等哪天我给拉克买两斤橘子 我再告诉你 福特加没再问下去 突然有些感慨 有时候拉克脾气挺好的 之前爱尔兰那么说 他也当没听到 哼 勤九冷笑一声 语气讥讽道 他脾气是挺好的 好到一两句话说不好 就给贝尔摩德下毒 好到爱尔兰去皮斯克以前的训练基地附近转了一圈 他就把训练基地给炸了 不给福特加借一借拉克那家伙的老底 福特加还真要被拉克平时不温不火的样子给骗了 福特加 这不是他印象中的拉克 但大哥不会骗人 前方的车子上 英曲延南 坐在副驾驶座上点了烟 也忍不住问道 老板 真的要去给勤九买橘子 是非是一脸平静的看路开车 那句话的意思是 我是你爸爸 什么 英曲延南一时没反应过来 如果有人跟你说这句话 那他的意思就是跟你说 我是你爸爸 时飞时顿了顿 与其依旧平静 或者理解为对方跟你说爸爸爱你 可嗨嗨 英曲延南抽烟多年 第一次被自己呛到 转头看着窗外咳了半天 回头看到自家老板 依旧像没事人一样 目光沉静地看着路 嘴角微微一抽 也就是说 刚才两人的对话是 秦九说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他家老板说 我是你爸爸 不过他居然不觉得奇怪 或许是这两人经常对彼此 进行各种言论攻击 他都习惯了 也或许是他感觉这两人没恶意 看到自家老板被请酒对 他还觉得挺过瘾的 要不是担心两个人突然打起来 他都想抱个西瓜 在一旁赤着旁观 爱尔兰就不一样了 想到爱尔兰说自家老板 他就觉得火大 是因为爱尔兰阴阳怪切 还是因为他们不熟 至少没有跟请酒接触得多 不过话又说回来 今晚爱尔兰跟请酒之间的气氛很微妙 说话都有一点针锋相对的感觉 请酒居然也没说什么 他家老板今晚也没说什么 英曲严男从咳嗽中缓过来 斟酌着用句道 老板 有时候请酒的脾气 好像还不错 难道这两人就是那种 看起来很凶残 对自己人 其实很好脾气的人 时飞时侧目 看了看英曲严男 很快收回视线看路 英曲 你是不是对脾气这个词的理解有问题 英曲严男噎了一下 可是今晚爱尔兰 好吧 他发现自己可能是想多了 要是自家老板脾气好 那也不会一再用枪指着他了 那么相对的 他可能对请酒的脾气 也存在一点点误解 爱尔兰是核心成员 迟飞迟到 没有合适的理由 那一位不会看着他死 英曲严男 不是 他就是好奇 老板和请酒 怎么没有嘲讽回去 凭这两个平时 对彼此的攻击来说 那应该很容易就能对回去 两个人假装没事发生 让他觉得有点奇怪 可没想过爱尔兰死什么的 难道他家老板是在考虑 怎么弄死爱尔兰 他错了 他家老板脾气一点都不好 惹不起 时飞迟没有管英曲严男 想到哪去了 可以打个赌 爱尔兰活不过半年 他不知道 请酒是不是有意安排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那一位目前没有放弃爱尔兰的打算 在爱尔兰自己出问题之前 那一位也不可能放弃 那么 请酒就不会在没有合适理由的情况下 对爱尔兰下手 他和爱尔兰也有过节 他接手皮克斯的训练基地 爱尔兰心里可能就不太舒服了 而他还把基地炸了 不炸 他心里不舒服 那还是选择让爱尔兰心里不舒服去 他还让英曲严男去调查爱尔兰 拍爱尔兰的照片 虽然这是因为 爱尔兰先在他明面上 池飞池这个身份周围晃 但爱尔兰那个时候 以为是请酒让人跟踪调查 而他们也不可能告诉爱尔兰 吃飞吃事组织的人别在附近晃悠了 那就只能让请酒默默背下这个锅 现在有请酒这个杀皮斯克的人在前面顶着 爱尔兰的注意力还在请酒那里 要是没有请酒 爱尔兰的第一仇恨目标绝对是他 所以他才不管爱尔兰死不死 有人心里偷偷记恨着自己 不时出来阴阳怪气一下 想想都烦人 请酒可能也是同样的感受 今天安排行动人员的时候 请酒是提到爱尔兰回来了 但他和请酒都没考虑过让爱尔兰潜入去最危险的一环 一是因为让爱尔兰进去不合适 爱尔兰不像他脚步那么轻 在地下建筑层那种安静环境下 很容易被发现 搞不定任务不说 还可能会让整个任务全面崩盘 一旦惊动了对方 他们的行动可能就会无疾而终 还会引来双合会的调查或者仇视 还要要办法 花精力去善后 太麻烦 请酒也不会想让行动出岔子 害得大家都不好过 还让那一位心生不快 他同样也不想 再就是 还有一个连飞翅都明白的道理 一个人知道 房间里有一条毒蛇 进去的时候 就会加倍小心 毒蛇咬到人的几率不高 毒蛇还有可能被打死 或者让人跑了 再找到东西 回来收拾毒蛇 但如果那个人不知道房间里有毒蛇 那毒蛇咬死人的概率 就能高得惊人 而且 只要那个人不知道房间里有毒蛇 就可以 让那个人反复进房间 早晚得死在里面 这个道理 习惯偏A 偏B 偏X 的勤酒 比他懂 在一群人离开后没多久 大队警车和消防车 顺着火光 找到了山间建筑 经过一晚上的努力 火被熄灭 在警方抵达的时候 因为爆炸 现场一片狼藉 已经没有什么线索可言了 正门外的尸体 经历了建筑爆炸 和越野车爆炸 只能找到残缺 而烧焦的尸体 警方花了两天时间 才从废墟底下 找出部分残缺的尸块 也发现了东面森林里的尸体 只是现场也没留下 什么太明显的痕迹 还因为发现得晚了 被一些循着血腥 为过去的动物破坏过 6人以上 预测超过10人遇害的惨案 在警示厅里 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除了刑事客的刑事警察 警示厅的公安警察 也加入了搜查 原本警方对外封锁了消息 但这么大动静 风声根本瞒不住 为了不让媒体 胡乱报道引起恐慌 警示厅高层特地公开 接受了采访 公布了遇害者 是疾到组织成员 表示警方怀疑 这是疾到组织之间的争斗 但具体调查情况 还不便透露 报道一出 民众们顿时松了口气 日本疾到组织的争斗 不会伤及平民 死的还都是疾到组织的人 那这种惨案 就跟他们没关系 不会牵扯到他们身上 而很快 电视台借着热度 邀请了各方社会名人 对这件事进行评论 其中就有主张着 严厉打击犯罪的 一员候选之一的土门康辉 民众的注意力 又开始转移到选举 转移到某个名人的八卦 转移到艺人身上去 这件事的热度 也只维持了不到两天 就慢慢沉了下去 殷取言难道 背护艇一丁目 119号时 当晚参与行动的人 已经放假5天 剩下烈日炎炎 从巷口走过来的一路 就晒得他黑色外套下的衬衫 都快湿透了 打开门 又被屋里开得很大的冷气 吹得一个机灵 客厅里的电视上 播放着那个议员候选 吐门康辉的访谈 脸形方正 目光严厉的男人 认真地说着打击犯罪 打击恐怖主义的言论和策略 电视机前 他家老板坐在沙发上 面前放着一杯热茶 一脸平静地 低头翻着一碟文件 请酒双腿交叠坐在一旁 喝着茶 一副悠哉悠哉的模样 接触下来 可能正常一点 但实际上 可能也不太正常的福特加回头 朝他打了声招呼 大概是觉得 电视节目里的言论刺耳 回过头后 用遥控器换了台 英曲严男顺手关门 懒得吐槽 屋里 冷得像要制造停尸柜一样的冷气 回应了福特加的问候 福特加 你也早 虽然下午一点 福特加来一句斯利弗瓦 早 让他觉得怪怪的 但福特加作为一个犯罪者 听不下去电视上 那段抨击犯罪的言论 这已经很正常了 总比面不改色 看资料的他家老板 一边悠然喝茶 一边津津有味 听着的请酒 要好上不少 电视机转台后 播放起了今天早上早安七点的新闻重播 冲野杨子和水无连奈 播报着新闻 节目里 冲野杨子认真脸 最近疾到组织发生了一件死伤惨重的恶劣斗争事件 应该说 目前只发现了尸体 具体死亡人数 警方不愿意公布 水无连奈神情严肃 声音清晰平缓 自证腔员介绍详情 这是近年来 英曲严男坐到沙发上 看着电视机里 水无连奈 一本正经地表示 支持严厉打击犯罪行为 默默给自己倒了杯茶 基尔也是个心理素质极强的舌精病犯罪者 池飞池翻完手里的那一叠文件 才把文件放到桌上 端起茶杯喝了口茶 差不多了 0331号基地 提供了两个淘汰者试药 试的就是 X1031 他没有过去 让其他人去注射药物 检测身体数据 对死亡后的尸体 进行解剖和病理独立检测 最后再把所有数据整理给他 请酒今天打着送数据报告的名义过来 就是蹭地方喝茶 顺便蹭晚饭的 跟APPS4869一样 无法从尸检中检测出药物成分 但APPS4869 可以造成心脏自然停跳 暗杀使用会更自然一些 持飞池到 X1031 消除体内所有红细胞 尸检中尸体内部全是金色 黄色的液体 会很怪异 那还需要制造一批成品出来吗 福特加问道 可以制造 持飞池 声音轻而平静 湿斑形成是由于人死后 血液循环停止 血管内的血管缺乏动力 而沿着血管网坠击于尸体低下部位 尸体高位血管空虚 低下位血管充血的结果 透过皮肤 呈现暗红色到暗紫色斑痕 如果人体内的红细胞被全部清除 尸体上就不会出现暗红色到暗紫色的斑痕 而红细胞被清除后 尸体温度下降的时间 也跟正常尸体不一样 也就是说 可以用来混淆死亡时间 很少情况能用上 不过确实可以制造出一批出来 勤酒喝着茶 那么尸体用不上了吧 要不要让人丢出去 让警方帮忙检验一下 池飞池否定了勤酒这个想法 暂时别让同种死亡特征的尸体流出去 那我让人处理掉 勤酒到 四人在客厅里坐了一下午 勤酒和池飞池喝着茶看情报 福特加追着看冲野杨子的新节目 气氛悠闲的 让英曲延南有些恍惚 总觉得今天不太真实 顺便用手机跟寒蝶会的妹子聊天 聊得飞起 夕阳透过窗帘照进屋 又一点点暗淡下去 勤酒盯着手机看邮件 头也不抬到 做饭去 英曲延南转头 池飞是用电脑翻情报 同样没抬头 不去 英曲延南收回视线 原来勤酒不是跟他说话 那就没事了 勤酒回完邮件后 才转头看池飞池 我让福特加去定制烧鸡 你去做主食 企图用烧鸡收买会做饭的拉克 别点烧鸡 打电话中华料理餐馆定制烤鸭 再找水果店定点水果 池飞池脑海里闪菜谱 我给你们做书香豆腐盒和淡淡面 勤酒看向福特加 眼神示意定餐 福特加一脸了然 拿起桌上的电话 拨号 英曲延南看着三人熟练的模样 目光古怪起来 你们最近不会都在这里吃饭吧 池飞池起身准备去做饭 一脸平静地问英曲延南 已经四天了 是不是很不要脸 英曲延南噎住 他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觉得组织集体开火很罕见 而且 这三人居然不叫他 可嗨嗨 福特加被噎得呛到 又对电话听筒 那边的店家道 没事 总之 你送到背户公园就行 等福特加打电话 订了烤鸭和水果 池飞池到了料理台前 蹲下身从橱柜里翻出一堆调料 酱油 八角 桂皮 香叶 丁香 草果 勤酒站起身到一旁 不时拿起一袋调料看看 拉克做的东西 好吃归好吃 房还是得房着 殷曲延南也凑上钱 看着池飞池还在继续翻 红糖 白糖 花椒粉 回箱子 陆续被找出来 看得眼皮一跳 大哥 半个小时后 我去背户公园拿东西 福特加打完电话说着 跟过去围观 顺便转头跟殷曲延南解释 勤酒大哥说 最近天气热 没胃口 不如来拉克这里 吃点开胃的东西 认真解释 他们来蹭饭 是有原因的 殷曲延南 这屋里的冷气 开得像要藏尸 他的屋里一呆一天 会被热到没胃口 他不信 别骗他 不过拉克 今晚的晚饭 需要这么多调料吗 福特加动手 帮池飞池动手 把调料放桌上 给淡淡面调味 池飞池解释道 勤酒转身背靠着橱柜 跟拉克很搭 有时候香料味重的拉克酒 也适合作为开胃酒 池飞池继续翻出面粉 顺着勤酒的话道 嗯 跟勤酒这种口感冷偏窄的酒 完全不同 福特加和英曲延南见怪不怪 顺便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不就是互相攻击一下代号吗 很正常 这两人互相人身攻击起来 那才叫口吐恶言 反正他们是惹不起的 一个小时后 烤鸭和一道书香豆腐摆上桌 一人一份单单面 一人一杯水果气泡饮料 菜不多 但太精致 莫名让人有种 这是一顿大餐的感觉 池飞池把一碗苦瓜汤放在桌上 在一旁坐下 主动去拿了碗筷过来的福特加看了看 呃 这个 苦瓜 请酒到 英曲延南的脸色瞬间僵了 这东西他听过 从没吃过 曾经有人评选过蔬菜 这是全日本境内评选出最难吃的蔬菜 池飞池伸手接了福特加递来的筷子 清凉拜火 适合天气热的时候吃 英曲延南终于忍不住问道 屋里的冷气都快能够比得上冬天了 你们还觉得热吗 没有 可是外面热啊 福特加理所当然地回了一句 英曲延南 对 外面是很热 可他们又不出去 热关他们什么事 四人坐在一起吃了饭 等收拾好桌子 又散伙各自离开 池飞池拒绝了英曲延南 送他去取车的提议 搭巴士到了银座 跟约他出来 喝酒的毛利小五郎碰头 毛利小五郎 穿着日常工作蓝西服 跟两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站在路边 看到池飞池后 挂断电话 朝池飞池招手 飞池 这边 池飞池收起手机走上前 出声问候 老师 毛利小五郎 嘴角微微抽了一下 不过相处到现在 他差不多也快习惯了 笑着介绍 来 飞池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日卖电视台东京部的 节目策划冬条先生 在下冬条U2 看上去四十出头 身材有些发福的男人 连忙上前 伸出双手 跟池飞池握了握 笑出了鱼尾文 久仰池先生大名 今天总算是见到了 你好 池飞池客气回应 这人他不认识 不过日卖电视台和 Fank公司有合作 电视台又是消息灵通的地方 对方知道 他也不奇怪 等冬条U2松开手 年轻一些的男人 也上前伸手 主动笑着介绍道 池先生您好 我叫布川玉 是冬条先生的助理 早在 Dank公司和日卖电视台 有合作的时候 冬条先生和我就想见见您了 原本今天晚上 我们打算叫上小田切先生的 不过他说 最近有事要忙 只能改天再聚了 你好 池飞池跟布川玉握了手 小田切明 也最近确实忙 还是他丢过去的 收购冲野杨子在的经纪公司 不过因为 用了些手段 在收购结束前 这事还不能对外公开 好了好了 毛利小五郎笑道 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坐下来谈吧 东条U2看向自家助理 布川已经预定好了地方 请跟我来 布川玉立刻会议 转身带路进了一家装修高档的俱乐部 走到前台 跟一个气质甜静的中年女人交谈了两句 又有女人带着 去了预定好的包厢 俱乐部 内部装潢的辉煌大气 一对打扮漂亮的年轻女孩排队走过 鞠躬用乖巧的态度 向中年女人问好 毛利小五郎 看到一个流着大波浪卷发的女孩 眼睛一亮 一秒吃汗脸 脚步也挪不动了 看得吃飞吃总算明白 毛利兰为什么时常握紧拳头 一副想跟自己老爸练练的架势 也明白 为什么今晚 没有毛利兰和柯南跟屁虫的身影了 她进来的时候 看到门口墙上 贴着不少店里樱花们的海报 就知道 这是一家跟风俗夜沾边的店 属于那种 有女孩子陪着喝酒聊天唱歌 允许举止暧昧 但不允许有实际关系的 正经的店 在日本 这种店确实是合法经营的 而负责管理经营这类店的人 其实都是人精 中年女人一看就懂了 让女孩帮忙送酒去包厢 一群人先到了包厢 包厢里的灯光偏暗成色 地上铺着厚厚的浅棕色地毯 四周色调柔和的壁纸 中间围着桌子 摆了棕色的皮质沙发 一面墙上挂着投影 旁边还有卡拉OK点搁机器 女人等一群人坐下后 将抱在怀里的两本册子 放到桌上 笑道 冬条先生 今天千惠正好在这里 我也打算顺便来看看他 冬条幽二笑着回了一句 把一本册子 放到池飞池前方的桌面上 池先生 这里的樱花们都很温柔哦 池飞池有种掉入老流氓群体中的感觉 接过册子随便翻了一下 转头问中年女人 有擅长唱歌的女孩子吗 有的 中年女人弯腰 用手翻着池飞池手里的册子 声音温和地指了六个女孩子出来 这种店里的樱花 应聘要求不低 要么有着长相优势 要么能言善道 要么是某知名大学毕业 有才艺在身 池飞池随便选了一个 看起来不会太过躁 专门学音乐的女孩子 不穿玉也立刻选定一个 两个年轻人就像乖巧的陪课 不过 冬条幽二显然不会让池飞池做陪课 爽朗笑道 我早该想到 池先生会对有这方面才艺的女孩子感兴趣 要是他唱歌的能力被池先生看中 搞不好能成为职业艺人 那还真是一件幸运的事呢 池飞池平静脸解释 我只是想听人唱歌 别拉上他 请把他当陪课 谢谢 冬条幽二又转头招呼毛利小五郎 跟毛利小五郎笑着谈事情 等女孩子过来的时候 池飞池也大概听明白了 日卖电视台想邀请毛利小五郎 去冲绳参加一档节目 是跟当前有得分王之称的职业棒球选手 能是一起座谈 虽然棒球选手跟名侦探 怎么想都大不上便 策划人应该是想把两个热门人物凑在一起 借着两人的热度提高收视率 但冬条幽二很会说 因为能是选手是棒球界屈指可数的 能用脑子打球的棒球手啊 冬条幽二笑道 他能够看穿对手的心思 并且一击击破 这不是跟能够看穿凶手手段 并且说出一针见血的推理的毛利先生很像吗 观众一定会期待 你们来一场智力交锋的 原来是这样啊 毛利小五郎挠头笑了片刻 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棒球 递给冬条幽二 哎呀 这么说起来 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希望日卖电视台在冲绳的工作人员 能够帮忙让能是选手在上面签的名 等我抵达冲绳的时候再交给我 因为我不确定 座谈拍摄结束后 能是选手能不能有时间签名 也不便追着他要签名 所以 那当然没问题 明天电视台有人去冲绳查看 那边准备的怎么样 我会让他们 顺便把棒球带过去 冬条幽二很干脆的答应下来 接过棒球装进公文包 等毛利先生抵达的时候 他们会把签了名的棒球 交给毛利先生 那就麻烦你们了 毛利小五郎笑道 哪里 冲绳日卖电视台 那边的人也都很期待毛利先生过去 他们早就预定好了 俱乐部想跟毛利先生喝一杯 而且是家很有风情的店哦 冬条幽二笑着 转头问池飞池 对了 池先生也会跟毛利先生一起去吗 当然了 毛利小五郎笑着伸手搭上池飞池的肩膀 凑近池飞池耳边 低声道 要是小兰知道我一个人过去冲绳 说不定又要跟过去 那柯南小鬼也会跟过去 还不如我们俩一起去 你也是一样 别带上你家那个小鬼 带上他们很麻烦 池飞是平静脸点头 好 简单来说 他家老师的意思就是 咱们别带女孩和小孩 必要时你得给我打掩护 老师带你出去找妹子玩 他没话说 毛利小五郎是老师 毛利小五郎说了算 那就这么说定了 毛利小五郎满意点头 收回手坐直了身 嗯 很好 有时候想想 他家徒弟也挺可爱的 不过毛利先生是能是选手的粉丝吗 布川玉好奇问道 这个嘛 毛利小五郎挠头笑道 算 算是吧 池飞池见毛利小五郎 连他都瞒着 果断恶意拆穿 我师母是能是选手在的 每周报队的粉丝 毛利小五郎 脸上笑意渐渐消失 他收回之前的想法 他家徒弟一点不可爱 简直是个讨厌的小鬼 我不会说出去的 池飞池又对毛利小五郎道 那还差不多 毛利小五郎低声嘀咕着 压下心里的忧悦 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 小兰说过 池飞池解释道 他也真是的 毛利小五郎略尴尬 看到女孩子们进门 又顿时精神了 盯着妹子笑咪咪道 算了 不提他们了 出来玩就要开心吗 没错 东条幽二摸不准名侦探和名侦探的妻子 是个什么奇怪的情况 也没接那个话题 笑着附和 既然出来玩 那就要玩得开心 一个小时候 东条幽二 有些不太能笑得出来了 身旁 喝多了的毛利小五郎 搂着女孩子耍流氓 让他觉得有点意外 不过这还稍微好一点 亲切 而池飞池 他只能想到性情古怪这个形容 不停点歌 让女孩子唱 除了报歌名 劝人家开唱之外 几乎不跟人家聊天 想到什么点什么 女孩子不会就下一手 愣是没让人休息 就像一个来考核人家音乐水准 和歌唱水平的评审 这个女孩撒娇说唱累了 没关系 再点一个会唱歌剧的 等到唱歌剧的女孩子进门 之前的女孩如获大赦 跑到池飞池身旁坐下 动手帮池飞池倒酒 刚进来的女孩子 还不知道前一个女孩的悲惨经历 自我介绍 向在场的人问好之后 长相乖巧的脸上笑得很甜 你想听什么 池飞池的目光 在女孩腰间的蝴蝶挂饰上停顿了一瞬 很快自然地移开 看着女孩的眼睛 你擅长什么 日本人不喜欢把纹身露出来 她不确定这个女孩身上 有没有寒蝶会的蝴蝶纹身 但今天英曲颜男才说过 最近寒蝶会的女孩子 喜欢挂蝴蝶腰链 如果这个女孩是寒蝶会的人 那就有意思了 说明寒蝶会的触手 已经升到了银座的高档俱乐部里 那么 银座其他夜店 平均也会有一两个寒蝶会成员 在一天的高压之下 能有外表 气质都不错的妹子 温温柔柔的安慰 一起坐着聊聊天 很多人都会在这种时候倾诉苦水 或者炫耀着自己得意的事 绿川沙西 为什么以前一个人 也能抓那么多把柄 无非就是在陪客人喝酒时 听到的消息 风声太多 从女性同事那里 听到的更多 要是寒蝶会里有聪明人 狼母安排过去的人 肯定会将之发展成情报探子 或许没有绿川沙西那么敏锐 但照这么发展下去 也是张很恐怖的情报网 就像今晚 一群人不会聊太机密的事 但至少毛利小五郎的行程是暴露了 她又为什么不愿意跟这些女人聊天 无非就是 不愿意费心思编故事应付 又不想被摸透 面对相对天真单纯一些的小孩子 她都不会掉以轻心 把自己的事说出去 更别说对着第一次见的成年人 这些人很擅长挖掘别人的喜好 琢磨别人的性格 很容易套出不少信息来 再投其所好地跟人聊天 可惜 话术对她没用 卖萌也没用 我擅长的吗 女孩歪头想了想 蝴蝶夫人 可以吗 可是 时飞时看了看女孩 确定女孩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 就唱蝴蝶夫人 她知道 女孩在犹豫什么 蝴蝶夫人 是一出悲情戏 故事发生在1900年前后的日本长期 讲的是美国海军上尉 平克尔顿娶了日本新娘乔乔 平克尔顿只是逢场作戏 在应召回国后 就另娶了一个妻子 三年后 平克尔顿带着美国妻子回来 发现乔乔给他生了的三岁的儿子 就决定和美国妻子一起认养儿子 最后乔乔悲痛欲绝 把一面美国国妻放在儿子手中 蒙住儿子的眼睛 用匕首自尽 因为当初在结婚时 平克尔顿用一手涌叹掉 赞美自己的新娘 她那天真浪漫的样子多么迷人 年轻又美丽 还有那温柔动人的声音 她好像一只蝴蝶 轻轻地展开美丽芬芳的翅膀 在花丛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我必须要得到它 哪怕那纤细的翅膀被折伤 所以 巧巧又被称作蝴蝶夫人 也是巨母名字的来源 我能唱蝴蝶夫人的女高音 女孩温和笑着 你要和我配合吗 时非时拒绝 我就算了 你可以自己唱蝴蝶夫人那一部分 二重唱也是一样 那我就自己来了 女孩笑道 唱得不好 各位可不要介意 怎么可能介意呢 毛利小五郎 脸上已经有了醉意 笑眯眯道 我真没想到 在这里还能听到歌剧 真是漂亮体贴 又有才华的美人呢 毛利先生过奖了 女孩笑着回了一句 回想着歌剧内容 酝酿好情绪 直接开口清唱 女高音家美声 开口就足以让没看过 这出歌剧的毛利小五郎猛了 但年轻又充满期待 和幻想的意境 还是能透过声音 和女孩的神情 动作传递出来 东条幽二等人都安静下来 静静听着 还真是不错耶 毛利小五郎 看着女孩表演出 新娘的温柔娇羞 低声赞叹 迟飞迟看了自家老师一眼 重新看向女孩表演 手中转动的酒杯 心里默默挑出 两个走音的地方 园艺事体的记忆中 有过不少跟持家奈看歌剧的情况 大多数知名歌剧都有 只不过是在四五岁的时候 年纪小 记忆只是散乱的片段 她这几天闲着 特地补了一下 在网上把记忆里的歌剧都看了一遍 想引起记忆中一些事情的共鸣 让她挖掘出更多园艺事体 又临时的记忆 那些记忆肯定存在 但埋得太深 她继承记忆之后 也是老样子 只能回想起 一些比较深刻的片段 这几天的尝试有效果 曾经模糊的记忆 已经清晰了不少 她甚至能回想到 那些剧场的模样 和大概的位置 这样挖掘下去 能不能挖掘到 园艺事体最开始有记忆的时候 她倒是挺好奇的 而蝴蝶夫人 这一出剧 一开始在蝴蝶夫人 本人没有出场的时候 平克尔顿就跟领事说了 要在每个港湾停泊 都摘下最美的花 被拒绝就离开 赶赴下一个港湾 找最美的花 她对屋子的租期 有999年 表现出了狂妄和对结婚的敷衍 而蝴蝶夫人出场时 对婚姻的期待 认真 还为了这场婚姻背弃信仰 而跟着平克尔顿转性上帝 跟做主持的叔叔闹翻 就注定是完全的悲剧 而之后 年仅15岁的蝴蝶夫人 老老实实地说了 她是异己 父亲早逝 母亲被贫困困扰 这跟没人之前 天花乱坠收的话有所出入 平克尔顿还找到了没人抱怨 最后还是 缠人家身子 舍不得反悔 只是没有对比 只看蝴蝶夫人那一段表演 没看过全剧的人 确实想不到 这是一出悲剧 至少在毛利小五郎眼里 女孩表演时 脸上是暗喜 期待 然后 变成了忧愁 甜蜜 活脱脱是一个恋爱的小姑娘 怎么看怎么可爱 到三年后那一段 蝴蝶夫人是忧愁的 但也还坚定平克尔顿会回来 还天真的问领事 她说燕子做潮的时候就会回来 可是我们这里的燕子 已经做了三次潮了 是不是你们美国的燕子 忘了做潮 听到这里 东条幽二的神情 已经分外复杂 都没心思跟身边的妹子聊天了 最后 一直到蝴蝶夫人 欣喜用鲜花装饰好房屋 却看到了平克尔顿的美国妻子 情绪才再次发生了雪崩一样的变化 妹子表演出的表情 也从欣喜到悲痛 再渐渐变得麻木 目光可怕 歌声却又无比冷静高昂 毛利小五郎 等等 有点不对劲 这不是恋爱剧吗 很快 表演的妹子跪倒在地 仰头看着上方 很快又转回头去 伸出手 做出抱住孩子的动作 神情也变得悲痛欲绝 唱出一连串高音 毛利小五郎看着女孩的神情 心里都不免难受了 侧头问身旁的池飞驰 飞驰 这一段是在唱什么呀 池飞驰看了看 发现东条幽二 眼眶都有些红了 而自家老师还茫然脸 很不应景 果断帮自家老师一把 低声翻译 我的小天使 我的挚爱 簇拥着盛开的百合与玫瑰 我祈祷你 永远不知道我的死讯 这样 你就可以横渡大海 你的母亲将你一切 你是我的儿子 是上天赐予的珍宝 仔细看看 记住你母亲的脸 再见 我的此生至爱 一边是女孩高昂悲痛的歌声 一边是池飞驰抱木一样的平静翻译 毛利小五郎听着看着 还是觉得扎心 而之后 女孩手里像是虚握匕首 举在咽喉前 做出了往下刺的动作 然后趴到地上 啪啪 池飞驰伸手鼓掌 表演八分 歌唱六分 歌唱水平稍微差了一点 但表演能力还不错 在没有伴奏 一人独唱的情况下 能唱下来 也算是优秀了 啪啪 东条U二和不穿玉 也跟着鼓掌 一脸感慨 成功丧失了跟漂亮女孩聊天的心情 三分钟后 四人出门 池飞驰个人 给了唱歌的两个妹子一笔小费 就当是能让她提前回家睡觉的奖励 毛利先生 池先生 那就改天再见了 啊 好 改天见 毛利小五郎 目送着东条U二和不穿玉 上出租车离开 脑子还有些猛 来一趟俱乐部 这就走了 但她实在没心情待下去了 池飞池拦了一辆出租车 转头看向盯着她的毛利小五郎 平静脸道 老师 先送您回侦探事务所 知道了 毛利小五郎 忧愿收回视线 上车 她徒弟这一脸从容 似乎不知道 自己干了什么好事的模样 倒让她不好地发作了 唉 可能是 她家徒弟来得少 不知道这种俱乐部 应该怎么逛 当成歌剧院了吧 两人回到毛利侦探事务所 才晚上十点多 毛利兰刚换好了睡衣 站在洗手间门口 等着柯南洗漱 发现毛利小五郎和池飞池进门 有些意外 爸爸 你们回来了呀 今天这么早吗 洗手间里 柯南好奇探头 虽然毛利大叔事先说过 今晚有事出门 会叫上吃飞池一起去 还再三保证不会喝多 但真的没喝多 就比较奇怪了 大叔什么时候这么克制了 是啊 毛利小五郎没什么精神 进门后脱了外套 搭在门口柜子上 我说 毛利兰盯着毛利小五郎 衬衫袖子上一点浅红的印子 双手插腰 目光渐渐变得危险 他怀疑那是口红印 爸爸 你不会是又带飞池哥 去什么不正经的店里喝酒了吧 柯南心里呵呵干笑 也对 大叔是有前科的 他就没见过这样的老师 只会带徒弟去喝酒逛风俗店 以后是不是 还得加上打麻将 毒马 打小钢猪 没有 很正经 池飞池帮毛利小五郎声明 有营业许可的 必须正经 对 你在想什么呀 毛利小五郎抬起手看了看袖子 脸上故作镇定的遮掩 我们只是 去看了歌剧表演 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不小心蹭上的吧 没错 他们去了风俗店 抛开他喝酒 聊天那一个小时 还真就看了一场歌剧表演 看得他酒醒了 人也佛计了 这什么人间疾苦 是吗 毛利兰将信将疑 打量着毛利小五郎 你也会去看歌剧表演啊 毛利小五郎不服气道 我怎么就不能去看歌剧了 可是叔叔的兴致 好像不怎么高 柯南没法判断出情况 他也不信 大叔会去看歌剧 但看大叔这样子 不像刚从某些不正经店里回来 如果去那些店 别说那些店 就算是普通居酒屋 大叔也得醉到一塌糊涂才回家 毛利小五郎一秒忧怨 蝴蝶夫人 那种主角到最后自杀的悲剧 我怎么可能高兴得起来吗 柯南和毛利兰顿时信了 毛利小五郎 真的是去看歌剧了 那我就回去了 池飞池出声道别 出租车还在毛利小五郎 突然想起一件事 飞池 我送一送你 毛利兰目送两人折返出门 忍俊不禁地笑道 飞池哥送爸爸上楼 爸爸又送飞池哥下楼 这两人也真是的 不过他们师徒感情还真好呢 对吧 柯南 嗯 柯南仰头笑咪咪对着毛利兰卖萌 外面 毛利小五郎在走到楼梯口时 黑着脸凑近池飞池 压低声音提醒道 等我带你到了冲上 你别再像今晚这样破坏气氛了呀 不然我可就不带你去了 池飞池面不改色地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 那下次听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毛利小五郎 他该怎么跟自家徒弟解释 俱乐部真的不能当歌剧院士 是喜剧 池飞池又补充一句 拉开出租车后座车门 上车 毛利小五郎 看着出租车离开 持续风中凌乱 这是悲剧喜剧的问题吗 不是 人家女孩再怎么有才艺 那也不是专业歌剧演员 人家只是喝酒陪聊天的呀 居然拿小费诱惑人家唱半天歌剧 这是人能做出来的事吗 一群人高高兴兴去俱乐部玩 本来应该跟漂亮女孩子调侃谈笑 喝喝酒 放松放松心情 结果害他听了半天的歌剧 下次居然还打算听歌剧 让他们包厢一开门 传到外面的 就是一段高昂的美声女高音 这是人能做出来的事吗 夜里十一点 出租车停在公寓前 池飞池付了车费下车 进大楼时 顺便拿了一楼信箱 和投递柜里的东西 回到家后 用洗手台给飞池放水洗澡 自己也放了一缸水泡澡 今晚毛利小五郎跟女孩子聊天时 他留意过谈话内容 两人谈到了寒蝶会 寒蝶会现在在夜店圈子里很有名 而经常去夜店的人 也会混迹在赌麻场之类的地方 毛利小五郎听说过不奇怪 当时 毛利小五郎搂着女孩子 大口喝酒 哈哈笑着说 那不是有很多大美人组成的社团吗 我都想去给他们做侦探顾问了 要是他们遇到痴汉或者骚扰 我可以帮他们解决啊 作为一个老大叔 一边说着这种话 一边手不老实地占人家女孩子便宜 怎么看都很不正经 那个女孩倒是没有在意 笑着轻拍了一下毛利小五郎胸口 让毛利小五郎不要看不起来女性 团结起来的女性是很强的 毛利小五郎立刻吃汗脸 问人家哪里强 然后话题就慢慢转移 往打情骂靠那个方向发展了 他还是搞不清楚毛利小五郎是无意了起 还是有心打探消息 毕竟毛利小五郎曾经是警戒的人 现在又是侦探 最近双合会的声闹得这么大 以毛利小五郎平时的作风 肯定会打电话给木木十三了解一下情况 木木十三不便透露太多案情 但说起近期跟双合会有摩擦的社团 是山口组和寒蝶会 还是有可能的 毛利小五郎知道双合会事件 嫌疑名单中有寒蝶会 几率在90%以上 那么就算没有刻意帮忙打探消息 在知道什么消息之后 恐怕也会告诉警方或者自己调查一下 而今晚毛利小五郎获得的信息就是 寒蝶会是女性成员主导 会长被称为寒蝶夫人 曾经是大帮派会长的女儿 寒蝶会今年成立 但发展得很快 平时处理的事有点像复联 这是明面上的消息 聊天就能了解 至于暗处的消息 还有 第一 男人不容易加入 要是男人容易加入 那个女孩子会开玩笑让他试试 而不会绕开否认可能会让客人尴尬的问题 说什么女性抱团也不弱 第二 寒蝶会在夜场女性中的口碑很好 和毛利小五郎聊天的女孩子 不是寒蝶会的人 不加入原因是 家里父母不喜欢暴力社团 担心被家人发现后生气 难过 但女孩子本身提起寒蝶会 也是向往 崇敬的 说其实也在考虑加入 不排除这是个人观点 但也能说明 寒蝶会不惹夜场女性讨厌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 寒蝶会不是单纯的女性维权复联 内部很可能存在打手身份的女性 或者跟山口组之类的大社团 有很亲密的关系 因为女孩子话里透露出一个信息 面对骚扰 寒蝶会不用别人去帮忙 事实上 寒蝶会内部也确实存在打手 成员可不仅有风俗业的女子 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学生 还有正儿八经的女律师 女剑道高手 女社机爱好者 内部有武力人群 对于暴力社团来说 是很正常的事 不然也不会被称之为暴力社团 但了解这些 也就可以确定寒蝶会的性质 不是女性暴团组成关爱互助群体 跟妇联不同 拨开容易迷惑人的温柔外壳 其本身还是暴力社团 不管是不是故意打探 接触到的信息还真是不熟 赛马场 有小钢珠 所以成年大叔居多的游戏厅 居酒屋 酒吧俱乐部 主人 我洗好了 磨砂玻璃门外传来飞驰的声音 我去帮你看看 信和最近寄来的东西 池飞驰恩了一声 没在想毛利小五郎的事 转而去想自己身上的问题 面对双和会那些人的死亡 他心里没有半点触动 前世见过不少死亡 再加上跳戏 对于那些不熟悉 或者跟他自身没联系的人 他是真的没办法产生什么同情心 比如一些案件的被害人 有某一个瞬间 他看着尸体 就像在看纸片人 看着周围人忙碌 就像看一针针侦探漫画的镜头 这让他怎么心生感触 他无法靠自己知道 明天是几月几日 在他记忆中 这个世界的春夏秋冬轮番过 甚至混乱跳动 时间却还没有度过这一年 甚至半年 再加上自己有着其他人 没有的奇怪能力 能够提前预知案件的发展 这些似乎都在加剧了他 融入世界的难度 就像有某个存在 一直在暗示他 你看 他们都是纸片人 你来自比他们更高的维度 你拥有他们无法想象的能力 你预知着他们一部分命运 生死只是轮回 世间万般皆虚幻 这种想法很危险 他不想有一天 面对亲人的生死 自己也能心如止水地 来一句尘归尘 土归土 还好 情况不是特别糟糕 会觉得自己思维跳戏 说明 他有时候已经入戏了 随着接触 身边的人越来越鲜活 他似乎把这些人 从这个世界的其他人类中 剥离出来 列入同类的范畴 动物们要更好一点 因为前世他是人 动物们是动物 他本身和动物有区别 也不够了解 所以 这个世界的动物 和其他世界的动物 除了能够沟通 更亲切 这些正向buff 在他眼里 好像没什么区别 跳戏的时候很少 但是 问题又来了 就算是面对熟人 他偶尔也会跳戏 比如 他想过把柯南堵在小角落里 啪啪啪几枪 在柯南身上开几个洞 看看死了的名侦探 是什么模样 这种心理 千万不能被福山致命发现 也不能被任何一个 可能多管闲事的人发现 不然他很可能会被送去医院检查 然后被收院治疗 被小窗口监视 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睡觉 一天天吃药 这跟幻听洞植物说话 搞不清时间 这类问题一样 很难治好 大概率要治一辈子 简直就是噩梦 所以 他必须藏好 就像贝尔摩德还冒充着新出致名的时候一样 在巴士被歹徒挟持并爆炸前 他把昏迷的歹徒 先丢下巴士 不管在不在意 那人被炸死 有机会就借着机会遮掩一下 外面客厅 传来飞驰的汇报声 主人 信箱里拿出来的我看过了 有一张汽车修理宣传单 两张居酒屋的宣传单 一张百货商店的宣传单 一张玩具店的宣传单 一张 驰飞驰出声打断 宣传单就不用说了 飞驰 那还有一份白鸟家的邀请函 一份日卖电视台的邀请函 一份 驰飞驰 也对 他认识的人基本都在东京 不在的 也能用手机联系 除了宣传单和邀请函 他信箱里 应该不会出现别的信件 客厅里的茶几上 飞驰报完邀请函 用尾巴卷起一把水果刀 期待的 看着唯一的一个包裹 主人 我拆了宅机便了熬 浴室里没有声响 连洗澡的声音都没有 要是他不了解 主人有泡着水想事情的习惯 他说不定还会担心主人溺水了 不过他懂 主人不说话 那就是默认了 飞驰简单看了看 应该不是活体宅机便 那么 一刀入合 暴力拆箱 浴室里 池飞驰继续盯着浴室墙壁上的瓷砖走神 飞驰拆个宅机便还啰嗦 嫌弃 片刻后 在飞驰用尾巴卷刀一通戳 灰 斩的刀法展示之后 宅机便纸箱被破坏的七零八落 露出里面一片被割裂的卡片和一张游戏光盘 主人 第一个宅机便盒子里是游戏光盘 寄出地址是阿利博世家 寄件人写的是少年侦探团 里面还有一张卡片 说他们把这款游戏寄给我们当礼物 让我们两个无聊就打游戏 等他们放假 在一起去玩 飞驰低头看了卡片上的内容 把刀放下 用尾巴卷起光盘 蛇脸面无表情 蛇童冰冷地盯着 是最近发行的凯撒林第一部演 孩子们果然了解我 主人 今晚一起打游戏吧 浴室里 池飞池从浴缸里站起来 伸手拿过浴衣披上 等我洗完浴室 好的 飞是怀疑 主人把小美送走 就是因为 小美经常把主人打扫的乐趣抢走 乖巧硬生 那我拆下一个宅机便 嗯 这个宅机便 没有贴派送单 封装胶带 也贴得一点都不整齐 应该不是宅机便公司派送 而是有人自己放进去的 我看看 里面是装红色液体的小瓶子 还有一张卡片 上面写了一位漂亮的魔女小姐赠送 那就是魔女小姐送给您的血液吧 瓶子上面 还贴着标签 人 鸡 狗 人 鹦鹉 蛇 等等 飞驰用尾巴 把那瓶贴了蛇标签的瓶子卷起来 叮 什么为同类感到悲悯的心情 他倒是没有 他们蛇饿起来 吃同类是很正常的 只不过魔女小姐给主人开了长蛇血的头 要是以后 主人想尝尝他的血怎么办 他是从还是不从 针筒抽血会很疼 割伤放血也会很疼 被主人直接咬那更疼 想想主人那对毒牙的穿透力 要是给他来一口 他身上肯定得出现两个大血洞 一直到池飞驰打扫好浴室出门 飞驰还在盯着用尾巴卷住的血瓶走神 池飞驰上前看了一眼 转身去厨房拿玻璃杯 回到客厅 拿起飞驰尾巴卷的血瓶 把血倒进去 尝了一口 血的心甜味之鱼 是一股冷冽清香的味道 不像人类血液味道那么复杂多变 但这种单一正适合最近剩下的天气 连冰块都不用加 一口透心凉 也不知道 蛇血是不是都是这个味 红子最近找到的血液质量越来越高了 池飞驰看了飞驰一眼 忍住咬飞驰 一口尝尝味的冲动 放下杯子 飞驰 我去存毒液 你开一下游戏光盘 一会儿打游戏 飞驰被池飞驰那一眼看得头顶发凉 不过很快 又被游戏光盘吸引注意力 拆光盘 打游戏 其他事以后再想 池飞池到了房间 咬着一个玻璃杯的杯员 把毒线里的毒液放了九层出来 倒进玻璃缸里 把柜门重新锁好后 回客厅跟飞驰打游戏 凯撒驰是手柄游戏 可以单独打 也可以两人一起玩 游戏内容是老套路 打败怪兽 收集水晶升级拯救世界 不过里面有五个角色可以选择 有各自的属性设定和技能 一人一舍打游戏 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多 各自换着五个角色通关了一遍 这才放下手柄 睡觉 池飞池上前取出光盘 关了电视 飞驰爬向房门半眼的卧室 评价道 故事梗概还不错 应该有后续 不过玩法没有什么创新 这类游戏玩多了 就没意思了 他 玩过不少游戏 眼光高 通宵打游戏的后果 就是池飞驰和飞驰 睡到下午四点多才起床 磨磨蹭蹭带到太阳落山 池飞驰先去饲养处 让飞驰挑了吃的 喂饱飞驰后 又顺便逛到米花亭一家寿司店 随便吃了点东西 又逛着朝杯户停走 入夜 寿司店附近的居酒屋 亮起了灯 飞驰换口味吃泥丘 吃得肚子鼓鼓的 窝在池飞驰外套帽子里消食 看着黑漆漆的天空 有一下没一下地吐着蛇性子 没有星星 也没有月亮的一晚 但这种跟主人打游戏 打到筋疲力尽 跟主人睡到自然醒 再跟着主人一起吃饱 一起逛街回家的生活 真是咸鱼的美好 开心 主人 我们找个清静的地方待一会儿 怎么样 今晚不适合看水景 池飞驰看了看天色 小巷子很清静 去不去 好啊好啊 飞驰欣然同意 我们找个地方蹲着 夜空暗沉的夏夜 漆黑寂静的巷子 不远处 只有一两户人家亮着灯 一人一蛇 坐在一户没人居住的老宅围墙上 没有星星月亮看 却也能听一听 被风吹动的哗啦声 嗯 后天去冲绳 明天看情况 不去 最近身上杀气重 我怕吓到小爱 等我还两天 池飞驰有一搭没一搭地 回答着飞驰的问题 待在这种昏暗安静的环境 他没有一丝一毫不舒服 相反 还觉得身心都无比轻松 要是没有那些人家窗户里 透出来的灯光 而是绝对黑暗的话 大概还能更放松一点 那今晚 飞驰躺倒在池飞驰帽子里 热眼探测到 一个圆球状不明物体 急速飞过来 吓得差点蹦起来 主人 低头 池飞驰快速低下头 感觉有东西 擦着头顶的发烧飞过 神经立刻绷紧 坐着的重心 悄悄往左移了一点 撑在围墙上的右手 轻轻抬了一下 两张黑牌滑到手掌下 又被右手手掌重新按住 啪 不明物体越过池飞驰后 砸在池飞驰身后院子里 随着急轻的痴痴漏气声 快速扁了下去 主人 好像是一个足球或者篮球 飞驰观察完不明物体 又转而观察不明物体飞来的方向 那边墙后面没有人啊 这个球飞得好远 持飞驰站起身 沿着围墙上方 朝转角后 球飞来的方向走去 那个球漏气比正常的球漏气快 似乎是某个又想把它对下去的刁鸣 入镜头 柯南藏在另一边转角后 身后亮着一个手电筒 将他小孩子的影子拉长 投到对面墙壁上 看起来跟一个成年人无异 巷子里 被足球砸到后背 跌坐在地的女人没有起身 惊讶转头 看着左后方墙壁上的影子 柯南调好了便生气 用年轻男生语调沉静道 追名太太 打死大和田医生 真的能削你心头之恨吗 悄无声息 来到女人身旁围墙上的池飞驰 这是 他的生意 飞驰也从帽子里探头 很快又缩了回去 吓他一跳 他还以为主人说话了呢 下方 跪坐在巷子路面上的女人 结结巴巴问道 你 你是 我是私家侦探毛利小五郎的徒弟 毕姓池 柯南继续使用池飞驰的声音 还冒用池飞驰的身份 他是发现自己打在墙上的影子 比较显年轻 所以才放弃使用大叔的身份 转而用池飞驰的 当然 也有突然恶趣味的原因 他就在背后偷偷用一下 池飞驰那家伙 有本事跳出来打 可 反正这里是米花艇 池飞驰家在背护艇 那家伙来米花艇 也是去侦探事务所 或者博士家 不可能那么巧 跑到这种僻静的小巷子里来 我听过好几件 有关于大和田医生的传闻 因为好奇 所以调查了一下 结果查出是米 追明张子女士 一个月前 米先生被车子撞死 大家都知道 当他被救护车 送到米花中央医院的时候 就已经回天乏术了 不过 当天晚上值班的大和田医生 还是不断鼓励他 柯南竭力模仿着池飞驰 没什么情绪起伏的语气 心里无语吐 池飞驰那家伙 平时这么冷缩缩的说话 不觉得累吗 就算不觉得累 也要考虑一下 在大晚上 会不会吓到人吧 不过也不是没好处 这样应该 能让犯罪者 快速冷静下来 当时大和田医生 已经全力救治米先生 但很可惜 米先生还是没能救回来 其实大和田医生 没有任何医疗疏失 这一点你 应该很清楚 按理来说 你该怪的 应该是那个 撞死米先生的肇事者 但由于肇事者逃逸 你根本不知道 到底是谁 撞死了你先生 所以 你把全部怨气 转嫁到了 无辜的大和田医生身上 池飞驰 已经摸到了 柯南身后的围墙上 默默坐下 如同暗夜里的幽灵 看着柯南 没有惊动围墙下方的两人 柯南没有察觉 在他后方围墙上 有人静静盯着他 继续用池飞驰的声音道 你这种无理的怨恨 终于在半个月后引爆 那天大和田医生 买奖券中奖 你看着他笑 觉得大和田医生 不该开心 当时你觉得 大和田医生 简直不可原谅 后来 你甚至产生了杀他的念头 池飞驰 世界上 还有这么不可理喻的人 火九剑 不过你也知道 大和田医生 根本就没有半个仇家 曾经有很多次 有人见过你 抓着大和田医生不放 如果你真的杀了他 那么你马上就会被当成嫌犯 虽然你很想杀大和田医生 但不想 被警方给抓住 因为要是 你被抓走了 你留下来的两个孩子 马上就会无家可归 所以 你想出了一个办法 柯南神情严肃地推理 你开始四处散播谣言 说大和田医生 是个运气好的出奇的人 会招来别人的嫉妒 为了增加谣言的可信度 你还特地假装成他的太太 自己出钱买了录像机 给抽奖的工作人员 让对方假造大和田医生 中奖的事 接下来 你半成见人就砍得狂徒 袭击大和田医生 你以为这就可以误导警方 由于嫉妒大和田医生的人太多 警方没那么容易 就查出犯人来 没错 你故意制造出一种假象 让警方怀疑 这是某个极度大和田医生的人下的毒手 而唯一有杀人动机的你 就可以藏身于 有着一大堆可疑人物的名单中 简单来说 要把一棵树藏起来 只要造出一片森林就能办到 你打算用散布谣言这个办法 帮自己制造一片可以藏身的森林 我说的没错吧 跪坐在地的女人沉默着 不过 追明太太 不管你的安排有多巧妙 你的犯罪企图 最后一定会被揭穿的 柯南顿了顿 幸亏还有机会悬崖勒马 趁着悲剧还没真的发生 趁着你还没有做出傻事 你现在还有机会回头 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家 在你的两个孩子 还没有睡醒前 回到他们身边去 迟 迟先生 女人放下手里的棍子 低气出声 对不起 以后我不会再做这种傻事了 我相信你 柯南不由放轻了语气 宽慰道 别担心 慢慢的 你就会忘掉这些伤心的事了 说完 柯南转身回到照明灯前 关了照明灯 好了 完成一场推理 阻止一场悲剧 他也要回去睡 不像 头顶飘来一个凉嗖嗖的声音 柯南辨认出这个声音和语气 自己才用过 一股良意直窜脑门 僵在原地 轻松的神情渐渐在脸上凝固 假 假的吧 他幻听了 他一定是幻听了 池飞池那家伙 怎么可能突然冒出来 我不会那么啰嗦 池飞池又补充道 柯南将这脖子仰头 神情呆滞地 往声音传来的地方看 四周昏暗 坐在墙头 那个影子也看不清脸 只能看到对方身子微微前倾 低头看着他 但那个身影好眼熟 原来刚才不是幻听 池飞池跳下围墙 近距离欣赏了一下名侦探 一脸已被吓猛的反应 听到那边巷子有动静 那个女人似乎过来了 转身往旁边巷子里走 先撤 柯南还抱着刚才用来打灯的手电筒 下意识地跟上 脑子清醒过来 不过相对的 小心脏也紧跟着扑通扑通 加速跳个不停 这时候冷汗也才冒出后背 池飞池在巷子里左转右转 转到了一条有路灯的街道前 在巷口停下脚步 转身垂眸 看着跟上来的柯南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柯南平复了一下扑通扑通直跳的小心脏 忍不住道 你知不知道 这样会吓死人的 Doing 名侦探头顶长出一个包 池飞池收回拳头 本来我是不想动手的 柯南抱头 锤都锤了 说这个还有用吗 池飞池又问道 你说的大和田医生 是不是一个脸上有不少壶茶 长着一脸无害脸的年轻男人 柯南文言愣了愣 你也知道他 上次我住侦探事务所 晨练的时候遇到过 池飞池解释 就是给你们做老虎便当那天 他跑步路过 跟我打了招呼 原来是这样啊 柯南用手指戳了一下自己的头顶的包 疼得咧了咧嘴 不敢碰了 你下手就不能轻一点吗 刚才那位太太想杀大和田医生 我为了阻止他 才用你的身份去拆穿他 因为要是我以小孩子的身份出面 说不定阻止不了 还会让他做出更偏激的事 第几次 池飞池问道 柯南又是一愣 才反应过来 池飞池是在问什么 心虚解释 这是第一次了 以前我都是用大叔的声音 没有用过你的 这一次是因为用大叔的声音和身份的话 我投到墙上的影子 看起来又太年轻了一些 而且我也没有用你的身份去做坏事 还算好事呢 毕竟阻止了一场惨剧的发生 不是吗 池飞池神情冷淡的滴池一声 动身往亮灯的街上走 虽然只是萍水相逢 一面之园 但他看大和田还算顺眼 也正因为猜到 柯南救了大和田 他之前才不想捶柯南的 虽然听柯南说的情况来看 那个女人明知道不是一声过错 却还是一闹 没醒悟前 还把自己放在受害人的立场上去杀人 柯南这么轻描淡写地让事情过去 他觉得有点不舒服 但既然柯南觉得 那个女人的两个孩子需要他 把事情就解决了 那就 算了 他介意的是 这种不知不觉做了件好事的成就 别安在他头上 他不乐意 畏畏 柯南跟上 双手枕在后脑勺后 半月延走在池飞池身旁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就到我们一起去帮了别人还不行吗 看看 一声不吭就走了 走之前 还不知什么意思的低迟 还有这更恶劣的态度吗 行 池飞池无所谓应声 又提醒道 但你以后 不准再偷偷用我的身份 我知道了 柯南没什么诚意应声 就像袁泰 宁静的夏夜 两人沿着街道 走过一盏盏路灯下方 昏黄的灯光 把一大一小的两道影子拉长 缩短 拉长 池飞池停步 看着跟在自己身旁的柯南 你跟着我做什么 回米花亭 请右转 谢谢 柯南隐约感觉到了嫌弃 不过心里安慰自己 池飞池这家伙就是这样 有时候说话很欠奏 仰头笑 眯着眼看池飞池 嘻嘻 池飞池一看着少年侦探团 不怀好一板 卖萌讨好笑 就懂了 左转 往背护挺的方向去 有没有跟老师和小兰说过 白天我们发现 有人想对大和田医生不利 所以我 才会大和田医生 快下班的时候跑出来 去他家附近等着 出来的时候 我跟小兰姐姐说过 要去博士家打游戏 柯南跟上池飞池 不过我跟博士没有约好 现在都这么晚了 他和辉渊应该已经睡了 我也不想跑过去打扰他们 既然我们正好遇到 我就想去你家里住一晚好了 而且袁太他们今天还说起 明天要叫上你一起去个好地方 要是你明天有空 我们两个还可以一起过去 至于小兰姐姐那边 我一会儿打个电话跟她说一声 让她不用等我回去就可以了 池飞池拿出手机 一边走着 一边拨通了毛利兰的电话 小兰 是我 柯南在我这里 对 她今晚不回去了 好 简单沟通 挂断电话 柯南转头 看着池飞池 低头盯手机挂电话的模样 一时恍惚 又想到贝尔摩德低头 盯着手机发邮件的画面 去池飞池家里住一晚也好 他想看看 辉渊上次见到的鬼影还有没有 是不是有人想害池飞池 另外 还可以去贝尔摩德住过的房间看看 然后 明侦探失算了 当天晚上 飞池又把凯特林游戏光盘翻出来 带着柯南打游戏 打算把游戏手动增加至噩梦难度 再通一次关 柯南有非赤袋 坑得也很过瘾 一直打游戏 打到凌晨三点 才哈欠连天地去洗漱睡觉 等一觉睡醒 就到了大中午 池飞池已经做好了饭 吃过饭又开车 带他到了一家游戏公司附近 第二天 时间从七月份 跳到了一月份 光燕说在这里会合 池飞池看了看车窗外的路边 路边停了一排脚踏车 根本没有停车的地方 你在这里等他们 我去停车 好柯南乖巧硬生 拉开车门下车 看着那家公司楼上的大荧幕 打了个哈欠 感觉清醒了一些 嗯 对了 昨晚他去池飞池家里是想 算了 都过去这么久了 贝尔摩德要是留下什么痕迹 也早就没了 柯南 三个小鬼头 骑着自行车过来 远远挥手打招呼 平 哗啦哗啦 停在路边的自行车被撞倒 柯南半月眼 总觉得又是不怎么安稳的一天 到场游戏公司附近的停车场 一辆红色雷克萨斯SC 开进角落里的停车位 车上 池飞池拿出手机 输入一串网址 再输入一串账号和密码 点开其中一份资料 道场宣和 道场游戏公司董事长 男 36岁 游戏软体借接热门人物 被称为天才制作人 近期最火热的凯撒林第一部制作人 根据调查 凯撒林第一部脚本系 剽窃好友小灵星2的故事 小灵星2于4月12日失踪 疑似被害 已搜集到物证PS 游戏软体研发水平 不足以让组织联络 道场宣和杀害小灵星2的视频 未取得 金额评估5亿日元 对方手里有枪线 有同伙 RU 飞池从池飞池的伊领处探头亏评 原来凯撒林的游戏故事 是剽窃的呀 嗯 池飞池退出网页 清理了手机里的痕迹 下车准备过去 组织从双合汇那里 黑吃黑拿到的情报 还没整理完 资料太多 朗姆最近应该很忙 不过 一部分可以打钱 难度不高的情报 倒是已经丢过来了 但被少年侦探团遇上 那就不用考虑这个打钱任务了 池飞池逛着出停车场 刚到道场游戏公司大门附近 就看到柯南跑上去 撞到道场宣和 不好意思啊 叔叔 柯南一脸歉意地微笑 实际上偷偷把一个窃听器 丢进了道场宣和的西服外套口袋里 不远处的池飞池和飞池看得清楚 道场宣和却浑然不觉 恼怒看着柯南 你搞什么 你和那几个小鬼是一伙的吧 柯南无故脸看到道场宣和 哎 算了 快滚开 道场宣和不耐烦道 柯南转身跑向池飞池 悄悄侧头 发现道场宣和只是盯了他 一会儿就收回视线 心里松了口气 到了池飞池身旁 伸手拉着池飞池的手晃 仰头熟练地卖萌 哥哥 我要坐车车 坐车车 暗示 疯狂暗示 赶紧走 去开车 池飞池懂了 面无表情地瞥了柯南一眼 将手抽回来 放进外套口袋 转身带路 喂喂 你配合一点啊 柯南无奈跟上 低声道 那个人身上带了枪 池飞池继续往停车长走 不惊讶 不意外 柯南觉得 小伙伴真是没救了 就好像缺乏惊讶这种情绪一样 无奈解释道 我原本是在门口等着他们过来的 可是他们只顾着挥手跟我打招呼 骑车撞上了路边的自行车 把自行车都撞倒了 我们扶自行车 打算顺便等你过来的时候 袁太突然想上厕所 慌慌张张地跑进那家公司 等我追进去 他们已经搭电梯上楼 等他们再下来 就是被人追着跑下来的 听前台姐姐的称呼 刚才我撞那个男人 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他追袁太他们下楼的时候 我看到他握了怀里藏的手枪 说着 柯南神色认真起来 虽然只是一眼 但那是真枪的可能性很高 而且他的反应太过了一点 就像要杀人一样 我想袁太他们上楼找厕所的时候 说不定看到什么 让那位道场董事长 感觉到威胁的事 池飞池继续往停车场走 果然 被少年侦探团碰上 又被柯南顶上 可以提前宣布 组织的五亿活动资金没了 我已经在那位道场董事长身上 放了博士 给我做的窃听器和定位器 柯南说着 按了一下眼镜边框 看着上面显示的小点 顺便听着那边的对话 他说 袁太偷走了凯撒林第二部 还没上市的游戏光盘 却没有让警卫报警 好像打算一个人去追袁太他们 而前台的接待姐姐 之前看过袁太书包上的名牌 已经知道 他是地单小学一年B班的小岛袁太了 池飞池和柯南上车后 开车出停车场 正好赶上道场宣和 开车出公司停车场的时候 柯南一边看着追踪眼镜上移动的小点 指挥着池飞池开车追上去 一边说着情况 他在跟什么人联系 时 什么 池飞池侧目看了看柯南惊恶的神情 至于这么惊讶吗 柯南缓了缓 神色凝重的皱眉 他说 袁太他们拿到凯撒林第二部之后 肯定会播放 到时候 他们就会完蛋 还让对方查袁太家的住处 查到之后 让对方立刻过去 应该是他的同伙 他称呼对方为B 然后 没了 名侦探的窃听器故障了 可恶 柯南取下眼镜看了看 懊恼道 连追踪定位器也没用了 博士前几天就说过 让我有空过去维护 结果忘了 池飞池继续默默开车 像个默的感情的开车机器 飞池探着头 静静看着柯南 像条默的感情的玩具蛇 柯南心里焦急 抬头看到旁边 这冷淡的过分的一人一蛇 无语了一瞬 试图让池飞池的情绪 跟上现在危急的情况 提醒道 池哥哥 他们恐怕要对袁太太们不利 池飞池 嗯 柯南 他有同伙 手里还有枪 现在袁太太们不知道掌握了对方什么把柄 但要是他们找到袁太太们 说不定就会开枪的 池飞池 知道了 柯南沉默了一下 感觉自己被池飞池这种过度平静的态度传染 心里都急不起来了 叹了口气 又没忍住打了个哈欠 揉着眼睛道 那我们现在去哪 去袁太回家的路上堵他们 池飞池开着车 转过街口 他们骑自行车来的话 走的不是车道或者小巷子 是从河道边 柯南顿时猜出了 袁太三人过来的路线 河道边的路比之宽阔 又没有什么汽车会经过 经常有小学生结伴骑自行车从河道边过 他们也是一样 而既然他们是从那边骑自行车来的 之后又骑着自行车离开 很可能会再次选择 从那条路骑车回去 车子到了河道边 池飞池把车开下水泥路 停到桥下 转头见柯南又在打哈欠 出声道 想睡就去后座睡一会儿 柯南转头看了看 发现从这里能看到道路上的情况 又不惹人注意 想着交给池飞池盯着他也放心 打开车门下车 那我睡一会儿 池哥哥你留意一下 看到他们 就把他们拦下来 池飞池下车 去后备箱里抱了床宝毯递给柯南 又把后座两边的车窗放下来一些 谢谢池哥哥 柯南乖巧接过毯子 扑下 睡觉 池飞池关好车门 没有上车 背靠着车子点了支烟 拿出手机刷UL软件里的聊天消息 除了林牧原子日常分享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 还有新出知名的消息 小田倩明也的消息 卷川和辉也给他发了消息 还有 系命师下午四点了 去做饭 稻草人 不去 这个备注是他给勤九加上的 比勤九那一段不知名英文符号的网名 要贴切得多 他这个账号是平时用的 组织行动都会发邮件或者打电话 加他这个账号的组织成员不多 勤九算一个 原本他是用法外狂徒来备注勤九 不过之后又换成了系命师 因为英雄联盟里的系命师 是一名心思缜密的癫狂杀手 跟勤九很大 而且系命师的名字叫 静 静 G 嗯 他已经无聊到这种地步了 回完勤九 时飞时跟其他人聊了一会儿 拒绝卷川和辉 邀请他去小田窃家吃饭的提议 拒绝大山迷提出的宴会 拒绝日静黄昏 天空和河道里的河水被染上成红 一辆车开来 在不远处放慢速度 开车的人似乎是惊讶于 桥下这个好地方 居然被人截足先登 又不甘放弃 还是开到了一旁 再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下 车里 坐在后座的女人 低声不快道 怎么有人先来了 一会儿对那三个小鬼下手 要是被别人看到 我们会很麻烦的 驾驶座上 道场宣和看到靠在车前低头看手机的黑衣年轻人 总觉得眼熟 皱眉回想了一下 是他 你认识那个吗 女人问道 那边 池飞池抬头看车子 道场宣和连忙侧身假装在车里找东西 避开了池飞池的视线 发现池飞池只看了一眼就收回视线后 依旧皱着眉 我出公司的时候 有一个戴眼镜的小鬼跑出来撞了我一下 和他一起的 我听到那个小鬼叫他哥哥 之后和他一起走了 那个眼镜小鬼 和叫小岛元泰的小鬼 是一伙儿的 女人低声道 这么看来 他也应该认识小岛元泰 他在这里 难道是收到了那三个小鬼的消息 才会过来这里等 有这个可能 道场宣和眼里戴上冷意 趁着现在侧身背对那边的红色车子 从怀里拿出了手枪 他说不定 已经从那三个小鬼那里 听说了游戏光盘里有杀人视频 先让他把那三个小鬼引过来 到时候一起解决掉 咔嚓 子弹上膛 红色雷克萨斯SC旁 池飞池依旧看着驾驶座的车门 垂眸看着手机 继续发消息 西明师 你现在应该没什么事要忙吧 那些无聊的邀约 拒绝掉不就行了 稻草人 再确认情报 假装自己休假 也在努力为行动做准备 然后 消息就没有继续下去 勤酒转发了 只有输入密码才能查看的邮件 最近的情报 只有RU丢过来的那些吧 G 具体的晚一点跟你说 旁边车子里 有人用枪指着我 他还不知道 我已经发现了 Ricky 哦 那你打算找我求援吗 G 没打算 最近情报里 又没有厉害的家伙 Ricky 没人帮你清理尸体的话 可别乱下死手 G 池飞池 勤酒对他有一点点误解 明天去冲绳 毛利明侦探有节目访谈 我跟过去玩 两天 Ricky 然后勤酒就没有再回复 之前发送的邮件 也全部消失得一干二净 池飞池视线雨脚 发现车里后座的柯南醒了 把最后发出去的邮件也删除掉 又把UL聊天软件里 和勤酒的聊天记录也清空 合上手机 转身去后备箱前 柯南揉着眼睛坐起身 发现池飞池打开后备箱 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池哥哥 他们还没来吗 你才睡了不到一个小时 池飞池轻声说着 假装低头 在后备箱里找东西 柯南把划到腿上的毯子拉开 我有点担心 也没有完全睡着 他们没到 池飞池低声道 不过 你说的那个董事长到了 柯南脸色大变 什么 他 别动 池飞池见柯南 要往车窗前凑 出声阻止到 他们就在旁边的车上 柯南又坐了回去 从他这个角度看出去 只能看到旁边一辆黑色车子的车顶 可以确定 对方也看不到小孩子体型 还窝在后座的他 急切问道 他们 他的同伙也在车上吗 后座有一个人影 桥下光线暗 看不清楚 池飞池说完 拿出两瓶矿泉水后 关上后备箱 柯南压下沟通的急切心情 等着池飞池绕过来 桥下两辆车 都是为了那三个熊孩子来的 都默契地选择了停到桥下 但目的不同 这个时候 池飞池和那边的人 居然还能没事人一样待在一处 就像开车开累了 碰巧凑到这里来休息的两伙人 这一点他是服气的 不过 还要考虑一下 他们现在该怎么办 袁泰他们三个 肯定会路过这里 对方一看到三个孩子 搞不好就会立刻报警 而且 对方很可能还带了枪 警号 等等 池飞池说的是一个人影 说明对方只有一个同伙 一共两个人 双方车子距离这么近 如果对方有什么动作 他可以用足球解决一个 池飞池 直接就能锤倒一个 不行不行 对方有枪 让池飞池靠近去解决太危险了 现在报警的话 对方只要在警察赶来之前 藏好枪就行了 而且没有证据 警方也没有权利搜查对方的东西 那 他们赶紧离开 去前面路口赌袁泰他们 让袁泰他们别过来 可麻烦的是 他之前去公司里找过袁泰他们 之后出门撞了那个董事长 又跟着池飞池走了 对方很可能已经知道了 池飞池跟三个孩子是认识的 那就有可能把池飞池也当成目标 在看到池飞池后 会猜想 池飞池是不是来这里接孩子们 要是他们突然开车离开 难保对方不会开车跟上他们 而且 他们现在好像更危险 对方或许会想杀他们清场 或者挟持池飞池 逼持 飞池把袁泰他们三个叫过来 对方没动手 是因为不确定 池飞池能把三个孩子叫过来吗 在柯南低头琢磨时 池飞池拿着两瓶矿泉水 飙到车后座 打开车门 给柯南递了一瓶 柯南无语接过水 好吧 他没法躲着偷袭了 池飞池拿了两瓶水 就能让对方猜到 后座还有他的存在 池飞池把水递给柯南的时候 也在警惕着 注意听飞池有没有提醒他 危险 池哥哥 柯南刚开口 突然听到河道边的马路上 传来小孩子的说笑声 顿住了 袁太 我们什么时候再去那家公司啊 我不是说了吗 先回去吃饭 吃饱了就去 要认真道歉哦 桥下的车子里 道场宣和嘴角露出冷笑 猛然拉开车门 动手 我控制这边的两个 你去把那三个小鬼带过来 后座 女人也快速拉开车门下车 道场宣和拉开车门后 面向池飞池下车抬手 枪刚举到一半 脸上表情古怪了一瞬 情急之下 柯南没法分辨出 对方脸上神情 到底是惊讶 还是茫然多一点 但他知道的是 道场宣和走神了 好机会 池飞池往旁边移了一步 挡在柯南前方 坐在车里的柯南 求别挡着 他都没法踢球砸人了 别乱动 道场宣和用枪指着池飞池 古怪的脸色这才缓和 皱眉问道 你什么时候 在车顶上放了录像机 柯南一愣 想起池飞池之前 从后备箱拿水过来的时候 是从车子另一边 绕了车子一大圈绕过来的 应该就是在拿矿泉水的时候 顺便了拿了录像机 借着绕过车子 对方没有看到的时机 开机后 放在雷克萨斯SC车顶上 而且看到场宣和的反应 刚才在车子里 显然没有看到录像机 是下车举枪的时候才看到的 那也就是说 池飞池是为了是他们 先动手 也是他们非法持枪 想杀我这件事 才在动手之前 把录像机放在车顶 让录像机拍下对方的举动 可现在问题是 拍是拍下来了 池飞池也被枪指着了 而且 池飞池是知道 他能用足球 撂到道场宣和的 为什么还要拦在他前面 阻止他动手 难道对方有诈 或者 还有别的同伙 在柯南警惕观察周围时 道场宣和那边 后座的人也下了车 是一个穿着身紫色长风衣 灰色雨靴 风衣都冒 拉起挡住脸的小黑 好了 B 你快去拦住那三个小鬼 录像机一会儿再消怀 道场宣和头也不回地说着 依旧用枪指着吃飞池 这位先生 我劝你别乱来 还有后面那个小鬼 我们拿到我们的东西之后 就会放你们离开 柯南不想听道场宣和说话 对方根本不遮挡容貌 持枪威胁人 还会放过他们 当他是真正的七岁小孩子呢 马路上 袁泰 光燕 布美 骑着自行车 往米花艇的方向去 我们是不是忘了什么 布美一脸疑惑地回想 路上 穿身紫色风衣的人影 突然跑到他们前方 手里 还拿着一把枪 对准了他们 啊 袁泰慌张之下 撞上了旁边布美的自行车 布美又撞到了光燕 三辆自行车 在小黑前方不远处 哗啦哗啦倒地 三个小鬼头 也被摔了下来 布美瞪大了眼睛 看着前方那人的 身紫色风衣男男 我想起来了 我们把柯南和持哥哥忘了 光燕急忙压低声音提醒 布美 现在不是想那些的时候吧 是 是啊 袁泰跌坐在地 双手撑在身后 满头大汗 仰头看着那个人影 她 她有枪 布美抬头一看 惊讶认出了来人 是凯撒林那家公司的 前台大姐姐 没错 是我 女人冒烟下的脸上 露出不太友好的笑 抬了抬手里 指着袁泰的枪 至于你们说的那两个人 你们往下方的桥下看 有惊喜啊 惊 袁泰转头 往桥下看去 待住 他们从这里看下去 能看到桥下的 红色雷克萨斯 SC 能看到站在后座车门前 背对他们的熟悉人影 也能看到站在那个熟悉人影前面 举着枪的道场宣河 看到了吗 现在就跟我过去 不要堵在路上哦 女人笑着 突然恶狠狠道 如果你们不想 看着他们被杀死的话 就过去 是 三个孩子连忙爬起身 往桥下跑 心里又急又愧疚 眼泪都飙出来了 石哥哥 柯南 呜呜呜 对 对不起 都是我们不好 不是 是我 桥下车子前 石飞驰转头看去 默默看着三个孩子 痛哭流涕 屁滚尿流地往这边跑 危险 不存在的 他就是想试试 被枪指着是什么感受 特地找了一个 危险系数低的对象 可惜对方危险系数低 又是陌生人 他除了有一点 想把对方手臂 掰折的冲动之外 并没有其他感受 另外 就是想吓唬三个熊孩子 这个任务 道场宣河跟那个同伙 倒是圆满完成了 别乱动 别动张希望 不然我就开枪了 道场宣河盯着吃飞驰 这才想起一件事 还有把手里的 矿泉水瓶扔掉 碰 持飞驰把水瓶 甩到道场宣河脸上 已经没用的人 还破坏性质 这就不对了 没开盖的矿泉水瓶 跟道场宣河的脸 来了个亲密接触 不一般的力道下 瓶身顿时瘪下去 瓶盖蹦开 水花四溅 伤害很高 侮辱性也很强 你 道场宣河 头昏脑胀地说出一个字 往后扬倒 他不是让对方把瓶子 往他脸上扔 刚跑下坡的三个孩子 好 好残暴 持飞驰弯腰 伸手捞起道场 宣河那把鹰昏岛脱手 而往地上掉落的手枪 朝河地上甩去 啪 跟在三个孩子后面 拿枪追过来的女人 刚朝持飞驰转枪口 就被枪身砸中头 头往后仰了一下 整个人也软塌塌地往后倒去 三个孩子停步 回头 啪哒 砸中女人的手枪落到地上 顺着坡滑到他们身前 女人扬倒躺在坡上的草地间 一动不动 枪还搁在手掌中 只是右手手指无力地打开 再也没有握紧枪 三个孩子回头 对上持飞驰那不带任何情绪 看向他们的视线 默默咽了咽唾沫 想掉头往回跑 持飞驰看了三个熊孩子一眼 转身绕过车子 去拿车顶上的录像机 柯南 报警 嗯 好 柯南下车 看到袁泰 光艳 不美呆滞的脸上还有泪痕 瞬间明白 持飞驰之前 为什么拦着不让他踢足球 砸倒那两个人了 就是为了让这三个孩子 知道闯祸的下场 真是 丧心病狂 五分钟后 道场宣和跟那个女人背对背 被绑在车旁 枪也被装进透明塑料袋里 放在一边 柯南打电话报了警 等着警察过来的时候 顺便看着持飞驰折腾三个熊孩子 持飞驰坐到自己车子的车前盖上 调整好角度 把摄像机对准袁泰 好了 开始 袁泰映着头皮看镜头 我是袁泰 声音大点 持飞驰冷脸打断 像念课文一样 说清晰一点 是 袁泰顿了顿 看着镜头 大声 缓慢而清晰道 我是袁泰 今天跟持哥哥 约好在发行凯撒林游戏的游戏公司前碰面 大概下午三点 我们在持哥哥去停车的时候抵达 只顾着跟柯南打招呼 没有看路 撞倒了路边的自行车 这是不对的 之后我肚子疼想去上厕所 没有得到别人同意 就跑进人家公司里乱跑 这也是不对的 我还不小心跑进了他们董事长的办公室 这还是不对的 再之后 布美和光燕进来 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书包里的东西掉了出来 布美和光燕 把办公室里的凯撒林第二部的光盘 误以为是我的东西 匆匆忙忙装进了我的书包里 再之后 因为公司里的人追我们 我们就跑了 不过 我们绝对不是故意偷东西的 没错 我们不是故意 要拿他们的光盘 打算去袁泰家吃了饭 就送到公司还给他们 光燕看了看被绑在一起 刚迷糊醒来的两个人 怎么也不至于因为这个 就拿着枪来赌我们吧 布美认真点头 他们更不对 居然用柯南和池哥哥威胁我们 应该是光盘里有什么 见不得光的内容吧 柯南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光盘 不过这里没有播放的工具 还是等警方过来 再交到警方手上 说着 柯南看向鼻青脸肿醒来的两个人 反正他们持枪威胁 意图伤人的画面 已经被池哥哥拍下来了 到场宣和 女同伙雨色了一下 也清楚地认识到 他们栽了 等等 这都是误会 到场宣和不甘心 还想垂死挣扎一下 我有钱 把他们的嘴堵上 迟飞迟到 是 光燕 袁泰 布美 立刻狗腿地跑过去 掏手帕 撕本子揉纸团 手脚麻利地把两个人的嘴 堵了个岩石 嗯嗯 到场宣和悲愤挣扎 却无奈身上的绳子越挣越紧 飞驰爬上前 绕着背背对背绑住 放倒在地上的两人爬圈 严肃盯 主人 你继续 我帮你守着 保证他们没法做出任何一点小动作 嗯嗯 嗯 女同伙被突然爬进视线的蛇 吓得脸色苍白 挣扎 挣扎 到场宣和正疑惑同伴为什么这么激动 发现一条灰黑色的蛇爬进视线 脸也白了 嗯嗯 嗯 池飞驰没有管两人 看向布美和光燕 下一个 布美和光燕对视一眼 如同奔赴战场一样 咬牙上前一步入镜 抬头看着镜头 大声而清晰道 我是布美 今天 柯南 看看那边 道场宣和跟同伙 被飞驰吓得嗯嗯叫 无奈嘴被堵上 绳子还越挣扎越紧 只能背对背躺在地上 躲都没法躲 看看这边 圆太 不美 光燕 像是惨遭威胁 被迫营业的员工 不想干 委屈 但还是被迫露出认真营业脸 再看看 靠坐在车前盖上 一脸冷漠 拿着录像机的驰飞驰 他瞬间觉得 这才是迫害 大家的大魔王 十分钟后 两辆警车赶到 停在上面河堤上 左腾美盒子 带着高木舍 和其他两个警察 英姿飒爽地走到桥下 看到池飞驰坐在车前盖上 低头看录像机 四个孩子乖巧站在一旁 两个人被绑着放在地上 没觉得意外 池先生 柯南说 石枪威胁你们的人 就是他们两个吧 池飞驰把录像机 递给左腾美盒子 都拍下来了 左腾美盒子 接过录像机 取出里面的储存卡 用手机播放了里面的视频 一开始 是录像机缸 放到车顶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事发生 只是没一会儿 道场宣和表情 争名地拿着枪下车 枪口也指向了池飞驰 动手 我控制这边的两个 你去 池飞驰背对着镜头 站在车前 但道场宣和 是面朝镜头的 枪身能看清楚 左腾美盒子 高木舍 看到道场 宣和朝镜头看来 心里都紧张了一下 虽然知道了结果 但他们 还是怕道场 突然开枪毁坏录相机 或者恼羞成怒 朝池飞驰开枪 然后就是 道场宣和 让池飞驰把手里的瓶子扔掉 结果池飞驰啪一下 把瓶子扔人家脸上 把人打晕 弯腰又很快直起身 把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丢向侧方 柯南 报警 池飞驰绕到这边拿录相机 镜头也晃了一下 给晕倒在地的 风衣女来了个镜头 上前带孩子们把人绑好 又叫上孩子们低声说话 是安抚孩子们吧 看孩子们都吓得一脸累 是该安抚一下 左腾美盒子心里猜测 觉得后面没必要看了 指着地上的道场宣和 女同伙 对后方的两个警察道 把他们两个带回去 是 两个警察上前 飞驰也爬了回来 放过了被他吓得脸色 煞白的两个人 飞驰之前 都在帮忙看守他们吗 左腾美盒子失笑 干得不错哦 手机还在播放的视频 我是袁泰 声音大典 像念课文一样 说清晰一点 是 我叫袁泰 今天 左腾美盒子和高木舍 七七低头 看着手机上 袁泰脸上还有泪痕 却被迫严肃营业的画面 然后是不美 光艳 高木舍干笑 这个 不 左腾美盒子 倒是很不给面子的 直接笑出了声 池先生 虽然孩子们在录像 说了事情经过 但还是要去警示厅 做笔录的呀 当然 这种事就不麻烦你了 到时候 我们会联系阿里博士 带他们过去的 池飞时点了点头 那个没问题 反正又不是他做笔录 答应得很干脆 不美 袁泰 光艳 搭拉着头 叹了口气 今天又跑又哭又跑 改天还要去做笔录 好嘞 关键是被当成证物的录像后面 还有他们三个 一本正经的认错忏悔录像 好羞耻 事业 背户艇 十一楼公寓阳台 玻璃圆桌上 威士忌酒杯旁的电脑亮着屏 在鼠标滑动时 密密麻麻的文档 也往下移动着 嗯 道场被抓了 在我过去之前 装有他们杀人视频的光盘 不小心被几个小鬼拿走了 他把我当成了同伙 池飞时一边看着电脑里的资料 一边跟勤酒打着电话 没关系 不会有人怀疑我过去的目的 他跟勤酒如实说 自己去了道场宣河那里 是因为道场宣河 作为组织的敲诈目标 那边未必没有组织的人盯着 说不定 他到那附近 就已经被发现了 也没必要隐瞒 这个世界意外很多 组织成员都有额度 有时候 就算因为个人原因 导致这种打钱任务无疾而终 也不会有人追究 前提是 别让自己被警方盯上 更何况 今天这事真怪不到他头上 他还可以顺便含糊两句 把那群熊孩子的存在带过去 终结这个打钱任务 勤酒果然没有多关注一个半路夭折的任务 那就不用管了 波本那边有消息了吗 我没问 哼 问了他大概也不会说 那家伙一向神神秘秘的 其他事就等你从冲绳回来再说 电话挂断 池飞驰把手机放到桌上 继续看着电脑上的资料 早上五点 毛利贞探事务所 除了毛利小五郎 毛利兰和柯南带着包 一起站在楼下等 池飞驰开车在旁边停下 没有下车 放下了车窗 早啊 飞驰哥 毛利兰笑咪咪打招呼 想来想去 我和柯南还是决定跟你们一起去冲绳 池哥哥 早 柯南打招呼 真是的 都说了 有飞驰跟我一起去就好了吗 毛利小五郎 企图最后再阻止一下 不然他心心念念的正经电影也有就没了 小兰要是去了 绝对会盯他盯得紧紧的 你非要带着这个小鬼折腾 有什么关系 反正柯南和我都放假了呀 我们也想去看看 电视台怎么准备采访工作 毛利兰低头问旁边的柯南 对吧 柯南 嗯 柯南朝毛利兰笑 池飞驰不觉得意外 这次去冲绳 应该又是一次事件 原本他还想看看 有他存在 能不能让死神小学生告别一次案件 看来还是不行 好了 我们还是赶紧出发吧 毛利小五郎上了 副驾驶座 打了个哈欠 都是你们临时决定要一起去 害我们的头等舱都变成了经济舱 你就别抱怨了吗 毛利兰笑着带柯南上了车后座 抬头看到飞驰探头看他们 疑惑问道 飞驰也要带过去吗 这家航空公司 不接受蛇类宠物托运 持飞驰开车离开原地 他可以混过去 我带他上飞机 不行 我们就搭砖机过去 毛利兰汉 这 这样吗 柯南呵呵干笑 持飞驰这家伙 对飞驰是依赖成瘾罢 去哪都得待在身上 早上 6点35分 飞驰从东京羽田机场出发 飞往冲绳纳坝机场 持飞驰上飞机后 就一直在闭目养神 昨晚他是想早点睡 不过作息乱了 晚上睡不着 早上能起来 但还是犯困 飞驰也窝在持飞驰衣服下 一动不动地打盹 飞机飞了两个小时后 隔了一条走道的座位间 毛利兰跟毛利小五郎说着话 站起身 到行李架上翻自己的包 就是爸爸上次 在忘年会上抽到的包里 一个圆筒的盖子滑落 里面的网球顿时掉了出来 弹向一旁 啊 毛利兰惊呼出声 持飞驰睁开眼 察觉到有影子飞过来 伸手抓住 旁边座位上 戴着帽子和墨镜的男人 也伸出左手 接住了网球 抱歉抱歉 毛利兰连忙道歉 接过两人递给的网球 谢谢 不好意思啊 飞驰哥 打扰你休息了 没事 持飞驰没打算再睡 这么说起来 他旁边这个戴着墨镜 一脸落腮胡的男人 应该就是这次事件的凶手 那个体育评论家本山 对了 胡子应该也是粘上去的 用的胶不太好 也没有经过 艺容专业手法处理 他坐在旁边 能隐约闻到一股很淡的胶味 小兰姐姐 你干嘛带网球过来啊 柯南疑惑问道 我们搬棒球部的男生 看了昨晚的节目 打电话 让我帮他们要一下 能是选手的签名 毛利兰解释着 把网球放回去 我说我这里没有那种 漂亮的卡纸 请人家签名 结果他说 用什么签都可以 所以我就把原子 丢的网球带过来了 持飞驰侧目 用网球找棒球选手签名 这个操作很可以 毛利兰接收到持飞驰的注视 有些尴尬 没办法呀 上次爸爸参加 亭里的棒球大赛 把棒球上弄得全是泥 果然很奇怪吗 简直奇怪透了 毛利小五郎 不客气地评价一句 又问道 你带了四个网球过来 难道你们班上 有四个棒球队员吗 不是 棒球队的男生 只有三个 毛利兰笑着 另外一个是我自己 自己帮你妈要的 对不对 毛利小五郎一脸无语 英里他一直都是 每周报队的球迷 是啊 所以拜托你了 爸爸 毛利兰双手合十 一定要帮忙 要到能是选手的签名啊 毛利小五郎撇开头 拿着网球去找棒球选手签名 我才不会去做这么丢脸的事呢 啊 毛利兰失望 又转头看走到那边的持飞驰 对了 飞驰哥 我忘了问你 要不要能是选手的签名 我对棒球不感兴趣 持飞驰一脸冷淡道 柯南转头看向持飞驰 这么说起来 持哥哥好像是比较喜欢一个人 也能搞定的运动哦 篮球一个人能打 射击 射箭 格斗一个人也能练 只需要木桩就行了 网球可以对着墙壁 自己跟自己打 反倒是足球 棒球这种需要跟不止一个队友配合的运动 持飞驰几乎没怎么接触过 嗯 确诊他家小伙伴 为孤僻癌晚期 持飞驰冷眼看柯南 不行吗 柯南 还这么理智气壮 上午9点20分 飞机抵达那把机场 外面下起了小雨 我已经等您很久了 毛利先生 一个背着鞋挎包的男人迎上前 伸手跟毛利小五郎 和持飞驰热情握手 这位就是持先生吧 您好 欢迎两位 我是日卖电视台冲绳部的工作人员 四溪 啊 今天我们和我女儿都承蒙您照顾了 毛利小五郎挠头笑道 啊 令千金 四溪疑惑转头 在哪里 毛利小五郎也茫然转头 咦 那边 持飞驰看向前方走道 毛利兰带着柯南往机场里的商店跑 喂 你们到底上哪儿去啊 毛利小五郎放声喊道 我去那边看看有没有卖签名纸的 毛利兰回头道 真是的 毛利小五郎无语 凑近四溪耳边 压低声音道 对了 我说的那件事安排得怎么样了 四溪一脸了然的笑 比了一下喝酒的动作 低声道 您是说晚上的活动吧 放心吧 我已经预定好一家很不错的店了 不 不 毛利小五郎连忙摆手 这次就不必了 我问的是另一件事 您说的是那件事啊 我已经拜托 今天也会参加对谈的本山先生 帮忙要来了 四溪打开自己背的包 拿出一个巴掌大的 圆鼓鼓的纸袋 递给毛利小五郎 那真是谢谢了 毛利小五郎接过纸袋 快速往衣服口袋里塞 池飞池看了一眼 用身体帮毛利小五郎挡了一下 虽然他知道 那是毛利小五郎 给飞鹰里要的棒球签名 但这两人的举动 很像在悄悄进行某种非法交易 毛利小五郎不知道 池飞池心里的想法 心里一阵欣慰 他徒弟就是好 对了 那位本山先生 也从宫崎赶过来了吗 还没有 他的班机 预计九点五十分才会到 四溪解释道 从宫崎到冲绳来的班机 今天只有那一趟 那我们干脆就先去 能事选手下他的旅馆等吧 毛利小五郎道 四溪迟疑 本来是没问题 不过我担心 去了 也见不到能事选手 他每天 早上九点到十点左右 都会进行长跑 这个时候 应该还没有回旅馆去吧 这样 毛利小五郎看向池飞池 那就先等本山先生来了 再一起去吧 池飞池点头 拿出手机 我看看这两天的歌剧院 有没有演出 说好了 要来看歌剧 那就要看到 反正他们会在 冲绳带到明天下午 发生案件之后 访谈就会取消 还不如一起去看歌剧 哥 毛利小五郎噎住 我与丁池飞池 他家徒弟 还惦记着那个什么 理发师的歌剧呢 毛利兰和柯南 跑了大半个小时 也没有找到 卖千名纸的店 又跑回来 你们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毛利小五郎抬手看手表 本山先生的飞机 应该也到了 柯南跑去问 机场的工作人员 不过对方想 半天也没想起 哪里有卖千名纸的 四夕看到了 从出口出来的人 挥手喊道 本山先生 这边 这边 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们等我 身材高 脸颊瘦削的男人 走上前跟毛利小五郎握了握手 笑道 我是本山正志 毛利小五郎也热情道 在下毛利小五郎 接下来请多多指教 您好 我是 毛利兰刚想自我介绍 就被四夕打断 不好意思 四夕拿着自己的手机看时间 等上车再继续聊好吗 好 那我们走吧 毛利小五郎道 冲绳真是个好地方呢 四夕带一群人往机场外走 可惜今天下雨 路过机场工作人员和柯南时 本山正志出声招呼 小弟弟 要走了哦 柯南一愣 点了点头 嗯 毛利小五郎回头看了一眼 眼里多了一丝疑惑 奇怪 柯南小鬼头之前就没跟他们站在一起 而是在一旁问 机场工作人员卖签名纸的地方 本山是怎么知道 柯南小鬼头跟他们一起来的 池飞池注意到毛利小五郎的神情变化 也看了本山正志一眼 好好的 那么想不开叫死神小学生做什么 现在好了 不仅柯南起疑 连毛利小五郎都注意到了 本山先生人真的好好 毛利兰凑近柯南 低声道 说不定能拜托他帮忙 要到签名 应该可以吧 柯南点头 看本山正志的目光 依旧古怪 四夕开了电视台的车子 来接一群人 五座的商务车里空间不小 前提是 柯南被池飞池抱着 外面依旧下着稀稀利利的小雨 街上没有半个人影 车子一路开过街道 本山正志用手机连着给能事选手打了好几个电话 都没有人接听 真是奇怪了 那是这家伙 好像还没有回旅馆呢 会不会是跑得太累了 还停在半路休闲 毛利小五郎笑着猜测 他年纪也不小了吧 柯南被池飞池抱着 一直盯着前面副驾驶坐的本山正志 突然看到前方路边倒了一个人 出声提醒 那里 好像倒了一个人 小雨中 一个人脸朝下 倒在路边的草地上 雨一下的衣服 已经被水浸湿 咦 四夕开车到旁边 停下了车 好像是爷 山本正志放下车窗 老好人一样 提醒道 在这种地方睡觉 可是会感冒的哦 柯南认出了 对方雨一下穿的是美洲豹队的队服 立刻打开车门跳下车 跑到那人面前 蹲下 将人翻了过来 倒在地上的人 有一张大家都不算陌生的脸 那张脸经常出现在体育报道中 作为棒球选手中 有希望破纪录的大将 能是近年频频登上体育报道 只是此刻 那张脸已经发僵 被柯南翻过来后 视线涣散的双眼瞪圆 无神地盯着下雨的天空 毛利小五郎吓了一跳 在驰飞驰下车后 也连忙跟下车 这 这不是能是选手吗 什么 这下可不好了 副驾驶坐上 本山正志神情慌乱 转头对开车的四溪喊道 快 打电话叫救护车 还有报警 柯南立刻回头 脸色难看地盯着车里的本山正志 报警 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意外 比如跑步的时候心梗 居然就想到报警 小雨把驰飞驰的头发 外套淋湿 飞驰感觉到失忆 迷迷糊糊醒了 探头出衣领往外看 思绪混乱 啊 报警 下雨了啊 为什么报警 驰飞驰低头看飞驰 低声道 没你的事 昨晚飞驰睡不着 又半夜打游戏 打到今天早上 还是别跟着凑热闹了 反正这次的犯人逻辑思维不行 都已经被锁定了 又死人了 飞驰注意到地上的尸体 懒洋洋缩了回去 那我继续睡了 毛利小五郎 蹲在能士身旁 查看了一下能士的生命课征 拉开能士身上的羽衣 神色严肃道 不 已经没有必要叫救护车了 能士先生 已经被什么东西 刺中腹部身亡了 怎么会这样 毛利兰 脸色有些苍白 小兰 你带个数码相机来 对吧 毛利小五郎回头道 在警方到来之前 我要先把现场的照片拍下来 数码相机 数码相机 毛利兰连忙把包里的东西往外拿 翻出照相机 下车时 又把时刻表和装网球的球筒 带到了地上 一脸沮丧地愣住 快点啦 小兰 毛利小五郎回头催促 却发现毛利兰眼角有泪 愣了愣 你这是怎么了 妈妈让我拍两张 能士选手的照片回去给她 我才带了数码相机过来 毛利兰抬手擦了擦眼角的泪 没想到会用她拍这种照片 好了好了 你回车上去吧 毛利小五郎无奈道 飞驰 你来帮忙没问题吧 没问题 池飞驰接过毛利兰递来的相机 走到尸体旁边 他看着 还是没什么感触 好 先从上方拍两三张 毛利小五郎指挥着池飞驰拍照片 注意不要踩到草丛间 柯南小鬼 你退开一点 等警方赶到的时候 雨已经停了 预测能士的死亡时间 是在上午九点左右 死因是腹部中刀 导致失血过多 带队的警察认出了毛利小五郎 立刻信心十足地表示 这次破案稳了 可是 我知道 一个比毛利叔叔更靠得住的人哦 柯南同音卖蒙 看向本山政治 就是体育评论家本山先生 你 你在说什么啊 小弟弟 本山政治汉道 因为我们发现能士先生的时候 血迹被雨水冲走了 不靠近看的话 根本不知道 能士先生的腹部被刺伤了 柯南一脸天真道 而且知道能士先生会出来跑步的人 一般都会认为他是跑步时 身体不舒服才倒下的 不是吗 但你坐下车上没下来 就让我们打电话叫警察 真是连福尔摩斯也惊叹的名侦探呢 你怎么会知道呢 这是杀人事件 本山政治的脸色一僵 十分难看 对啊 本山先生 毛利小五郎回头盯 再没有下车 看到奈士先生的腹部 你就认定 这是杀人事件了吗 啊 那是因为我在宫崎的宾馆里 给奈士打电话的时候 他跟我抱怨过 说最近有反美洲报队的奇怪男人 给他打电话 本山政治缓和着脸色道 对方好像说要杀了他这种话 害得他很气愤 所以一看到他倒在地上 我就马上想到了 带队警察怀疑 这是真的吗 你们怀疑我是白费功夫 本山政治露出无奈神情 因为我没有作案时间啊 能施的死亡时间 不是九点左右吗 那个时候 我应该在宫崎前往冲绳的飞机上 那趟航班是上午八点十五分到九点五十分 带队警察点头 那只要查一下乘客名单 那个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 我好歹算个名人 所以用了假名字订机票 本山政治挠头道 而且还戴了帽子 做了简单的伪装 应该没人注意到我 那个假名字是什么 带队警察追问道 我想想 好像是山田 本山政治摸着下巴 啊 不 应该是田中吧 带队警察怀疑 定 如果昨天晚上 本山先生在宫崎的话 不在场证明就成立了 毛利小五郎道 因为这两天 从宫崎飞过来的飞机 就只有今天早上那一趟航班 这样的话 可以查一下我昨晚住的 宫崎宾馆的通话记录 我昨晚给能事打过电话 她的手机里 应该有通话记录 本山政治说着 从钱包里翻出一张房卡 是宫崎公主大酒店 房间好事 警方收下房卡 又发现了地上的石刻表 和网球桶 毛利兰连忙解释 那是她的东西 下车时不小心掉下来了 本山政治偷偷看那个网球桶 想到自己接过网球 可能留下了指纹 心里就一阵焦急 现场线索都被雨水冲刷得一干二净 警方勘察之后一无所获 只能带一群人先到那把警署 本山政治说的那通电话 得到了证实 确实是从宫崎的酒店座机 打到能事手机上的 总之 请快点抓住犯人 本山政治假惺惺道 抓住那个破坏了我朋友 打破日本记录的杀人恶魔 坐在一旁的柯南 严肃脸盯着本山政治 不对 这个人就是凶手 但不在场证明是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 我能不能打个电话 一会儿就好 本山政治问旁边的警察 警察点头 没问题 本山政治拿出手机暗号码 柯南听着本山政治暗出的案件音 突然瞪大眼睛 脸色苍白的像见了鬼一样 直勾勾盯着本山政治 脑海里又冒出了贝尔摩德低头发邮件的画面 最近一看到有人拿手机暗号码 或者发信息 他就会想起那晚贝尔摩德发邮件的样子 但这一次不同 这一次有一种极其熟悉的感觉 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到底是 你怎么了 柯南 毛利兰注意到柯南的脸色 疑惑问道 你的脸色好可怕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柯南回神 发现毛利兰和池飞池都在看他 连忙缓和了脸色 同一卖萌 没什么了 本山政治给朋友打电话 说了能施遇害的事 起身像四溪要了车钥匙 谎称自己有东西望在了车上 急匆匆出门 想去车上 把毛利兰带来的那个网球筒销毁 可惜他没注意到 柯南立刻跳下椅子跟了上去 想销毁网球筒 根本不可能毛利小五郎低头看着桌上的现场照片 这么看的话 根本没有什么线索嘛 就算是在宫崎 只要昨天晚上在宫崎打过电话后 搭飞机到东京 持飞持舰警察再跟四溪确认情况 没有留意这边一脸平静地放轻声音道 再从东京搭今天早上的航班到冲绳 就可以在九点左右杀害能事先生了 宫崎只有一趟到冲绳的飞机 那就转机 先飞其他地方 再飞冲绳不就行了 这个案子的手法 一般人都能看出来的吧 毛利小五郎一愣 惊讶看持飞持 对啊 那这么说的话 本山先生没听我们介绍 就知道在一旁跟机场工作人员说话的柯南 是和我们一起来的 持飞持继续道 他搭的航班跟我们应该是同一趟 等 等等 毛利兰敲摸摸看了看那边的警察 叹过身 压低声音道 飞持哥 你的意思是 本山先生昨晚就坐飞机到了东京 然后今天早上跟我们一样 搭九点二十分 抵达冲绳的航班到了冲绳 出了机场 去那时先生跑步的路上 然后又回到机场跟我们会合 假装自己是从宫崎搭飞机过来的 对吧 可是 他是从出口到大厅的 要是他离开过机场 怎么可能从出口出来 那把机场的登机楼层 和出口楼层是连通的 迟飞迟到 只要有机票 就可以进入机场 但不捡票 再绕到出口楼层出来 是这样吗 毛利兰神色认真起来 看向那边的警察 那 不行 毛利小五郎半月演出声道 虽然这样一来的话 本山先生是能够犯案 但仅靠着他认出柯南这一点 根本没办法 作为他犯案的证据 迟飞迟继续提醒 之前在现场的时候 他一直在看小兰掉在地上的网球桶 他不擅长像柯南那么寻寻善诱 卖门阿咧咧 好奇怪哦 只能直接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